嗡嗡嗡,一声声复古铃声在耳边爆炸 我从迷糊中一跃而起 眼前这一切老旧到仿佛穿越了时空 那沉甸甸的座椅,那斑驳的写字台 那满是沧桑的柜子 还有那墙角叠叠不休的坐机 我是在做梦吗? 一阵迷惑席卷全身 但这份记事感太过强烈 似曾相识,却又说不上来 坐机的铃声越来越急促 像是在催促我接通另一个世界的通话 我摁下话筒 只听了一阵冰冷的警告 陈诗要才行吗? 这里是银行 你们的贷款逾期了,再不处理 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 我一愣,然后直接挂断 这是哪路神仙打错了台词? 什么陈诗要才行? 我转头,目光在一面古色古香的万年力上定格 2000年5月7号 哈?这剧本不对啊 我感觉自己的嘴巴能塞进一个篮球 2000年的标记在我脑海里掀起惊涛海浪 站起身,四下打量 只见货架上摆满了药材 每一样都挂着标签,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人参,陆蓉,防风 这些名字在我脑海中回响 激起了一阵阵涟漪 我心头涌起一个疯狂的念头 这不会是 我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张证件 照片里的中年人面容清晰,名为陈川 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痛并快乐着 这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我冲出门,阳线要裁接的景象扑面来 那是我20年前的家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又看了看双手 没有岁月的痕迹,没有油腻的膩子 我重生了 在40岁的高空飞行中一觉醒来 竟回到了20年前 我,陈阳,又回到了那个能掐出水来的20岁 我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再次踏进陈氏药材行 一把陈皮入手,闭眼深吸一口 心晦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不需要看,就能辨别出每一种药材的来历和品质 这一刻,我知道,我真的回来了 我闭上眼睛,轻声说道 从头再来,这一次,我要改写我的人生 陈阳的家乡在阳县,是一个临近桥城的地方 阳县的药材一条街,是本地最早形成的药材市场之一 陈氏药材行,就在药材街中心位置 是一个前殿后方的格局 前面是两间房,是门面 后面有四间正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东西乡各有两间配房 一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另一半当作仓库 走进院子,正对的便是堂屋 正对厅门的墙面,放置着一张长暗条 暗条上摆放着一张精致的屏风 屏风两边有一对花瓶 暗条上挂了一幅中堂画 两边有左右对联,上设匾额 匾额上书,诚信为本 左右有对联一幅,上凉名人雅士 下称黎明百姓 暗条前方,设八仙桌一张 太师已一对 中堂从主客位置自下而上的 摆放成对的扶手已搭配桌 整个正厅设置古香古色 唯一接近现代化的东西 那就是桌上的电视机 故地重游,陈阳忽然有了种亲切的感觉 他迫不及待地去了左手第一间父母的卧室 房间里没人,应该是出去了 他马上转身来到了最右边的房间 推开了房门 这里正是他的房间 房间很简朴 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 墙上还挂着NBA球星的海报 陈阳缓缓地来到写字台前面坐下了 还套桌椅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样式 漆面都裹着一层厚厚的包浆 伸手抚摸了一下那张老旧的写字台 陈阳的眼神露出缅怀的神色 这张写字桌陪伴了他整个学生时代 记得桌子抽屉的后面 好像还有一个隐藏的空间 陈阳缓缓地俯下身子 伸手在写字桌底部摸索了一阵 掏出了一个盒子 盒子上布满了陈辉 也有些时日了 上面依稀看到一行字 上海回离邪页 打开盒子来 里面有些零碎的小玩具 玻璃珠 连环画 玩具青蛙 塑料水枪 娃娃 卡牌 还有一些港台明星的明信片 陈阳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这些都是他和妹妹封存已久的宝藏 拿起那个玩具青蛙 拨动几下弦 然后放在地上 咯咯咯 玩具青蛙在地上跳了起来 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鸭子 陈阳一阵恍惚 陈锋心底的记忆像潮水一般涌出 学生时代 陈阳日子过得还算优越 父亲能干 母亲贤惠 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 一家人也生活无忧 变故就出现在二十岁这年 父亲外出进货时碰到了山洪 连车带人都被冲进了江里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当地搜救了许久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恶号传来 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悲伤之中 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顶梁柱没了 整个家庭的前景也变得无助起来 银行的债务找父亲的费用 家庭的开支 再次让这个残缺的家庭雪上加霜 最终 这座城在着陈阳少时记忆的房子 被卖给小姨家了 陈阳捂住了眼睛 轻轻地擦拭了一下眼泪 眼神很快变得坚毅起来 现在是2000年5月份 应该是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刻 父亲生死不知 银行催债 母亲独目难知 房子也即将不保 上一世 他无力阻挡 但这一世 应该还来得及 眼下的陈家 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父亲在外地出事 人财两空不说 还留下了几十万的债务 有私人的 也有银行的 为了还债 母亲理应把家里货物 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还四处借债 拆东墙补西墙 即便如此 还是有一笔十万块的窟窿 眼瞅着贷款就要逾期了 他们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家里还有一套房 倒是还值点钱 卖了的话 足以还上贷款 但房子是他们唯一的落脚点 一旦卖了 那就无家可归了 陈阳仔细想了想 房子必须要保住 那是他们的家 如果时间宽裕的话 他倒是可以去搞点钱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 眼瞅着期限马上就到了 限搞钱也来不及了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陈阳马上去了银行 找到了当时给父亲办贷款的赵经理 陈阳啊 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很遗憾 但是呢 违约已经成为了客观事实 我们也只能按流程办事 对于陈阳的到来 赵经理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赵经理 陈阳低声道 违约事出有因的 非人力所能抗拒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的 只是希望银行能多给点时间 容我们缓缓 对不住了 赵经理摇了摇头 这个我真帮不了什么忙 银行也调查过 知道陈家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 拖得越长 银行的损失越大 没得商量 陈阳追问了一句 不好意思 这件事已经提交到了法务部 已经不归我管了 赵经理爱莫能助 为了避免损失扩大 他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正要向法院递交呢 不过 你们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至少你们家的房子 还是挺值钱的 赵经理话风一转 委婉地提点了一句 他知道陈阳家里还有套房 就在药材街上 卖的话还能卖个十五六万 还上贷款也是绰绰有余 好吧 陈阳点了点头 道 既然你说到了房子 那我也说说这个房子 房子是我爸妈的共同财产 应该有我妈的一半 对不对 按理说是这样 赵经理点了点头 既然有我妈的一半 那这房子 你们就拿不走了 就算是拿 也只能拿一半 赵经理笑了笑 按照法律来讲 欠债人死亡 配偶也有偿还 共同债务的义务 他也处理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对此也是游刃有余 我爸是出了意外 无力偿还贷款 并不是有意拖欠 不能以简单的欠债 不还来定性吧 如何定性是法院的问题 跟我们没有关系 赵经理耸耸肩 我看过你们的合同 上面只有我爸的签名 所以你们银行的贷款 只是我爸的个人借款 不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 所以 我妈没有义务 去偿还我爸欠下的债务 另外 这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住所 也是唯一的收入保障 你觉得 法院会完全判给你们银行吗 陈阳接二连三的发问 赵经理笑容渐渐收敛 心中对眼前这个年轻人 也重视了起来 这年轻人不简单啊 说的句句都在点子上 合同的确有漏洞 那就是 没有女方的签名 可能是当时 办理的匆忙给疏忽了 毕竟这个年代的贷款流程 也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不过这也不是难题 只要能证明 借款是用于经营的 那就算是共同债务了 虽然取证有些麻烦 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最后一条 还真把赵经理问住了 如果这房子 真的是他们唯一住所 而且是生活保障的话 法院还真不太可能 全部判给银行 毕竟陈川是出了意外 而非老赖 性质不同 法院方面也要考虑 家属的基本生活需求 年轻人 这只是 你的一厢情愿而已 赵经理虽然这么说 但心中还是有些不踏实 陈阳提的这几条 都是客观事实 银行想要完全胜诉 还真有些麻烦 赵经理 陈阳平静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们真的走了法律程序 能不能拿走房子还两说 就算是能拿走 那也只能拿走一部分 不完整的房子 谁会买 就算有人买 那也不值钱 你们的这笔账 是赚还是亏 你的意思是 不打算还了 赵经理的声音 开始变了 既然说不通 那就打官司吧 银行的法务部 也不是吃单饭的 不 陈阳摇头 我今天来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走司法程序的话 有很多扯皮的地方 就算最后 你们拿走一部分 还是会有亏空的 这么做 根本就得不偿失 我倒有个建议 保证你们没有损失 而且还能赚点利息 你们可以把我爸的欠款 转到我身上 我来还 你来还 赵经理吃惊的看着陈阳 一时间有些无语 这不是开玩笑吗 之前他早就调查清楚了 一家人就靠着 陈川一个人养活着呢 哪里还有还款能力 小伙子 不是我小看你 你家都这样了 你拿什么来保证啊 赵经理不解的问道 房子 陈阳道 我拿房子还 啥玩意 赵经理脑袋一时间 没有转过弯来 怎么绕来绕去 又回到了原点 是这样的 赵经理 陈阳解释道 如果你们肯把债务 转到我身上 我就拿我家 这套房子做抵押 十五六万的房子 至少可以贷出十一二万 我爸的债务可以还上 接下来我分期还款 压力也小 如果还不上的话 你们直接可以 把房子拿走 这也是目前他能想到 唯一能够保住房子的办法了 借新债 还旧债 商业贷款便分期还款业务 死账便活账 赵经理心中一动 仔细琢磨了这个法子 发现还真有可行性 诚如陈阳之前说的 双方真的走法律程序的话 他们还真不一定 能够拿到全部 毕竟扯皮的地方很麻烦 就算能拿到一部分 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走法律程序 只是最后的手段 不到最后一刻 银行也不打算这么干 其实他们希望陈阳一家 自己主动把房子买了 把贷款还上 打价两遍 不过陈阳又提供了一条思路 要是按照这条思路 这两件事都能迎刃而解 首先 债务能还上了 不会留下坏账 其次 陈阳主动拿房子做抵押的话 也不会产生什么产权的纠纷 银行还能赚点利息 就算他还不上 银行随时可以拿走房子 也不会亏 权衡了利弊之后 赵经理顿时有了计较 他敲了敲桌子 认真问道 这房子 你能做主吗 能 陈阳点了点头 道 到时候 我和我妈都会签字 我贷款 他担保 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 好 赵经理一拍桌子 笑道 我马上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们下午都过来吧 咱们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这件事对赵经理也有好处 换一账变好账 一个业务变成两个业务 还稳赚不赔 多谢赵经理 陈阳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之所以扯那么多 就是想告诉银行 如果银行真的走法律程序 那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如果他们考虑自己的方案 那将会双赢的 很明显赵经理是个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取舍 这事 成了 房间里 七八个人围绕着一张圆桌坐下了 众人抽烟喝茶吃瓜子嚼糖 有说有笑的 唯独主座上的中年妇人 有些愁眉不展 她就是陈阳的母亲李英 最近一段时间 可谓是厄运连连 李英几乎就要崩溃了 焦虑 彷徨 无助 让她看起来更加的憔悴 眼看着人来的差不多了 李英站了起来 诸位都是陈家的亲朋好友 我们家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了 现在还差银行十万多的贷款 眼瞅着这贷款就要逾期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拜托了 说着鞠了一躬 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众人都不说话了 诸位 十万块钱而已 你们每家出一点 我们娘仨就算是吃康厌菜 也会还给你们的 李英补充了一句 姐 你看 我们家也不宽育 再说了 你们家生意都没了 以后还得起吗 妹妹李力 第一个站了起来 李力话音刚落 众人无不交头接耳 李英愣了一下 她本想把亲朋好友聚集起来 每一家再接一点 度过这个难关 没想到 自己亲妹妹 第一个跳出来唱反调 就算我还不上 还有小杨 她还年轻 肯定能还得上的 陈阳 李力吃笑了一声 救她 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还指望她还钱 众人缓缓地点头 二十岁的陈阳 的确不怎么靠谱 再说了 陈家虽然败了 但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陈家的房子前殿后方 位置极佳 市价至少值十五六万 卖了房子 足够还上贷款的 李英的目光 落到其中一个 叫张伟汉中年人身上 露出请求的神色 张伟汉没有说话 脸色有些犹豫 她女儿跟陈阳正在谈恋爱 两家大人也十分的满意 算得上是准亲家了 当然前提条件是 陈川还活着 现在 陈川没了 事情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李姐 你们家的事情呢 我也知道了 抱歉 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 不好意思啊 李姐 我还有点事情 先走了 张伟汉起身离开了 她这一走 算是压倒了陈家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最近也刚补了货 实在是没有余力了 不错 不错 阿里说咱们关系不错 李英帮这个忙 可现在 我真的拿不出钱来啊 李姐 对不住了 那什么 感谢招待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看到李英的亲妹妹 和准亲家都不肯出钱 众人更是连连推辞 救急不救穷 自古就是这个道理 陈川一死 陈家就彻底都完了 借出去的钱 肯定要打水漂了 很快 整个房间 只剩下了李莉两口子 唉 李英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双目空洞起来 这么多亲朋好友 只要每人出一点 就能度过眼前的难关了 可没想到这么多人 一个伸手的都没有 姐 你看 大家都不肯帮你 我倒是有个主意 反正你家的生意也干不了了 不如你把房子给我 我替你交贷款 怎么样 李莉凑了上来 李英有气无力地看了她一眼 道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她也不是没考虑过卖房子 只是 房子是他们家唯一的落脚点 也是他们立足药材市场的根本 一旦卖了 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潜意识里 李英还想给孩子 留点东山再起的机会 妹夫侯运也思条漫里道 姐 你们现在还不上钱 房子肯定是保不住的 与其让银行收走 还不如给我们呢 是啊 李莉也硬喝道 姐 咱们可是亲姐妹啊 再说 我这也是帮你啊 你也别担心 房子没了没地方住 侯运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到时候 你们可以住过去 住多久都成 陈家的房子 在要裁一条街 前市后方 位置也绝佳 无论是做生意 还是出租都不错 两口子早就有这个心思了 姐 无债一身轻啊 一旦银行收了你家的房子 你们家就上了 银行的黑名单 以后小杨小宇 他们工作买房都是问题 你也不想看到 孩子们受委屈吧 侯运装模作样地说道 两口子之前 也是故意泼冷水 破坏姐姐的借钱计划 目的就是想要让她 走投无路 卖陈家的房子 李莺脸颊抽动了一下 似乎触动了心弦 做父母的 哪有不疼爱孩子的 她也不想给孩子 留下什么负担 卖房子还贷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这是 我要跟小杨商量一下 李莺无奈地说了一句 哎呀 侯运不满道 一个小屁还懂什么 姐 您就别犹豫了 是啊 李莉也接口道 姐 咱们是亲姐妹 我这才愿意帮你的 银行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你再不做决断 那房子就是银行的了 这 李莺有些犹豫了 小姨两口子 急忙拿出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 放在了李莺的面前 他们也是早有预谋 李莺拿起了笔 迟疑着不肯签字 小姨两口子不断地催促 不能签 就在李莺即将落笔签名的时候 房门被推开来 陈阳大踏步走了进来 小杨 看到陈阳来了 李莺微微起身 妈 陈阳快步来到了她的身边 握住了她的手 眼泪险些就流了出来 父亲出事后 母亲因为操劳过度 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咋见亲妈 陈阳忍不住有些哽咽 小杨 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 咱们家已经没钱了 房子恐怕是 李莺也有些无奈 妈 陈阳伸手拍了拍李莺的手背 温和道 这件事我能解决 您不用担心了 李莺愣了一下 看了儿子一眼 心中忍不住一颤 儿子的眼神是那么的自信 那么的坚毅 丝毫没有之前的轻浮和盛气 儿子长大了呀 李莺有些欣慰 同时又有些心酸 小杨 大人说是 小孩子不要插嘴 小姨李莉有些不高兴了 他们谋划了很长时间了 眼瞅着姐姐李莺就要签字了 这会儿 陈阳忽然跳了出来反对 夫妇二人十分的不满 小姨 小姨妇 我们家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了 房子是不会卖的 陈阳似笑非笑着看着二人 上一世 小姨就是这么把房子 从陈家手中弄走的 开始的时候 陈阳还没觉得什么 反而感激小姨 给他们就提供了住处 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他们家的房子 前店后方 位置也很好 市场价值在15-6万左右 这还不算门店流量客户资源 这些无形资产 银行贷款连本贷息 才11万左右 两口子只用了11-2万 就拿走了陈家的房子 接着干起了药材买卖 接受了陈家原来的客户资源 后来药材接拆迁 这套房补了两间门面 和两套房子 小姨两口子 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小姨 我这可是帮你啊 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这也就是你妈求到我头上了 否则我才懒得过来 小姨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她又将精力 集中在李英的身上 姐 你就别迟疑了 再迟疑的话 这房子就会变成银行的了 到时候 你可什么都没了 还落了个老赖的名声 小姨开始喋喋不休 李英犹豫了一下 陈阳抢先一步 把协议给撕了 陈阳 你干什么 小姨怒斥了一声 陈阳没有理会她 只是对母亲道 妈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房子也保住了 这话一出 李英愣了 小姨两口子 也满脸惊讶 解决了 十万块钱的贷款呢 你这上嘴唇 一张下嘴唇一碰 就解决了 哎哟 我的大外甥 小姨夫侯运阳怪气道 这可是十多万呢 不是三千五千 你一个小孩子 拿什么解决了 去偷 去抢 见二人还不死心 陈阳也不客气了 我们家的房子前店后方 又在中心街 挂牌十五六万 也有大把的人来买 你们只出十一二万买 就想拿下来 这是帮忙啊 还是趁火打劫 这话一出 二人脸色齐变 小羊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你亲爷 小姨有些不自然 小羊 这话就有些过分啊 我们这是帮你呢 你咋不知好歹呢 再说了 我们老家的房子 给你们随便住 这不也不是钱吗 我们老家的房子 可是前两年翻修的 最不计给你们便是 小姨夫也在一旁帮腔 呵呵 陈阳嘴酒 闪过一阵冷笑 你们老家的房子 是前店后房吗 你们老家的房子 能开门做生意吗 拿你们老家的房子 换药材的房子 你还真敢想 既然你们真想帮我 那就干脆借我十一万 一年 只要一年 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 成不成 陈阳也懒得跟他们废话 小姨两口子 被反将了一军 瞬间不说话了 小羊 李英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妈知道 你舍不得这个家 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只要咱们娘撒好好活着 迟早还能再起来的 她也不相信 陈阳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妈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您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啊 实话告诉您吧 我已经去过银行了 贷款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咱们不用卖房子了 此话一出 几个人都惊呆了 李英急忙站了起来 问道 你 你怎么解决的 你从哪里来的钱 小姨两口子 也是满脸的震惊 陈阳简单解释了一下 借薪债还就债 拿房子抵押做分期 听到陈阳这个办法 李英忍不住又惊又喜 她怎么就没想到 这个办法呢 这倒也不怪她 就算是她想到了 也不敢用 毕竟分期也是要还款的 现在的陈家 已经没有了还款能力 小姨夫两口子 更是满脸震惊 孩子 你好 你很好 李英一把抱住了陈阳 激动得泪流满面 能够先保住房子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小姨夫两口子 殷勤不定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个必死之局 真的让陈阳给盘活了 就算是分期 每月也得还钱吧 你们家 拿什么来还 最后 还不是会被银行收走 小姨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这钱 我会想办法还 就算我们在县城吃糠宴菜 那也比去乡下住着墙 陈阳笑眯眯地说道 好 算我们两口子 自作多情了 姐 你歇着呀 我们先走了 小姨两口子 眼见着是已成定局 自然也没心情留下了 不过他们明显不相信 陈阳一个矛头小子 能够撑得住 走了两步 小姨夫忽然转头道 大外甥 总有一天 你会回来求姨夫的 不劳姨夫操心了 陈阳笑道 就算是求 也不会求你 是吗 小姨夫黑黑一笑 转身离开了 小杨啊 李英语重心长道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就不该跟他们撕破脸的 毕竟是亲戚 大家都在一个市场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妈 陈阳笑了笑 妈 他们乃是真心帮我们 他们惦记的是 我们家的房子 两只白眼狼 未不熟的 上一世 他就见识过小姨夫 两口子的厉害了 那可都是无力不早起的主 指望他们 呵呵 哎 李英也有些心寒 当初妹妹两口子 没什么正经营生 是丈夫带二人入行 手把手地教他们药材生意 现在他们家落难了 这当妹妹的没想着要帮忙 反倒惦记起 他们家房子来了 还有那张伪汉 当初可是他们家 主动撮合女儿和陈阳的 现在陈家出事了 他家连伸手的意思都没有 呵呵 还真是日久见人心啊 算了 这样也好 张家的人还真不可交 陈阳真的跟张家女儿结婚了 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可是小杨 银行那十万块贷款怎么办 咱家现在可什么都没了 李英有些担心说道 分期也是要还款的 他们家现在生意垮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镜像了 万一还不上 房子还是得被银行拿走 妈 您就别担心了 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我一定能解决的 陈阳拍着胸脯答应了 看到陈阳这么坚决 李英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快 在赵经理的运作下 陈阳母子跟银行达成了新的协议 签下了分期还款合同 房子暂时保住了 贷款要分三年还 每月也要还三千多块 李英有些发愁了 如果哥在陈阳没出事前 这点贷款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但现在不行了 陈氏要财行已经无力维持了 没有生意 自然没有镜像 没有镜像还贷款 就会有压力 妈 这件事您不用担心 我打算把咱们家门店租出去 然后出去走单帮 陈阳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想法 走单帮是行话 按照生意型的说法 有固定门店的叫做商 比如陈氏 比如这条街上的老板 没有固定门店 全国跑的叫行商 走单帮就属于行商的一种 说白了就是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 药材行里走单帮的也不少 这些人游走在行业内 低买高卖 赚点差价 运气好赶上某种药材大涨 也能很赚一笔 如果说做商是药材行业的入门级别 跑单帮就是预备级别 很多开店的老板 包括陈富早先都是走单帮出身 李英有些心疼 孩子 走单帮是很辛苦的 你能撑得住吗 他是过来人 知道走单帮不容易 还要受人歧视 儿子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他能受得了从老板到小商贩的落差吗 陈阳笑了笑 道 没问题 您就放心吧 我已经二十了 不是小孩子了 李英嘴巴张了张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来 只是含泪点了点头 两间门面租出去的话 每月也能落个一千多 他就在周边店铺或者仓库找点活干 干了这么多年要财 他对这行还是比较熟悉的 每月赚个千八百的也不困难 陈阳走单帮 最不计赚点辛苦费 也能有个一千多 娘俩辛苦两三年 来到了卧室 从床底下扒拉出来一口小箱子 然后拿出钥匙打开箱子 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赫然有一根小指粗细的人身 黄体白须 品性完美 正宗的长白山野山餐啊 好东西啊 陈阳把盒子拿了过来 眼中闪过一阵惊讶之色 没想到家里 还有这么一个好玩意 李英笑了笑 道 去年你爸去东北跑货的时候 在山里的老生农手上收的鲜货 然后找行家家工程成成品 正宗的长白山野山餐 有十几年的餐龄啊 按照生长环境 人参可分为种植餐 林下参和野山餐 种植餐产量大 周期短 价格也便宜 药材行业90%用的 就是这种餐 林下参就是人工撒种 让它们在自然界成长 药效和价格要比种植的高得多 野山餐就是森林里土生土长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涉 数量十分的稀少 价格也比较昂贵 偶尔出现一株 那也是天价 陈阳手上这株有小拇指大小 颜色正根须齐全 品项完整 虽然年份不算长 但绝对是难得的佳品 要放在二十年后 这一株十凌餐质少要十几二十几万 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就算是两千年左右 钱没有那么毛 那也得挂八千的 妈 这东西你也舍得拿出来 陈阳不解地问道 李英叹了口气 人身性温 胃甘微苦 具有大补元气 健脾易肺 安神抑制的功效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个救命的东西 以前有钱人家里有老人的 都要在家里被上一株人参 一旦出现危险情况 就把人参切成片 含在嘴里 吊住一口气 能够撑到医院抢救 这也是丈夫 给家里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险 可惜 李英轻轻摇了摇头 这东西还值点钱 你去街上卖了 当做走单帮的本钱吧 好 陈阳点了点头 抱着盒子来到了街头 走进了一家比较大的门面 这家店叫赤火堂 主要经营一些高档药材 赤火堂处在市场最佳的位置 抵上八肩 富丽堂皇 十分的气派 老板叫林东城 人称火爷 身价千万 人家不仅是阳县药材市场的龙头 也是阳县药材协会的会长 算是这条街上最有面的人 提起林东城这个名字 整个阳县就没有不知道的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阳县还没有药材一条街 那个时候 普通人也不能做买卖 一个小商贩 推着板车 趁着天不亮来到街头 偷偷叫卖 卖的东西也杂朗无章 有散装药材 也有耗子药 跳蚤药 狗皮膏药 药酒等等不一 天一亮 就散去 有人起个头 就有跟风 周边的商贩 纷纷加入 久而久之 这条街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市 出售的品种 也由杂乱无章的玩意 变成单一的药材 由于阳县背靠乔城 这个全国籍的药材中心 小集市也渐渐地发展起来 随着名气的不断变大 小集市也有了规模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 政府顺势把这条街周边规划 成为了专一的药材市场 这就是阳县药材 一条街的由来 临东城就是最早过来的 那个小商贩 也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批老板 阳县行业内 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没有临东城 就没有阳县的药材一条街 所以 临东城这三个字 就是阳县药材型的精子招牌 老板 我这里有猪野山餐 你们收吗 陈阳抱着盒子 走了进去 拿来看看 一个年轻人懒洋洋地伸出手来 陈阳把盒子递了过去 年轻人看几眼 然后打开盒子 拿出餐放在小城上 12克左右 东北野山餐 400亿克 12克给你凑个整 5000吧 年轻人报价了 5000 陈阳皱了皱眉 东北人参按照产地 又分为HLJ大兴安岭餐 辽宁人参和吉林长白山餐 简称黑餐 辽餐和长白餐 虽然都属于东北山餐 但价格有些不同 其中以偿吉林长白山 出产的人参价格最高 看着年轻人的样子 应该是林东城的孙子辈 年纪轻轻看不出货的珍贵 也是可能的 老板 我这可是正宗长白山的野山餐 你给这个价格 是不是有点低啊 我也是市场上的 陈阳委婉地提醒了对方一下 别当自己是外行 你说是长白山 就是长白山哪 年轻人不以为然 长白山出产的人参最为珍贵 所以黑餐和辽餐 都会冒充长白山餐来卖 长白山餐根须雪白 体态黄润 有富贵之气 黑餐和辽餐就不同了 陈阳刚解释了两句 啪 年轻人猛地拍了一下盒子 冷笑道 你这是在教我吗 既然你也是市场上的 那就应该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教我 你配吗 陈阳一下气乐了 上一世陈家拜了之后 他就去了乔城市场讨生活 还真没跟林家打过交道 不过看林家小子 嚣张跋扈木空一切的样子 他心中对林东城这家人 还真是有些失望 算了 两世为人都几十岁的人了 自然也不会跟一个小年轻 班见识 嘿嘿 林家不过如此啊 陈阳收起了山身 准备离开 等等 林家小子见陈阳要走 马上出来挡住了他 给你长了眼 你拍拍屁股就想走 年轻人正是林东城的孙子林佑 爷爷是市场上的首富 家里也是有钱有势 打小孩这金钥匙 长大的他 都是众人恭维生中长大的 今天居然被一个 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教训 年轻气盛的林佑 哪里受得了 你想咋的 陈阳也不客气了 这小子还没完美了了 他不想惹事 但也不怕事 第一 按照之前的价格卖给我 第二 交五百块的鉴定费走人 林家小子伸出两根手指 哈哈 陈阳忍不住调侃道 你连黑餐 聊餐和长白身都分不清楚 还有脸收人家的鉴定费 你说谁呢 林佑恼羞成怒 说的就是你 陈阳冷笑了一声 自己学艺不惊 还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林家人就是这么教孩子的 你找死 林佑冲上了就要动手 住手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林东城背着手 走了出来 爷爷 这小子是来找茬的 看到林东城 林佑来个恶人先告状 林东城没有理会孙子 只是淡淡道 把东西拿来我看看 陈阳把盒子递了过去 只看了一眼 林东城就点头 不错 是正宗的长白山野山餐 年份也是十年以上 品相很好 让柜台上给钱 一万块 收了 不好意思 火爷 陈阳拿过盒子 淡淡道 我不准备卖了 之前林佑的嚣张跋扈 激起了他的反感 这林东城出来什么没说 也没正眼看 陈阳一眼 让陈阳十分的不爽 无论从身份 地位 还是财力来看 两个人都相差很远 人家也没必要跟他客气 但陈阳就是有些不爽 重生一世 他也不想 让自己受委屈 卖给谁不是卖 非得卖给你 哦 林东城愣了一下 这才瞥了陈阳一眼 意味深长道 你可想好了 出了这个门 就没这个价了 多谢火爷提醒 放心 好东西是买得出价的 陈阳笑了笑 转身就离开了 他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看着陈阳远去的背影 林东城眯起了眼睛 小佑 吩咐下去 谁敢受这小子的祸 就是跟我林东城过不去 原本以林东城的身份 也犯不着跟一个小子 被一般见识 只是这小子 在赤火堂大放厥词不说 还当面抹他面子 火爷的面子 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 林东城打算小小惩戒一番 让年轻人知道 什么叫尊重长辈 好的 爷爷 林佑喜笑颜开 他早就看陈阳不爽了 这小子得罪自己也就罢了 他还居然敢得罪爷爷 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在这条街上 林东城三个字 就是天 他看上的东西 没人敢抢 他出过的价格 没人敢出的更高 离开了赤火堂 陈阳又去了几家 专门搞餐的店铺里 这些老板都支支吾吾 要么不收 要么说看不懂 一家是这样 两家是这样 几家都是这样 陈阳就有些疑惑了 最后 有个跟陈阳父亲熟悉的老板 含含糊糊地问他 是不是得罪了火焰 还委婉地提醒他 解铃还虚息凌人 陈阳马上就明白了 这应该是林东城发话了 只要他说一句话 这个市场上 没人敢收 陈阳又气又好笑 说实在的 陈阳以前还算 比较尊敬林东城的 毕竟 人家是阳县药材市场的元老 也是这药材一条街的缔造者 可现在 陈阳觉得这老家伙 有些疑老卖老啊 一点小事 至于这样吗 还发话所有人 不要说过自己的人声 不过是一个二级市场的爆发户而已 还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放在前世 十个林东城 他也不放在眼里 居然还想让他低头 老子就不吃这一套 他马上坐车去了乔城 乔城是华夏四大药都之一 也是东南沿海最大的药材交易中心 每年的药材交易量 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故地重游 陈阳也是无限感慨 当年他也是在这里起家 一点一点地做到行业的乔楚的 没想到这一事 还要从头做起 不过也不要紧 陈阳有的是信心 就算是走当帮 他也能走出来 其实走当帮也是有门道的 有的人干一辈子 赚的都是些辛苦钱 有的人干一票 就能吃一辈子 2000年左右 没有网络 信息也不是很灵便 有的时候 乔县这边某中药材 涨价三天了 周边地方上还不知道消息 很多走单帮的 就是靠这几天的信息差 去周边二级三级市场扫货 然后运回乔县卖 赚点差价 在行业内 这叫逆回购 也有牛逼的 通过观察一级市场的 药材的走向 判断出某中药材涨跌 然后提前在二三级市场 扫货囤积 通常是一级市场的价格 还没传到周边 人家就把货买空了 等到涨幅上来了 然后再转头 卖给一级市场 从中大赚一笔 二三级市场的价格 要比一级市场高 从二三级市场回购 再到一级市场 卖出赚钱 需要精准的眼力 需要行情的把握 还要一定的胆量 看准了 你就赚了 看不准 就亏贷了 所以 没点本事 是不敢这么搞的 不过这对陈阳来说 根本就是小儿科 没有人比两世为人的他 更清楚药材这个行业了 随便找了家搞餐的店面 店老板爽快地给了一万块钱 收下了这颗野山餐 拿到钱后 陈阳也没着急离开 而是在乔城转悠了一圈 一圈过后 陈阳对各类药材的价格 也就心中有数了 现在是两千年上半年 受华夏入市的影响 药材都有涨价的趋势 不过 有些是真缺货 有的是炒作而已 熟悉了一下 乔城药材的价格后 陈阳马上回到阳县 开始了逆回购之旅 又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雷丸 赵老板 你们这里操过什么价 姐 你们这里有没有五位子 要北五位 不要南方的 我想要垫精品蛇床子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阳县市场 虽然规模小了点 但药材的种类 也是应有尽有 缺点是 每家也不多 陈阳也是来者不拒 积少成多 积也成求吗 看到陈阳忙碌的身影 药材界的同行都一轮纷纷 有可怜的 有叹息的 有幸灾乐祸的 也有冷言冷语的 对于这些一轮 陈阳只是淡淡一笑 专心自己的收购事业 两个小时的功夫 他就收了近五十公斤的货 杂七杂八的有十来种 价格和品质也都不一 五十公斤的货 花费了九千多块 一下子把家底子全用上了 药材这一行 十分的烧钱 没点加底子 还真玩不转 本钱太小了 陈阳无奈的摇头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谁让他重生的时机不好呢 也只能辛苦一下 多跑两趟了 收了货 陈阳马不停蹄的 又来到了的 乔城药材市场 乔城药材市场 大宗交易 一般都是早市 中午以后 基本没什么人了 周边的店铺 倒是十二小时营业 一般的零散小货 都走这些店铺 老板 雷完什么价 老板 有没有草果 接下来 陈阳也就了然于凶了 接下来就进入兜售环节 兜售散货也是有技巧 作为专业的药材批发市场 各大店铺对走单帮的散货 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们一半都是 直接从产地拿货 不过陈阳有办法 每家的药材店里 虽然样品摆了几百上千样 但自家主营的 也就几种到十几种 其他的都是同乡串货 因为中药材有几千上万种 全部搞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每家重点 搞了几种或者十几种 人家店主营什么 打个比方说 人家本来就主营五位子 你又去都是五位子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人家渠道比你多 竞价比你低 凭什么要你的 再说 你那点量 人家根本就瞧不上眼 所以 陈阳兜售的目标 就放在那些 靠同行串货的商家身上 这些商家不主营这个 店里的货 都是从同行串过来的 只要人你的价格 比同行给的便宜 人家自然而然的 就会收你的 这也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你多赚了钱 人家也乐得多个供货渠道 就这样 陈阳一家家的摸底 一家家的兜手 他的眼光很毒 收购的都是比较紧俏的货 比较畅销的货 很快 手上的货都卖空了 仔细算了算 这一趟下来 小赚了一千多 百分之十的利 还是太少了 前世见惯了大市面的陈阳 对这点迎头小利 十分的瞧不上 不过也没办法 谁让他没钱少呢 晚上 陈阳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里 刚刚进院 一个俏丽的身影 就迎了上来 哥 你回来了 正是妹妹陈宇 陈宇比陈阳小三岁 目前高二在读 平时都住校 只有周末也回家了 小语 看着陈宇身影 陈阳忽然一阵恍惚 环顾上一世 陈阳一直有三个遗憾 第一 有生之年没看到中药 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第二 有生之年 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 第三 是妹妹的英年早逝 尤其是妹妹的早逝 给予了陈阳很大的打击 上一世的她 没有能力供养妹妹上学 品学兼优的陈宇 不得不辍学打工 早早地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上一世的她创业缺钱 是妹妹瞒着家里 加入了偏远地区为农妇 拿着自己的聘礼 给她做启动资金 也正因为如此 婆家人一直对她 说三道四冷言冷语 等两三年后 陈阳在药材行业站住脚 回过头来 想要补偿妹妹的时候 她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 郁郁而终 再见妹妹 陈阳忍不住抚摸了一下 陈宇的脸蛋 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上一世 她赢得了一切 却失去了妹妹 这一世 她会好好地保护妹妹 不让她受任何的委屈 妹妹 见到你 真好 哥 你怎么哭了 陈宇惊讶地看着陈阳 在她的印象中 哥哥一直都是个坚强的人 父亲失踪这么长时间 也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 今天是怎么了 没事 陈阳擦了擦眼泪 抢笑道 有只小虫子飞进眼里了 他忽然明白 陈阳一边回答 一边动手给哥哥盛汤 哦 陈阳点了点头 最近一段时间 母亲实在是太操劳 现在麻烦解决了 她也终于能放松下来了 汤是杂粮面糊糊 很是诱人 陈阳端起了喝了一口 心里瞬间有了种满足感 哥 是不是出去被人骂了 不是 是不是珊珊姐不理你了 不是 不要提她 那你为什么哭啊 这可不像你这种不得感情的家伙啊 我想咱爹了行不行 陈阳忽然来了一句 提到父亲 陈阳一下子沉默了 见到妹妹神情低落 陈阳也觉得刚才那话有些不妥 急忙道 你不用多想 父亲肯定是没事的 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了 上一世 他就用这话安慰着妹妹 安慰着自己 一直安慰了十几年 直到死也没看到老爹的影子 陈阳将盘子里的肉 多拨到陈阳的碗里 哥 你最近比较辛苦 多吃点肉 看着他碗里少得可怜的几块肉 陈阳心中忍不住一阵苦涩 妹妹真的很懂事 他又把肉又拨回了妹妹的碗里 你看自己都瘦成啥样了 还不多吃点 陈阳拿起筷子 拨弄了一下碗里的肉片 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哥 跟你商量的事呗 陈阳放下筷子 似乎下定了决心 不行 陈阳低头喝粥 头也不抬 他已经知道了妹妹要说什么了 哥 你还没听我说什么事呢 陈阳秀没倾诉 虽然母亲和哥哥 并没有告诉他家里面临的状况 但懂事的陈阳也察觉到了困境 他想辍学打工 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不行就是不行 你不要说了 现在你的任务是 好好地学习 争取考一个好点的大学 其他的不用操心 家里的事情有我呢 陈阳放下周晚 听到哥哥这么说 陈阳不说话了 眼圈都红了 他知道 哥哥为自己好 可是 现在的条件真的不允许啊 父亲没了 妈妈身体也不太好 整个家只能靠哥哥一个人 他要出去赚钱 要还贷款 要供他上学 还要维持这个家 实在是太辛苦了 再说 日后若是上了大学 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光凭哥哥一个人 是远远不够的 哥 上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 我也成年了 可以出去赚钱了 你看我那些同学 人家初中毕业 就去南方打工 每个月都能赚一两千呢 陈宇有些不死心 碰 陈阳忽然重重的一拍桌子 陈宇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争取考个好一点的大学 这是父母的期望 也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期望 以后这个念头不能有 想也不能想 否则 你就别任我这个哥哥 妹妹外揉内纲 一旦他决定的事情 很难改变 为了避免妹妹 重复上一世的悲剧 陈阳只能快刀斩乱麻 彻底打消他这个念头 上一世 陈阳欠妹妹的 这一世 他必须还 要好好地还 陈宇眼圈红了 小声地抽屉起来 哥哥对他一直和颜悦色 很少像这种大发雷霆的 看到妹妹哭了 陈阳一时间也觉得 自己有些过了 急忙道 小雨 家里的事情 真的不用你担心 哥哥能赚钱了 你看今天小赚了一千多 说着拿出了一叠现金 这么多 陈宇也是又惊又喜 印象中 他们家生意好的时候 也就能赚一千多 这算什么 陈阳摇了摇头 所以呢 钱的事情你不用考虑 只要你争气 就算是读到博士后 哥哥也攻得起 陈阳语重心肠道 哥 陈宇低头抹泪 好了好了 别哭了 赚钱的是我来 上学的事情你来 记住了 你可是咱家唯一的希望 陈阳拍了拍妹妹的脑袋 陈宇咬着嘴唇 多吃点啊 我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免得以后 老头子回来抱怨我虐待你 陈阳把菜都拨到了妹妹碗里 白白胖胖的 那我岂不是成了猪了 陈宇白了陈阳一眼 忍不住破涕为笑 好容易安抚好了妹妹 坚定了她好好上学的心思 陈阳也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一周里 她早出晚归 忙忙碌碌 一边在阳线收货 一边去乔城要财 市场卖货 两地来回一百多里地 每天都要忙碌十几个小时 陈阳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肤色也变黑了 但人却精神异议 最近 她收的货基本上是有赚无赔 本钱也从开始的一万 变成了两万 钱这个东西 对陈阳来说 那可是多多一善 本钱越大 她收的货也越多 可运作的空间也越大 现在她有了两万的本钱 买货量大了两倍 盈利自然也翻了一番 最近两天的利润 已经到达了两千左右 按照现在的速度 用不了几个月 就能提前把债务还上 还上了债务 她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可以继续积累资本 在线辉煌了 现在是两千年 华夏刚刚加入世贸组织 药材行业更是蒸蒸日上 什么阳县 什么临东城 压根就没放陈阳的在眼里 这一世 陈阳有更大的目标 他要成为药材行的龙头 成为名副其实的药王 不是华夏 也不是亚洲 而是世界药王 上辈子在药材行业 摸爬滚打了二十年 陈阳也算是这一行的佼佼者了 但他有很大的遗憾 也有些憋屈 不是自己憋屈 而是为中药材感到憋屈 纵观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中 中药几乎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如果说中医是国粹 那么中药就是国粹的根 中药影片有1000亿的国际市场 RB韩国占据了九成 堂堂中药材原产地的华夏 只有区区半成左右 而且只停留在原材料的出口阶段 RB凭借偷学了来的华夏古药方 用现代制作手段融合而成的汉方药 占据了世界中药影片的九成市场 韩国靠着祖上从华夏抄袭过来的 所谓的医学盛典 东一宝剑在国际上也大方一彩 唯独华夏在中药市场 一直充当原材料出口的位置 几十年不动 更讽刺的是 日韩九成的中药原材料都来自华夏 中药材市场上有一句话 华夏原产 韩国开花 RB结果 现在 陈阳重生了 他要为中药证明 他要让中药走出国门 他要让中药在国际上大放一彩 就在陈阳闷声发财的时候 药材一条街的老板们觉得不对劲了 每次乔城那边某中药材涨价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手中没货了 更奇怪的是 这些货似乎都被陈阳给买走了 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合 但连这两周都是这样 不少人就开始犯嘀咕了 陈阳他们也都认识 是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 只是他们想不明白 为何这小子前脚刚买断的货 后脚乔城那边就会涨价呢 这已经不是运气能够解释的了 要说陈阳眼光独到 能够预判药材涨价的趋势 他们也不信 一个毛还没涨气的大小伙 就算是打董事练起 也才几年的功夫 各大老板哪个不是在行业里 厮杀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司机 就连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断定哪块云才能下雨 陈阳凭什么能看准 除非 这小子有什么消息渠道 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行情 不少人也都留个了心眼 这天 陈阳像往常一样来到街上采购 杨说 给我来一公斤这贝母 要成色好的 贝母是只咳嗽的一味主要 有川贝 这贝 新贝等等 其中以川贝药效最好 这贝产量最多 不好意思啊 小陈 陈阳也没当回事 这贝母是致咳嗽的主要 用量也大 小店断货也是常有的事情 见陈阳走了 杨老板急忙走了出来 小陈啊 你还需要什么 输给你凑凑 不用了 陈阳笑了笑 他买药材从不在一家店买全 这是上一世养成的习惯 一来 药材店主营的药材就那么几种 其他的都是同行创货 很容易就买贵了 二来 他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底子 常来啊 杨老板摆了摆手 等陈阳走远了 他急忙把店里的这贝母全部下架 然后封包入库 奇怪了 陈阳皱眉走了出来 如果说杨老板家贝母断货 是因为别人预定了 可接下来 几家老板都说被人预定了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他们还旁敲侧击打探陈阳 还要买什么 陈阳双眼忽然眯了起来 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 一连几次 陈阳马上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阳线毕竟是个二级市场 走货量有限 这段时间他大肆地买货 买的还都是紧俏货 你刚买走 货就涨价了 这能是巧合吗 时间久了 有些人肯定是能发现的 今天的异常情况 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试探 唉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严格来说 他做的事情 就是从老板们手中捡漏 现在有些人已经察觉了 开始针对他了 不过也不要捡 他可以不露面啊 想到这里 陈阳马上有了主意 他马上找了 五个在市场上干活的装卸小工 然后分别给出五张清单 让小工们分批去各家拿货 小工一天也就三五十块钱 陈阳每次给他们 每人十块钱的跑腿费 跑跑腿就能赚十块钱 小工们自然也乐意了 陈阳唯一的要求就是保密 不要透露他的底细 对外就说是外地的老板要货 反正市场那么大 谁也不可能注意一个小工吧 就这样 陈阳的代理人 开始在市面上扫货了 果然 陈阳的猜测是对的 只要陈阳自己不露面 市场上的老板们 也没那么高的警惕性 大批的货被小工们收了上来 由于小工们 常年在市场上干活 老板们也不怀疑 痛快地把货给了他们 就这样 小工们把收到的货 又偷偷地送到陈阳手中 陈阳很痛快地 给他们结算了工钱 然后统一打包 送到了乔城市场 就这样 陈阳自己不出面 或还是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乔城 换回了真金白银 效率比他自己收的 还要快减 而陈阳要付出的代价 仅仅是五十块钱而已 又过了两天 这贝母开始涨价了 先是产地缺货 接着乔城那边 一天之间涨幅达到了百分之二十 很快消息传到了阳县 有着贝母的药材老板们 也小赚了一笔 他们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陈阳这小子真的有门道 前两天他收这杯 这两天 这杯就开始涨价了 只要盯紧了陈阳 就能提前知道行业的趋势 一时间 陈阳成为药材一条街最亮的仔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 可一天过去了 陈阳没有露面 第二天过去了 陈阳还没有露面 第三天过去了 陈阳还是不见踪影 倒是有人看到了 陈阳悠哉悠哉的身影 只是没见他买过什么东西 很快一周过去了 陈阳仿佛消失在了这个市场上 也没有在谁家买过东西 这一下老板们坐不住了 纷纷派人过来摸他家的底 陈阳家的店铺已经租出去了 租客是两个南方人 卖的也是些普通的药材 没啥异常的 表面上也瞧不出什么稀奇 老板们就让家属们 上证跟李英套近乎 陈阳的母亲经常在街上 打个零工 赚点辛苦钱 今天给这家做筛选 明天给那家加工点药材 大家倒是有机会 见面唠家常 英姐啊 这段时间怎么没见你家大小子 他呀 去走单了 哎呀呀 你家大小子还真是懂事 哪像我家那个 整体就知道完 没办法呀 家里都接不开锅了 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呢 他爸没了 他只能自己扛了 那什么 小杨最近怎么不拿货了 人也不见了 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这我哪知道 这孩子疯疯活活的 我这个当妈的 有时候一天都见不到他 大嫂子 小杨想要什么货 到我们家来就成了 都是老邻居了 不会让他吃亏的 那可真谢谢您了 回头我就跟他说 陈母李英是个厚道人 初时听到大家 这么关心自家 心中还挺高兴的 可听着听着 就觉得不对劲 怎么一个个的 都打探起陈阳来了 陈母心中起了疑心 回答也开始含糊起来 毕竟在市场上 混了半辈子了 这点心思还是有的 所以敷衍了 几句模棱两可的话 李英就告辞回家了 回到家 李英越想越不对劲 这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最近老是有邻居过来套近乎 十句有八句 都在打听儿子的情况 陈阳这小子 究竟干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李英暗自纳闷 事实上 他还真不知道陈阳 最近干了什么事 否则早说漏了 晚上 陈阳回来了 看到母亲 就坐在正厅等他 妈 您还没睡呢 陈阳有些诧异 最近这两天 他一直在外面跑 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 一般情况母亲都先睡了 小杨 你过来 李英面色严肃 怎么了 陈阳有些诧异 在一旁坐下了 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走单帮倒买倒卖呗 只是干了这些 就这些啊 怎么了 李英略一沉思 伸手道 你把存折拿出来 陈阳把存折拿了出来 看到存折上的树木和流水 李英眼睛都瞪圆了 身体都有些颤抖起来 四万多的余额 一天就有近八万的流水 这怎么可能 他清楚地记得陈阳 第一次给自己看存折的时候 这张存折 只有一万多的树木 现在翻了四倍多 关键是 这才多久啊 满打满算 也就两个多星期吧 两个星期 本钱就翻了四番 李英有些不敢相信 妈 没吓着你吧 陈阳不好意思地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实在是太忙了 他也没告诉母亲 具体的情况 李英愣了许久 忽然扯住了陈阳的耳朵 立声道 小阳 你实话告诉妈妈 有没有搞那些违法的勾当 药材行业水很深 也有很多的歪门邪道 比如以自冲毫 礼带淘江 制甲犯甲 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 陈阳一个走单帮的 怎么可能短时间赚这么多钱 他一定搞了什么歪门邪道 歪门邪道是来钱快 但那也是条不归路啊 李英越想越气愤 现在丈夫没了 儿子若是再走上了不归路 这个家就彻底的完了 疼疼疼 陈阳急忙捂着耳朵叫了起来 他没想到母亲这么激动 你这个混账小子 好好的正当你不走 你非要走歪门邪道 你知道这条街进去了 多少有钱的老板 年纪轻轻不学好 你你你 真的是气死我了 李英越说越激动 妈 陈阳急忙解释道 这都是我辛苦赚来的 可没走什么歪门邪道啊 还嘴硬 李英立声道 我问你 这四万块钱是怎么来的 你别跟我说 是你走单帮赚的 走单帮能赚这么多 那这条街上的老板 都得找块豆腐撞死 妈 你先松开 松开 陈阳揉了柔发红的耳朵 苦笑道 真的是我赚的 我这个走单帮跟他们不同 接着把自己的手段解释了一下 你回购 李英有些狐疑 不信你看吗 陈阳拿出了账本 跟存折的流水 一一展示给母亲看 这是第一天的流水 我在阳县收了50公斤的药材 花了9000 然后去桥城卖了1万多 这是第二天的流水 收了55公斤的药材 花了11000 去桥城卖13000 这是第八天的流水 从这天开始 我就有2万多的本钱了 利润也有2000了 从第九天开始 我就雇人收获了 因为有些老板 已经心生警惕了 最后一天 我在市场收了200多公斤的药材 花了35800 然后卖了近4万块钱 还有 这个月的分期 我已经还上了 否则账户上 还能多剩一点 陈阳贪了贪手 李英则越看越心惊 张大了嘴巴 久久不能合拢 账目十分的详细 要名 分量 价格都有记载 每一笔交易额 都能跟存折的流水 对应上 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这些钱 是干干净净的 不是搞什么歪门邪道来的 更让他吃惊的是 儿子赚钱的速度 短短两周多的时间 就净赚三万多 平均每天两千多的盈利 不客气地说 这条街上的老板 有一个算一个 都拿不出这份成绩 这哪里是走单帮 这比抢来的还快啊 小杨 你 你很好 你真的是我的好儿子啊 李英瞬间泪水涌出 抱着儿子大哭起来 丈夫虽然没了 但儿子却长大了 不仅在危难中 保住了这个家庭 还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陈家中心有望啊 妈 不要哭 应该高兴才是 陈阳笑着宽慰道 最近一段时间 母亲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接过家庭的重任 让母亲重新 拾回生活的信心 不哭 不哭 李英擦了擦眼泪 看着儿子满是慈爱之色 妈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陈阳有些好奇 还不是那些人 隔三差五地过来套近乎 打探你的消息 我这里还纳闷呢 原来我儿子赚钱了 他们是过来打探虚实的 李英语气带着自豪 同时还有点点不爽 这样啊 陈阳缓缓地点了点头 前段时间他做的 有些高调了 所以引起了整个市场的注意 看来以后还是要低调一点 接下来 生活照旧 陈阳依然通过代理人收获 有了这些小宫冲锋陷阵 陈阳也就悠闲了很多 偶尔还能出来转转 露露脸 这一露面 周边的老板都围了上来 邀 小杨 忙什么呢 还能忙什么 跑单帮呗 陈阳 听说你小子最近混得不错呀 都吃不上饭了 还叫混得不错 我家的事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子 有了好渠道 可别忘了你姐呀 最近什么景缺 跟姐姐透透 姐呀 我都没怎么收获了 哪来什么消息 要真有消息 肯定第一个告诉你 同行吗 尔虞我诈 你没有真话 我自然也没有真话 大家彼此彼此 没毛病 阳县的老板们 见陈阳真不怎么收获了 也就放松了警惕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陈阳的业务越来越纯熟 小宫们跑得也越来越勤快 收上来的货越来越多 收得多 卖得多 陈阳乔城那边 也渐渐有了口碑 乔城那边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走单帮的年轻人 人家每天都会送来一些紧俏的货 这些货价格合适 有得赚 质量也没说的 他手中的货 基本都比同行创回来的便宜 有时候还能够小赚一笔 渐渐的 陈阳也成为了乔城散户们的香饱饱 只要他来兜售 大家基本上也是有多少要多少 基本上都不会放空 陈阳赚钱 他们也赚钱 双赢 本钱有了 底气也就足了 渠道也稳定了 一部分用来囤货 囤积那些上涨缓慢 但涨幅高 潜力高的药材 等价格合适 再拿出来抛售 做长线投资 另一部分用来搞那些涨幅快 潜力低 适合快进快出的药材 做短线投资 用来维持日常的景象 长线投资 虽然战资时间长 但涨幅大 赚得多 陈阳第一个长线投资的药材 就是雷丸 雷丸是一种菌类 主产地在甘肃 是用来治疗癌症的 一味重要的服药 2000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雷丸对外出口巨增 一下子拉升了国内的价格 这玩意不涨价则已 一涨价就会翻倍 周期也能持续到新药上市 陈阳迅速出手 在阳县大肆囤积了 三万块的雷丸 十几块钱一公斤的雷丸 三万块钱能存两吨多 两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小工们忙活了一整天 几乎搬空了阳县的市场库存 大量的存货 被送到了陈阳的仓库 这下陈阳也藏不住了 藏不住了 陈阳也干脆不藏了 大大方方开门收获 周边老板这时才明白过来 原来小工们是在替陈阳收获的 小子好奸诈啊 这是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啊 眼见陈阳囤积雷丸 众人态度不一 有跟风囤积的 有隔岸观火的 也有冷嘲热讽的 毕竟雷丸这玩意用量不大 近些年来 价格也始终恒定如一 偶尔有涨幅也不会很大 面对质疑 陈阳只是淡淡一笑 继续收获 有些事情没必要解释 再说 他为何要解释 短短一周的时间 雷丸价格开始暴涨 几乎一天一个价 众人这才反映了过来 四处地抢购雷丸 但是 已经晚了 雷丸价格已经占到了高位上 眼瞅着价格涨得差不多了 陈阳果断跑出手上的存货 光这一手就赚了六万多 他的个人资本 也轻松地突破了十万 整个阳线无不震惊 这点钱在药材市场上来说 不算什么 行情好的时候 一年赚个十万二十万的人 加多了去了 可大家都震撼于陈阳的眼光 他搞什么 什么就涨价 药材涨价的规律 一般从产地开始 然后再到一级市场 由一级市场传到二三级市场 但陈阳这小子 有些古怪 往往一级市场还没什么动静 他就开始动手了 等一级市场开始涨价了 阳线的货基本就人家被扫空了 一次两次是这样 一个月都是这样 雷湾更是这样 这特么比天气预报还准 大家心中更是坚定了一个念头 陈阳肯定有特别的消息渠道 否则他怎么会一瞅一个准 很多人开始动了心思 很多人过来跟陈家套近乎 攀交情 目的就是想弄清楚 陈阳的消息渠道从哪里来 可无论谁来 陈阳就一口咬定 运气好而已 理应也是好好好 是是是 行行行 落贤科可以 但对于儿子的真实情况 也绝口不提 众人虽然有些信仰 却也无可奈何 只是家紧盯着陈阳 一时间 陈家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陈阳也坦然处之 偶尔还在街头露露脸 刷一波自己的存在感 陈阳 小姨夫侯运忽然笑呵呵地 在店门口向他招手 他身后的小姨也笑得像朵花 在街头闲逛的陈阳顿时有些惊讶 自上次的事情以后 小姨一家人对陈阳就有些不待见了 就算在市场上碰到了 两口子也是视而不见 小姨 小姨夫 有什么吩咐啊 陈阳来到了他们家的店面门前 说真的 要不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陈阳也懒得搭理二人 其实对于二人 陈阳也谈不上什么恨 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男龄头个自飞 人家也没有救助你的义务 有些人不过是人生的一过客而已 用不着去刻意去搞好关系 你这孩子 什么吩咐不吩咐的 你还真当你小姨外人啊 小姨李莉假装埋怨了几句 小姨啊 最近听说你走单单的不错 小姨夫凑了过来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 陈阳敷衍道 小姨啊 怎么说咱们也不是外人 你走单怎么也不来我们家店转转 你小姨夫还能不照顾你 说说 最近在搞什么药材 就是啊 小姨 大家亲戚一场 想要什么 让你小姨夫给你凑凑 两口子一唱一和 十分的精彩 呵呵 陈阳也笑了 我家败落了 你们落井下石 现在看我有点起色了 就开始盘亲戚了 就凭这两口子办的事情 还好意思在这里谈亲戚一场 若是年轻二十年岁 陈阳肯定会指着二人的鼻子大骂一顿 不过现在 他重生了 对于这些恩怨也看淡了 不好意思啊 小姨 小姨夫 我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 我呢 就是小打小敲 没什么大的前途 您家的货 我拿不动 也不想亏了您 对了 我还有事情 回头再聊 说着摆了摆手 离开了 陈阳是知道行情变化的 他随意透露一句 就能让两口子赚钱 但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德抱怨 陈阳做不到 以至抱怨 陈阳也不屑去做 讨厌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 现在的陈阳 只是想 这跟一家人划清界限 老死不相往来 陈阳倒腾雷丸赚钱了 消息也就已经传开了 有人欢喜有人忧 有人羡慕 也有人冷嘲热讽 有人说 陈家后继有人 虽然走了一个陈川 但起来了一个陈阳 有人说 陈阳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否则他一笔买卖 就能赚十几万 有人说 陈阳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渠道 所以才能提早一步布局 陈阳赚钱了 有人就不高兴了 尤其是那些卖货给陈阳的老板们 人都是利己主义 他们不怪自己没眼光 看不出药材的涨幅 而是怪陈阳 这小子不讲究 专挖他们的墙角 如果陈阳不挖墙角的话 赚钱的应该就是他们了 还有人怪陈阳太过自私 有了消息不告诉自己 自己一个人吃都市 有钱要大家赚才是 大凡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江湖 这是一句亘古不变的真理 再三接触陈阳无果后 这些人的怨言也越来越大 这天晚上 十几个老板悄悄地聚集在一个酒楼的包间里 为首的正是陈阳的小姨父侯运 最近一段时间 陈阳的小姨父侯运一直上窜下跳 就没说过陈阳什么好 他这么牵头上下一搅和 当时激起了其他老板同仇敌忾的心思 今天侯运请客 不少人也都心照不宣地过来了 当然 也有不知情来凑热闹的 感谢诸位老板百忙之中能过来 侯运一身光鲜 点头哈腰 哟 侯运两口子 在街道上是出了名的抠门 只能他占你的 你就别想占他的 今天侯运能请客 不少人还真是惊讶万分 我能发什么财呢 侯运摇了摇头 心中十分的郁闷 不对吧 陈阳可是你外甥 你外甥最近可没少发财 你这个当姨父的 难道没沾到光 有人细写地说道 贺老板说笑了 陈阳是我外甥不假 但这小子自私得很 有什么好事 也没想过我这个姨父 侯运有些不满地说道 哈哈 众人都笑了 其实侯运跟姐夫家的事情 在座的各位也都清楚 姐夫家有难 侯运不帮忙就算了 还想图谋人家的房产 这事情干得还真不地道 人家外甥能给他好脸子 这就叫自作自受 诸位诸位 侯运急忙道 今天找大家来 就是想说说陈阳的事情 提到陈阳 众老板都不说话了 这小子最近可是风云人物啊 别的不说 就说他搞雷完那一手 漂亮至极 震撼了整个阳城市场 关键是这小子才多大 二十来岁而已 陈家后继有人啊 不少老板脑中 无不闪过这个念头 诸位老板 我虽然是陈阳的姨父 但还是要公平公正地说一句 这小子干的事情太不地道了 侯运一本正经地说道 众人乐了 侯运这个不地道的人 还说外甥不地道 这事还真是有些讽刺 怎么了 侯老板 你哪来的怨气啊 是因为没沾上外甥的光吗 哈哈 侯老板 我觉得你外甥比你姐夫聪明 是啊 当初要没你姐夫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猫着呢 其实对侯运两口子的为人出事 很多老板都是看不惯的 有机会言语两句 那自然不会客气 眼瞅着众人打去自己 侯运也不生气 只是陪笑道 是是是 我姐夫提携了我 我感恩 我感恩 众人又乐了 难为你还知道感恩 感情就是这根本感恩法 难怪外甥不待见你 你呀 该着 侯运尴尬了 他根本就驾驭不了这个场面 诸位 今天侯老板把大家找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一个胖胖的老板站了起来 哟 田老板 照你这么一说 你们俩是商量好的 有人开口了 田老板微微一笑 道 也不是商量好的 只是觉得侯老板的话有道理 大家耐心点 听他把话说完 他的身价比侯运高多了 说话也比侯运有利 听到田老板这么说 众人也就不说什么了 诸位老板 我侯运内在这条街上 也待了近十年了 大小场面也见了很多 但像陈阳这般不地道的 还真是少见 侯运也趁机开口 哦 人家怎么不地道了 你不会觉得人家赚钱了 就觉得人家不地道了吧 要你这么说的话 赚钱的老板的都不地道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条街上能赚钱的老板多了去了 我侯运啥也没说过吧 但陈阳这小子赚的钱 确实不地道 我觉得他坏了规矩 说到这里 不少人纷纷皱眉 理解不了侯运 所谓的坏了规矩 是什么意思 我来说吧 田老板站了起来 道 前段时间雷丸涨价的事情 大家也都听说了吧 陈阳这小子 派人从我手中收了一吨的货 哎呦 要有人搞他 就算是搞也搞点赔摊子 前段时间 陈阳在市场上收了两吨的货 大家虽然眼热人家赚钱 但心中也有些疑惑 究竟是谁囤了这么多雷丸 现在清楚了 原来是田老板这个冤大头啊 不少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一吨的货被陈阳拿走 田老板最少也得损失了三万多 我说陈阳坏了规矩 就在这里 这小子是专门赚自己人的钱啊 要不是他提前买走了田老板的货 这钱肯定是被田老板赚的 侯运适宜地插上了一句 众人听在耳中 心中却不以为然 田老板损失了 那时他的眼力尽不够 人家陈阳又没有强买抢卖 要是这样说 人家坏了规矩 人家还真是冤枉 诸位 田老板也站了出来 苦笑道 如果说陈阳是当面从我手上买走的货 我也不说什么 但这小子狡诈得很 派了五个小工分批来买 我一时不查 这才上了当 如果他来买 我肯定是不卖的 众人无不点头 陈阳早就成为了市场上的焦点 他买啥啥没有 买啥啥涨价 如果陈阳来买货 田老板自然会犯算计 诸位 今天找大家来 就是为了这个 我觉得走单 帮就要有走单帮的规矩 不能让他在咱们手中简陋了 大家仔细想想 如果以后你们手上有什么紧俏的货 被陈阳买走了 你们心中舒服吗 田老板反问道 他被陈阳钻了空子 少赚了三万多 心中自然是不爽的 有道理 众人点了点头 虽然这田老板有些借题 发挥虎脚蛮缠 但对他们来说 也是件好事 诚如田老板所说 日后陈阳针 从他们手中拿走了紧俏货 他们也会后悔的 关键是防不胜防啊 再说了 他们也不知道 那块云彩会下雨 但陈阳这小子知道了 更气人的是 他知道 就是不说 很多老板都气得牙痒 人就是这样 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那就两说了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统一态度 今后不再卖给陈阳一两货 也不能让他钻空子 侯运趁机提出了建议 莫问天 众人很快达成了协议 这事情干得 虽然不厚道 但对自己有利就成 至于陈阳伟不委屈 他们就管不到了 成了 眼看众人都点头了 侯运心中 闪过一阵狂喜 大外甥啊 大外甥 看你小子 以后还怎么张狂 月底 陈阳把手中药材 全部处理了出去 账户上的钱 也有了十一万多 陈阳皱了皱眉 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也算是使出全力了 居然才赚了这么点 太少了呀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倒买倒卖 虽然不需要太大的本钱 但受制于自己的财力 和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供求 两端不对等的局限性 注定是无法做大的 一个月十来万 恐怕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 这上半年的药材价格 起伏较大 所以他可以运作的 空间也大 一旦进入了下半年 药材起伏平缓的话 逆回购 也就没有太大的利润了 看来想要继续赚钱 还得并想办法 陈阳这边百般嫌弃 李英那边却笑得合不拢嘴 他万万没想到 儿子一个月居然赚了这么多 照这样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们陈家就会再次站起来 而且远胜往昔 小牙啊 你妹妹马上就会回家了 我去买点菜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李英起身站了起来 喜滋滋地出去了 可莫过多久 陈阳就听到外面 传来了一阵吵吵声 李英气呼呼地回来了 菜也不买了 妈 怎么了 陈阳不解地问道 都是些什么人啊 以前咱们家出事的时候 没人可怜我们 我求爷告奶奶 连十万块钱都借不出来 现在咱家赚钱了 一个个眼珠子都瞪得通红 一个个上来攀关系 论交情都想捞点好处 可我儿子凭本事赚的钱 凭本事烫的路 凭什么告诉他们 这好处没捞到 就开始冷嘲热讽 说风凉话了 说你小子不讲究 专门从市场老板手里捡漏 还说你有了好处 也不分享一下 自己一个人吃都食 以后啊 没人会卖给咱家货了 咱家想捡漏都不成了 反正啊 说的特难听 我实在是气不过了 就在外面嚷嚷了几句 李英有些激动 脸都气红了 妈 别生气 人家说的也不错 咱们就是赚他们的钱啊 陈阳笑了笑 严格来说 他搞逆回购 就是从市场上捡漏 漏被他捡走了 人家没赚到 自然有意见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 至于不卖货 不是还有小工吗 他们严防死守 也不可能防住每一个小工 陈阳倒是不担心 你小财了 李英气不过来 纷纷道 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 咱又不是不给钱 他们凭什么说三到四 要愿就愿他们没眼光 我们赚钱了 他们眼热 我们要是赔钱了 他们还不得笑死 好了好了 陈阳急忙宽慰了老妈几句 这里是市场 大家都是同行 同藏骂 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事情 也给陈阳提了个醒 以后是不能在阳县买货了 他赚得越多 遭同藏嫌恨也就越多 不过也不要紧 陈阳可以去周边的县城购货 作为药材交易中心的桥城 辐射了周边很多的区域 阳县不能采购 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隔壁市场 虽然没有阳县这么集中 但药材也是应有尽有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人鼻青脸肿地走了进来 正是给陈阳收获的小工吴君 吴君比陈阳大两岁 十七八岁就在药材街干活了 小伙子手脚麻烈 人也本分可靠 所以陈阳找人 第一个就想到了吴君 吴君面带苦笑 低声道 老板娘 小老板 以后我们不能给您收获了 请见谅 说着鞠了一躬 陈阳虽然年轻 但出手大方 很体恤劳动人民 小工们也非常的感激 帮他跑跑腿 每天就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 赶得上他们扛半天包了 你们这是被人打了 看到吴君身上明显的伤痕 陈阳已经猜到了几分 吴君默不作声 他们的确是被打了 今天早上有人过来警告他们 说是陈阳坏了市场上的规矩 以后让他们不要给陈阳收获 吴君就多说了两句 结果就被人打了 谁干的 陈阳深吸了口气 双目闪过了一阵怒意 吴君支支吾吾不肯说 最后一咬牙道 小老板 您也就别问了 总之 以后我们是不能给您干了 说着转身就走 等一下 陈阳扯住了他 从兜里掏出了一千块钱 递给了吴君 小老板 您这是 吴君有些吃惊 你不说我也明白 是我连累了你 这些钱不多 你拿回去吧 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翼 陈阳把钱塞进了吴君的口袋 最近一段时间 吴君可没少帮他干活 吴君眼圈都红了 哽咽了几声 道 谢谢 谢谢 走了几步 他忽然回头道 小老板 你是好人 但好人在这个市场是吃不开的 交代完这句 吴君快步地离开了 小杨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李英有些猛 这吴君好端端的 怎么会被打了 妈 有人不想让咱家继续收获 他们不敢明着来 所以才对吴君下手呢 陈阳的声音有些冷 心中腾起了一团怒火 别人眼红 他不当回事 别人说三道四 他也不在乎 但别人对一个无辜的小功下手 陈阳怒了 他真的怒了 走丹帮 本质上就是从老板手中捞钱 老板们不高兴 可以理解 但陈阳也是凭本事吃饭的 你存不住才 那是你没眼光 怪不得别人 你眼红也好 你说怪话也好 就算是你 指着自己的鼻子骂 陈阳也不当回事 但是 你牵扯无辜 就是你的不对 老子还不吃这一套了 李英依把扯住了他 哀求道 丈夫没了 家险些就败了 好在儿子争气 眼瞅着就有起色了 他可不想陈阳出去斗狠 这个家还指着儿子呢 妈 你放心 陈阳低声道 我不会冲动的 也不会跟他们一般的无耻 他的目光闪过一阵冷芒 要斗 那也得光明正大的斗 从生意场上打败他们 有句话说得好 除了父母亲人 没有人希望你过得好 你比人家强的有限 人家会嫉妒 如果你比人家强的太多 人家只会羡慕 残阳如血 微风袭袭 陈阳站在鱼塘边 手里握着一个鱼竿 鱼飘在水面上晃动了几下 忽然沉了下去 陈阳猛地扯干 一条两斤左右的鲤鱼 被扯出了水面 半天的功夫 陈阳就钓了五六条鱼 最近一个月遭到老板们集体抵制 小工们也不敢帮陈阳收获了 陈阳只能去周边的县城收获 周边县城药材虽然不太集中 但也是应有尽有 现在他有资本了 业务量也大了 自己一个人也忙活不过来 就发展了一个伙计 让伙计帮他跑货 这个伙计就是吴军 小伙子人老实本分 干活也麻烈 关键人还忠诚可靠 陈阳有心提携他 让他当了自己的伙计 从小工到伙计 这可是值得飞跃 吴军自然也感恩万分 每天起早贪黑 跟着陈阳跑市场 毫无怨言 几圈下来熟悉之后 陈阳干脆就把跑腿的业务 交给了吴军 自己当了甩手掌柜 当然 钱货交易的事情 还是要自己来的 就算是陈阳再信任吴军 这种事情也暂时不能交给他 好在跑了这么多天 陈阳跟老板们也都熟悉了 买货卖货一个电话就成了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多了一个伙计 多开了一份工钱 再加上每天几百公里的跑 支出也大 收入也从四千块 降到了三千多块钱 表面上是赚得不少 但事业已经到了瓶颈期 很难再进一步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走单帮的事业 已经到达了极限 陈阳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发展 想要在药材行业有大的发展 必须要去隔壁乔城的三大市场 华夏有四大药都 乔城就是其之一 乔城的药材批发市场 可以辐射整个东南沿海 每年的交易量 能占到全国药材总量的三分之一 当然 进入乔城药材市场的门槛也高 想要在那里立足 每个百八十万的底子 是不可能的 潜意识的陈阳也是 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这才能在乔城高手如云的地方 立足下来的 专业知识 陈阳不缺 启动资金似乎还缺一点 想到这里 陈阳心中就闪过一阵愧疚 上一世 他的启动资金 是妹妹牺牲自己的幸福换来的 这一世 他自然不能亏欠自己的妹妹 哥 回家了 陈宇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陈阳收起了鱼杆 拿起鱼笼 迎了上去 不错 钓了很多鱼呢 今晚上又有鱼吃了 陈宇抚了抚并肩的长发 对着哥哥笑了笑 然后接过了鱼笼 兄妹二人并肩走在小路上 哥 你钓鱼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 这条鲤鱼得有两斤多吧 回去我给你做红烧鱼 剩下的小鱼可以煮个汤 陈宇很开心 叽叽喳喳地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陈阳心中忽然闪过一阵爱言 上一世 他没有能力供养妹妹上学 让陈宇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这一世 他一定会让妹妹快快乐乐的 不要这么辛苦 赚钱的事情交给他就成了 但母亲依然闲不住 在他的认知里 自己多赚一点 儿子就能少辛苦一点 对此 陈阳也无可奈何 陈宇麻溜地处理好了鱼 开始生火做菜 以前父母做生意忙 有时候根本顾不上兄妹二人 二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做饭了 我来吧 陈阳卷起衣袖 来到了厨房 不用了 你去歇歇吧 陈宇很贴心地说道 他也很懂事 知道哥哥很辛苦 陈阳笑了笑 没有言语 只是摸了摸他的脑袋 一旁看着 瞧瞧哥哥怎么做鱼 今天钓的鱼不少 陈阳准备做两道菜 大的鲤鱼红烧 剩下的小鱼做鱼汤 处理好鱼 陈阳开始起锅 把锅烧的微微发红冒烟 倒入食用油 然后熟练地拎着鱼头 放进了锅里 稍微榨制了一下 然后捞了出来 把油咬出来 清理了一下锅 过油后的鱼 皮势不会散 接下来就是炒料 小鱼 你去把调料盒子拿过来 陈阳吩咐了一声 要想味道好 调味品必须要充足 还要炒制一下 调料药材是一家 卖药材的自然也不缺调料 陈阳熟练地掏出桂皮 花椒 小茴香 草果和香叶 然后放进锅里 鲤鱼是淡水鱼 淡水鱼身上 都有一种土腥器 调料能够很好地 掩住淡水鱼身上的土腥器 几秒钟的功夫 整个厨房 就传来了一阵调料的香气 陈阳看了一眼调料盒 自言自语道 哥 八角没了 陈阳也不以为意 药材市场上有的是调料 随便弄点就够吃的 炒好料 放甜面酱 小火炒制一下 然后添水 下鱼 焖上锅盖 接着又拿出了一口锅 将腌制好的小鱼 放进锅里 加入开水炖鱼汤 要想鱼汤好 热水是关键 热水炖出的鱼汤 奶白鲜美 过了一会儿 锅里冒出了香气 好香啊 陈阳深嗅了口气 露出了陶醉的神色 陈阳打开锅盖 用勺子沾了点汤汁 尝了尝 然后砸吧砸吧嘴 红烧鲤鱼最主要的 就是酱汁 但他做的酱汁 鲜味倒是够了 香气好像还缺了点 等一下 陈阳忽然一下子不动了 他似乎想起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可这会儿怎么想 也想不起来 急得陈阳有些抓耳挠塞 陈阳吓了一跳 好奇道 哥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没事没事 陈阳用力地摇了摇头 可这会儿带 有些不太好使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越想就越想不起来 越想不起来 就越急躁 陈阳不停地 在厨房走来走去 哥 陈阳有些不知所措 陈阳走了一阵 忽然抱着脑袋道 小雨 我似乎忘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但究竟是什么事情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不过 应该跟刚才的话有关 要不咱们捋捋 好吧 陈阳茫然点头 你把之前的话再说一遍 你今天钓了很多鱼 不是这局 大的红烧 小的炖汤 也不是 八角磨了 不是 不对 是八角 陈阳眼睛一亮 他终于想起来了 是八角 刚才他想到的事情 跟八角有关系 小雨 谢谢你 陈阳兴奋地满脸通红 就是八角 就是八角 哈哈 他终于想起来了 说着大笑着冲了出去 这 陈阳一阵无语 他忽然觉得 哥哥有些不正常 可是哪里不正常 自己又说不上来 小姑娘怂怂间 注意力很快又被锅里的美味 吸引过去了 这时候 鱼鱼总是比哥哥可爱的 你要去桂省 李英瞪大了眼睛 是 陈阳点了点头 去桂省干什么 李英不解地问道 陈阳 买八角 李英愣了一下 作为药材市场的老金营户 他对药材还是很了解的 八角也是药材的一种 但用量很少 属于很小众的东西 虽然也有些药用价值 但多他一味不多 少他一味不少 所以他的价格涨幅 对药材行来说 没太大的价值 小杨啊 我能理解你的心思 但你要知道 生意这一行 不能头脑一热 想什么就是什么 听妈的话 不要乱折腾 咱们现在干得很好 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债务还上了 刘英低声说道 潜意识里 刘英对现在的情况 还是很满意的 不希望儿子去冒险 也不舍得儿子去冒险 毕竟丈夫的事情 是前车之鉴 妈 陈阳道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啊 八角很快就能 冲到一个天价的 被周边的老板 针对以后 陈阳迫切地想转行 但转行还缺点资金 他刚想找钱 这钱就送上门来了 趁此机会搞上一笔 他就有资本去要兜了 去了要都 陈阳就挤进了一级市场 再也不用跟这些小老板 勾心斗角了 小杨啊 李英语重心长道 你爸没了 家里就靠你自己了 妈也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咱们家平平安安就好 外面毕竟不是咱们家 出了问题 咱们根本解决不了 丈夫就是在外地出事的 人才两空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自然舍不得儿子出去闯荡 妈 我已经长大了 总不能一辈子走单帮吧 再说了 周边的人是怎么对咱家的你 也瞧见了 我要是不想办法 咱们家就一辈子被他们欺负 陈阳谈首道 八角可不仅仅是药材 还是一味很重要的调味品 主要用于乳肉 中国又是个餐饮大国 每年要消耗大量的调味品 八角就是很重要的一种 陈阳想起上一世这个时间点 八角迎来了史诗级别的暴涨 价格半年间涨了十倍有余 很多调料商 药材商也因为囤积八角而一夜暴富 这可是一个机会啊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阳自然不能错过 眼见儿子这么坚持 李英也叹了口气 不说话了 你能确定八角价格会暴涨 李英又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次陈阳要把全部的家当带走 万一出了问题 他们家可就完了 陈阳急忙把原因解释了一下 这些原因也是前世的时候 听行内的大佬们分析的 加入世贸组织后 华夏的餐饮业发展得很快 对于调味品的需求大大的增加 作为主要调味品之一的 八角需求量自然也增加 八角又称大料 大茴是一种木本生植物的果实 一年两熟 主要产地在月桂梁省 99年的时候 两广地区因为遭遇了一场霜冻 直接导致第二年春季的产量 大幅度的萎缩 不过各地是有库存的 也就是前年去年的陈货 所以涨价的趋势不太明显 进入2000年下半年 各地的库存八角全都消耗完毕 十 整个行业赫然发现 全国都没有八角了 所以蜂拥地挤入产地 开始疯抢秋季新出的八角 全国的药材商人 调料商人以及食品厂 制药厂纷纷涌入两广 价格也从最初的10块钱一公斤 爆炒到20块一公斤 基本上是出多少抢多少 而且是供不应求 很多大资本也嗅到了商机 纷纷加入抢购的行列 最终 八角的价格被抬到了 100块一公斤的天价 所以 行列的人称 这一年为八角元年 当年陈阳也经历过这个事件 所以也一直记忆犹新 不过 当年他是局外人 也没有资本参与这场盛宴 只是在外围看着人家 赚大钱而已 道听途说的你也信 李莹有些不太相信 妈 刚才我也让妹妹出去问过了 周边的摊位都说大料涨价了 以前两块钱能买一两 现在连半两都买不到了 咱们这小地方都这样了 全国岂不是更厉害 买卖买卖 最重要的就是低买高卖吗 陈阳劝解道 他征求母亲的意见 是尊重母亲 其实他大可以来个先掌后奏 不过那样的话 肯定会让母亲担心的 妈 机会就在眼前 一旦错过了 就会后悔终生 再说了 消息时不时的 我去产地看看再说 实在不行 我可以不出手 陈阳苦口婆心 想起上一世八角的巨大行情后 陈阳就萌生了 去跪省的念头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说服母亲 让他同意自己去跪省购货 2000年的时候 信息不发达 交通也不便利 没有熟人领路 你连产地的门都摸不着 更别说买货了 当然 母亲若是铁了心 不让他去的话 他自己也会去 毕竟这是一个机会 好吧 李英点了点头 儿子大了 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母亲英明 陈阳心中松了口气 小小的拍了个马屁 李英笑骂道 你小子别进减好听的说 我同意了 你可以去跪上 不过有几句丑话 先说在前面 陈阳正经危坐 一副受教的模样 出门在外 一定要少说多看 这样才能避免祸端 这次 你必须带着小吴一起去 两个人也互相有个照顾 一定要记住 和气生财 任何时候都不要斗狠斗气 最后一点 去任何的产地购货 一定要找当地人 做经纪人 然后通过他们的手购货 这是规矩 不要舍不得那两个小钱 绕过经纪人交易 一定会吃大亏的 刘英遵遵教会 虽然她很少出远门 但这都是丈夫二十几年 生意的经验值之谈 记住了 陈阳点了点头 还有 去之前先把钱存进邮政 带着存折 到时候也用着方便 母亲千叮零万嘱咐 这也是经验值之谈 因为很多产地都在乡下 银行网点很少 但都有邮政储蓄 所以邮政储蓄 才是生意人的首选 明白了 陈阳点头 吃饭 母亲动了一下筷子 兄妹二人 这才拿起筷子吃饭 母亲在座 孩子不动筷子 这是尊重 有了吴军的加入 陈阳的生意 做得越来越轻松 吴军是个合格的伙计 就算是陈阳不出门 他也会兢兢业业的 做好每一份工作 处理了手头中的货 陈阳给吴军放了一天假 让他回去 准备准备 过两天就要出远门 出远门包吃包住 还能学到东西 吴天自然是欣然向往 算算十日 陈阳重生已经快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赚了近二十万 平均每月十万 在两千年 二十万块不是一个小数目 足够在县中心街 买两套一百平米的商品房了 按照后市房地产的暴涨规律 这两套房 就够陈阳吃一辈子了 不过 陈阳并没有这个打算 除了留下了一点 作为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费 其余的陈阳准备拿去做生意 不过现在的资金 还有点缺口 陈阳来到了之前 办理房贷的银行 找的还是赵经理 陈老板 好久不见 赵经理满面春风 作为银行的从业人员 陈阳账户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赵经理也知道陈阳翻身了 前途一片光明 态度自然比以前要和善得多 赵经理 我想贷点款 陈阳也是开门见山 这次要去产地购货 需要的资本很大 二十来万还是有些少了 哦 赵经理点了点头 哦 那你需要贷多少 陈阳现在已经成为了银行的优质客户 贷款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二十万 陈阳报了一个数目 贵省到这里近两千多公里 运飞不菲 满载车过来才算合适 就拿半挂车来说 一车能拉三十六七吨货 三十五吨八角的话 怎么也得三十五六万 所以他至少要被四十万的货款才行 二十万啊 赵经理有些难办 根据陈阳最近的流水反馈 他至多也就二十来万的资本 再说他还有十万块钱的贷款没还清呢 陈老板 按照你的征信和银行流水 最多最多给你贷十万 赵经理低声说道 银行也要考虑风险的 他们家的房子已经抵押了 除去这十万块的贷款 陈阳手中资产也就十万块钱 十来万想要贷款二十万 有些困难 至少要二十万 十万不够 陈阳咒没说道 这样吧 你可以找几个经营户担保 有了担保 可以贷款二十万 赵经理给陈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不可能 陈阳笑了笑道 我们家当初借了一圈 十万块都借不到 你觉得会有人给我担保吗 现在全体老板都针对他 更别说替他担保了 就是有 他也不想拉下这张脸去求人 这样啊 赵经理有些头疼了 一般来说 银行贷款不仅要抵押物 还要有担保 这抵押物和担保都没有 如何能够贷这么多 赵经理为难的话就算了 我去隔壁银行看看 陈阳洋装站了起来 这边的银行有好几家 这家不给贷款也不要紧 有的是选择 陈老板等一下 赵经理急忙拦住了陈阳 说真的 他舍不得放走陈阳 这个优质客户 毕竟 他也看到了这个年轻人 最近的业绩 那叫一个惊艳绝伦 一旦陈阳去了别家 那他的存取款业务 肯定会转到其他银行 陈阳每个月的流水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旦转到了其他银行 对赵经理来说 也是一个损失 以你现在的条件 贷十万是没问题的 但二十万的话 审批有些困难 也需要时间 我先给你申请一下试试 至于能不能成 我也不敢打包票 赵经理委婉地说道 那就麻烦赵经理了 陈阳笑了笑 其实银行的客户经理 还是有很大的权利的 赵经理肯定是有办法的 不过呢 你最好找一个公职人员 给你做担保 这样的话通过很高 而且很快就能放款 赵经理提醒了陈阳一句 公职人员 陈阳皱了皱眉 他们家打三代以来 就没出过什么公职人员 真有公职人员的话 他老子也不会出来跑生意 很快他的目光 落到了赵经理身上 这不是县城的公职人员吗 不行不行 这不合适 赵经理投摇的 跟波浪鼓一样 作为银行人员 是不能为客户担保的 即便是能担保 他也不乐意 你给我多担保 十万块钱的贷款 我给你两万的利息 陈阳伸出两根手指 这里是单间办公室 也不怕别人听到 既然想让人家帮忙 那就得有好处 没好处 谁肯帮忙 两万的利息 赵经理十分的惊讶 商业贷款的利息 一般是一分 十万块钱的一年的利息 是一万二 两万块的话 那就是一分五的利息了 也就是说 赵经理只需做个担保 就能赚八千 八千啊 赵经理一个月的工资 才一千多点 要说不心动是假的 不过干生意 谁敢保证不出岔子 陈川以前 是银行的优质客户 一场意外 不也倾家荡产了吗 万一陈阳还不上 自己岂不是做蜡烛了 就在赵经理 犹豫不决的时候 陈阳开口了 赵经理 我经营的情况 你们也很清楚 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赚了二十万 还款能力这方面 你根本不必担心 保证是稳赚不赔 我之所以来找你 是因为之前 你帮了我 要不然这个条件 外面有的是人 肯放款给我 银行不肯放款的话 陈阳就会去找 私人借贷 一分五的利息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陈老弟 别急 别急 咱们再商量商量 赵经理 再次拦住了陈阳 满脸堆笑 称呼也变成了陈老弟了 陈阳的话 的确打动了他 他也相信 陈阳能够借来款 赵经理 亲手给陈阳泡了杯茶 这样吧 我能帮你搞定 十万块钱的借款 但是你必须要 签一个借款协议 而且要保密 他已经想好了 作为业务经理 赵经理是有能力 帮陈阳多弄 十万块的贷款的 但是 为何要走银行的程序 赵经理可以走私人渠道 借给陈阳啊 这样赚得更多 也行 陈阳点了点头 那就说定了 赵经理伸出了右手 陈阳也笑着伸出了右手 他之所以来找赵经理 就是为了跟他打好关系 方便以后的贷款 不过明显赵经理 也是个有能耐的人 陈阳不管他的钱 从何而来 只要肯借给自己就行 二人双手握在了一起 脸上都露出了灰心的微笑 赵经理还是很有能力的 两三天的时间 就办妥了这件事情 十万块钱的银行贷款 和十万块钱的私人借款 都已经到位了 陈阳也签了一个 私人借款协议 借款人是个陌生的男子 想必是赵经理找来的替身 不过也无所谓了 人家干了这么多年 自然有自己的路子 拿着赵经理开出的存单 陈阳走进了邮政储蓄 然后开了个户 把钱全部存进去 见今天来了这么大额的存款 负责接待的小姐姐 忍不住喜笑颜开 不仅热情地办好了业务 还赠送了陈阳两桶油 和两袋面粉 回到家里 母亲正和吴军说这话 看到陈阳回来了 吴军急忙站了起来 接过了陈阳手上的油和大米 你们聊吧 李莹起身出去 准备晚饭去了 今天儿子要出门 他自然要好好地准备一下 老板 票已经买好了 吴军从钱包里 掏出了两张火车票 是今天晚上的票 很好 陈阳点了点头 收起了票 2000年的时候还没有高铁 去贵省的话要坐绿皮车 当然也可以坐飞机的 不过 飞机票太贵了 老板 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吴军在一旁搓着手 神情有些紧张 什么事 说吧 陈阳歪头看了吴军一眼 我家里也有点积蓄 想跟着您一起进点货 吴军有些不好意思 哦 陈阳露出了微笑 这个伙计也很上进啊 不错不错 不想上进的伙计 不是好伙计 也没有太大的培养价值 你有多少钱 陈阳问道 大概两万多点吧 吴军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很清楚陈阳的身价 这点钱也就是人家一个零头 你不怕亏了 陈阳笑着问道 老板眼光厉害得很 肯定不会亏的 吴军由衷地说道 自打跟了陈阳 他就没见陈阳亏过 万一亏了呢 你岂不是什么都没了 陈阳笑容不变 吴军想也不想 道 亏了也不要紧 大不了再辛苦干呗 他倒是想得宽 陈阳拍了拍吴军的肩膀 笑道 大丈夫就要拿得起 放得下 患得患失的 犹豫不决的 没什么出息 我同意了 你可以入股 多谢老板 吴军喜出望外 连连鞠躬 欢天喜地地出去 取钱去了 这家伙 眼看着时间还早 陈阳来到了街上溜达 这一个月来 老板们也统一了战线 明里暗里的集体抵制 陈阳收获 陈阳也不得不跑去 临现收获 收入虽然没有骤降 但却辛苦了很多 对此 陈阳自然是不爽的 不过 不爽归不爽 陈阳也不生气 脸上依然挂在笑容 该打招呼的打招呼 该说话的说话 哟 这不是大外声吗 小医夫侯运笑 嘻嘻地走了过来 哟 小医夫啊 怎爹 这是不忙了 陈阳脸上笑容不变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小医夫两口子上窜下跳 联合商户 抵制陈阳的事情 早就传出来了 还有没有点良心 是陈阳制止了他 他不想母亲生气 有句话说得好 伤你最深的 往往都是最亲近的人 这就是人性 前世的陈阳 见识了太多太多 哎呀 别提了 这不是快到下半年了吗 正忙着补货呢 当得点空 不过 我看你小子倒是悠闲 怎给 不走单了 小医夫是明知故问 呵呵 陈阳笑了笑 啊 没行情 所以就歇歇 去隔壁县收获的事情 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 陈阳才不会告诉小医夫 免得这货又要使坏 是吗 小医夫心中得意 有些人就是这样 自己过得不好 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好 小羊 我怎么听说 你上次犯了重怒了 大家都联合起来 不卖给你货了 小医夫笑眯眯地问道 没这回事 只要我想收 有大把的老板卖给我 陈阳摇了摇头 是吗 小医夫明显有些不信 最近他可是 一直盯着陈阳呢 知道他没有在市场上收获 小羊啊 不是医夫说你 有时候可不能太人性了 有什么好消息 也得跟大家分享分享 市场这么大 你一个人有吃不下 分享一下 大家都念你的好 你一个人吃毒食 难免会有眼红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小医夫以老卖老 小医夫说的对 陈阳笑道 这条街上 红眼病的人是真的多 不是人玩意的白眼狼更多 小医夫干笑了几声 不说话了 他哪里不明白 陈阳这是指桑骂怀 其实他联合众老板 抵制陈阳 并不是为了赶尽杀绝 而是逼迫陈阳 低头分享消息渠道 小牙啊 你是走单帮的 老板们不卖给你活 你的生意就干不成了 听小医夫一句劝 在这个世道上 要懂得和光同尘 别一条倒走倒黑 小医夫一本正经的说道 还拽上文了 陈阳有些好笑 小医夫是教书的出身 学问在这些泥腿子老板中间 也是鹤立鸡群的 可惜人品不是以学问的多寡 来衡量的 那什么 小杨啊 你医夫在这条街上 还算有点面子 要不然这样 我豁出去这张老脸 帮你说说请 让这些老板们 别跟你这个小孩子一般见识 看着小医夫喋喋不休 陈阳忽然有种一巴掌衫 他脸上的冲动 见过不要脸的 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他心中忽然一动 把手机调到了铃声 叮铃铃 手机响了 陈阳洋装拿起手机接听 喂 于老板吗 我是陈阳啊 什么 你要我收点货呀 好说 好说 要太子深 拜酱草 夏天无 百合 银杏夜 说到这里 陈阳洋装醒悟过来 接着挂了电话 警惕地看了一眼 医夫 转头就走 哎哎哎 小医夫急忙追了上去 小阳啊 你是不要收获啊 没有 这几样药材 是不是要涨价 没有 没有 会跌价 小阳 你这么干 就没意思了 我可是你医夫 你连我都没实话吗 小医夫 既然你听到了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了 这些货千万不要留啊 赶快甩出去 迟了就会跌价的 好的 好的 小医夫听你的 我还有点事 明见 明见 小医夫 马上转过念头 笑眯眯地跟陈阳告别 我信你个鬼 这小子划不留守 肯定是说反话来着 看着小医夫 匆匆而去的背影 陈阳怂怂肩 我 陈阳 以德夫人 说的都是实话 不过 你怎么理解 是你的事情了 经过两天一夜的车程 二人终于来到了 贵省歪药市 歪药市 不仅是八角肉桂的产地 同时也盛产石壶 田七 罗汉果 红柱鱼等药材 下了车 陈阳找个治安亭歇携脚 放下了行李 摸出了香烟 递给了吴军一根 吴军接过 拿出火机 先给陈阳点上了 陈阳抽了口烟 看了吴军一眼 笑道 怎么样 知道辛苦了吧 吴军点了点头 从家乡到月省 然后又倒车来贵省 足足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 两千年还没有高铁 坐的还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 人多繁杂 速度也慢 而且还没有空调 一到中午 整个车厢 都充斥着难闻的气味 又好几次 二人都险些吐了出来 为了防止被偷 二人轮班睡觉 吃饭也是随意对付几口 老板 出门在还真是辛苦啊 以前我们总是羡慕老板 直到今天才知道 老板们也不容易 吴军也是有感发 呵呵 陈阳笑了笑 知道就好 任何回报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老板们赚钱多 但吃苦遭罪也多 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 抽了几口烟 陈阳叹了口气 知足吧 早年我爸爸跑生意的时候 情况比这更糟糕 环境比这更差 不也一样撑过来了 其实 家乡周边就有机场 陈阳也不差这点机票钱 他之所以选择火车出行 就是想亲身经历 一下跑生意的艰辛 休息了一阵 陈阳招手 打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Triple X 要 外来的老西亚 去Triple X收获吗 司机来了精神 不 陈阳道 过来走个亲戚 好多年不见了 哦 司机不说话了 到了地点之后 陈阳给了钱 老板 吴军拎着行李箱 凑了上来 不解道 为啥要说走亲戚呢 陈阳笑道 出门在外 不要暴露你的职业 和真实目的 否则会被坑的 如果是来收获的外地人 司机说不定会坑你点车费 但要说 有亲戚在本地 他们多半 不敢招惹麻烦的 原来如此 吴军连连点头 接下来就要找一个 靠谱的当地经纪人 在外收获 必须经过当地的经纪人 否则会被坑 上一世 陈阳虽然也在贵省 搞过药材 但还真没搞过调料 所以 对这一行 也不是太熟悉 不过也没有关系 陈阳能够凭借印象 摸到了八角的产地 自然也能找个靠谱的经纪人 看到二人 拖着行李过来 一帮当地人 急忙迎了上来 有男有女 都是吃这口饭的 老板 哪里来的 老板 收获吗 来我们家吧 手续费低 老板 来我们家收获 不需要手续费 有的大妈 甚至动手动脚 外地来的老板 可都是肥羊 只要扯回自家 就会有钱赚的 陈阳笑了笑 道 不好意思 已经跟老李约好了 他随口蒙了个姓 为啥是老李 因为姓里的最多 听到陈阳有主了 众人这才散了 当然也有不死心的 还是缠着陈阳 想让他们去自家 陈阳只是不理 见陈阳如此的坚定 那些不死心的人才散了 老板 这里的大妈 还真是 刚才无君大气 都不敢出 汗都流出来了 呵呵 陈阳只是笑了笑 好的经纪人不缺客户 也不会在这里赌人 来这边赌人的 基本上都是些 不入流的小人物 一旦去了他们家 货未必能收到 但钱肯定不会少花 找了家旅店住下了 陈阳让吴君先休息 自己出来转了转 这家旅馆住的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客商 大家来自天南海北 云集在这里 都是来收货的 不过现在离收货的日子 还有点早 老板嘛 都是自来熟 陈阳刚出来 就有几个人过来说话 随意聊了几句 陈阳忽然发现了 是忘年交了 刘老板 来收货啊 陈阳凑到了 大老刘的身边 打了个招呼 大老刘看到陈阳 明显愣了一下 这个年轻人 似乎不认识啊 我陈阳 乔城阳县的 上次还一起喝过酒呢 陈阳笑着解释了一下 哦 大老刘点了点头 他在阳县也有业务 说不定二人 还真一起喝过酒的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笑了笑 拍了拍陈阳的肩膀 道 人老了 记性不太好 对不住啊 陈老板 怎么 你也过来收货 老生一人了 就算不认识 也不能表现得太过突兀 陈阳暗中撇嘴 这大老刘 还是那么的能装 明明二人 是第一次见面 却装的一副老朋友的面孔 不过这个人 还是很厚道的 做事也讲究 我听说八角行情不错 就过来瞧瞧 刘老板 最近生意可好 托福 托福 还成 虽然想不起来 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 不过大老刘的应对 也默地说 刘老板 我刚过来 最近八角的行情如何 刚刚出货 还是早期货 价格高 质量也不是很好 大老刘也没藏着掖着 其实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八角刚刚下货 质量差 价格高 大家也都在观望之中 大老刘能看 陈阳也能说 两根烟过后 大老刘跟陈阳越谈越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刘老板 我以前是搞药材的 今年第一次搞八角 有没有合适的经纪人 介绍一个 陈阳说明了来意 经纪人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经纪人 实力大 本钱也大 服务的也是财大气粗的老板 比如大老刘的经纪人蒲高 当然陈阳这点资本 根本不如蒲高的法眼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个中小型的经纪人 这个简单 简单了解了陈阳的叙事后 大老刘摸出电话 翻了翻电话簿 找到一个号码 老李啊 我有个小兄弟叫陈阳 第一次来这里 你照不照过 挂了电话 大老刘笑着对陈阳道 这个人叫李山喜 人称炮哥 人很不错 那就多谢刘老板了 大老刘摆了摆手 摸过多久 陈阳的手机就响了 他接了电话 然后站了起来 对着某个方向招了招手 少请 一辆摩托三轮 突突突地来到了二人的身边 你是小陈老板吗 一个矮小黑瘦的男人 跳下车 来到了陈阳的面前 操着一口月桂枪 李老板好 我是陈阳 是大老刘的朋友 陈阳也打了个招呼 然后跟他介绍了一下无君 这是我火机无君 李老板上下打量了陈阳几眼 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口白牙 伸手在陈阳肩头拍了拍 亮仔啊 欢迎来到了柜省 李老板名叫李山喜 是大老刘多年的生意伙伴 只是现在大老刘身价高了 李山喜已经帮不上忙了 不过 大老刘知道 李山喜还算个稳重的人 所以就把陈阳介绍给了他 经纪人都是有地盘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夸地盘收获的 所以 陈阳跟吴军带着行李 跟着李山喜 去了他住的地方 李山喜的家住在山区 他开着三轮车 在这二人 一路摇摇晃晃的来到了家 他家院子很大 四边用十棉瓦遮盖 配上建议的门户 算是仓库了 李山喜有四个孩子 两个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搬出去住了 家里现在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叫大妹 和陈阳年纪差不多 小女儿叫小妹 还在上小学 晚上 李家人做了一大桌子菜 招待二人 李山喜好酒 陈阳和吴军年轻力壮 正是能喝的年龄 三人你来我往 喝了个伶仃大醉 当晚 二人就在李山喜家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 李山喜又请二人喝早茶 早茶是当地的特色 茶点也十分的丰富 相当于北方的早饭 用过早茶 李山喜这才问起陈阳的来意 陈阳也没说实话 只是说来看看 生意人都很谨慎 轻易地不会暴露自己的目的 否则在接下来的交易中 会落入下风 李山喜也不以为意 让大妹充当二人的导游 带着二人去周边转转 住进了她家 就是她的客人 大妹开着三轮车 载着二人去了周边的集市 这里是周边副产品的集散地 大妹是地道的贵省门 有黑矮兽 一双眼睛很有神 性格也活泼 她似乎对二人有些好奇 一路上问这问那的 陈阳笑着应付了几句 忽然问道 大妹 你带我去看看八角吧 大妹点点头 驾驶着三轮车来到了一个大院 大院门外不少人进进出出 这里是一家八角收购点 种植八角的果农收获了八角 会卖给集市上的八角收购点 而这些人集中八角 小小有十几家 陈阳和吴军走进来后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外地来的老板 想要收获啊 里面谈 里面谈 一个大金牙中年人咧嘴一笑 扯着陈阳就要进去 陈阳笑了笑 没有动身 大金牙 这是我爸的客户 大妹停好车 走了过来 哦 原来是炮哥的朋友啊 那好说 好说 大金牙笑了笑 收起了几分心思 李山喜别耗李大炮 年轻时在这一代 还是很有名气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能照得住 这就是去外地购货 必须找当地经纪人的原因 只有找了当地人 你才不会被欺负 否则有你哭的时候 老板从哪里来 大金牙递上了根烟 陈阳摆了摆手 笑道 谢谢 我不用烟 能不能看看 你的货 其实他也是抽烟的 不过出门在外 不会轻易地 接人家的烟 这也是写的教训 当年 药材接一个老板 在外面接了人家一根烟 然后晕晕晨晨 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清醒过来的时候 钱货全都没了 可以可以 大金牙急忙领着二人进了仓库 大院里都是硬化的 地上铺满了新鲜的八角 果农采摘新鲜的八角以后 送到收购点 收购点的商人 再进行晾晒 然后打包出售 仓库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麻包 里面都是晾晒好的成品货 陈阳随意看了看货 然后跟大金牙聊了聊 知道他手中有五吨左右 价格在十二块左右一公斤 再转转 陈阳告别大金牙 在大妹的带领下 又去了几家 收购点转了转了解了一下情况 大军 如果没有大妹 我们俩若是进去了这个院 想出不来 恐怕不容易了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出不来了 吴军愣了一下 不解道 有这么严重吗 他们还敢抢买抢卖不成 大妹鸣嘴一笑 没有说话 山区鸣风彪悍 抢买抢卖算个啥 往前推十年二十年 杀人越货的都有 山里这么大 随便找地方埋个人 谁能找得到 不过现在治安好了 杀人越货肯定是没了 但抢买抢卖偷粮换住 肯定是少不了的 没有当地人撑腰 你哭都找不到地方 接下来两天里 师徒二人一直在大妹的带领下 四处看货 基本上逛遍了整个山区 这片山区 李山喜能照得住 陈阳也可以放心地在这里收货 回到家里 陈阳就有数了 这两天看了好几家的货 零零散散地加起来 有四十来吨 质量呢 也参差不齐 不过也说得过去 价格最高的十二块 最便宜的十块左右 如果让李老板出马的话 可能还能便宜一点 说实在的 外地来够八角的老板也不少 但看得多 买得少 所以这里 才滞销了这么多货 现在出的八角质量差价格还高 大家还在观望 没人下手 因为很快就到了八角 集中下火期 谁也不想冒险 万一后面出的货比 现在便宜呢 就算是持平 质量肯定也要比现在的好 好机会啊 陈阳忍不住 捏了捏人中 不等了 立即下手 他手中四十来万 吴军手中 好像也只有两万左右 按照现在的价格 四十二万可以买 三十八九吨 足够装两个半挂车了 这边的货倒是 也足够了 陈阳决定孤注一掷 先收一车再说 听说陈阳 要大量收八角 李山喜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 才缓缓道 小陈啊 这个时候 八角有些滞销 而且新货货质量不太好 要不你再缓缓 现在还不是八角的 集中下火期 早期货跟中晚期的质量 有一定的差距 作为经纪人 李山喜还是很静止的 李说 我已经决定了 陈阳的语气 没有任何的迟疑 见陈阳如此的坚定 李山喜也就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 带着二人去集市 收购点坛买卖 李山喜的确很有威望 几个收购点的老板 都很给面子 价钱也比之前低了一些 八角最近的确有些滞销 有人要大宗货物 老板们自然高兴 在李山喜的撮合下 几家收购点和陈阳 达成了二十吨八角的买卖 花了二十万多一点 钱货两弃 李山喜亲自监督 看着工人们装货 然后打包送到自家的仓库 八角是用麻袋装的 一麻袋可以装五十公斤 二十吨正好四百袋 李说 这次辛苦你了 手续费什么的 还是按照老规矩来 通过李山喜拿货 是要给他提成的 按照市场价 每公斤提两毛钱的手续费 李山喜签让了几句 拿了四千块的好处费 当然这好处费也不是白拿的 客人在这里的吃穿住用 包括货物的存储 都包含在这杯 李面 另外 二人在这里遇到了什么麻烦 李山喜都会出面解决 这一批货终于拿下来了 陈阳也松了口气 接下来是二人算账了 四百包货 吴军分得二十包 其余都是陈阳的 二十吨的货 基本上把周边的库存 搜刮一空了 陈阳手中还有钱 自然也不想这么早回去 就在李家住下了 这里原本是个小地方 但每当春秋两季 都回外地老板来收货 陈阳闲着没事 就带着吴军各处转转 在各大老板面前 混个脸书 直到眼前这个小伙子 拿走了之前的库存后 老板们也态度不一 说实在的 大家在这里徘徊了好多天了 谁都没有勇气拿下这些货 没想到 被一个被一个生茶子 给拿下了 有人佩服 有人不屑 也有人幸灾乐祸 不少人都不看好陈阳的行为 甚至以老卖老 教育起陈阳来了 对此 陈阳只是笑 也不做过多的辩解 又过了两天 情况一下子紧张起来 极大产地都有消息传来 说是今年的外来的客商太多 八角又减产 缺口特别大 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 大批的客人 开始云集这个小地方 开始抢货了 收获点外面 云集了大批的客商 每天收的八角 自然也供不应求 果农一看这种情况 纷纷五盘吸收 鲜果开始涨价 鲜果涨价 收获点这边 自然也开始涨价 可是越是涨价 来抢货的也越多 抢货的人多 产地更是疯涨 仅仅一周的时间 价格就有十一二块钱 涨到了二十 接着一股作气 突破了二十二公斤 之前卖货给陈阳的老板们 后悔的都想吐血 再晚几天的话 他们还能赚得更多 可现在货已经卖出去了 而且还有李山喜作宝 他们也只能是干瞪眼 这会儿 那些外地的老板们 才意识到 自己错失了绝佳的机会 纷纷懊悔不已 他们纷纷脱关系 找到陈阳 想要从陈阳手中收点货 但都被陈阳一口拒绝了 二十来块 还不是顶峰 他才不会卖呢 老板 你运气还真是好 吴军对这个年轻老板 是心服口服 仅仅十来天的时间 八角的行情就翻了一番 之前存的货 现在至少价值五十万左右 自己的资产也翻了一番 这还只是个头呢 陈阳笑了笑 老板 我倒是有个主意 吴军兴奋地说道 哦 陈阳下意识地看了吴军一眼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八角长得这么厉害 咱们也不急运回去 吴军早就有了打算 呵呵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吴军的话也不能说不对 按照上一世的行情 八角能够涨到 一百元一公斤的天价 不过陈阳对手中的 货预期没有那么高 他的心理价位是八十块 不过 陈阳眯起了眼睛 这不过是想当然而已 财博动人心 当地人和那些老板们 能让两个外地人 赚了钱大摇大摆地回家吗 现在才翻了一番而已 还有李山喜护着 当地人即便是眼红 也不会做什么 以后继续涨价呢 八十万 一百万 甚至更高呢 当地人会不会动心 李山喜还能不能护得住 他也未必不会动心 说句不客气的话 人家抢买了你的货 你又能怎样 报警 别开玩笑了 当地警察会向着 你这个外地人 万一人人家很落起来 二人有命回去 还是两说 老板 您意思是 陈阳有些傻眼 他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这么复杂 陈阳想了想 叹了口气 道 目前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把货装车送回家 到了咱们的地界 什么都不怕了 第二个是找一个 有实力的当地人 然后把货卖给他 上辈子在这个行业 闯荡了二十多年 他见识了太多太多的黑幕 这都是无数老板们 用写的教训 换来的经验 第一个办法很麻烦 先不说来回折腾 要花多少钱 就算是送回了家 没有销落 你卖给谁去 第二个办法倒是稳妥 但也要损失很多利润 老板 难道还没王法了 吴军气愤填膺 王法 陈阳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道 有王法的话 你在阳县会被打吗 吴军沉默了 还是运回家吧 陈阳摇了摇头 上一世 八脚缺口大 商人们全国扫货 即便是运回家 也不至于无人问津 李山喜知道 陈阳要把货送回家 自然也没说什么 二话不说 就开始帮忙找车 半天功夫 李山喜就已经找好了回头车 谈好了价钱 大军 您先回去吧 我还想在这里等等 陈阳吩咐了一句 不行 吴军摇头道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冒险了 他不放心 陈阳一个人留在这里 货已经运回去了 我光滚一条 那些人也不会感兴趣的 记住 回去后把货卸在我家东配房的仓库里 你就住在我家里 没有我的准许 不准卖 陈阳吩咐了几句 下午 大车来到 李山喜组织小工装车 装好车后 吴军这才依依不舍地跟车回去了 吴军压着货走了以后 陈阳也轻松了下来 没事就跟着大妹在周边转悠 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 周边的老板也知道货已经被陈阳发回家了 虽然对此有些不爽 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羡慕二人运气好 拿货才几天 价格就翻了一番 赚大了呀 几天的时间 陈阳在这边混了脸熟 也结识了不少外地的老板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现在全国各地都没有八角了 所以他们都要来产地备货 正因为各地老板的涌入抢购 八角的价格才翻了一番 这段时间 八角供不应求 无论是果农 还是收获的经纪人 都赚得盆满钵满 陈阳暗自庆幸自己下手地走 要是再玩几天 恐怕就没那么顺利了 最近几天 八角的产量有所增加 但行情依然紧俏 各处收获点都敞开量地吃尽 整个集市的八角 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通货价格已经突破了24块钱亿公斤 现在他手中还有19万的现金 按照现在的行情 也能吃尽十来吨的量 现在出的货 质量比他买的那批 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陈阳也试着去接触当地老板 想要从他们手上买点货 但无一例外被人家给拒绝了 十几家老板 没一个肯卖给他的 这让陈阳微微有些郁闷 陈哥 你想知道 为什么人家不卖给你吗 大妹笑嘻嘻地说道 为啥呀 陈阳也有些不解 二人年龄差不多 通过几天的接触 很快也就熟络起来 他们这是五盘西兽 陈阳也能理解 眼瞅着八角做了火箭一般 大部分人自然是五盘西兽了 说不定等几天 价格又要涨上一劫了 有这一方面 不过不是主要原因 大妹笑了笑道 之前你们以极低的价格 买了他们手中的货 没过几天就翻了一番 我要是他们 肯定也会后悔的 陈阳无奈道 都是生意人 难道输不起吗 不是输不起 大妹摇了摇头 道 是丢了面子 他们干这行也有些年了 对行情的把控 还是很有经验的 但你们一来就让他们吃了大亏 这等于当面扇了他们一巴掌 我猜 你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 以后想要再买货 难了 除非是卖不出去了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大妹瞧得很清楚 这样啊 陈阳苦笑了一下 他倒是没想那么多 不过 想想也是 如果他是卖家 被占了自己大便宜的客户 应该也没啥好脸吧 不过 你要想买货 也不是没有办法 大妹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有办法 陈阳热切地看向大妹 大妹点了点头 好妈 陈阳急忙道 快告诉我 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眼瞅着手中的钱花不出去 陈阳自然着急上火 大妹想了想 这事得我爸出力 陈阳急忙跟大妹回家 找到了李山喜 得知了陈阳现在的情况 和迫切买货的心情 李山喜略意沉吟 道 这个集市是人家的地盘 既然人家不肯卖你货 那你就去山里 自己收鲜货 自己搞加工吧 集市上的本地老板 干了很多年 周边的果农 基本上都会把货卖给他们 这片地方的货 已经被人家给垄断了 其实除了这片地区 偏远的山区也有货 只不过路程有些远 量也不多 果农们攒个十天 半月凑过一车了 才往集市上送 如果下去收的话 也能收不少 那还等什么 陈阳马上站了起来 陈哥 你别着急 下去收获可没那么简单 大妹扯了扯陈阳 看了父亲一眼 陈阳很快反应了过来 对啊 经过一次交易 他已经领略到 当地人的厉害了 生意诚信 契约精神在这里 是讲不通德 人家只讲自己的规矩 没有李山喜护者 自己恐怕也是寸步难行了 还请李叔指教 陈阳公公静静地说道 李山喜看了他一眼 摸出了一根烟 点着了 抽了一口 外地人想要进山搞加工 必须要跟我们当地人合作 否则你是收不到货的 即便是收到货 也带不出来 陈阳马上明白了 李山喜的意思 想要进山收货 必须要跟当地人合作 否则就是有进无出 虽然不知道 是不是李山喜夸大气词 但陈阳还是信了几分 这里的民风 的确不怎么淳朴 不过他找谁合作呢 看到大妹笑音音的神情 陈阳很快醒悟过来 眼前不正是最佳的合作对象吗 除了李山喜一家 他也不认识别人 嗯 李山喜恐怕也是这么想的 想清楚了这点 陈阳笑道 李叔 既然这样 不如咱们两家合伙 一起去山里收货 李山喜点了点头 行道 这小伙子倒是上到 一点就透 之前这年轻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赚了二十多万 李山喜自然也是有想法的 眼下八角行情很好 他也有心凑一脚 只不过 自己主业是干药材的 手中也没有客户 跟陈阳合作是最好的办法 你先考虑考虑 我去联系一下 问问有没有场地 李山喜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陈阳也跟目前打了一个电话 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 吴君那边也顺利到家了 暂时把货存在了家面 听说八角的价格持续在涨 母亲也十分的高兴 这次倒是逮着了 看着架势 肯定能赚一笔 接着陈阳又跟大老刘打了个电话 大老刘最近也没少收货 不过他收的货价格比陈阳高多了 得知陈阳要跟李山喜合作收货后 大老刘倒也没说什么 他两家十几年的交情 也清楚这个人在大面上 还是说得过去的 大老刘叮嘱陈阳万事小心 双方合作赚钱不要起什么争执 即便是有什么争执 也要忍让三分 毕竟那里是人家的地面 陈阳自然是连连点头 这边商量妥了 那边李山喜也找好了场地 场地是个废旧的仓库 租金一个月一千块 水电费自理 另外每收一公斤货 要给当地的经纪人两毛钱的提成 当然了两家在山区的一因麻烦 都由经纪人打理 这是规矩 入乡随俗 陈阳自然也没有意义 最后两家人达成了合作协议 陈阳出钱 李家出力 五五分账 陈阳和李山喜妇女正式进山 山里的道路十分的崎岖 李山喜开着三轮车 赶了半天的路财 来到了目的地 场地是个废旧仓库 是以前存放木材的 地方倒是不小 有好几亩地 没有太大的转头 所以场地也就空了下来 一个年轻人早早地来到了场地外面 舅舅 大妹 你们来了呀 年轻挥了挥手 陈阳 这是我远房的外甥阿虎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们的经纪人了 李山喜跟陈阳介绍了一下 你好 陈阳伸出了右手 阿虎咧子一笑 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靓仔啊 不用担心的了 来这里虎哥照你啊 阿虎二十来岁 身材不高 但很粗壮 脖子上带着一条金链子 陈阳哑然 这个经纪人 怎么有些不靠谱的感觉 李山喜交代了阿虎几句 开着机动三轮下山了 只留下陈阳和大妹两个人 李叔怎么走了 陈阳有些傻眼 他以为李山喜 会跟他们一起的 陈哥 我爸还有事 自然不会待在这里 不过你放心吧 有我在呢 大妹开始收拾行李 二人要在这里常住 自然要准备很多东西 就咱们两个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大妹头也不抬 我十五岁 就跟着我爸干买卖了 外地也没少去跑 他麻溜地收拾好房间 然后拿着自己东西 去了另外一间 场地很大 房间也很多 十几个人都能住得下 陈阳还是有些不放心 近山收获可不是在外面 随身都要带着现金 毕竟人家果农 是要现场结账的 他现在带着十几万的现金 这么多钱 放在场地很不安全 正四辆间 阿虎骑着摩托车三轮过来了 大妹 陈阳 我带你们去吃饭了 大妹简单收拾了一下 锁上了房门 陈阳则随身带着包 里面装着现金 大妹看了陈阳一眼 嘴角露出了笑容 但也没说什么 二人上了阿虎的摩托车 摩托车没有牌照的 在山区骑行基本上 也不需要上牌照 反正也没交警来查 阿虎载着二人 来到了村子里的小饭店 山里有几十户人家 住的都很分散 这家也是山里唯一的饭店 阿虎下车 跟老板娘打了个招呼 要了几道菜 开了几瓶啤酒 三杯酒下肚 二人也就熟络了 虽然饭店不大 但菜的分量十足 价格也实惠 阿虎看起来有些不靠谱 但直来直去 很是豪爽 两瓶酒过后 二人已经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了 兄弟 不是哥跟你吹 以前哥干走私的那会儿 手上是金山银山的过 穿的那是意大利名牌 开的都是宾市宝马 哥当年去缅甸赌场玩 一晚上输赢 都是十万起步的 小兄弟 我看你是个实在人 以后想要发财的话跟哥干 哥带你飞黄腾达 这点小钱算什么 哥干的都是大生意 阿虎明显有了醉意 说起来更是天花乱坠 陈阳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一旁的大妹只是低头吃菜 时不时地撇撇嘴 一顿饭吃了近一个小时 阿虎还有些意犹未尽 直到大妹翻白眼了 这才起身结账 大妹去小卖部买了点米面油粮 和一些生 用品 阿虎这才在这二人回到了仓库 老弟 晚上哥带你去开开眼 阿虎挤了几眼 开开眼 陈阳有些不解 阿虎悄悄地在他耳旁道 这边来了很多南越老举 性格温讯还水灵 阿虎 你够了吧 赶紧滚 可别带坏了陈哥 大妹忍无可忍 吼了一句 听到大妹发话了 阿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骑动摩托车离开了 陈哥 阿虎不是个好人 你可千万不要跟他选 大妹抱怨了一句 果然有些不靠谱啊 陈阳自言自语 他也不坏 只是能吹嘘三平九下肚 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早先是有些家底 但早已经败光了 他说的话 你听听就行 不用当真 不过 这个人做事还行 没有坏心思 你大可以放心 大妹补充了几句 哦 陈阳点了点头 不说话了 还有 不要出去都带着钱 你可以放在阿虎那边 是很安全的 大妹笑了笑 他也看出了陈阳有些紧张 是吗 陈阳还是有些不愿意 早年的确有这么个规矩 财务什么的 可以放在经纪人手中 靠谱的经纪人 也不会贪摸你的财务的 不过 看到这个阿虎 陈阳觉得 还是放在自己手中为好 见他不信 大妹也不说什么了 拿东西去洗漱 准备睡觉了 陈阳见状 也拿了洗漱用品 去水池边洗漱 人生地不熟的 他也只能依靠大妹了 洗漱过后 大妹搬了两张椅子 然后烧了开水 冲泡了两杯花茶 二人就在院子里聊天 大妹十五岁 就跟着父亲做买卖了 贵省境内也没少跑 对于贵省境内的药材 产地分布如数加珍 陈阳也难得碰上一个活地图 当下也认真求教起来 大妹自然是有问必答 二人越谈越投机 开始的时候 是陈阳问 大妹答 后来 基本上都是大妹问 陈阳答 她似乎对陈阳的事 很感兴趣 陈哥 你有女朋友吗 大妹睁着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问道 陈阳摇了摇头 之前倒是有个张珊珊 不过已经没了来往 现在的她 的确没有女朋友 我不信 大妹摇了摇头 笑道 你这么靓仔 怎么会没有女朋友 那你呢 有没有男朋友 陈阳不打反问 大妹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你看啊 你没有男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不如咱俩凑合一下算了 陈阳笑盈盈地看着大妹 闲来无事 挑逗一下小姑娘 也是一件恶事 讨厌了 大妹伸手打了一下陈阳 眉眼间满是羞意 陈阳笑笑不语 大妹虽然瘦了一些 皮肤也黑了一些 但五官很精致 尤其是那双大眼睛 渐渐地陈阳发现 大妹眼神有些不对劲 似乎多了一种柔情 呃 陈阳心头猛跳 暗暗感觉不好 大妹啊 啥叫南院老爵啊 陈阳故意问 大妹忍不住脸蛋一红 挨了陈阳一眼 扭头就走 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看样子是生气了 女人啊 陈阳耸了耸肩 摸出一根烟 点着抽上了 忽明忽暗的烟头 抽了个寂寞 第二天一早 大妹早早地起床 煮了米粉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一切都是大妹的习惯 陈阳跟大妹打了个招呼 后者点了点头 简单用过早饭 阿虎开着一辆三轮车过来了 今天他要带着陈阳去收获 大妹则留守场地 山里大部分人家都有果树的 阿虎带着二人一家一家的跑 山里道路崎岖 果农们也住得分散 东一郎头西一棒锤的 近来就会被绕晕 这里就看出来阿虎的重要性了 谁家有货谁家没货 人家是一清二楚 一找一个准 有他带路 陈阳也轻松了很多 有的人见陈阳是外地人 想要做的起价 不过被阿虎两眼一瞪 啥也不敢说了 不过这里的产量还真的不大 一上午的时间 两人只收了一车货 收到的都是新鲜果子 要进一步晾晒才能打包 鲜果子现在也涨价了 好的要五块钱一斤 差的四块多 大概四斤左右 能够晾晒一斤成品 一车货近一千斤 陈阳就花出去了四千多 回到仓库 大妹麻溜的动手 将所有的果子 暴晒在硬化地上 鲜果收过来以后 要把树叶枝叶杂草什么的 挑选一下 大妹闷声不想干活 看着小姑娘 自己挥汗如雨 陈阳有些过意不去 卷起袖子准备帮忙 陈阳 你歇着吧 我自己就行了 大妹头也不抬 自己忙活 陈阳哪里好意思 可干了一阵 发现大妹干得又快又好 自己干得乱七八糟 人家回过头来 还得再干一遍 好吗 纯属添乱 陈阳 你去歇着吧 这里交给我就成了 大妹脸上露出了笑意 陈阳也不再坚持 帮忙不成 反倒成为累赘了 大妹也不以为意 她打小就开始干活 这种活都是干惯了的 陈阳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没有出过力 一千金鲜果 大妹用了半个小时 就收拾好了 然后铺设在硬化地上 以现在的阳光强度 基本上一两天的时间 就能晾晒个七成干 一般的成品 也就七成干左右 不能十成干 十成干的话 八角就异常脆弱 运输过程中 很容易就变成了碎渣 碎渣可不值钱了 一千金的鲜果 能出二百来斤的货 加上水电场地 和经纪人的费用 每斤的成本 大概二十块钱左右 现在的市场价是二十四 还是很有砖头的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只是觉得货量有些低 大妹似乎看出了 陈阳的想法 当下笑了笑 陈哥不用担心 咱们这才刚刚开始呢 很多果农并不知道 这里重新开张了 等过几天 他们都知道了 产量一下就能上来了 对山里的果农来说 与其把货送到外面 还不如便宜点 卖给这里的场地 大妹倒是很有信心 希望如此 陈阳点了点头 接下来似乎印证了大妹的话 前三天的收获量 也就一千斤左右的鲜果 但第四天 一下子涨到了五千斤 山区的果农都知道 附近开了一个厂子收获 给的价钱也不低 还是现钱 大家纷纷把自家的货送来 陈阳自然也是来者不拒 每天上货量大了 大妹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招了几个小宫 随着场地的知名度提高 周边果农的卖货需求 也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第五天 第六天 场地的收获量 就突破了一万斤 十来天 陈阳的场地 就收了四万斤鲜货 成品能有一万来斤 一百来包 平均每天四千来斤鲜货 实在是太少了 外面那些大场地 每天能收几万斤的鲜货 三两天就能出一车成品货 不过陈阳倒是很满足 有多大的碗 吃多少饭 场地大 需要的资本也大 场地小 投资也少 不过现在还有个严峻的问题 摆在面前 他手中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不过可喜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八角的价格也持续上涨 已经达到了二十五块多 这一百来包货卖出去 也能有五万块的收入 摆在陈阳眼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是装车回家 坐等升值 二是把手中的货先卖了 换成现金流 然后继续收获 打一枪就走 还是以战养战 陈阳果断选择了后者 现在的行情很好 过早的退出 实在是太可惜了 陈阳拿出电话 开始联系认识的外地老板 之前在集市上晃有 搭讪婚联书 也不是没有目的的 他第一个联系的 就是大老刘 刘老板 我陈阳啊 我现在某某村岛加工呢 手中有一百来包货 小陈 你手中有货啊 太好了 你等着 谁也别卖 我马上就过去 最近一段时间 大老刘也在收购点收货 收购点虽然出货量大 但在这么多人面前 依然是杯水车薪 大老刘的经纪人蒲高 虽然能量大 但手中的客户也多 所以也不可能 每个都照顾到 大老刘的缺口很大 得知陈阳手中 有一百多包八角的时候 大老刘马上赶了过来 大妹做事认真 晾晒的货成色好 分量足 价格还不贵 大老刘当场拍板 以25块的价格 直接拿下 接下来给钱装车运走 临行前 大老刘告诉陈阳 让他继续搞货 有多少他要多少 就算他吃不下 也会介绍别人过来的 有了大老刘的保证 陈阳也就松了口气 接下来 他就可以在这里立足 以战养战了 而不是打一枪就跑了 陈哥 你真厉害 大妹也十分的高兴 人家一个电话 就迈出去了 李家跟他合作 真的是找对人了 十来天的时间 就赚了五六万 呵呵 陈阳笑了笑 只是行情好而已 否则 大老刘又怎会瞧得上 他的这点货 不过 也从侧面 是证明了这条路有门 他可以在这里 以战养战 今天给小公伦放假 关门 叫上阿虎 咱们去镇上庆祝一下 赚了钱了 陈阳自然要大方一下 犒劳一下合作伙伴 小山村里面 自然也没啥好吃的 陈阳决定去镇上转转 摸出手机 给阿虎打了个电话 阿虎那边 听到陈阳请吃饭 自然是喜笑颜开 大妹也点了点头 给小公们结算工钱 让他们先回家了 明天继续过来 嘟嘟 这里 阿虎穿着一件花衬衫 带着一条大金链子 在车上招手 南越相邻 水车也遍地都是 不值什么钱 陈阳嘖嘖的两声 转圈看了几眼 他对这些古董机车 还是挺感兴趣的 上一世就收了一辆 长江七五零 老弟啊 今晚上听哥的安排 保准让你舒坦 那什么 我做东 阿虎拍着陈阳的肩膀 嘿嘿笑道 他是陈阳的经纪人 陈阳赚钱 他自然也跟着赚钱 最近 陈阳收了不少货 他也入账了不少钱 虎哥 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做东 我请你喝酒 说啥呢 来了这里就是 我阿虎的客人 主人在 哪有客人花钱的道理 阿虎摇了摇头 这个人还是豪爽的 晚上没事的时候 也没少找陈阳 去村口喝酒练摊 所有的花销 都记在他的账上 虎哥 这次我来 不能老是你请 再说了今天赚钱了 林我请 陈阳坚持 好 你请吃饭 我安排其他的项目 阿虎黑黑一笑 露出了你懂的神色 阿虎 你少来 带坏了陈阁 大妹走了出来 阿虎和陈阳 都眼前一亮 小妹妹 似乎刚洗过澡 换了件连衣裙 头发披散着 还化了点妆 不是 这是大妹吗 陈阳稍微有些惊艳 她跟大妹 认识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这姑娘 在场地里 也是一副假小子的打扮 今天忽然打扮成了女孩 还真有些受不了 妖 妹妹 这是咋了 春心萌动了 阿虎打去道 滚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大妹瞪了阿虎一眼 后者黑黑一笑 不说话了 上车 上车 阿虎招呼着二人上车 陈阳坐了后座 偏逗留给了大妹 阿虎驾车 开出了山区 来到了镇上 镇上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 吃喝玩乐一条龙 外地老板的到来 让这个小镇热闹了起来 老爹 想吃啥 阿虎把车停了下来 大妹 你想吃啥 陈阳又把问题 抛给了大妹 大妹是个后道人 指着一家海鲜排档说 咱们吃海鲜吧 贵省就在海边 海鲜自然也不贵 进了大排档 陈阳进去点菜了 虽然只是个小摊位 但海鲜品种可不少 龙虾 鲍鱼 石斑 应有尽有 一条东兴斑 三只青龙 一斤鲍鱼 要六头的吧 林林总总 点了十来个菜 怎么的也得小一千 陈阳也不是小气人 既然是请人吃饭 自然要让人家吃好 毕竟以后 还要继续合作 阿虎要了一桶 扎皮摆上了 吃海鲜就要配啤酒 少青 海鲜上来了 看到菜品上来 阿虎就知道 陈阳这个人不小气 叫的可都是英才 兄弟是个爽快人 啥也别说了 咱们喝酒 我先干为敬 阿虎举起了啤酒杯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好家伙 陈阳连连咋舌 这可是三斤的大杯啊 他可没这么大的本事啊 三斤扎皮灌下去了 阿虎除了肚子大了一点 其他似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陈哥 别理他 这家伙就是个酒囊饭袋 大妹撇撇撇嘴 举杯跟陈阳碰了一下 陈阳也从善如流 和大妹随意喝了点 意思了一下 拼酒 他肯定不是阿虎的对手 爽 阿虎又灌了一杯 一桶扎皮十来斤 恐怕还不够他自己喝的 三斤扎皮下肚 阿虎打开了话匣子 又说起以前的英雄往事 有了大妹的提醒 陈阳也就没那么惊奇了 这时 几个年轻人 有说有笑的 走进了海鲜大排档 为首的是个年轻人 在他的身边 还有个高挑的女孩 黑丝长腿 十分的显眼 一帮人 就挨着陈阳 这一桌坐下了 阿虎的眼睛 一下子直了 陈阳也下意识地看了几眼 当他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 忍不住愣了一下 这女孩 有些熟悉啊 老爹 这妹子够亮 要不咱们去勾搭勾搭 阿虎搭着陈阳的肩膀 黑黑了几声 陈阳正在想 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女的 也没当回事 只是随口恩了一声 阿虎摸了摸光头 正要上前搭讪几句 桌子下 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 他的脚背上 哎呦 阿虎脆不及防叫了一声 抬头就看到 神色不善的大妹 灯饰干笑了几声 眼气息鼓了 她是靠舅舅李山洗起家的 所以对舅舅一家 还是很尊敬的 大妹瞥了陈阳一眼 见她一副 若有所思的样子 忍不住哼了一声 阿虎这边的动机 很快引来了灵珠的注意 当那个女孩 看到陈阳的时候 忍不住挖了一声 陈阳是你吗 女孩站了起来 说的正是地道的阳线话 张珊珊 陈阳这会儿 才想起来 眼前这个人是谁 她就是张伟汉的女儿 也是自己的前女友 哦 陈阳点了点头 哦 好巧啊 上一世 父亲死后 陈家跟张家就断绝了关系 陈阳都不记得 张珊珊长得什么样了 现在 见了也没啥子感觉 珊珊 她是谁 张珊珊身边的年轻人 上下打量了陈阳几眼 张珊珊迟疑了一下 有些不好开口 她跟陈阳谈了两年多 马上就要订婚了 可惜陈川一死 张 家就不再提这一茬了 把女儿送到了 乔城亲戚家的店铺 然后勒令女儿 不再跟陈阳来往 张珊珊心中自然有些不舍 但架不住父母的再三劝阻 只得断绝了跟陈阳的来往 大半年了 这还是二人第一次见面 这是我林家哥哥 陈阳 张珊珊含含乎的说了一句 林家哥哥 陈阳哑然 对于张家 她不讨厌 忘了也就忘了吧 原来是阳县的同行啊 老板 给这一桌天一打啤酒 算我的 年轻人原本想说 把这一桌算在她账上的 可看到这一桌海鲜价值不菲 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邻居而已 她何必摆那么大的阔气 不用破费 陈阳摆了摆手 见陈阳不领情 年轻人有些不高兴了 端着酒杯凑了上来 介绍道 我叫秦磊 乔城秦记调料行 那就是我家的 你既然是珊珊的哥 那以后就是一家人 来 来 咱们先喝一杯 说着一仰头 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 陈阳看了她一眼 心中有些不爽 初次见面 大家又不熟 喝什么酒 再说了 谁跟你是一家人 如果你秦磊诚心来认识朋友的 他倒也不介意喝一杯 不过 这货明显不诚心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冷笑 将啤酒杯盖上了 喝不着 没必要 重生以后 他不会委屈家人 也不会委屈自己 看到陈阳不喝 秦磊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 笑道 珊珊啊 你这个邻居哥哥不给面子 他是乔成的 陈阳是阳县的 他跟陈阳喝酒是给面子 陈阳居然不喝 这让秦磊十分的不爽 张珊珊大为尴尬 一个是前男友 一个是正追他 两个人遇到了自然不对付 秦磊 你别为难他了 他不太会喝酒 张珊珊给陈阳圆了一句 他也不想二人起冲突 是吗 秦磊眼睛眯了起来 其实他早就发现 张珊珊看陈阳的目光有些不对劲 所以才上来试探一下 果然 这个女的开始维护陈阳了 呵呵 秦磊笑了 笑容很冷 兄弟们 我秦磊的面子小 人家不给面 这样吧 大家都过来给这位哥台个酒 台酒是乔成化 意思就是晚辈给长辈敬酒的礼数 不过用在这里 肯定不是礼数了 秦磊招呼了一下 几名朋友都凑了上来 把陈阳这一桌围了起来 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神色 秦磊 你干什么 张珊珊扯住了他 没干什么 秦磊笑了笑 道 就是想跟这位哥喝个酒 就看这哥们给不给面子了 不跟你喝酒 就是不给面子 这个秦磊 有些没事找事啊 陈阳冷笑了一声 对不起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不熟悉的人不喝 他不想多事 但也不怕事 说得好 阿虎嘿嘿一笑 你算个锤子 用得着给你面子 秦磊有些皱眉 因为阿虎是个本地人 老兄 我们跟同乡喝个酒 跟你也没啥关系 我的经纪人是长矛 给个面子 出门在外 他不想招惹本地人 阿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骂道 砍家产 给你马的面子 说着站了起来 脱掉了衬衫 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之前他就看这个秦磊有些不爽了 不过看在陈阳相亲的份上 他也没说什么 这会儿 看到别人欺负陈阳 阿虎哪里还忍得住 陈阳是他的客户 是他的财神 如果有人当着他的面欺负陈阳 阿虎的脸往哪里搁 青龙过剑 这是惹到混子了 秦磊的脸有些变了 出门在外 最不能招惹的 就是当地混子 误会 误会 我这是跟邻居哥哥开玩笑呢 秦磊急忙过来熄火 并搬出了自家的经纪人 长矛也是个流子 不过现在转行当经纪人了 还算一个照得住的主 误会啊 好 干了这一桶 我就信誓误会 阿虎抓起地上的扎皮筒 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 秦磊瞬间傻眼 这一桶十来斤呢 他撑破肚子 也干不掉啊 这边的动静 瞬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怎么回事 老板也出来了 但看到 是本地人打外地人 也就不说话了 还是那句话 外地人甭管在牛逼 来到了这里 都是孙子 哥 我真的不行 秦磊陪笑 是吗 阿虎笑了笑 拿起盘子 啪的一声 砸在了他的头上 不行 你装他们什么臂 消遣老子吗 秦磊头被打破了 鲜血瞬间流了出来 看到秦磊被打 几个年轻人都傻了 谁也不敢动 张珊珊也吓傻了 他没想到是这种后果 有人开始打电话了 虎哥 这是 看着血流满面的秦磊 陈阳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虽然他也觉得 秦磊有些讨厌 但也不至于挨打 老爹 这里没你的事情 是他惹到我了 阿虎只是冷笑 大妹扯了陈阳一把 低声道 陈哥 你别说了 阿虎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陈阳转念一想就明白了 秦磊是乔城人 自己是阳县人 今天他在这里折了面子 回去肯定会找陈阳 阿虎这是要把事情揽过去 变成了两人的恩怨了 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陈阳还是有些担心 大妹不以为然 打个外地人而已 能出什么乱子 陈阳不说话了 片刻功夫 一群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是三十多岁的青年 留着一头长发 谁动脑子的客户 长毛叫嚣着走了过来 当他看到赤裸上身的阿虎时 忍不住愣了一下 虎 虎哥 是你啊 长毛脸色有些不自然 阿虎以前在这边也是很想明的 只是后来败露了而已 想当初阿虎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 长毛还是个弟弟 阿虎头也不抬 似笑非笑道 这不是瞎仔弯吗 什么时候改名了 我正纳闷呢 这条道上 什么时候多个长毛哥了 瞎仔弯看了一眼满头鲜血的秦� 心中有些犹豫 秦磊是他的客户 现在被打了 他要是不站出来说两句 恐怕说不过去 虎哥 不知道这小兄弟 怎么得罪你了 瞎仔弯小心翼翼地问道 怎么得罪我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在瞎仔弯的耳边说了几句 原来如此 瞎仔弯明白了过来 原来秦磊先招惹了的阿虎的客户 这秦磊也真是的 你招谁不行非要招阿虎的人 虎哥 小孩子出来扎刀不懂事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计较了好不好 今晚上消费我买单 这事就算了吧 瞎仔弯觉得 因为这点事跟阿虎干番 有些得不偿失 你说算了就算了 阿虎丝毫不给瞎仔弯面子 那你想怎么办 瞎仔弯也有些不高兴了 面子是大家给的 我给你面子 你也不能不给我面子 阿虎指着陈阳 这是我兄弟陈阳 让你的人道歉 这倒是可以 瞎仔弯一把扯过秦磊 低声说了几句 后者急忙低头道歉 哥 对不起啊 他这次才知道 自己踢在了铁板上了 不过也不要紧 反正陈阳还是要回阳城的 等到他回到阳城 一切都好说了 小子 阿虎四笑非笑道 你记住了 只要我兄弟有什么事情 我就会找你和你的家人 除非 你们一辈子不过来了 秦磊心中一灵 急忙道 不敢 不敢 八角是他们家的主营产品 玉林这边 又是八角的主要产地 无论如何 都是绕不开的阿虎的 赶紧滚 阿虎不客气地骂道 秦磊一行 回溜溜地走了 长矛也客套了几句 结账走人 张珊珊气气哀哀地走在最后 他真的很想 跟陈阳说几句话 但又怕回去 被秦磊抱怨 这是我的电话 在餐厅纸上 留下了一行数字 张珊珊接着飞快地离开了 一群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老板马上让人收拾卫生 接着摆上 似乎对这种事情 也是司空见惯了 小滩上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人家给你留电话了 你不看看 大妹邪逆了陈阳一眼 不必了 陈阳摇了摇头 碰到张珊珊 只是个意外而已 她真的不想 跟这家人 再有什么瓜葛 哦 大妹点点头 顺手拿起那张餐巾纸 擦了擦桌子 老爹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 喝酒喝酒 阿虎拍了拍陈阳的肩膀 他早就看出来陈阳 跟那个小姑娘 关系不一般了 应该是有一腿的 本来很高兴的一件事 被秦磊这么一打岔 陈阳就没了心智 阿虎却兴致不减 喝了一杯又一杯 还嚷嚷着带陈阳 去散散心拜拜火 大妹忍无可忍 给了他一巴掌 阿虎瞬间歪倒 在地上呼呼呼大睡了起来 阿虎喝得宁顶大醉 自然是开不了车了 二人只能把他先安顿 在一家旅馆 你是回家还是回场地 陈阳问道 话说大妹吃住都在场地 也有十来天没回家了 大妹家里 这里也不是太远 怎么 这么着急把我送走 大妹瞟了陈阳一眼 这话不好接啊 陈阳发动摩托车 大妹没有坐偏痘 而是坐在了陈阳的身后 双手抱住了她的腰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技术 陈阳有些不解 坐偏痘不舒服吗 是啊 我怕你把我甩出去 大妹贴在她的背后 呵呵 陈阳笑了笑 两室为人 她可是老司机了 偏痘三轮 小意思了 轰轰 陈阳轰了几下油门 驾驶着偏痘三轮 驶出了小镇 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 可一进了山老司机 就有些手忙脚乱了 有好几次险些翻车 毕竟这玩意 在平地上跑 和在山路上 跑是两回事 最后大妹实在看不过去了 主动接下来驾驶任务 陈阳这才意识到 大妹的先见之名 要是坐偏痘的话 恐怕早就被甩出去了 于是乎 她也坐在后座上 双手紧紧地抓住把手 大妹毕竟在山里长大的 对于山路的路况 十分的熟悉 一路平稳驾驶 回到了场地 了不起 陈阳竖起了大拇指 大妹鸣嘴一笑 心到这算什么 三轮车可是 山里的主要交通工具 是个孩子都能骑得转 简单收拾了一下 泡了壶茶 二人就躺在院子里乘凉 陈阳抬头看着头顶上的星星 心思忽然一下飞了出去 陈哥 那个女孩 不是你邻居这么简单吧 瞧她看你的眼神 肯定是有问题的 大妹忽然问起了这个 今天的事情 全都是因为这个女孩引起的 而且 这个女孩看陈阳的眼光 明显有些问题 都是过去的事情 陈阳也懒得提起 要不是今天偶然碰到了 她都险些忘了这个前任 我猜是人家甩了你吧 大妹似乎来了兴趣 算是吧 陈阳点了点头 说说 怎么回事 我看那个叫秦磊的 也不比你强多少 大妹追问道 陈阳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却见她双目晶莹透亮 似乎很想知道 好吧 长夜漫漫 闲来无事 就当是哄大妹开心了 陈阳简单地 把两家之间的事情 解释了一下 这样啊 大妹心中 忽然闪过了一阵难过 虽然二人认识的时间不短了 但陈阳很少提及自家的事情 原来 她家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 也难为这个大男孩了 又要还贷款 又要养家糊口 还有供养母亲和妹妹 陈哥 你真的很棒 大妹由衷地说道 男人被甩了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人甚至会一蹶不振 大妹可不想看到 陈阳饱受打击 她觉得自己应该鼓励一下 无奈小妹妹文化不高 也说不傻大道理来 谢谢 陈阳怂怂肩 前世的时候 她就相当棒了 这次重生 她必须要更棒才行 养家糊口什么的 只是顺手而为 杨哥真正的目标 那可是星辰大海 那姑娘 离开你是她没眼光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 其实 你真的很棒 大妹很认真的说道 扑吃 陈阳喝茶的时候 险些就喷了出来 前半句还让她有些释怀 但后半句 不是 哥哥我妄自菲薄了 一个张杉莎而已 她至于妄自菲薄吗 哥 你放心 以后你肯定会找到 比她更好的女孩的 大妹脸上有些羞意 陈阳下意识地看了大妹一眼 心中哑然而笑 那还真见你急言了 如果我找到了 肯定会给你发喜帖的 大妹忽然就不高兴了 茶水也不喝了 起身就去了房间 然后砰个一声 关上了房门 脾气还不小 陈阳笑了笑 眼神望向了天空 上一世的时候 她身边的确有这么一个女人 可是这一世 陈阳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碰上 第二天一早 陈阳被机器的声音吵醒的 小宫们已经上宫了 大妹全副武装 正带着他们干活呢 阿虎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来到了场地外面 正跟那些送货的果农掰扯呢 场地开业近两周了 周边的果农 也都知道了这个收获点 掀果下来后 他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来 陈阳暗叫惭愧 昨晚上畅想人生的时间有些长 一觉醒来都已经是天亮了 醒了呀 看到陈阳过来了 阿虎咧嘴一笑 陈阳点了点头 开始验货收获 然后开票给钱 三个人是有分工的 阿虎负责找货宣传 出面跟这些果农打交道 陈阳负责收获验货给钱 大妹负责收储 和指挥小宫干活 三人手中各有一本账 算账的时候 三人要对账 今天的货收的不是太多 只有两千来金 陈阳也没说什么 毕竟果农们 不是每天都会下地收鲜果的 可一连几天都差不多这个量 甚至有一天还放了个空军 一两货也没收到 怎么回事 陈阳有些疑惑了 阿虎皱了皱眉 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接着满脸阴沉地走了过来 最近两天 外面的友人在高价收鲜果 有不少果农 把货运出去卖给了他们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样啊 陈阳揉了揉太阳穴 麻烦上门了啊 他们出了多少 大妹问道 五块五 陈阳点了点头 这片地区 每天鲜果的产量不大 也就四五千斤左右 在平均到十来户人家手中 每家也就三五百斤 每斤高五毛的话 那也是一二百块钱 有些果农自然有想法了 咱们也提高五毛 陈阳很快做了决定 虽然提高五毛钱 利润会减少一部分 但为了保住货源 也没其他的办法 阿虎点了点头 开始打电话通知果农 听说这边也给了五块五 果农们自然乐地就近销售 一时间新场地 又开始忙碌起来 可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外面的价格又变成六块了 这下果农们 又纷纷来到场地提意见了 他们的意思也很简单 外面都给六块了 你也得给六块 否则我们就不卖了 六块 陈阳皱了皱眉 现在大行市是每公斤二十六块钱 四公斤八角能出一公斤左右 光是先货的成本就要二十四块 加上手续费人工费水电产地 根本就莫得赚 外面的人怎么就敢出这个高价呢 陈哥 我们跟不跟 大妹有些茫然了 这个价格已经接近成本了 跟的话 两家算是白忙活 不过 要是不跟的话 这些果农肯定不会再卖给他们了 咱们不跟 从今天起 不收货了 他们爱卖给谁卖给谁 陈阳哼了一声 他来这里就是赚钱的 是搞原始积累的 不赚钱 难道要靠爱发店吗 六块钱 他撑不住 但外面的人更撑不住 他们收了货 还要送到别的场地加工 还要承担运费 再说现在 距离八角大批量下货 还有段时间 按照以往的经验 每到大批量下货前 总会有个下跌的空间 陈阳赌那些人根本撑不住 听到陈阳放弃收货 大妹心中倒是松了口气 毕竟赔本的买卖 他也不乐意干 老弟 你真的不愿意收了 阿虎问道 暂时不收了 陈阳点了点头 接着抱歉道 实在不好意思了 虎哥 不过 你不用担心 过了这段时间 咱们还是继续 阿虎是经纪人 货收得多 他的提成也就多 咱们兄弟 别说这些 守不住货是我的责任 阿虎摆了摆手 接着冷笑道 不过老弟你放心 这里的货 还是你的 我会让那些家伙付出代价的 虎哥 你可别为难那些果农 陈阳以为 他要对那些果农动手 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人家果农也没犯错 谁给的价格 高卖给谁 没毛病 放心吧 阿虎拍了拍陈阳的肩膀 笑咪咪道 乡理相亲的 我自然不会为难他们的 我会让那些家伙付出代价的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规矩 第二天 阿虎找来几个年轻人 把停在村口的大车给扣下了 然后又开了一辆车 堵在了村口的路上 这条路是通往山上的 唯一一条大路 他这么一堵 外面的人进不了 里面的人出不去 阿虎啊 你这是搞什么啊 山里有些香熟的果农问道 没干啥呀 阿虎悠哉悠哉的抽着烟 阿虎啊 咱们多年的交情了 有货也是紧着你 现在你那边的老板不要了 我们也只能送给别人了 阿虎 现在外面给六块 你们这边只给五块五 你也不能让我们吃亏啊 就是啊 阿虎啊 有一说一 陈老板给的价太少了 要不然你回去跟他说说 再加点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诉苦 诸位 阿虎站了起来 笑眯眯道 我阿虎呢 打小也是在这里长大的 大家都是我的左邻右鞠 我坑谁也不能坑你们啊 我今天是来要帮你们的 帮我们 众人忍不住面面相去 阿虎这小子 打小就不是什么好鸟 要说坑他们 他们信 帮他们 也就呵呵了 诸位叔叔大爷 哥哥弟弟 我阿虎以前混账 但现在改了 你们说说 最近我亏待过你们吗 众人议论纷纷 以前的阿虎的确是个混蛋 不过 最近一段时间 阿虎帮着陈老板跑前跑后 给的价格也公道 还真没亏过他们 可现在你把路栏上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明摆着 不让他们把货卖出去啊 阿虎 你究竟想干啥 有人忍不住要问了 新厂地开业 是我阿虎努力的结果吧 陈老板也是我找来的吧 自从新厂地开业后 大家推着板车 就把货卖了 人家也当场给钱 不拖不欠 你们也不必起早贪黑 赶一百多里山路 把货送到集市上的收购点 受外面老板的盘剥 也不用担心 人家不给钱吧 阿虎每说一句 众人就点点头 的确 新厂地重开了以后 他们也方便了很多 这时阿虎的确有功劳 现在他们抛开阿虎 把货往外卖 的确有些过河拆桥的意思 阿虎啊 你的功劳 大家都看着呢 等忙完这段 我们肯定不会忘了你的 要不大家凑凑 给阿虎点提成 咱们也给一毛 有人开始缓和矛盾 多半是阿虎 没捞到好处 在这里发牢骚 不不不 阿虎摇了摇头 我是干经纪人的 经纪人吃的是谁 是老板 不是你们 这是规矩 不能破 别说一毛 就算是一块 我阿虎也不能收 这话一出 众人都傻眼了 给钱都不要 这阿虎是要闹哪样 阿虎啊 你究竟想干啥 有人忍不住问了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我阿虎 既然是经纪人 自然要吃老板了 你们想卖多少钱 我不管 但买你们货的人 必须通过我的收 也要给我手续费 这是规矩 阿虎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这 众人再次议论纷纷 他们以为阿虎想要 从他们身上捞一笔 但现在看来 人家想从买货的身上 捞一笔 这跟他们也没什么冲动 反正是老板们掏钱 他们该得多少就是多少 当然 我这个经纪人 也不是白当的 他们不给钱 客扣你们的货 欺负你们 我阿虎替你们出头 我可以保障 你们的权益 阿虎亮出了杀手锏 货呀 众人都眼睛一亮 这感情好啊 说实在的 这些年 他们把货卖出去 可没少说 外面老板的盘剥客扣 明明是一车好货 人家偏偏说是次等货 明明值五百块 人家就给四百 你爱卖不卖吧 最近周边老板 收货不还价 那也就是行情好 要是行情差了 人家还会跑这么远 收他们的货 阿虎 你说得对 我家就交给你了 阿虎 你说咋办 就咋办吧 反正我只要六块钱就成 阿虎 人多力量大 有你在 我们也不怕坑了 众人纷纷支持阿虎 这种事情 对他们还是很有利益的 很好 阿虎满意地点了点头 打电话让你老板过来 否则这车就走不了了 司机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叫人 很快 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村口 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长发披肩 居然就是长毛 虎哥 你这什么意思 长毛脸色有些不自然 最近一段时间 八角涨价厉害 仙国也是功不应求 长毛的场地 根本就收不上仙货 没有仙货 自然也就留不住客户 对此 秦雷等人一直都在抱怨 长毛也没办法 只得满世界花大价钱 找仙国 好容易 从一个山嘎拉找到了货 才收了没几天 就被人给打断了 而且这个人正是阿虎 哟 阿虎站了起来 似笑非笑道 瞎仔弯 可以啊 鸭子伸到 鹅盆里抢食来了 告诉你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快见了 经纪人都是有地盘的 一般情况 是不允许跨区域收获的 这里是阿虎的地盘 长毛自然知道 所以他也没明着来 只是以高价吸引果农 把货运出来 阿虎 我可没来你这边收获 是他们运出去 卖给我的 长毛自然是不肯承认了 跨界收获是大忌 会被全体经纪人敌视的 废话少说 阿虎哼了一声 啊 之前的事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从这里收一斤货 就要给我一毛钱的手续费 否则 我让你一两货都收不到 长毛暗暗叫苦 现在市面上的鲜果价格 是五块五 他为了抢货出到了六块 加上运费手续费 妥妥的六块多了 现在阿虎 还要提一毛钱的手续费 不过 为了保证场地的运营 长毛也是忍了 大不了加工的时候 动点手脚 把货做得稍微差点 不至于赔钱 就这样 长毛以高于市价一块的价格 收走了山区的鲜果 阿虎自然也不会便宜他 他在这里 每收一公斤 就要给阿虎两毛钱的手续费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要三毛四毛 反正就这个价 你爱买不买 长毛也只能咬牙吞下 一天两天还好 但一周下来 长毛实在有些吃不消了 他收来的货 也是用来加工的 加工出来的货 价格高 质量差 客户们自然也不乐意了 这个年头 谁也不是傻子 你价格高也就罢了 质量还那么差 一次两次吃亏还行 时间一长 客户们也纷纷转头他人 如此一来 长毛的场地就空了 没了客户 长毛自然也不高价收获了 也懒得受阿虎的鸟气 没了长毛 高价收获来搅局 果农的货卖不出去了 又囤积在手中了 眼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鲜货 果农们有些发愁 不少人又寻思着 是不是把货送到陈阳这边来 可是场地这会儿大门紧闭 陈阳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山里 水潭边 陈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水面上荡起了阵阵的涟漪 过了一会儿 他才缓缓地从小溪里露出了脑袋 好爽啊 陈阳吐了口气 抹了妈脸 这里溪水干净阴凉 没事的时候 陈阳总会过来有两圈 最近几天陈阳十分悠闲 没有货收 场地自然也没什么活干 有什么事 也是大妹照应着 用不着它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吃喝喝 上午睡个懒觉 下午骑车在山里转转 去小河边钓鱼游泳 晚上跟阿虎在村口喝酒练滩 偶尔还会叫上大妹 阿虎来山里搞个野炊 三人喝酒露串 然后听阿虎吹嘘以前的 丰功伟绩 重生过来后 陈阳还是第一次这么放松 嗯 真好 他都有些喜欢这种生活了 陈阳 烤串好了 快点上来吧 大妹在岸边招手 陈阳从水潭里爬出来 大妹递给了他一块毛巾 陈阳擦了擦脸 来到烧烤架前坐下了 烧烤架上面摆满了食材 牛肉 羊肉 鸡肉 还有鱼虾 蔬菜 这些都是大妹烤的 小妹妹手艺很不错 串烤的色香味俱全 给阿虎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喝酒 陈阳放下了毛巾 他 忙着呢 大妹头也不抬 往烤串上撒着调料 香味很快出来了 最近几天 阿虎可没少从长毛的身上赚钱 小妹妹似乎有些不想 打理这个表哥 还是打一个吧 陈阳正拿起手机 这会儿就听到摩托车声音响起 阿虎带着一副太阳镜 光着膀子 驾驶着摩托车 出现在二人的视野之中 这里 陈阳急忙招了招手 好啊 你们在这里弄好吃的 也不叫我 阿虎抱怨了一句 拿起一只烤串就要吃 哎哎哎 谁让你吃的 想吃自己去烤 大妹一把将她的手拍开 然后把串装进托盘 送到了陈阳的面前 陈阳 你吃 火候刚刚好 谢谢 陈阳到了声谢 不知什么时候 大妹改口叫她陈阳了 哎哎哎 大妹啊 我是你表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女生外相啊 女生外相啊 阿虎嚷嚷开了 你闭嘴 大妹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道 你还知道我是你妹啊 那这几天你一个人发财 有没有想过你妹 最近一段时间 场地一分为近账 这阿虎却没少搂钱 小姑娘有些不爽了 嘿嘿 阿虎干笑了几声 虎哥 来喝酒 陈阳开了一瓶啤酒 递给了阿虎 阿虎也不客气 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 潭水就是天然的冰箱 把啤酒泡在潭水里 喝起来阴凉 十分的舒爽 老爹 大妹 别着急 别上火 货马上就有了 阿虎丢掉啤酒瓶 给了陈阳一个 你懂的眼神 哦 陈阳顿时来了兴趣 长毛支持不住了 哈哈 阿虎得意地一笑 那可不是吗 最近几天 他可没少折腾长毛 别人的手续费是两毛 阿虎就要三毛四毛 心情不好 就五毛六毛 反正就这么地价 你爱要不要 长毛撑不住了 手下的客户都跑了 这会儿正暴跳如雷呢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 高价收获了 这些果农们 肯定会把货卖给你的 价格什么的都按原来 怎么样老爹 我够意思吧 谢谢虎哥 陈阳点了点头 这个阿虎做事讲究 要不是他这么一折腾 长毛也不会早早地退出 陈哥 既然果农们又回来了 那咱们也早做准备 明天就开张吧 大妹兴冲冲地问道 暂时先不收 先量量他们 陈阳笑了笑 为什么啊 大妹有些不解 之前价格高 他们收了没利润 现在价格下来了 收了还是有钱赚的 一天不收获 场地就没有收入 呵呵 陈阳笑了笑 也没有解释 老爹 你的意思是压压价 阿虎不解地问道 不 陈阳摇了摇头 淡淡道 不是压价 只是让他们长点教训 我们也不是剪破烂的 未来八角的走势 肯定是供不应求 如果果农们 见外面老板出价高 一股脑把货运出去 陈阳岂不是又要抓下 借着这次机会 陈阳想把这些果农 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老爹 你的意思是 阿虎有些摸不着头脑 跟他们签订购销合同 让他们保证把货卖给我 当然 价格也随行就是 都愣了一下 说实在的 合同这东西 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就算签了合同 我不卖给你 你能咋地 打官司 一个镇上出锦兜的半天 才能来到的小山村 会害怕你一个外地人 这个有些难 我可以试试 不过你别抱太大的希望 阿虎实话实说 他倒是可以帮忙 但也不能左右这么多人 毕竟这些人 也是他的乡亲 如果在陈阳和果农之间 选一个 阿虎肯定会选果农的 毕竟 他指望这些果农赚钱呢 当然签合同 只是一道保障 只是让他们轻易地 不敢毁约而已 咱们其实可以这样 陈阳低声说了一个办法 啊 阿虎眼睛一亮 当下黑黑一笑 没看出来 你小子还挺奸诈的 这个法子好 说不定啊 大家都会心甘情愿地 把货给你 陈阳笑了笑 有些事情不能当小人 但也不能太君子了 该是自己的利益 自然要争取 一连两天 陈阳还是没开门 连带着大妹 也不见了踪影 果农们有些撑不住了 他们找到了阿虎 阿虎啊 陈老板去哪里了 怎么也不见他的收获了 阿虎啊 这几天 家里堆积了一大堆的鲜果 再没人收 只能烂掉了 对啊 阿虎 你跟陈老板熟悉 问问他能不能把我们的货收了 价格还是之前的价格 阿虎啊 这是 你可得上心啊 看着众人 像热锅蚂蚁一般 阿虎笑了 各位 真是不好意思 陈老板不打算干了 人家准备回家了 什么 众人一听都炸了 随着新场地的开业 大大的方便了 这边果农们的生活 大家家门口摘家门口卖 还能拿现钱 现在 陈阳不收获了 他们只能把货送到外面去了 来回一百多里的山路 要忍受收获老板的挑剔盘剥 还未必能够拿到现钱 大家都有些不乐意了 人就这样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这陈老板干得好好的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阿虎啊 你跟陈老板熟悉 你去给他说说 让他继续在这里干吧 就是 我们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他 也省个运出山 去卖给那些收购点了 不少人纷纷劝说 让阿虎出面说情 诸位 咱们这的情况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产量太小 路途太远 别的老板都不乐意过来收获 这些年来一个 走一个 就没有能在这里 待够三天的 好容易 我把人家陈老板请来了 人家不嫌咱们这边偏僻 也不嫌咱们这里产量少 给的价格也公道 让大家门口摘门口卖 拿的还都是现钱 人家对咱们没说的吧 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为了一点银头小利 就把人家给卖了 外面给的价格高 你们怎么不接着卖了 当初是你们执意卖给外面的 现在外面的人不收了 你们卖不出去了 又想卖给陈老板 你觉得人家陈老板会要吗 听到阿虎这么说 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的确 这是 是他们做的不地道 可话又说回来了 他们也就是想多赚点钱 这年头谁嫌钱多 诸位 我知道 大家就是想多赚点钱 这也没错 但坏就坏在你们太贪心了 人家陈老板是个厚道人 也公道 可你们呢 光顾着自己那点银头小利 不让人家赚钱 人家自然不会干了 这事啊 要是我 我也不干 吃力不讨好啊 这次帮了你们解决了问题 下次有人再来高价收货 你们拍拍屁股 就把货卖给人家了 我岂不是白忙活了 阿虎一脸的嫌弃 阿虎 我们也知道错了 你去跟陈老板说说 还是把货收了吧 对对对 只要他不亏待我们 我们也不会亏待他 以后我们的货都卖给他 大家都互相体谅一点 体谅一点 众人纷纷劝说 真想清楚了 阿虎问道 想清楚了 众人争先恐后 以后不会把货卖给别人了 阿虎又问 不卖了 不卖了 以后只卖给陈老板 众人连连表态 经历了这么一出 他们也想明白了 他们是果农 需要的是一个方便 稳定的收购点 外面的人虽然给高价 但这伙人靠不住啊 能靠得住的还的是陈阳 好 阿虎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我就舍了这张老脸 再去跟陈老板商量商量 阿虎 阿虎几句 唯恐他不出力 好烟好酒的没少色 阿虎自然乐的合不拢嘴 里外里 都让他赚到了 很快 在阿虎卖力的劝说下 新场地很快又重新开始收货了 价格还是五块五 有多少收多少 不过 陈阳提出了个条件 让大家签署购销合同 以后这里的货物 必须卖给陈阳 价格随行就是 果农们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新场地的存在 对他们十分的利好 大家相互扶持 合作共赢 在阿虎的担保下 众人纷纷签订了合同 又合同在手 陈阳也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接下来开门收货 积累了几天的存货 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新场地 每天的收货量 都在一万公斤左右 几天的时间 场地就存够了两百包货 陈阳提前给大老刘打电话 大老刘二话不说 马上把钱赚了过来 然后派车过来 把货拉走 就这样 陈阳一边收货 一边卖货 渐渐在这个小山村 站稳了脚 行情一路上涨 八角的价格 也从二十五六 涨到了三十块钱 鲜果的价格 也水涨船高 当然了 陈阳收货 也是随行就市 外面涨价 他也涨价 有钱大家赚嘛 久而久之 也得到了这些果农的信任 期间又有外面老板 来高价来收货了 果农们经历了上次的教训 也都老实多了 外面给的价高不假 但是他们是靠不住的 万一哪天又不收货了 还得回来卖给陈阳 所以大部分果农 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货 卖给陈阳 当然也有心动的 偷偷摸摸地把货运出去 可没走出村口 就被阿虎给拦住了 这次阿虎可没那么客气了 一顿连销代码 老子豁出去老脸 这才把陈老板留下来了 这刚好了没几天 你们又起要额子 还要不要点碧莲 咋的 是陈老板好欺负 还是我阿虎好欺负 告诉你们 既然签了协议 那就乖乖地把货 卖给陈老板 谁要是不老实 就别怪我阿虎不讲究 吓得那些人乖乖地 把货送到了陈阳的面前 陈阳他们不怕 一个外地人而已 协议 那就是一张废纸 我不卖给你 你能咋店 但阿虎他们是惹不起的 惹了这货 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如此一来 就算是外面的老板 掌破了天 小山村的货 依然源源不断地 送到了陈阳的场地 陈阳自然是大赚特赚 资本也从二十来万机 累到了五十多万 陈阳高兴 阿虎大妹也是喜笑颜开 皆大欢喜 七月底 外地的老板也越来越多 几乎每个场地 都聚集了几十个老板 每天出的货 基本上都一抢空 根本就是供不应求 很多经纪人 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了 开始出大价钱收鲜果 无论你是哪里的 只要送到我的场地 我给你高价 还是现前 几个大经纪人带头抢货 其余的人自然也坐不住了 纷纷下去抢货 更有甚者 几个人为了一块果田 大打出手 外面乱成了一团 小山村自然也受到了波及 这一天 几个年轻人来到了场地 既不买货 又不卖货 就那么堵在门口 看样子是来者不善 大妹第一时间给阿虎打电话 阿虎昨晚上喝多了 接到电话后 乌拉乌拉也不知道说了啥 可能还没睡醒吧 眼瞅着阿虎不能出面 陈阳只得走了出来 几位 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吗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 上下打量了陈阳几眼 你就在这里的老板 是 陈阳点了点头 最近 老板没少发财啊 年轻人似笑非笑地看着陈阳 小打小闹而已 陈阳也敷衍两句 年轻人拿出了两个包裹 放在了桌子上 打开来 一包是五捆现金 另一包是两把西瓜刀 这什么意思 陈阳有些不解 年轻人双手抱胸 笑音音道 老板 我们那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交朋友 陈阳哑然 这西瓜刀都带来了 有这么交朋友的吗 几位 我能出来乍到 不懂规矩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海涵 我的经纪人是阿虎 有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找他探 陈阳不吭不悲 阿虎 年轻人吃笑了一声 一个过气的家伙而已 就算他来了 也解决不了 见对方丝毫不切阿虎 陈阳心中猛地一尘 看样子 这次是不好收场了 几位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很简单 年轻人淡淡道 这里有两个包 你自己选一个 第一 拿钱走人 我们接收场地 第二嘛 你也可以选刀 咱们比划比划 陈阳很快就明白了 人家这是要抢抢货源了 先礼后兵 要钱 你走人 不要钱 人家就开打 老板 我奉劝你 还是拿钱走人的好 做人呢 不能太贪 你一个外地人 赚了这么多 也该知足了 年轻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们 这不是欺负人吗 大妹愤愤道 欺负人 年轻人看了大妹一眼 笑道 小妹妹 我们都是以德夫人 从不会欺负人的 陈阳 我们报警 大妹实在是气不过了 好啊 年轻人皮笑若不笑 道 你们可以报警 我们拍拍屁股就走 但是老板 你可要注意了 这里山路多 地方大 万一摔着了 出了个好胆 可就不好办了 威胁之意甚浓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 阿虎的一声怒吼 谁他们在老子地盘上撒野 阿虎骂骂咧咧 扛着一把鸟枪走了过来 看到阿虎来了 大妹这才松了口气 陈阳却眉头紧皱 啪 阿虎 把鸟枪拍在了桌子上 冷冷地看着年轻人 谁看着裤子没砸紧 把你给露出来了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年轻人眼皮也不眨 只是摸出烟来 点上了一根 吐了个烟圈 阿虎 你也算是前辈了 应该知道规矩 地盘是死的 人是活的 实话告诉你 贺老板看上了这块地方 从今往后 这里的货都是贺老板的了 贺老板 听到这个名字 阿虎脸色明显的难看了一些 贺老板也是这边的风云人物 资产千万 财大气粗 他是惹不起这个贺老板的 这一下就尴尬了 当然了 每公斤还是给你两毛钱的提成 场地费用照付 这帮人明显也不想赶尽杀绝 先把阿虎稳住了 阿虎不说话了 这样的话 他倒是没什么损失 只是可惜了陈阳 一旦贺老板接手这里 陈阳自然是干不下去了 这样有些对不起朋友 阿虎有些左右为难 成不成给句痛快话 贺老板那边还等着回话呢 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 阿虎迟疑了一下 看向了陈阳 最近一段时间 二人合作得很好 也很对脾气 让陈阳走 他还真说不出这种话 虎哥你别为难 我走 陈阳站了起来 聪明人 年轻人笑了笑 拿起桌上的钱 塞在陈阳的手中 现在走 还有钱哪 现在不走 以后可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 陈阳 兄弟我对不住你 阿虎面带愧疚 贺老板 他真的是得罪不起 陈阳摆了摆手 打量了年轻人几眼 笑道 这位小哥怎么称呼 宋伟 叫我宋哥就行 宋哥是吧 有件事 我想问一下 你们想要这个场地 真的是贺老板的意思 这当然是贺老板的意思 宋伟神色有些不自然了 他们是贺老板的人不假 但也只是 打着贺老板的人 来这里圈地盘而已 阿虎也起了疑心 贺老板是什么样的人 那可是 家大业大的大人物 干的也都是大买卖 他又怎会看上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信宋的 你该不会是 拿着鸡毛当令箭吧 阿虎脸色沉了下来 贺老板惹不起 但几个歪瓜裂藻的手下 他也没放在心上 阿虎 面子给你了 你别不知好歹 宋伟也站了起来 几名小弟也围了上来 是吗 阿虎眼睛眯了起来 摸起了桌上的鸟枪 他也是好勇斗狠之人 虎哥 别冲动 陈阳摆了摆手 道 宋哥给面子 我得收着 钱 我已经拿了 自然也不会留下来 他不想阿虎为难 也不想他出什么意外 不值得 阿虎迟疑了一下 这才放下了枪柄 宋伟哼了一声 手下的小弟也散了 陈老板 三天 给你三天的时间收拾 三天后 我们回来接手场地 撂下这么一句话 宋伟带着人就离开了 陈阳 你真的要走吗 大妹有些不情不愿 收获虽然辛苦 但也没少赚钱 关键是 他跟陈阳朝夕相处 心中早就有了些情愫 现在陈阳要走了 他自然是舍不得 不走不行啊 陈阳低头收拾行李 这就是出门在外的悲哀 因为你 永远搞不过当地人 多怪阿虎 要不是他不给力 我们至于被人家赶出来 大妹物资有些愤愤 阿虎这货不经常吹嘘自己 如何如何牛逼吗 怎么这次搞不定了呢 呵呵 陈阳笑了笑 哦 这不怪他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这地方比阿虎厉害的人比比皆是 怎么不怪他 他又没什么损失 大妹有些气门 要不 大妹低声道 让我爸想想办法 他爸爸李山喜以前 也有些名声的 虽然比贺老板 什么的差很多 但也不是说不上话 不用了 陈阳摇了摇头 阿虎是李山喜的外甥 人家既然敢来 那就不怕李山喜 再说了 从开始进山到现在 他已经赚了三十多万了 也应该制足了 晚上一起去镇上吃顿饭 叫上阿虎 陈阳摸出了手机 他还有脸吃 大妹心情不美好 对阿虎更是不爽 呵呵 陈阳笑了笑 没有说话 晚上阿虎来了 再这二人来到了镇上 还是那个海鲜档口 阿虎主动要了菜 还开了两瓶白酒 兄弟 我对不住你 啥也不说了 我干了 阿虎开了一瓶白酒 咕咚咕咚对着就吹了起来 搞事情的是贺老板 阿虎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虎哥 陈阳伸手拦下了他 阿虎是个直性子 不拦着他的话 他真的能吹一瓶赔罪 这可是白酒 不是啤酒 吹一瓶还是挺危险的 你拦着他干什么 让他喝死饭了 大妹冷言冷语 这个表妹对阿虎 是各种的瞧不上 大妹 哥哥我真的尽力了 阿虎面带愧疚 胳膊拧不过大腿 谁让人家贺老板 家大业大呢 大妹也不说话了 之前他也联系了李山喜 听说对方是贺老板 李山喜那边也沉默了 最后告诉女儿 这人惹不起 还是回来吧 李山喜都这样了 何况阿虎 兄弟 我在临县有个哥们 他们那边也有货 要不你们去那里继续收点货 阿虎又给陈阳出了个主意 虎哥 你就别麻烦了 陈阳摇了摇头 这时 几个年轻人来到了海鲜当 为首的正是秦�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看到陈阳一行 秦磊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看到陈阳一行 秦磊眼睛一亮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虎哥 陈哥 吃饭呢 一段时间不见 这货还是那么的油头粉面 看样子伤食好了 好巧啊 陈阳也点了点头 说实在的 他跟秦磊没什么过节 至于张姗姗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怎么 又皮痒痒了 阿虎冷冷地看了秦磊一眼 哪能啊 我这里还得感谢虎哥呢 秦磊招呼了一下老板 这一桌算我的 再把你们家的招牌菜上几道 这货扯了个马扎坐下了 虎哥 陈哥 一起喝点不介意吧 这货是被打傻了吧 大妹有了乐了 上次脑袋被阿虎开了瓢 今天遇到了不躲着走 居然还攀上交情了 可惜啊 今天阿虎不爽 这个秦磊多半又挨揍了 陈阳哑然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虎哥 陈哥 不打不相识 咱们喝一杯 秦磊端起了酒杯 开始反客为主了 碰 阿虎拍了一下桌子 额头轻轻蹦起 咬牙切齿道 小子 老子今天心情不爽 你不要找不自在 喝酒 喝尼玛的头 场地今天被人家强占了 阿虎心中憋了一股子邪火 正愁没地方撒呢 这秦磊又冒了出来 不打你就对不起观众 虎哥 今天这酒是有说到的 否则我也不会后着脸皮过来啊 秦磊倒是阵阵有词 什么说道 阿虎不解的问道 从今以后 虎哥你就是我的经纪人了 还望虎哥多多照顾一下小弟 我干了 你随意 秦磊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经纪人 什么经纪人 老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经纪人 阿虎骂骂咧咧 大妹撇嘴 这货肯定被打傻了 有这么胖关系的吗 等一下 陈阳皱了皱眉道 宋伟跟你什么关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你说宋哥呀 那是我新任的哥们 宋哥可比长毛照得住 他说给我找个场地 今天就告诉我找到了 三天后就能正式入住 当然了 这还要感谢陈哥哥爱 秦磊笑嘻嘻地举起酒杯 这话一出 整个场面都静止了 大妹的脸色很快就变了 原来入住新场地的就是这货 宋伟他们是帮他打前站的 不对 他跟陈阳有仇 该不是故意搞事情吗 阿虎这才明白过来 接着大吼了一声 原来是你这个杂碎倒鬼 说着 抡起了酒瓶子 就要给这货开瓢 虎哥别冲动啊 秦磊笑了笑 道 你给我开瓢 我也不介意 但这样一来 必定会耽误贺老板的事情 你拿贺老板压我 阿虎双眼胸光毕露 不敢不敢 秦磊双手抱拳 以后小弟还要仰仗大哥提鞋 虎哥 陈阳扯住了他的手 淡淡道 不用节外生枝 既然决定了要退出 那就不会让阿虎为难的 哼 阿虎这才不情不愿地放下了酒瓶 这就对了 秦磊笑了笑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又站了起来 虎哥 陈哥 时候不早了 站位已经结了 先走一步 你们慢用啊 说着扬长而去 什么东西 阿虎骂骂咧咧 陈阳 看来人家是故意搞你 大妹的目光落到了陈阳的身上 陈阳也有些无奈 原本以为是贺老板插手场地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个秦磊搞事情了 兄弟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找贺老板问得清楚 如果真的是这个性情的搞鬼的话 我说什么也不会亏了你 阿虎站了起来 虎哥 何必呢 陈阳再次扯住了他 笑道 小事情而已 不必着急 不必上火 原本已经打算撤了 但秦磊忽然冒了出来 这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贺老板的话 他还真搞不了 但一个秦磊 陈阳的嘴酒露出了微笑 虎哥 我暂时不走了 先在这边住几天 陈阳很快做了个决定 啥 阿虎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 好啊 大妹则喜笑颜开 赚钱什么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跟陈阳继续在一起了 不是 兄弟 你啥意思 阿虎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觉得这个秦磊站不住脚的 场地早晚还是我们的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听到陈阳这么说 阿虎蹬时来了精神 兄弟 怎么说 你怎么知道 这性情的撑不住 大妹也瞪着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陈阳 陈阳笑了笑 道 马上就要进入八月了 八月是八角的集中下货计 各产地的鲜果都会批量地上市 每到这个时间段 都会有一个停滞期 大部分老板都会停止收获 然后选择观望 所以呢 大妹继续问道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现象 干这行的都知道 可这跟秦磊有什么关系 所以 陈阳解释道 别人可以不收 但秦磊必须要收 而且要高价收 阿虎明显没有转过弯来 人家都不收 凭啥秦磊必须要收呢 笨哪 大妹明显反应了过来 笑着对阿虎道 你是干什么的 你让他收 他敢不收吗 不收行啊 赶紧滚蛋 啊 阿虎惊喜交加 抓耳挠腮 对啊 他是经纪人 他让秦磊收获 这货敢不收吗 不收 老子就让你滚蛋 现在吃不消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旦秦磊滚蛋 这个场地不就是陈阳的吗 兄弟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 阿虎由衷地说道 最好让他签一个购销合同 到时候就算你不说 那些果农们 也会把秦磊赶出去 陈阳又补充了几句 对对对 阿虎一拍大腿 笑道 到时候我就说 人家陈阳签了合同 你必须也得签 到时候 我再鼓动一下那些果农 肯定会把这小子 弄得灰头土脸 眼瞅着陈阳三言两语 就搞定了事情 阿虎心中高兴 拉着陈阳继续喝酒 这次不是赔罪 是高兴 大妹也破天荒地喝了几杯 小脸通红 喜滋滋地看着陈阳 就在这时 陈阳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号码 觉得有些陌生 随手就挂掉了 长途加漫游 他可不想多花冤枉钱 半分钟后 电话又响了 陈阳皱了皱眉 按下了接听键 陈阳 我是珊珊 是你 陈阳没想到 居然是张珊珊打过来的 他有些奇怪 张珊珊是如何知道 自己的电话号码的 但一想到 最近跟不少老板打过交道 可能是从他们手上 泄露出去的 你有事吗 陈阳 我想跟你谈谈 对不起 我还有事情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 可以吗 陈阳略意沉吟 点了点头 虽然他不想再跟张珊珊 有什么交集 但觉得二人的事情 还是有个交代吧 否则老师这么拉扯 不清的也不好 张珊珊很快说了地方 挂了电话 陈阳对阿虎道 虎哥 大妹 我有点事情 你们先吃吧 大妹没有说话 只是低头包虾 卡巴卡巴 一只虾四分五裂 哟 这是就情复燃了 兄弟 可优质点啊 今晚上还回来吗 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阿虎凑了上来 不用 陈阳有些无奈 阿虎就这个德行 除了喝酒的时候正经 其他的就没个正经的时候 陈阳起身离开了 阿虎还想说什么 却看到大妹的脸色很难看 灯是吓了一跳 不敢再说什么了 镇上有一个小茶巴 陈阳来到这里的时候 张珊珊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你来了 看到陈阳 张珊珊马上站了起来 今天的他 似乎精心打扮了一番 换了一身时髦的学生短裙 还化了点妆 不得不说 张珊珊还是很漂亮的 否则 当初陈家那么好的家境 也不会看上他的 我叫了你最爱喝的橙汁 张珊珊喜滋滋给他端了一杯 谢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阳在他对面坐下了 有些不惊不喜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张珊珊有些小忧愿 以前二人在一起的时候 陈阳对他可是摆一摆顺的 陈阳淡淡一笑 张小姐 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说吧 我还得回去收拾东西呢 原本对他也没什么恶感 但他先人敲了自己的地盘 陈阳自然也欢喜不起来 有件事情 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张珊珊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上次碰到你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可你也没给我留电话 我就四处找人打听了一下你的事情 可这是被秦磊知道了 所以他 可我真的只是关心你而已 陈阳哑然 这还真他妈非来横祸啊 秦磊原本跟自己就有恩怨 见到自己这么赚钱 自然就会动歪心思 闹了半天 罪魁祸首是这个张珊珊啊 呵呵 陈阳笑了 哦 这么说 我还真得谢谢你的关心了 这孩子 还真是个祸害 要不是在这边碰到了他 陈阳也不会跟秦磊起冲突 要不是他那么热心 秦磊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近况 对不起啊 我是真没想到他会那么做 张珊珊再次道歉 他调查过陈阳后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无论是家人还是他 似乎都小看了这个前男友 人家现在又起来了 而且干得有声有色 相较之下 这个秦磊就有些相形见出了 小姑娘有些后悔了 道歉 有用吗 耽误了这么多天 陈阳少赚了多少钱 陈阳真想一巴掌扇过去 但还是忍住了 算了 他摇了摇头 哦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说着站了起来 现在的他真不想跟张珊珊 再有什么瓜葛了 陈阳 张珊珊一把扯住了他 着急道 你先别走 秦磊他撬了你的地盘 是他不对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也没有办法 要不这样吧 我可以说服他 把加工的货卖给你 现任撬了前任的地盘 小姑娘的确有些左右为难 这是他唯一想出来 补偿陈阳的办法了 不用了 陈阳摇了摇头 他想买货的话 还用得着秦磊施舍 再说了 秦磊能不能在场地站的住脚 还是两说 陈阳 张珊珊顿足道 就算我们分了 但也能当朋友的是不是 我真的很想帮你 呵呵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冷意 他可被这姑娘 祸害得够厉害了 帮助 不需要 阿阳 我承认我爸妈有些事里 在你家出事的时候 没有帮忙 可我 可我一直都想着你的 张珊珊柔声说道 知道陈阳的底细之后 小姑娘心底生起了希望 陈阳皱了皱眉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张珊珊 害了他以后还纠缠不清 就在这时 一道倩吟走了进来 然后直奔陈阳而来 其刘海 披肩发 短裙黑丝袜 有一点邻家妹妹的感觉 小姑娘一过来 就抱住了陈阳的手臂 这让二人都惊讶了 陈阳心中更是纳闷 这姑娘似乎不认识啊 是不是抱错人了吧 再一看 陈阳险些笑出声来 这眉眼 这鼻子 这嘴巴 不是大妹吗 大妹怎么会打扮成这样 还真是稀奇 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大妹甜甜地 叫了一句亲爱的 大妹啊 你究竟是要闹那样 陈阳哭笑不得 大妹的出现 成功地弃走了 还想救情复燃的张珊珊 这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不过 陈阳觉得自己 似乎又惹上了一个麻烦 陈阳 我穿这身 你觉得好看不 大妹笑一眼如花 好看 陈阳点了点头 大妹虽然矮了点 也黑了点 但五官还是很精致的 换上了这身JP学生装 还是很有看点的 那你喜欢不 大妹急忙问道 啊 这话有些不好接啊 说实在的 大妹真不是陈阳喜欢的类型 不过这话有些伤人 再说了 陈阳来这边是发财的 可不是和和小妹妹的 大妹啊 你现在还小 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陈阳语众心长地说了一句 我哪里小了 我今年十八了 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女孩 都结婚生孩子了 大妹嘟囔道 十八了 在我眼中也是个孩子 切 你比我才大两岁好不好 不不不 我的心理年龄已经四十了 你骗谁呢 前两天 我才看过你的身份证 大妹啊 我觉得吧 咱们现在的问题 是怎么把秦雷那个混蛋赶走 接着赚钱 赚钱啊 不香吗 陈阳 你别顾左右而言他 你就说说 咱俩能不能出 大妹也是干脆人 我就看上你了 咋地吧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陈阳有些头大 大妹是个好女孩 但她却不想招惹 只能插颗打混胡搅蛮缠 大妹啊 你叫啥名 认识这么长时间 我还真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李猪 啊 我知道了 你爸肯定想 把你喂的白白胖胖的 不是猪羊的猪 是猪鱼的猪 是猪鱼的猪 不都一样吗 不是 是草字头底下一个猪字 猪吃草吗 还是第一次听说 陈阳 你混蛋 大妹气鼓鼓地回去了 她算是看出来了 陈阳是故意的 她根本就不想跟自己处 好容易气走了大妹 陈阳心中长出了口气 她发现一个问题 大妹带来的压力 比张珊珊还大 累啊 陈阳忍不住要抽根烟压压惊 刚摸出烟来 就看见阿虎蹭亮的脑袋 在后面忽影忽现 阿虎 你给老子滚过来 陈阳吼了一声 阿虎听到陈阳这么叫 自然也不好意思藏着 笑嘻嘻地走了上来 兄弟 这是咋地了 还没睡呢 这或是明知故问 你还好意思说 陈阳愤愤道 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让大妹过去搅局 还是不是兄弟 你就这么坑我的 大妹心思简单 肯定不会这个干的 这是多半是阿虎这家伙出的主意 JK装黑丝袜 也只有这种不要脸的家伙 才能想得出来 冤枉啊 这可真不管我的事情啊 阿虎指天教区 原来陈阳走后 大妹就开始发飙了 先是把阿虎臭骂了一顿 阿虎只是陪笑 毕竟场地的事情 他对不起舅舅一家 接着大妹又问 阿虎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啊 胡想都没想 就说了JK学生装 大妹自然是听进去了 专门找了家店买了身衣服 还顺便拉直了头发 于是胡就有了先前那一幕 老弟啊 主意是我出的不假 但我也没想到 他是笨你去的 阿虎解释道 好了好了 陈阳摇了摇头 也懒得计较了 阿虎见陈阳不计较了 也就放心了 他干脆也坐了下来 点上一根烟 老弟 其实我妹妹真的很不错 阿虎试探着说道 我不喜欢这样的 陈阳摇了摇头 哦 阿虎心中有些遗憾 陈阳年轻有为 大妹跟了他也是件好事 可惜人家看不上大妹 老弟 你喜欢什么样的 阿虎好奇地问道 我喜欢 陈阳忽然愣了一下 脑海里闪现了一个身影 上一世 他一心想着出人头地 在行业里混出一番事业 也就没上心自己的事情 以至于四十来岁都还没有成家 当然 女人倒是有几个 大部分都是逢场作戏 各取所需而已 真正走进他内心倒是有一个 可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 这一世 或许还有机会弥补一下 兄弟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阿虎推了陈阳一把 心中有些着急了 这家伙话说了一半 能不着急吗 陈阳回过神来 尴尬地一笑 正要说话 忽然听到后面有琐碎的脚步声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 大波浪长头发 阿虎掰着手指头数 的确不高啊 看到阿虎get不到自己的梗 陈阳有些郁闷 也是 这年头微信都没有 更别说抖音了 陈阳委婉道 这是四个要求 阿虎 很快 陈阳就收拾妥当 搬出了场地 住在了阿虎的狗窝 大妹则留了下来 就当是公投了 这也是陈阳的意思 留他在这里看着 反正早晚还会杀回来 第三天 宋伟带着秦磊过来了 一同过来的还有张珊珊 简单地跟阿虎交接了一下 宋伟就回去了 接下来 当天就跟秦磊签订了公销合同 说是以前陈阳就是这么干的 你既然接手了 也得这么干 秦磊也没说什么 大笔一挥 就签订了合同 很好 阿虎咧嘴一笑 收起了合同 这玩意可是宝贝 丢了他都不能把这东西丢了 新官上认三把火 秦磊也雷厉风行 下午就开始收获 最近积攒了不少货 场地马上忙活了起来 秦磊还大大方方地分派了红包 小宫们得一份 大妹得了双份 哎 你 你不是 昨晚上的那个 张珊珊很快认出了大妹 二人还是有两面之缘的 只是她还真不敢把 昨晚上的形象 跟眼前这个黑兽的女孩子 联想起来 是 大妹点了点头 张珊珊左右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你真的是陈阳新娇的女朋友 不是 大妹摇了摇头 她给了两百块钱 让我假扮她女朋友 就这么简单 小妹妹有些生气 后果很严重 这个家伙故意骗我 她故意骗我 证明心里还是有我的 哈哈 要不然 她为何要骗我 张珊珊心花怒放 大妹撇撇嘴 心中对这个张珊珊 鄙夷夷至极 明明跟秦磊不清不白 这会儿还想着陈阳 当真是不知廉耻 你跟陈阳是一个地方的 大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是啊 张珊珊点了点头 道 从小一起长大的 大波浪黑头发 是哪四个要求 大妹问道 张珊珊 且说秦磊接受了场地 随行就是 零零散散的 也有了一车祸 这货也有样学样 把货卖给了那些外地的老板 倒也赚了些钱 时间很快入了八月份 八月份是八角仙果 集中出货的季节 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停止了收货 即便是收货 也只是零星的收 不敢大批量的收货 按照往常的经验 八角集中出货时 产量会一下子释放出来 价格一般也会随之下跌 谁也不知道 今年能出多少货 因为这玩意 根本就没法统计 万一大批量的上市呢 各大产地的收购商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收手 有行无事 鲜果自然也迟了 虽然有价格 但没人收啊 算是有价无事 看到八角价格有些迟 秦磊也想收手 想等等看 他也不傻 现在是有行无事 他收了说不得 就会砸在手中 但别人收手没问题 秦磊想收手不行 因为他签了购销合同 无论价格怎么变 他必须要收货 秦磊自然不肯了 干脆把大门关了 这下果农们不干了 在阿虎的唆使下 纷纷冲进场地 抓住秦磊不由分说地 胖揍了一顿 然后扣押了起来 一个外地人而已 还敢在这里嘚瑟 知道你姓啥不 他喵的 人家陈老板干得好好的 是你把人家赶走了 赶走了也就罢了 现在你又不收货了 这不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今天你是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否则就让你站着进来 横着出去 秦磊急忙打电话 找宋伟求援 宋伟一听也觉得头大 暗骂秦磊这货不靠谱 你他们吃饱了撑的 签什么购销合同 没有金刚钻 你懒什么慈悉活 现在八角形势下跌 仙果更是有价无事 老板们避之不及 这货居然还签了购销合同 你先走不收了 人家能乐意 得罪了阿虎不要紧 但得罪了果农 你就彻底的完蛋了 可秦磊是他的客户 现在出了事情 他也不能不管 思来想去 宋伟还是给阿虎打了个电话 态度自然跟之前有天壤之别 阿虎这会儿也可是拿价了 说这是不好罢 秦磊签了合同 反正也不是他出钱 先把秦磊保出来再说 再说现在的行情 仙果一天一个价的爹 就算赔为约金也不能收获 阿虎说 秦磊现在犯了众目 肯定不能留在这里了 场地的事情 你们必须派人过来接手 否则果农的货怎么办 宋伟又头大了 此一时 彼一时 之前八角紧缺 抢到就是赚到 现在八角大幅度下跌 仙果也是有行无事 谁接手 谁就是傻子 他自然也不想接手 见宋伟支支吾吾的不肯接手 和这天下的道理 都让你们给占了 贺老板虽然家大业大 但也不能这么干吧 这事你要是解决不了 我就去找贺老板 让他给个准话 兄弟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宋伟也有些慌了 说啥说 阿虎也来劲了 之前老子场地干得好好的 你一来就把人家陈老板撵走了 现在你又不要了 这不是耍人吗 宋伟一阵好说歹说 语气激进哀求 当初装逼装的多酷 脸就被打得多惨 看到宋伟第三下四的讨好自己 阿虎乐不可知 当然他也知道过犹不急 得给宋伟一个台阶下 万一这货破罐子破摔 就有些麻烦了 阿虎表示 不想接手场地可以 他也可以另找他人 但必须让贺老板发话 这 宋伟迟疑了一阵 贺老板最近也因为抢地盘的事情 弄得焦头烂额 前段时间 他大肆地扩充地盘 强占了不少小经纪人的场地 之前八角行情好 场地自然是多多益善 可现在八角行情下跌严重 这些新占的地盘 一个个都成了烫手的山芋 原因也很简单 你占了地盘 就得收人家的货 你不收人家货 人家果农乐意吗 这不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贺老板最近也是头疼上火 还不是被手下的场地给闹的 现在找贺老板 这不是天堵吗 可不找也不行啊 阿虎这边不好交代啊 秦磊还在人家手中扣着呢 好歹秦磊也是贺老板名下的人 绝不能出问题 宋伟只能硬着头皮 跟贺老板打了个电话 这事 他搞不定 贺老板把宋伟骂了一顿 他手上这么多麻烦 还没处理完呢 这宋伟又给他添了一件 但小弟惹的祸 大哥必须都找 否则以后谁还跟你 贺老板亲自给阿虎打电话 表示了歉意 手下小弟做事毛躁 还请老弟看在他面子 不要生气晕晕 可谓是给足了阿虎面子 阿虎表示自己可以另外找人接手 但这块地方 以后不是贺老板的了 贺老板自然是没啥意见 有接盘的就成 至于其他的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还一大摊子是没解决呢 一言为定 阿虎心中大乐 这下 场地回来了 陈阳又能接着干了 还是这家伙 脑袋好使啊 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贺老板的人给赶走了 就算以后行情有了起色 贺老板也说不出什么来 有了贺老板的亲口保证 阿虎也不再为难秦磊了 让果农们把他给放了 秦磊鼻青脸肿 脸色惨白 张珊珊也吓得花容失色 阿虎自然也不会便宜他们 让他们按照协议赔钱 秦磊为了平息此事 忍痛掏钱 这样一来 之前赚的全部赔进去不说 还搭上了不少 算上之前孝敬宋伟和 打点陈阳的 他亏了十万多 秦磊自然是难过的想吐血 回头看了一眼张珊珊 忍不住怒火中烧 啪的一巴掌 把张珊珊给打趴下 贱人 要不是你 老子会这么倒霉 秦磊越想越气 要不是因为张珊珊 他就不会跟陈阳起冲突 不起冲突 他也不会觊觎陈阳的场地 不济于场地 自然也不会这么血亏 张珊珊被打傻了 坐在地上哭得像个泪人 最后还是宋伟带着二人 灰溜溜地从场地离开了 活该 大妹心中舒坦 眉开眼笑 接着又呸了一声 屌脸 陈阳 陈阳 一切都如你所料 场地又回来了 大妹兴冲冲地找到了 在坛边垂掉的陈阳 秦磊滚了 贺老板的人也离开了小山村 这里又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干得好 陈阳笑了笑 放下手中的鱼竿 最近一段时间 她一直住在小山村 对周边的事情也一清二楚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咱们马上开工 大妹扯着陈阳的手臂 有些迫不及待 等一下 陈阳急忙扯住了大妹 大妹啊 不着急 不着急 怎么不着急 大妹扯着她的手臂 我看着张珊珊那妖娃的劲儿就生气 好容易熬到他们滚蛋了 咱们自然要赶紧回去 张珊珊跟秦磊勾搭搭 又跟陈阳不清不白 陈阳就摔倒 不是 陈阳哭笑不得 张珊珊招你惹你了 你瞧人家不顺眼 大妹瞥了陈阳一眼 我倒是没什么 只是你那就爱跟秦磊在场地里轻轻握握 小陈啊 我觉得你头上有些绿啊 陈阳笑容瞬间实话 小陈 头上有点绿 不是 大妹 你什么意思 我们早就分了好不好 也不是 二人根本就没有好过 那是之前的陈阳 不是现在的陈阳 勾勾搭搭 狗男女 不得不说 大妹的话成功地引发了陈阳的不爽 来人骨子里都是有战有欲的 即便张珊珊跟她没什么关系了 但听到她跟别人亲亲我我 陈阳心中还是有些不爽的 哟 你吃醋了 大妹眼里闪过一阵脚快之色 没 陈阳摇了摇头 不爽是有的 但吃醋还不至于 再说 这一世的她跟张珊珊不会有什么交集的 是吗 大妹心中一喜 笑道 我逗你玩的 其实二人根本就没住在一起 虽然她也很希望张珊珊跟秦�睡在一起 不过那很失望的是 人家并没有那么炸 背后诋毁人也不是大妹的风格 是吗 陈阳心中倒是松了口气 倒不是对张珊珊有什么念想 而是觉得头上没有长草 甚好 这时鱼飘有了动静 陈阳顾不得跟大妹说什么 飞快地扯起了鱼竿 哇 鱼竿瞬间成为了弯月 好大一条鱼 大妹眼睛一亮 大叫了一声 陈阳扯住了鱼竿 用力地稳住尾端 但水潭里的鱼很大 粗略估计都有二十来斤 力气也很大 不停地往水里托 陈阳稳抓稳打 不停地调整鱼竿的角度 保持最优的弧度 通过十分钟的相持 大鱼终于耗尽了力气 浮在水面上不动弹了 大妹拿起钞网 把鱼捞了起来 大花莲啊 只怕有十公斤啊 水潭里的鱼没有人喂养 都是野生的 肉质也十分的鲜美 还好 陈阳也松了口气 没想到这水潭里还有这么大的鱼 好在阿虎这套鱼竿质量不错 否则还真不一定能钓上来 给阿虎打个电话 今天咱们吃烤鱼 陈阳擦了擦脸上的汗 大妹麻溜的开始鲨鱼腌制 干这活 他在行 过了一会儿 阿虎拎着一打啤酒 走了过来了 场地回来了 阿虎也一扫脸上的鹦雾 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老弟啊 你可真厉害 我阿虎这辈子没服过谁 你是第一个 阿虎翘起了大拇指 把陈阳猛夸了一阵 这块地方 哪里还有他阿虎发财的空 还是这小老弟有手段啊 三下五除二 就把贺老板的人给收拾了 关键是收拾了人家 人家还得低头说好话 一想到贺老板那么大的腕 还要低三下四的跟阿虎赔不适 阿虎心中就像喝了蜜一般舒爽 运气好 运气好 陈阳笑了笑 擦了擦手 不过 老弟我说真的 现在收获不是时机 要不 咱们也缓缓 阿虎倒是实话实说 现在所有的老板都不收获了 陈阳这个时候回去 肯定要吃亏的 回去后 你告诉那些果农 就说明天我准备一下 后天正式收获 陈阳放下了毛巾 开始收拾烧烤架 后天 阿虎愣了一下 兄弟 是不是着急了一点 你放心 果农们刚刚得了秦磊的补偿 也没那么着急 虽然果农们积累了很多的货 但阿虎真的不想让兄弟吃亏 后天必须收 陈阳笑了笑 最近几天他也没闲着 通过手机从周边的老板们 口中得知了信息 八角大批量上市的时间 也就这几天了 所有的老板们都停止了收获 没了他们的推波助澜 八角的行情也应声而下 很快跌落到了25块左右 很多地方也都是有价无市 八角价格下跌 鲜果价格更是暴跌 有些果农担心自家的果子卖不出去 基本上给钱就卖 价格也有缘 得十来块钱 跌回了原来的四五块钱一斤 这对陈阳来说 可是个好机会 别人不知道八角的行事 他可是清楚的 八角价格的变化 也就在这个月 持续大规模下货没几天 产量一下子腰斩了 各地老板这才意识到 今年是减产的 马上就开始了大肆的收获 节点也就在这几天 那好 阿虎点了点头 既然陈阳已经决定了 他自然也不会再说什么 小老弟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虎哥 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陈阳摸出烟盒 抽了一根地给了阿虎 咱们兄弟之间客套什么 阿虎接过烟 点上了 含混不清地说道 你去周边联系一下 帮我收点鲜果 现在周边的老板都不收获了 果农们手中 应该囤积了不少鲜果 这些鲜果 我都要 陈阳也有了打算 小山村的果农 虽然积攒了不少鲜果 但远远不够陈阳的需求 他要大肆地收获 这没问题 阿虎笑了笑 道 现在没人收获 果农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有人要货 他们肯定会谢天谢地 不过 他皱了皱眉 问道 你要这么多货干什么 现在人家是一两货都不想收 这兄弟倒好 开启了抢购模式 这是秘密 以后你就知道了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场地很快开业了 果农们纷纷涌了上来 拉着自家的鲜果 就要送进场地 经过了这几天的耽搁 小山村的果农手中 积累了大量的鲜果 现在的行事很差 鲜果积累了很多 也没愿要 陈阳回来得正好 算是解决了他们燃眉之急了 诸位 诸位 陈阳急忙走出来 陈老板 你可回来了 我们大家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你给判回来了 我算看明白了 谁都不靠谱 只有陈老板最靠谱 从今往后啊 我们家的货就卖给你了 陈老板 最近大家手里都积攒了不少货 你可得帮帮忙啊 感谢诸位的信任 陈阳报了报权 为难道 不过呢 现在的行事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价格我收了 根本就不赚钱 他不想替秦磊擦屁股 话说这货来到场地收的 可都是高价货 陈老板 你不用担心 我们自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当初咱们讲好了 是随行就是 现在鲜果迟了 这价格自然不会给你那么高 就是 陈老板 咱们可都是老交情了 你帮我们的忙 我们也会帮你的忙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们也绝不还价 大家都这么熟了 你看着给吧 只要别让我们亏就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劝说 降价 他们不怕 就怕陈阳不收获 鲜果这玩意 也是有保质期的 一旦过了保质期 那只能烂掉 与其烂掉 还不如便宜处理给陈阳 那好 钱一公斤 多了我也没钱赚 五块呀 众人心中 齐齐松了口气 现在鲜果是有价无市 价格也很乱 有五六块的 有三四块的 也有给钱就卖的 他们原以为 陈阳会压压价 没想到人家一给 就是个高价 陈老板大气 咱什么也别说了 谢货 陈老板够意思 我就认准你了 别人不好使 陈老板是厚道人 咱们也不会让人家吃亏 这样吧 下货的时候 我们多忙活忙活 把那些品质不好的 给挑出去 纷纷开始替陈阳打算 老弟 老弟 阿虎急忙把陈阳扯到了一边 你傻了 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 我都打听过了 外面的仙果 也就三四块钱 给他们四块 已经成天了 最近陈阳委托他 联系外面的果农收获 外面的情况 可是十分的不好 虎哥 陈阳笑了笑 老 我自由主张 其实他也不是 不能出低价 只是他知道 八角即将暴涨 一旦暴涨了 这些果农肯定会后悔 说不定会滋生时短 现在他出的是高价 就算是果农后悔了 也说不出什么来 还有一个原因是 陈阳不想太亏欠这些果农 毕竟人家也不容易 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就这样 小山村的存货 很快被陈阳收空了 陈阳又把目光盯向外面 上一世八角暴涨的节点 就在八月下旬 很多商人也是看到了 今年八角的产量 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才下定决心抢购的 过了八月 八角就会迎来史诗级的暴涨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陈阳马上让阿虎和李山喜 联系外面的果农 当然了 外面有行无事 陈阳也不会傻得出高价 周边的果农们 正愁鲜果没地方卖呢 见有人大批量的收获 自然是十分的积极 每天都有几十辆农用三轮车 装满了鲜果 送到陈阳的场地点 场地上每天都忙忙碌碌 收鲜果 晾晒 然后打包入库 外面场地全都停摆 唯独陈阳这边一枝独秀 众老板也是暗暗称奇 大老刘还专门打电话过来告诉陈阳 委婉地提醒他这个时候 产量未定 还是不要盲目扩张的为好 陈阳也知道大老刘是好意 也没过多的解释 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陈阳就购买了 十五万公斤的优等鲜果 这些鲜果 可都是接近成熟的鲜果 跟之前早秋的果实不同 两三公斤左右 就能出一公斤成品 十五万公斤果实 保守能出五万公斤的成品 看着仓库里堆得满满的麻袋 陈阳笑得合不拢嘴 赚大了 真的赚大了 接下来 他就等着数钱了 果然 中秋过后 商人们忽然发现 今年的产量严重的缩水 再次纷纷开始下涨疯抢 八角的价格开始暴涨 几乎是一天一个价 很快从二十五涨到三十 接着涨到了三十五 再三十五的价格 是持续了没有两天 价格直接突破四十 五十还在继续上涨之中 整个产地都是外地来的商人 他们疯狂地扫货 之前跟陈阳打过交道的商人 纷纷联系陈阳 准备买他手上的货 陈阳只是笑 没有开口 他知道这并不是头 还有更大的上涨区间 商人们不死心 干脆来到他的场地 吃住就在这里不走了 你不卖是不是 老子就守在这里了 只要你卖 就必须卖给老子 疯了 都疯了 大妹目瞪口呆 他还没见过这么疯狂的商人 能不疯吗 半个月的时间翻了好几倍 阿虎也是如临大敌 每天带着鸟枪守在场地 这里可有价值几百万的八角呢 一旦出了问题 他可赔不起 陈阳仍然淡定自若 跟老板们磕牙打屁 就是不卖 最终八角的价格 定格在每公斤80块钱的高价 陈阳也觉得差不多了 他也不敢等了 准备开仓卖货 毕竟这里是贵省 他一个外地人不能太高调 500多包八角价值200多万的货 半个小时的时间 被守在场地的老板们一扫而空 抢到的喜笑颜开 没抢到的哀声叹气 眼下八角已经占到了高位 仙国也水涨船高 继续下去也没太大的意思 陈阳决定收手 200万除去陈阳的本钱和各种费用后 两家各得80多万 大妹自然是喜笑颜开 看陈阳的眼神越来越柔和 阿虎也是没开眼笑 最近一段时间 他也有十几万的进账 可谓是皆大欢喜 李家一分钱没出 但也拿走了一半的利润 表面上看 陈阳是吃亏了 但实际上 李山喜和阿虎没少替陈阳当事 没有他们 陈阳一个外地人在这里根本就站不住脚 一架飞机缓缓地停在了机场 一阵功夫 陈阳拎着行李箱走了出来 算算十日 他已经在贵省待了近三个月 这次贵省之行可谓是大获成功 三个月的时间 他存折上有了一百多万的存款了 当然 这还不是全部 家里还有四百包的货呢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也有一百五六十万左右 陈阳大转特转 李山喜一家也跟着沾光 李山喜邀请陈阳在家里多住几天 让大妹带着他欣赏一下贵省的山水 但陈阳却婉拒了 眼见陈阳归心似箭 李山喜也说什么 只是让老婆做了一桌子好菜 款待陈阳 到了月省省会的时候 陈阳出来转了一圈 浑身上下换了个样 也顺便给身边的人买了些礼物 赚钱了 自然可以享受享受了 陈阳摘下了蛤蟆镜 左右环视了一下 然后招了一辆出租车面前 老板 去哪 司机招呼了一声 去阳县 陈阳坐进了后座 好嘞 司机麻料地打开了计时器 阳县离机场有几百里地 这可是个大火 出租车缓缓地驶出机场 行驶在通往阳县的路上 陈阳思绪一下 飞到了家乡 前前后后离开了三个多月了 她还真有些想家了 嗯 妹妹也上高三了 听母亲说起过 这丫头学习很努力 成绩一直名列前谋 很好 陈阳有些欣慰 上一世 她没能供养妹妹完成学业 一直都是心中的汉事 现在她有能力了 自然能让妹妹走得更远 想到这里 陈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大妹 离开御林的时候 大妹也是红着眼睛 满脸的不舍和忧怨 平心而论 大妹也很不错 二人一起合作的时间里 她一直默默地帮助陈阳 几乎以一人之力 担起了场地的所有事情 没有她 陈阳的贵省之行 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可惜 这次礼别后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见 正胡思乱想 陈阳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喂 妈 怎么了 小杨 你到哪了 再一个小时 差不多就到家了 你快去医院 大军出事了 电话里 母亲语气十分的焦急 怎么回事 陈阳也有些急了 不知道啊 最近几个月 这孩子一直守在咱们家 吃住都在仓库里 十分的静止 昨天她说想回家看看 我就准了 按理说早上她就该回来了 但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也没见人影 我打电话问过她的家人 她的家人说她出事了 现在已经住院了 吴军不在 母亲要守着仓库 一时间分不开身 宽慰了母亲几句 陈阳挂了电话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师父 还有多久能到 一个小时吧 能不能快点 小伙子 安全第一啊 陈阳递过去两百块钱 师父马上改口 坐稳了 您嘞 一脚地板由桑塔纳飞起 一路风驰电车 出租车来到了县医院 陈阳匆匆下车 来到了病房 吴军全身包裹 躺在病床上 身旁就是她老婆小美 陈老板 看到陈阳来了 吴军挣扎着想站起来 大军不要起来 赶紧躺着 陈阳急忙扶住了她 怎么回事 吴军支支吾吾道 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我自己喝多了 摔的 摔的 陈阳不动声色 这副模样 怎么可能是摔的 不过她也没点破 最近一段时间好好休息 仓库的事情不用担心 宽慰了吴军几句 陈阳走出来病房 找到了小美 陈老板 我也不清楚啊 昨晚上她回来后 接了一个电话 接着就离开了 说是伙计们请喝酒 结果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等我们得到消息后 她已经在医院了 小美一脸哀愁 这样啊 陈阳心中顿时就明白了 嫂子你先别担心 人没事就好 你们安心的在这里住着 住院费我出 陈阳拿出两万块钱 递给了吴军的老婆 谢谢 谢谢你 小老板 你真的是个好人啊 吴军的老婆 小美险些 就跪下了 他们家原本有点积蓄 但都存货了 现在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嫂子 您别这么说 大军是为我干活的 她现在出了事 我这个老板 自然责无旁贷 宽慰了吴军老婆几句 陈阳马上找到了吴军的医生 了解了一下吴军的病情 头部 胸部 腹部都有盾气击打的痕迹 内脏有淤血的地方 不过并不致命 施暴者应该很有经验 照你这么说 她应该是被人打了 应该是被打了 摔伤的可能性不大 小伙子 我建议你报警处理 谢谢你 医生 我知道了 离开了医院 陈阳的心瞬间沉了下来 吴军性格忠厚 也不是惹是生非的人 这顿打来的十分蹊跷 回到市场 陈阳发现周边的邻居 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一个个的都十分的热情 隔着老远就打招呼 跟之前联合抵制截然不同 市场就这么大的地方 陈阳搞了一车八角的事情 也迅速传开了 随着八角价格的暴涨 陈阳家的身价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小陈回来了呀 出去几个月 发财了吧 陈家又翻身了呀 我从小就看着小陈 不是一般的孩子 嘖嘖 老陈家后继有人啊 在一众邻居的恭维声中 陈阳面带微笑地 走进了家门 哥 你回来了 妹妹急忙迎了出来 一把抱住了陈阳 几个月不见 妹妹比以前开朗了很多 哎呦 长胖了呀 也变白了 真的有点像小猪了 陈阳捏了捏妹妹的脸 哥 你怎么说话呢 你才是猪呢 不对 你现在又黑又瘦 就像非洲的黑猩猩 陈宇称道 最近一段时间 陈家已经摆脱了困境 生活条件自然也越来越好 哈哈 陈阳笑了笑 打开行李箱 拿出了一个新款随身厅 递给了陈宇 哇 索尼超薄 陈宇惊喜交加 这可是比较高端的随身厅 一中里 也只有那些家庭优越的孩子才有 记住啊 是给你听英语的 可不是让你听歌的 陈阳交代了几句 知道了 陈宇接过随身厅 小跑着回房间了 小杨 李英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了 身上还记着围裙 妈 一忙走了过来 李英上下打量了儿子几眼 发现儿子变黑了 也瘦多了 心中忍不住一阵心疼 出门在外 哪有不遭罪的 好在儿子争气 支撑了下来 小吴怎么样了 母亲问起了这个 没什么大碍 陈阳简单地说了一下 并没有把真相告诉母亲 免得他又担心什么 那就好 李英也松了口气 回去做饭了 儿子这次赚了不少钱 他自然要多做些好吃的 耗劳一下儿子 小老板 您找我 一个矮胖的小宫 来到了陈阳的面前 大海 告诉我 吴军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阳冷着脸问道 吴军回 后 接到市场上的伙计们的邀请电话 说是出来喝酒 后来就出事了 大海一定知道些什么 果然 大海犹豫了一下 没有吭声 大海 你跟吴军 也是一起扛过包的兄弟 他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当兄弟的 连句实话都没有吗 陈阳有些声色俱利了 大海满脸羞愧 道 小老板 对不起 可 我们实在是惹不起啊 是谁 大海说了一个姓名 二驴 听到这个名字 陈阳皱了皱眉 问道 给林东城干活的那个二驴 就是他 大海双目闪过一阵怒火 昨天晚上 我们几个人在路边摊上喝酒 这二驴把吴军叫了过去 然后好久都没回来 我们就分头去找 结果就在角落里 发现了浑身是伤的无惧 陈阳眯起了眼睛 对于这个二驴 他倒是知道 之前是市场周边的一个无赖头头 手下有一帮子人 算是市场上的一霸 现在 二驴给林东城当帮工 说是当帮工 实际上就是林家养的狗 林家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吴军跟二驴有过节 陈阳不解地问道 小老板 您不知道吗 上次警告 我们不给你收获的 就是这个二驴 吴军不过是替你说了几句话 就挨了二驴一顿拳打脚踢 这次 多半还是因为您的事情 大海瞪大了眼睛 似乎有些委屈 最近一段时间 八角暴涨 市场上的老板们 知道陈阳囤了一车八角 想通过吴军摸摸情况 其中就有这个二驴 但吴军只字不提 可能是因为这个 惹恼了二驴吧 陈阳挣了挣 上次吴军是被打了 陈阳也问起原油 但吴军只是笑笑没说 这闹来闹去 原油还在自己的身上 吴军是替自己受了委屈 陈阳心中怒火渐声 转身就要走 小老板 大海一把扯住了他 恳求道 您是个好人 可千万别跟二驴硬碰硬 会吃亏的 他也知道 陈阳给吴军出了住院费 所以打心理佩服这个小老板 市场上有钱的老板不少 但讲究的人还真不多 所以 大海也不希望陈阳冒险 放心吧 我不会冒险的 陈阳不怒反笑 笑容渐渐变冷 姐呀 忙着呢 李立侯运拎着一兜水果 笑着走了进来 哟 稀客呀 李英皮笑若不笑的 看着妹妹和妹夫 自打陈家出事后 二人就没上过门 在市场上见到了 也没打过招呼 如果只是这样 也就罢了 李英也就当没有这家亲戚 可这两口子上窜下跳 窜通其他老板 一起抵制陈阳 不卖给他货 李英憋憋了一肚子火 他数次向上门质问一下 这两口子 究竟还有没有点良心 可都被儿子给劝阻了 用儿子的话说 跟小人一般见识 丢愤 姐 你这说什么话呢 李立陪笑道 都是你 平素也不知道串串门 走走亲戚 你看 姐生气了吧 侯运洋装生气的 责备了妻子一句 是是是 李立急忙鞠躬 我姐从小就大气 什么事都不跟我这个妹妹计较 姐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妹妹一般见识 看到两口子低三下气的 李英只觉得恶心 你们来干什么 她也懒得搭理这两个白眼狼 姐 这亲戚来了 您也得让我们进门啊 要不然 周边邻居看到了 还觉得我们两家多生分了呢 李立打折随棍上 呵呵 李英冷笑了一声 这两口子还知道 什么叫生分啊 不容易啊 进来吧 李英侧身打开了门 说一千到一万 毕竟是她亲妹妹 她也没有办法 她也拉不下脸来 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二人进来后 目光同时瞅向了 东配方的仓库 可惜已经上锁了 陈家弄来一车八角 就存在家里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八角疯涨 价格翻了七八倍 陈家自然是身价大增 周边的人无不掩热 姐呀 最近过得怎么样 李立坐下了 开始跟姐姐唠家常 李英只是淡淡的应付着 想看这两口子 打什么主意 唠了一会磕 李立终于忍不住了 打小闹 养家糊口混口饭吃而已 我们家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英哼了一声 对于儿子的事情 他这个当妈的 就两个字不认 经历了这么多事 厚道人也学得有诚服了 无论市场上怎么说 李英就是不认 我们家没钱 我儿子也没发财 都是别人乱说的 八角也是别人存在这里的 我们就负责看管 姐 您对我们还没实话呀 张伟汉家里早就传开了 说陈阳在贵省搞八角 赚了几百万呢 别跟我提张伟汉这个混蛋 当初我们家落难的时候 他可是袖手旁观啊 这是 我记一辈子 姐 别那么说啊 此一时 彼一时也 当初您家的确有些不如意 现在小杨起来了 你们陈家又站起来了 对对对 姐啊 您是个大度的人 不要纠结过去的种种 要向前看 向前看 两口子一唱一和 劝李英大度 李英真是又气又好笑 能让你们两个混蛋进来做 老娘已经很大度了 劝我大度 你们配吗 废话少说 你们今天来干什么了 没事的话赶紧走 我还有活干呢 李英忍不住下了逐客令 要不是 看在死去的老娘份上 他才懒得理会这两口子 有这样的亲戚 也不知上辈子做了什么呢 姐 是这样的 张伟汉的女儿 不是跟小杨好吗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只是因为姐夫的事得耽搁了 两口子委托我们过来 跟您商量商量 侯运终于讲到了主题 啥玩意 听到这里 李英忍不住站了起来 张伟汉还要点碧帘布 当初我们家出事了 你们家躲得远远的 现在我们家小杨有钱了 你们有干巴巴的送上门来 怎爹 还真的我们家是收破烂的 滚 滚 滚 李英赶紧把二人赶出了家门 连带着把东西丢了出去 姐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张伟汉说了 只要您同意 他们家赔价五十万 五十万 滚 姐 要大度啊的 要大度 大度你妈的头 侯运 你就不是个玩意 再不滚 我叫警察了 张伟汉两口子 在家里焦急地走来走去 一旁还站着哭哭啼啼的张珊珊 过了一会儿 侯运灰头土脸地走了进来 老侯 怎样了 张伟汉急忙凑了上来 哎 侯运无奈地摇了摇头 张伟汉一颗心猛地一沉 看样子 真的是没戏了 爸 妈 都怪你们 都怪你们 张珊珊鼻涕一把泪一把 当初要不是他们两个让二人分开 现在 他早就跟陈阳订婚了 陈阳现在的一切都是他的了 张伟汉心中也后悔啊 当初他觉得陈家败了 想给女儿找个高知 就托关系 把女儿介绍给了乔成秦家的儿子 那承想 陈家这么快又起来了 陈阳这小子 还真是个妖念 眼瞅着四散的家 又被人家给撑起来了 还远胜以往 半年的时间 人家就赚了几百万的身价 在这条街上 几百万不算什么大钱 比陈阳身价高的老板也有不少 但关键是 人家才用了多久 半年啊 半年身价几百万 更何况人家年轻 才二十岁露头而已 秦� 秦磊 跟人家提鞋都不配 张伟磊深深的懊悔了 眼下女儿被秦磊给踹了 这回头找陈家 人家也不搭理了 这下好了 芝麻没捡着 还白白丢了个大西瓜 现在 他们家已经成为了 整条街上的笑柄了 老张啊 我觉得吧 你这是干的还真不地道 也别怪人家 陈家不了搭理你 侯运老气横丘的 教训起张伟磊来了 张伟磊白眼一番 你特么还好意思说我 你干的厚道 秦姐姐的房产也算计 有这样的亲戚吗 也就是人家理应要脸面 换了别人 早就打上门去了 爸 妈 怎么办呢 张珊珊不停地抹泪 秦家不要她 陈阳也不乐打理她 小姑娘欲哭无泪啊 算了 张伟磊摇了摇头 哦 既然这样 咱们也就别告判人家了 其实他找侯运两口子去说情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思 能成了自然最好 不能成也是理所当然 老张 这事就这么放弃了 侯运问了一句 不放弃又能怎样 张伟磊无奈地摇了摇头 谁也没有前后眼 谁也不知道 哪块云彩能下雨 这事是他先对不起陈家 陈家不搭理他 也是正常 爸 我不管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就要跟陈阳 张珊珊扯着张伟磊的手毫哭起来 这事是他爸脚黄的 就要他爸爸去处理 其实 侯运眼珠一转 笑道 这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 转机 听到这里 张家人立刻来了精神 呵呵 侯运拿起了架子 张伟磊把老婆女儿赶出去 然后从柜子里 摸出了两条好烟 递给了侯运 侯老爹 你说说 这事要是真成了 我张伟磊绝不会亏待你 侯运不客气地 笑纳了两条好烟 其实这事 还是着落在陈阳的身上 提起陈阳 侯运脸上闪过一阵不自在 这小子 上次可是把他给坑惨了 从陈阳电话里 得知了几种药材 他跑回家就开始囤了 满怀期望的希望 能涨价赚钱 没想到是血亏 侯运赔了好几万 一想到这节 两口子就想吐血 可二人偏偏说不出什么来 只能吃下这个暗亏 他们吃亏 陈阳却大转特转 两口子自然不平衡了 侯运是个小气的人 吃了亏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正琢磨着 怎么给陈阳这小子找点事情 凑巧张伟磊找上门来 让他帮女儿说和说话 想要跟陈家再续前缘 一个臭不要脸 一个甜不知耻 一个撅着屁股想美事 一个挖空心思 想给陈家添点赌 二人一拍即合 于是就有了侯运 两口子上陈家说和的事情 陈阳似乎也不太大理善善啊 张伟磊有些为难 女儿回来后 把贵省发生的事情 也一五一十地说了 呵呵 侯运笑了 老张啊 你想不想跟陈家结亲 张伟磊急忙陪笑道 这说哪里话呢 我自然想跟陈家结亲 真的想 真想 那好 你女儿不是跟陈阳住一个场地吗 这小年轻在一起 哪有个不例外的 你就去找陈家 就说女儿已经跟陈阳睡过了 陈阳不能不负责任 不成 不成 这样一来 我女儿不就臭大街了 以后谁还要 你傻呀 这就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廊 舍不得老婆逮不到流氓 你可别胡说啊 张伟磊哼了一声 道 我女儿还是黄花大闺女 她在外面也是单住的 她是看走了眼 错失了陈阳这个金闺序 但女儿还是清白的 若是跟人家睡了 那可就臭大街了 毕竟这念头 还是很看重这个的 丢人总比臭大街强 就算陈家不成 她女儿以后还可以嫁人的 哟哟哟 还来劲了 侯运摇了摇头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呀 根本就不想跟陈家结庆 算了 这是我也不管了 烟 您收好 说着就要起身就要走 老爹 老爹 张伟磊急忙按住了侯运 不是我不想 可以一旦这么干了 我女儿的名声就毁了 老张 你这就没意思了呀 名声值多少钱 能当饭吃吗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万一成了呢 你想必也知道陈阳的身家了吧 这些以后还不都是你张家的 侯运低声说道 可是 张伟磊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陈阳也不是傻子 这没你的事情 人家能认 他不认 好啊 侯运冷笑道 那你们家就天天去闹 就说陈阳在贵省 搞大了你女儿的肚子 回来了就不认账了 把他的名声搞臭 搞得人尽皆知 这 张伟磊迟疑了一下 可陈家仍然不认呢 他还是有些担心 万一撕破脸 陈家就是不认 张家岂不是什么都没捞着 还臭了街了 就算他不认 他也得赔偿啊 不然的话 他怎么还在这条街上立足 他怎么面对邻居的指指点点 难道你就不掩热陈家那一车祸吗 侯运旁敲侧击 对啊 张伟磊马上明白了过来 真闹一闹也好 就算成不了 也得让陈阳这小子出点血 整个市场都知道 陈阳家里囤了一车八角 价值几百万呢 就这么办 张伟磊下定了决心 很好 侯运眼中闪过一阵得色 大外甥啊 大外甥 这次 我看你怎么弄 一路走来 碰上了很多老板 大家都很热情的 跟陈阳打招呼 陈阳好好好试试试 三句客套话过后 老板们就开始追问了 小杨啊 听说你搞了四百包八角 这货不是我的 是一个老板集团在这里的 最近八角可是做了火箭了 价格一路翻了七八翻 小杨 这车货买的便宜吧 你小子赚大了呀 都说了 这货不是我的 是一个老板的 人家放在我这里的 人家是赚了 可跟我也没关系啊 你小子不老实啊 给叔透个底 你打算多少出手 卖货的人家老板同意 我说了又不算 小杨啊 我知道你小子心气大 可咱们这个市场你也知道 主营的是药材 调料什么的卖不上高价 这样吧 我有一个干调料的朋友 人家有意收你的八角 你出个底价 叔啊 我真的不当家啊 小杨你的货 我们几个打包收了 每公斤出六十块 怎么样 六十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冷笑 贵省那边都已经占到了八十多块的价位了 你给我六十块收 这不是撅着屁股想好事吗 想什么呢 诸位 诸位 我再重申一遍 东西呢真不是我的 是我的我早就卖给你们了 现在人家老板不发话 我这个打工的也不敢动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们等一等 等我老板发话了 咱们再谈也不迟 陈阳不想跟这些人纠缠 快步地走进了家门 这车祸是个麻烦 还是尽早处理掉为好 进了家就看到母亲脸色难看 妈 怎么了这是 陈阳不解地问道 还不是被那两个白眼狼给气的 李英哼了一声 怎么小衣服两口子又招惹你了 陈阳坐下来 李英愚怒未消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 你说说张伟汉这个不要脸的混蛋 现在还有脸跟我提女儿的事情 还有这两个白眼狼 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劝我大度 我大度 我大度你个奶奶 李英骂骂咧咧咧 真的是气坏了 妈 妈 别生气 陈阳急忙安抚了一下老妈 免得她气坏了身子 小杨 妈 你可给妈听好了 绝不能跟张家的女儿来往 这家人 都是混蛋 李英叮嘱儿子 是是是 陈阳连连点头 事实上 她一直跟张珊珊保持距离 只是没想到 张家还有脸过来 提破镜重圆 呵呵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还有侯运和李莉 以后也不要把他们当人看 李英又想起了什么 交代了儿子 好好好 陈阳硬下了 她也没把二人当人看 妈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看成不成 陈阳低声说道 什么事 李英不解的看着儿子 是这样的 下一步我想去乔城发展 然后在那里定居 咱们全家都搬过去 陈阳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其实从贵省回来的时候 她就有这个想法 乔城是华夏四大要都 也是东南沿海药材行业龙头 要想在药材行业干出名堂 必须要去乔城 现在陈阳有资本了 去乔城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市区 去乔城 李英愣了一下 似乎有些不舍的 她还是秉承了老一辈的 小富吉安故土难迁的心理 有落脚地 也有亲戚朋友 去那边的话 人生地不熟的 李英心中是不愿意去的 妈 陈阳笑了笑 道 乔城市场是一级市场 潜力和影响力 比这边大的不是一心半点 咱们去那边发展更好一些 离这边也不远 开车的话 一个小时就到了 可是 李英还是有些犹豫 妈 陈阳语重心长道 咱们也不是一下子过去 我先过去打个前站 等站住了脚 再把你们接过去 再说了 阳县咱们不能再待了 周边的邻居都怎样对咱家 你也瞧见了 以后去了乔城 咱也眼不见心不烦 李英一下被说中的痛处 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屁大的市场 龌龊市不少 红眼病也多 老是这么下去 还真是有些糟心 好吧 好吧 李英无奈地点了点头 儿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这个当妈的 就算帮不上儿子 也不能扯后腿 那就这么说定了 陈阳笑了笑 小阳 李英忽然叫住了他 以后 这种事情 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孩子凭一己之力 把这个家支撑了起来 而且还远胜往昔 作为母亲 李英也很欣慰 他也知道自己的能耐 以后恐怕是帮不上儿子什么了 那怎么成 陈阳握着母亲的手 您是我妈 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 这个家要是没有您把持着 我真有些不放心 你这孩子 李英笑了笑 他知道 儿子这是尊重他 才试试跟他商量 其他的我管不着 大儿媳妇 我这个当妈的 必须要把控好 哼哼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进我们陈家的门呢 还有 你小子给老娘记住了 不要学那些无良老板 有两个钱 就养外事包小三 咱们陈家可是正经人家 不能搞那些 让人戳几两股的事情 李英严厉地说道 是是是 陈阳连连点头 杨县某家酒店 秦磊恭恭敬敬地 给林佑敬了杯酒 林哥 小弟敬你一杯 林佑端起酒喝了一口 笑道 二驴说 给我介绍个朋友 没想到是你小子 怎么 在桥城混不下去了 想要到阳县发展 都是药材圈子的富二代 二人以前见过面 不过也不是很熟悉 林哥别提了 秦磊郁闷地灌了口酒 道 兄弟我这次在桂省栽了 接着把陈阳怎么勾结当地人 欺负他的事情 天由加醋地说了一遍 陈阳 林佑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当初陈阳因为卖餐的事情 跟林家结怨 他还记忆犹新呢 现在这小子 可是市场上的风云人物 短短的半年 就积累了不菲的身家 贵省一行 更是大转特转 就连老爷子林东城 都夸了句后生可畏 林哥 陈阳这小子不讲究 他勾结当地人给我下套 害我损失惨重 这口气 你可得帮兄弟出啊 秦磊低声哀求 呵呵 林佑冷笑了几声 他虽然有些横 但也不是傻子 这秦磊想把自己当枪使 有这么容易吗 当然了 以陈阳现在的身价 还没放在林家的眼中 可他为什么要帮秦磊 林少 这个陈阳不懂规矩 当初火也不跟他一般见识 可您不能这么放过他 要是这小子起来了 那还能把赤火糖放在眼里 一旁的大驴脸劝说道 他就是二驴 是给林家看家护院的 他敢 林佑哼了一声 明显被二驴给挑起了怒火 林哥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陈阳手上有四百包八角 属于早期货 当初以十块钱 一公斤的价格买的 现在至少翻了八番 收拾这家伙 这车祸不就是咱们的了 秦磊在一旁火上浇油 八番 林佑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阵贪念 那就会会这个陈阳 林佑一字一句地说道 老板你来了 吴君急忙坐了起来 别动 别动 好好躺着 陈阳放下礼品 亲手扶住了吴君 老板 我已经好多了 吴君感激地看了陈阳几眼 他原本受伤也不严重 通过这两天的休养 早就好得差不多了 老板 给您添麻烦了 吴君有些愧疚 说什么呢 陈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好好养伤 其他的也不用说 谢谢老板 吴君感激地零 碰上这样的老板 是他吴君的福气 他感激一辈子 对了 陈阳打开手包 拿出一张支票 这里有二十万 是你的分红 拿好了 二十万 看到这张支票 吴君有些傻了 他也知道八角赚钱了 但没想到会赚这么多 不对 仓库里的货不是还没卖吗 就算是卖了 也不值这么多钱吧 老板 你把货卖了 吴君试探着问道 是这样的 陈阳解释道 你的货 我以一百块一公斤的价格收了 你放心 这价格只多不少 小伙 记替他受了委屈 他自然也不会亏待了人家 价格也是按照最高假收的 老板 这不行 这太多了 吴君投摇的像波浪鼓 他也知道 八角现在的价格 占住八十左右 而且他们手中的货属于早期货 质量有些差 陈阳一百块钱收 绝对是出高了 至少多给了四五万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哪那么多废话 陈阳把支票塞进吴君的手里 老板 谢谢你 我一辈子给您干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吴君干脆跪在了床上 这二十万对陈阳来说不算什么 对吴君来说 那可就是巨款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你应得的 陈阳止住了他 吴君是个不错的伙计 陈阳去乔城也得带着他 否则自己一个人可有的忙了 宽慰了小伙计几句 陈阳又跟主治医师沟通了一下 最近吴君恢复的挺好 这两天大概就能出院了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人没事就好 接下来 他要把这车八角处理一下 然后去乔城找个落脚点 不过在此之前 陈阳双目闪过一阵冷意 有些事情必须处理一下 哟 小老板 希克呀 来来来 喝茶喝茶 你有什么关照啊 看到陈阳来找自己 二驴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还是笑脸相迎 混子嘛 都属二皮脸的 表面上和和气气 被地里捅刀子的人 吴君 别客气 陈阳也笑了笑 二驴叫吴建设 由于脸比较长 又排行第二 所以周边的人都叫他二驴 这货就是个无赖 早先在市场上搞装卸 仗着手下一帮兄弟 霸占了整个市场的装卸活 是这条街上有名的惹不起 后来 陈东城见他能照得住 就招来当了个小弟 有了陈东城的撑腰 二驴在这里 更是肆无忌惮 不少老板都受过他的欺负 吕哥 我刚接手生意 有些地方做得不到 还请吕哥见谅 一点小意思 给吕哥喝茶 陈阳递过去一个信封 装满了钞票 二驴也不接信封 皮笑若不笑道 小老板 你这什么意思 骂我呢 这让外面的人知道了 还以为我吕剑舍 怎么拟了是的 是这样的 陈阳解释道 我有个伙计叫吴军 也不知道 哪里得罪了吕哥 他年轻不懂事 吕哥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得知打吴军的是二驴后 陈阳觉得 自己跟二驴之间 也没什么矛盾 多半是自己 发财了没打点到位 对于这种混不齐 能用钱摆平的 尽量用钱摆平 手下都摇头 吕哥 别管吴军以前干了什么 现在他是给我干活的 他的事 我来扛 希望吕哥给个面子 以后来日方长 我也不会亏待吕哥 陈阳不吭不卑地说道 吴军出了事 他这个当老板的 自然要出来摆平 要不然会让手下寒心的 小老板局气 成 就冲您这句话 真是结了 二驴按下了信封 那就好 吕哥你忙着 我还有事 陈阳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 既然二驴收钱了 那就意味着 吴军以后也不会有事了 对于陈阳来说 能用钱摆平的事 都不叫事情 小老板 别忙啊 坐 坐 兄弟我还有事想问问你呢 二驴扯着陈阳坐下了 亲自给陈阳倒了杯茶 吕哥有什么事 陈阳邪逆了二驴一眼 听说小老板手里 有四百包八角 二驴笑眯眯地问道 不错 陈阳点了点头 这不是什么秘密 当初装卸车的小工们都知道 二驴作为装卸工的头头 自然也不会不清楚 小老板 有人想要这批货 您给出个价吧 二驴开门见山 对不住了 陈阳也笑了 道 这货呀 是卢省的一个大老板 存在我这里的 不是我的货 小老板谦虚了 二驴端起茶杯 笑音音道 整个市场上是不知道 这车货就是小老板的 小老板眼光独到 刚到贵省就抢购了一车货 现在恐怕要赚翻了 呵呵 陈阳笑了笑 不置可否 这个行业没什么秘密 当初在贵省的时候 也有不少这边的老板 知道他的底细也不算什么 说真的 小老板 有人对你手中这批货感兴趣 二驴放下茶杯 认真地看着陈阳 哦 陈阳嘴角露出了微笑 道 那他能出什么价 五十块钱 二驴伸出五根手指 哈哈 陈阳险些笑出声来 吕哥跟我开玩笑的吧 现在产地的价格可是八十 五十块钱就想买我的货 这是哪位精明的老板啊 这不是乔取豪夺吗 谁这么不要脸 不不不 二驴头摇得像波浪鼓 就差脑袋后面拴一个鼓锤了 小老板 我可真没开玩笑 实话告诉你吧 火爷想要你手上的货 五十块钱一公斤 现钱 林东城 陈阳愣了一下 双眼很快眯了起来 林东城身价千万 会这么不要脸 应该是二驴这货 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呵呵 我不信 陈阳笑着摇了摇头 道 火爷是咱们这条街的标杆 他老人家德高望重 市场上哪个不佩服 什么时候林家做事 也这么不讲究了 小老板 二驴意味深长道 火爷瞧上你的货 是你的运气 你要知道 这里是阳城 不是贵城 火爷说五十 那就是五十 陈阳也不说话 只是看着二驴 他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么说 你为难无君 是为了这车祸了 二驴怂怂间 不置可否 很好 陈阳站了起来 伸手把信封拿了过来 重生一世 他不会让自己受委屈 别说是林东城这个土鳖 就算是行业的龙头来了 也休想让他低头 既然说不通 那就不用说了 钱也不能喂狗 这波操作 让二驴恼火了 送出去的钱 哪能再拿回去 小老板 今天若是让你就这么走了 我屡建设的连往哪里搁 二驴脸色有些难看了 其实他也不是很在乎 那几千块钱 只是觉得 陈阳不给他面子 陈阳豁然转身 冷冷地盯着二驴 你试试 有种 二驴笑了 笑得很嚣张 这年头 居然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子 二驴笑容渐渐变冷 我看 在你年轻的份上 可以原谅你的自大 但是 他顿了顿 一字一句道 把钱放下 道个歉 然后滚 二驴虽说也不差这点钱 但吃尽嘴里的肉 从来就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今天若是让陈阳这么走出去了 他还要不要在这里混了 是吗 陈阳也笑了 他忽然握住桌上的茶杯 猛的一拍 茶杯碎了 鲜血扎破了他的手掌 陈阳用手掌在桌上划了一刀 森然道 放马过来 上一世 陈阳能在行业里立足 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血雨腥风 心性自然无比的坚韧 这一时 他重活了 又怎会将一个混混看在眼里 我不想惹事 但也不怕事 大不了同归于尽 这条命本来就是赚的 看到陈阳冷冰冰的眼神 饶视二驴也心中一颤 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 二驴在药材结婚了多年 也进过监狱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但二驴 还是第一次从一个年轻人的眼中 看见这种冷漠的眼神 这双眼睛没有任何的情感 真正的无视 无视规则 无视生命 无视一切 二驴脖子冒汗了 当年 他也只在监狱那些重型 犯杀人犯眼中瞧见过 眼前这个年轻人 怎会有这种见过血的眼神 二驴相信 只要他敢动手 这个年轻人 肯定奋不顾身地 冲过来跟他拼命 不怕死的人并不是可怕的 可怕的是无视一切的人 这种人一旦冲动起来 往往会不计后果 而且是不死不休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但横的也怕不要命的 二驴意识到一个问题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年轻人 不是他能够恐吓住的 一旦逼急了 人家真的会跟他拼命 这也是二驴不想看到的 他虽然横 但也不傻 也不愿意跟陈阳拼命 小老板好胆色 行 我二驴佩服 我就是个传话的人 有什么事情 您去跟火焰交涉 二驴输人不输阵 我会去的 撂下这句话 陈阳转身就走 陈阳刚走 那股压迫性的气场 瞬间没 了 二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汗水瞬间涌出 二驴哥 这小子有些不识抬举啊 敢在你面前叽叽歪歪 我找几个人去教训教训他 一旁的小弟有些不愤 这年头 只有他们欺负别人 还没有人敢在他们面前撒野 陈阳可是头一个 二驴招了招手 小弟屁颠屁颠的凑了过来 啪 二驴打了小弟一巴掌 你克服想死 老子还不想死呢 都给我记住了 以后别惹这个人 小弟被打得唯唯懦目 可凌绍交代的事情怎么办 小弟捂着脸问道 能怎么办 凉拌呗 去告诉秦磊和凌绍 就说这小子不好搞 二驴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他虽然替凌家办事 但也不会把自己的命打上 怠慢了凌绍不要紧 但逼急了陈阳 那可是真的会没命的 从二驴的地盘出来 简单地找了家诊所包扎了一下 陈阳脸色十分地平静 每个行业角落里 都会有黑暗的部分 虽然见不得光 但却真实地存在着 二驴敢额自己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人家想怎么收拾你 就怎么收拾你 你还别不服气 不过陈阳也不怕 就算临东城又如何 他上辈子独自在乔城打拼 比临东城更厉害的主也碰到过 看样子周边有不少人 想打着车祸的主意 必须尽早处理掉 陈阳想了想 摸出电话给大老刘打了的电话 刘老板 我是陈阳 哎呦 陈老弟 有什么贵干 大老刘那边十分地客气 在贵省的时候 他可没少从陈阳的手中买货 是这样的 陈阳简单解释了一下 听到陈阳手上还有四百包货 大老刘眼睛都直了 陈老弟 这货我要了 你谁也别卖 我马上让人过去 贵省这边八角减产严重 缺口也太大 客户们都抢疯了 现在的产地 根本就是有市无价 偶尔出点货 也被实力雄厚的经纪人拿走了 为了抢夺货源 经纪人们之间也都开始大打出手了 大老刘虽然背靠蒲高这个大树 但还是有很大的缺口 刘老板 我这车货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属于早期的货 陈阳实话实说 管他什么时期的货 只要是八角就成 我现在暂时走不开 不过你放心 我会派人过去的 价格呢 我给你85 大老刘不以为意 这边有人都出到90了 但还是收不到货 早期货虽然差了一点 但85还是可以的 刘老板 用不了那么多 80就行 不过呢 你要是派人来的话 必须找个能撑得住场面的人过来 陈阳委婉地提醒了一下 在贵省他已经赚了很多了 这车货并不急着卖 不过看眼下的情形 不卖是不行了 哦 大老刘文贤之意 急忙道 怎么 老弟 你遇到麻烦了 陈阳简单地把事情解释了一下 不过他也没提林家的事情 是这样 大老刘点了点头 听着小兄弟的意思 他家根底不深 突然暴富起来 引起了周边人的觊觎 这也是人之常情 才不动人心 明知道林家有座金山 周边的人要说不动心是假的 按理说 大老刘作为买家 是没必要理会这种事情的 不过这小老弟 倒是挺会来世的 人家主动给他 抹了五块钱的零头 二十吨获省了十万块钱呢 这个忙 大老刘必须要帮 再说 他跟这个小兄弟 很是对脾气 老弟 你放心吧 这件事 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大老刘打了保票 他虽然是卢省人 但在乔城 还是有些关系的 那就多谢刘老板了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他知道大老刘的能力 只要大老刘跟出手 林东城什么的 根本就不在话下 叫什么刘老板 叫刘哥 大老刘豪爽地说道 那就谢谢刘哥了 陈阳笑了笑 回到家 陈阳远远地听到 母亲跟人吵吵 怎么回事 陈阳快走了几步 看到张伟汉的老婆 带着几个凶悍的妇人 堵着自家的门破口大骂 母亲李英也不甘示弱 站在门口跟他们对骂 虽然从人数上不占优 但输人不输阵 李英气势十足 蛇战群腹 干什么 陈阳摸起一根短棍 小跑着过去 他也害怕母亲吃亏 看到陈阳这个大小伙 拎着棍子过来 张伟汉的老婆 跟几个妇人也后退了一步 妈 怎么回事 陈阳头也不回 小杨 你来得正好 这张家的混账 玩意往咱们家泼脏水 说你在贵省 败坏了他们家的女儿 还说让你负责 呸 欠销的玩意 我们家小杨是什么人 能看得上你们张家的破鞋吗 李英骂骂咧咧咧 你骂谁是破鞋 张伟汉的老婆 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 呵呵 李英双手抱胸 冷冷抱 当初我们家落难了 你们张家势力 不肯让女儿跟我们家小杨 送到乔城攀了高枝 行 这是你们家的女儿 你们想怎么办 我管不着 可现在见我们家小杨 有几分颜色了 就想来吃回头草 呵呵 还真当我们家是收破烂的 我还听说 你们家女儿 早就跟乔城勤家的孩子 住一块了 人家完完不要了 想送我们家 啊呸 臭不要脸的一家人 你们家才臭不要脸 食肝抹进不认账 我们家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张家妇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屋里还要闹三分 何况 丈夫让她可敬地闹 闹得越大越好 我们家小杨是什么样的人 我清楚 别说你们家女儿是破鞋 就算是黄花大闺女 我儿子也不会看一眼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女儿已经怀孕了 你们家必须要给个说法 张伟和老婆 只得使出了杀手锏 妖 还怀孕了 可不是吗 跟着不三不四的人 当然好不了了 也不知道 是怀了哪家的野种 想赖上我们家 没门 一个个穿的人五人六的 没想到一点必连都不要 女儿跟别人鬼混被甩了 还想着 怎么送到我们陈家 呵呵 当我们是接盘侠呢 告诉你们 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家小杨 可不是你们张家的接盘侠 你们热心啊 你们接回家呀 留给你们儿子 那才叫好情 那才叫热心 李英评诉了不声不响的 但真埋太起人来 也是虎虎声威 张伟和老婆 跟几个妇人 居然被李英一个人 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呵呀 陈阳有些惊讶 这张伟和的老婆 完全不是对手啊 母上大人老迷奸啊 上一世 父亲出世后 母亲饱受打击 很少有强势的表现 这一世 居然如此的坚挺 看样子 已经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儿子就是李英的底气 有人欺负他儿子 他自然要干到底 本来想上去帮忙的陈阳 后退了几步 最近母亲受了不少委屈 让她发泄一下也好 她只要在一旁看着 不要打起来就行 陈阳你 还是不是个男人 自己做的事情 就不认账吗 张伟和的老婆 马上把矛头对准了陈阳 陈阳 好汉做事好汉当 你做的孽 躲在当娘的后面 算什么 就是 珊珊已经是这样了 你总的负责吧 是啊 你和珊珊好了一场 就这么对人家的 一帮富人 也在一旁帮腔 理应不好搞 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集中火力对付陈阳 够了 陈阳大喝了一声 陈阳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你糟蹋了我女儿 我给你拼了 张伟和的老婆 不知死活地冲了上来 啪 陈阳一巴掌 将张伟和的老婆扇倒在地 张伟和的老婆傻眼了 他原本以为陈阳脸皮嫩 好欺负 没想到这家伙 不按套路出牌啊 打人了 陈家打人了 打死人了 张伟和老婆 躺在地上撒泼 陈阳 你想干什么 张伟和带着几个男人 走了上来 要才皆有要才皆的规矩 女人之间可以吵吵 也可以动手 但男爷们不能参合 一旦男爷们参合了 战事就会扩大 引起两家人的斗殴 原本张家老婆 就想挑起战争 无奈出师不力 被李英骂得抬不起头来 欺负孤儿寡母的 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情 被人家压着打羹 是丢人 张伟和干瞪眼 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陈阳一巴掌打得好啊 这一巴掌打了 张伟和其他人 就有借口参合了 小杨 你 李英也有些皱眉 他知道张家主动挑事 所以一力承担起来 可儿子还是太冲动了 打了张氏老婆 这张家的人 更是不会善罢单休 小杨啊 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不好说吗 非得动手打人 不是小医夫说你啊 你这么干 可就不对了 小医夫侯运也不知道 从哪里冒了出来 痛心疾首的教育陈阳 心中早就乐开花了 打得好 打得妙 小医夫侯运还想火上浇油 忽然脸上 重重地挨上了一巴掌 他可没张伟和老婆那个体格 被陈阳一巴掌打得翻到在地 陈阳 你疯了 连你衣服都打 一旁看热闹的小姨 冲了出来 扶起了丈夫 哼 陈阳冷哼了一声 缓缓地解开了手上的绷带 原本已经止血了的手掌 这会儿又变得鲜血淋漓了 这时众人才注意到陈阳的手 这伤势 众人忍不住心头猛跳 我刚才二驴那边回来 陈阳悠悠道 二驴我都不怕 还怕你们这些跳梁小丑 对于这些个不要脸的人 他也懒得演戏了 演的时间长了 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既然不服 那就战 二驴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忍不住有些心惊 要说药材皆有什么 让众人胆寒的 那也就只有二驴了 这些年 他们可没少被二驴欺负过 陈阳 你什么意思 张伟汉硬着头皮问道 什么意思 陈阳冷笑了一声 你们心中怎么想 我也清楚 实话告诉你们 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包括二驴 你们可以也试试 我陈阳 就是拼着这身家不要 也要让你们后悔 这话一出 众人都沉默了 人家连二驴都不怕 还怕他们吗 实测了呀 张伟汉忍不住看了一眼 畏畏缩缩的侯运 忍不住问候了 他祖上十八代 要不是这个混蛋出主意 他又怎么跟陈家对上 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 但我家的事情 你得给个交代 张伟汉妥协了 他并不是二驴这种混子 也没有陈阳这种 孤注一掷的勇气 好啊 陈阳冷冷一笑 你女儿不是怀孕了吗 生下来做亲子鉴定 是我的 我给一百万 说着扶起了母亲 进了家门 然后砰的一声 关上了大门 小鸭 你受伤了 是二驴干的吗 我 老娘跟他拼了 李莹眼中 险些喷出火来 抄起菜刀 就要去找二驴算账 儿子就是他的一切 陈阳急忙扯住了他 夺下了手中的菜刀 不是二驴的蛋的 是我不小心弄破了茶杯 二驴算个什么东西 他敢动我 陈阳急忙劝阻了母亲 见识了母亲彪悍的一面后 陈阳还真担心 母亲会找二驴拼命 那他找你干什么 还是为了咱家这车祸 李莹逼问道 他也不傻 张家无理取闹 周边邻居对他们的态度 归根结底就是 因为他们家有车涨钱的货 算是吧 陈阳点了点头 李莹沉默了 咱们马上要处理掉 你认识的老板多 看看谁有意思 少赚点也没关系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李莹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 今天是张家 明天说不定就是王家李家 我已经联系人了 这事能处理好 放心吧 是咱们的东西 谁也拿不走 陈阳捏了捏鼻梁 在外面要跟老板们勾心斗脚 这回来了 还要跟这些小人们虚与伪仪 心累啊 这就好 李莹也松了口气 他看了看外面 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儿子提议离开阳线是对的 这周边没一个好人 老朱在这里的确很糟心 过了一会 陈家两个租户找到了陈阳 说是要退房 张家人被陈阳给镇住了 不敢再上门挑衅 所以就把怒火撒在了 两个外地人租房客的身上 二人不堪其扰 只能选择退房 李莹又怒了 这算什么 欺负陈家没人吗 老妈抹起菜刀 又要出去理论 好家伙 李莹似乎喜欢上了这个家伙时 顺手 妈 妈 别冲动 陈阳给拦住了 大老刘的人很快就会到了 先忍一忍 等把货处理了以后 这些人也就没什么念想了 对两个无辜受害者 陈阳也没亏待人家 全额退了人家的租赁费 二人自然是感恩戴德 废物 都是废物 林佑大骂了一声 二驴刚刚过来回话 说陈阳压根就没把林佳放在眼里 还冷嘲热讽了一番 七十块钱就想拿他的货 林佳的吃相也太难看了 其实林佑出的价势六十 二驴咽过拔毛 说的是五十 产地虽然暴涨 但还没传导到二级市场 现在桥城的价格也就在七十左右 超过了七十没人敢拿货 林佑给六十虽然低了一点 但也不是完全的没理由 毕竟他拿回来也要赚钱 按照他的想法 陈阳赚五十 他赚十块不为过吧 林佳瞧上你的货 是你的荣幸 有些是坏就坏在办事人身上 林佑万万没想到二驴还会横插一手 私吞了十块钱的好处 他们的 这个二驴真特么废物一个 他不是厉害着吗 怎么还让陈阳 这个混蛋活着走出去 林佑越想越生气 顺手将手里的茶杯丢了出去 乒乒乓乓 好不热闹 林哥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个陈阳够嚣张吧 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 一旁的秦雷火上浇油 心中也乐开了花 打电话叫人 林佑咬牙切齿 我非要会会 这个陈阳不可 说着站了起来 二驴指望不上 那就不指望 林佑就不信了 凭借自己的本事 还压不住一个陈阳 不卖货不算什么 但这小子敢嘲讽林佑 就不能放过 林哥 林哥 萧萧火 萧萧火 秦雷急忙劝阻了林佑 他跟二驴是一伙的 二驴吞了十块 有五块是他的 他又怎么敢让林佑跟陈阳对上 二人一见面 岂不是穿帮了 现在陈阳摆明了 是不把林佑放在眼里 就算你去了又能如何 呵呵 林佑冷笑了一声 林佑可不是陈家这种爆发护能 得罪的 这次我要让他知道林佑的厉害 我马上回家告诉爷爷 让他老人家亲自出面 林东城是药材市场的龙头元老 由他出面的话 别说一个陈阳 就算是一百个陈阳都好事 林哥 千万不能惊动老爷子 秦雷急忙劝阻 怎爹 林佑不满道 陈阳一个臭小子 蹲在我们林佑头上拉屎 林佑要是不收拾他 以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 林哥 先不要生气 这事呢 是咱们年轻人之间的较量 要是惊动了老爷子 老爷子虽然能摆平 但恐怕以后会对你有意见 觉得你比不上陈阳 秦雷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事是他拱起的火 二驴天的油 林佑不过是被当枪使的而已 林东城老奸俱滑 哪能瞧不出他们的小伎俩 一旦林东城插手了 陈阳自然会被收拾 但他秦雷能落什么好处 所以 这事绝不能惊动林东城 林佑不说话了 其实之前他跟陈阳 在长白餐的鉴定上 就较量了一番 最后是他输了 林东城虽然出面打压了陈阳一把 以至于他在阳县没能出手 但这事人家可没低头 转身就去了乔城 老爷子虽然不悦 但也没说什么 毕竟他身份在那呢 不能跟一个小自卑一般见识 后来陈阳发迹 接二连三地赚了大钱 林东城听说了 也夸了句后生可畏 还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 虽然老爷子没有明说 但林佑也看得出老爷子 对自己有些失望 人比人的死 或比货的热 相对于最近锋芒毕露的陈阳 林佑的确有些相形见出了 这次对付陈阳 除了秦磊拱火之外 还有林佑自己的私心 他想在这件事上 立压陈阳一头 想让陈阳知道阳县 还是他林家的天下 林哥 我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陈阳乖乖地把货 双手奉上 秦磊又在一旁蛊惑 什么办法 林佑来了精神 秦磊低声在林佑耳边 说了几句 林佑眼前一亮 忍不住黑黑了两声 看不出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行 就用这个办法 我就不信陈阳 这小子不低头 林哥威武 秦磊急忙奉承了几句 心中也松了口气 陈阳 林佑哼了一声 双目闪过一阵冷芒 老子会让你看看阳县的年轻一代 姓陈 还是姓林 第二天一早 要才街主街道 两头热闹了起来 一辆大车堵在了东头 下来一帮装卸工开始搬运材料 西面也乒乒乓乓 开始整修下水道 这样一来 很影响生意的 几家的男人找过去理论 工头正是二驴 只见他眼珠子一瞪 从现在开始 要才接这一段开始整改 只是为了大家好 你们几什么幺蛾子 有没有一点机体观念 再吵吵老子不客气 众人惹不起二驴 只能忍气吞声 修吧 修吧 反正也耽误不了几天 人忍就过去了 可这帮人一修就是一整天 人家修路 他们也修路 人家修路要留一半不影响交通 他们倒好 全部给堵上了 而且挖出了下水道 也不遮掩 臭气熏天 几家人实在是忍不住了 纠结了几个男人 跟小公们理论 小公们有二驴撑腰 根本就没把这几个珊瑚 放在眼里 爱咋地咋地 我们就这样了 不服啊 老子小牛 经营户自然不干了 但他们也不敢动手 就站在那里吵吵 太欺负人 这帮混蛋 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 这市场办公室 都是些废物 就看着这帮人折腾 理应咬牙切齿 这下水道早不修晚不修 可惜了那几家无辜的商户 陈阳淡淡一笑 生与丝 长与丝 他很清楚这帮人的秉性 断路 断水 断电 都是他们的拿手心 人家没有动粗 却要逼着你动粗 这就是策略 这就是人生 陈阳忍不住笑了 还乐 快点想想办法吧 老牛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理应哼了一声 最近天气炎热 下水道全部扒开 臭气熏天的 吃饭都觉得隔音 妈 不用着急 陈阳宽慰了老妈几句 算算十日 外面有人在敲门 大军 老板 原来是吴军出院了 小伙子出院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陈家 大军回来了 身体恢复得怎样了 理应也迎了上来 轻热地抓着吴军的手 让阿姨担心了 早好了 吴军拍着胸脯 那就好 理应也松了口气 老板 我见外面乱糟糟的 出了什么事情吗 吴军不解地问道 呵呵 陈阳笑了笑 没有说话 吴军回来的正是时候 眼下他正缺帮手 母亲年龄大了 陈阳也不太放心 这时陈阳的电话响了 大老刘的人来了 陈阳愣了一下 接着站了起来 大军 你来得正好 我要出去一下 你在家好好地看着 谁来也不要理会 好嘞 老板 吴军搬了个小马扎 就坐在了仓库门口 像一尊门神一样 小伙子很听话 陈阳让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小杨 你要干什么 理应不解地问道 没事 出去转转 陈阳也没告诉理应 既然人家出招了 他也要见招拆招 否则人家还以为他怕了呢 看到陈阳出来了 几名商户 纷纷后退了几步 小老板 又见面了 二驴皮笑若不笑 二驴 你好歹 也是要才接的一个人物 想搞我就放马过来 何必用这种低等的手段 陈阳似笑非笑地看着二驴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二驴这货居然玩鹰的 还真是让他大跌眼镜啊 二驴摇了摇头 道 小老板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 我哪敢搞你啊 我这也是接上面的命令 搞民生工程吗 民生工程啊 对大家都有好处 耽误了您的事 还请多包涵 现在他已经得到 林佑的授意 不要跟陈阳正面冲突 这也正合二驴的意 说真的 他还真有些 喝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 嘶嘶 众人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这年头 除了林东城 二驴还没对谁这么客气过 陈阳 这年轻人不简单啊 大家一时间看着陈阳的眼光 多了几分敬畏 是吗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冷笑 那我是不是 还得感谢一下你们 为大伙服 为大伙服 二驴脸上笑容不变 很好 那你们忙着 有什么事情 招呼一声 陈阳点了点头 也不理会二驴 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二驴目视陈阳离开 双目很快闪过一阵狠力 看什么看 别耽误我们干活 滚滚滚 众人再次化作鸟受散 一辆机车急事而来 陈阳吓了一跳 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骑士的车技非常优秀 即将撞到陈阳的那一刹那 忽然摩托车 划过一道弧线 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 一条修长的眉腿 撑在地上 头盔摘下 满头绣发展开 露出了一个精致的脸蛋 居然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陈阳眼中闪过一阵压色 你就是陈阳 女孩歪头看着陈阳 陈阳点了点头 刘叔让我过来的 或在哪里 女孩开门见山 陈阳皱了皱眉 他让大老刘派人过来 可不是光满活这么简单 这女的能照得住吗 在家里 不过 陈阳也不能不让人家看护 上车 女孩转身踏上机车 啥玩意 陈阳有些诧异 上车 女孩有些不耐烦了 看了看这辆昂贵的跑车 陈阳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后座有些 女孩一把扯住了陈阳 将他拉了过来 碰到急脾气了 还真是没办法 陈阳只能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后座上 轰隆 女孩轰了一下油门 机车提速 车头猛翘 陈阳险些 就被甩了下来 他急忙抱住了女孩 后座比较高 陈阳抱得有些高了 果然 照得住 女孩驾驶着机车左冲右突 很快就来到了药材街 前面有人 陈阳急忙提醒了女孩一下 女孩丝毫没有任何的减速 一路急驰 整条街自然是鸡飞狗跳 机车急驰而去 留下一地鸡毛 众人无不破口大骂 二驴这帮正指挥小弟干活呢 忽然一辆摩托车急驰而来 吓得众人一哄而散 他们却望了路边 就是刚刚挖开的下水道 路面上勾勾赫赫的 都是粪水 不少人慌不择路 落进了下水道里 二驴倒是没掉进去 但也被溅了一身粪水 全场哗然 你他妈找死啊 二驴险些气炸了肺 他拎起一根钢管 就追了上去 机车在门前停下了 女孩摘下头盔 甩了甩头发 后座的陈阳 依然有些惊魂未定 前世的他为追求刺激 也喜欢玩机车 但骑车跟抱着别人 骑是两回事 摸够了没有 女孩看了他一眼 看不出生气 还是不生气 不好意思 陈阳急忙松开了手 看到街道周边的一片狼藉 女孩秀眉青醋 摸出一个烟盒 撵出一根叼在嘴上 然后拿出一个 轻巧的打火基点上了 不好意思 有点乱 陈阳有些尴尬 下水道 已经被小公门挖开 场面嘛 自然不太和谐 气味也很难闻 陈阳 你他妈什么意思 二驴气势汹汹的 追了上来 他虽然不愿意 跟陈阳于死网破 但不意味着 陈阳可以随意 践踏他的脸面 陈阳还没来 急说什么 女孩忽然 伸手给了二驴一巴掌 嘎嘣踹 二驴的脸上 很快多了一个手掌印 这一下 把众人给看猛了 陈阳也吓了一跳 这姑娘好声威猛 上来就给了二驴一个嘴巴子 不是 这大老刘找来的什么旧病 感觉有些不靠谱啊 二驴也有些愣了 好一阵子 才反应了过来 接着勃然大怒 小表 你敢打我 他想也不想 抄起钢管就抡 在这条街上 他可是横着走的 别说被人打了 欺负了别人 别人连句重话都不敢说 今天被见了一身的粪水不说 还被人当众打了个嘴巴子 二驴哪里忍得下这口气 住手 陈阳急忙抓住了二驴的手臂 虽然这姑娘有些彪悍 但怎么的也是他的客人 万一被二驴给打伤了 他不好跟大佬刘交代 陈阳 你他们别插手 二驴面露凶光 这时 一个黑影在眼前越来越近 接着砰的一声巨响 二驴只觉得 眼前一花 接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双眼泛白昏了过去 脑袋上起了一个大包 红红地冲写了 女孩看了一眼头盔上的坑 淡淡地来了剧 废话还真多 时间仿佛瞬间静止了下来 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围观的众人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 这 陈阳也有些头皮发麻 这是什么骚操作 小姑娘你是爱买货的 怎么打人了 不是 你这是来解决问题还是惹事啊 陈阳心中开始问候大老刘了 这货究竟找了个什么人 二驴的小弟也都傻眼了 老大今天被人家开嫖了 开嫖的还是个小姑娘 上还是不上 小弟们也拿不定主意了 人家敢打二驴 肯定是有来头的 万一是哪个大哥的小三 或者女儿怎么办 可这么干看着也不是办法 小弟们兵分两路 一路去赤火堂报信 另一路把街道堵上了 带我去看货 女孩丢下头盔 走进了陈阳的小院 陈阳也只能无奈地追了上去 老板 看到陈阳过来了 吴军急忙站了起来 他早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有心想出去帮忙 但守徒有则 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当然了 小伙子也做好了准备 手里抄着一根拖把棍 母亲李英也上下打量着女孩 大军开门 这位是来看货的 陈阳咳嗽了一声 他这才想到自己 根本就不知道女孩的名字 人家也没告诉他名字 哦 吴军点了点头 打开裤房 裤房里整整齐齐摆放着装 满八角的麻袋 女孩在裤房里转了转 从靴子里掏出了一把匕首 顺手在角落里的包上滑了一下 哗啦 八角从包里倾斜出来 好粗暴啊 陈阳跟吴军对望了一眼 想的都是一样 收起匕首 女孩捧了一把八角放在鼻端 秀了秀 然后用力攥了攥 干度还行 质量马马虎虎 不过这个时间段 也算是难得了 女孩拍了拍手掌 然后摸出一个精巧的电话 或我看了 还可以 八十能说 接完挂了电话 不知道这位怎么称呼 陈阳问了一句 这女孩有些神秘 她还是想问清楚为好 我叫文青 女孩又摸出了香烟 旁若无人地抽了起来 好吗 陈阳哑然 这孩子有些目中无人啊 算了 既然人家这么高冷 陈阳也懒得贴上去 又过了几分钟 女孩的电话响了 她嗡嗡了两声 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了 你随时都可以查看 是吗 陈阳心中松了口气 然后给母亲打了个眼色 李英心领神会 出去打电话核实去了 过了一会儿 李英进来了 然后给儿子打了个手势 她刚刚打电话 核实过来 账户上多了160万的货款 文老板 钱已经到账了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文青掐灭烟头 你找人装货 我来找车 说着 又摸出了电话拨了个号码 这个恐怕 陈阳看了一眼外面 挤得水泄不通的大门 文青走了出去 看到文青出来了 二驴的小弟们一阵骚动 有些人开始叫嚣 但没人敢冲上来 真怂 文青撇撇嘴 一脸的鄙夷 林东城呢 让他出来 少清 林东城的身影出现在街头 二驴被打的第一时间 他就得到了消息 二驴怎么说 也是他的手下 如今被打了他这个老板 自然要站出来 火焰来了 众人纷纷让出了一条道 林东城缓缓地来到了陈家门前 上下打量了文青几眼 女娃娃 火气不小吗 怎么称火 文青哼了一声 道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林东城在阳城混了十几年 早就已经喜怒不形于色了 文言也没生气 只是淡淡一笑 他不生气 可不代表手下不生气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敢跟我爷爷这么说话 林佑马上跳了出来 林东城就是这条街的天 妖 这林家的狗还真是多 打了一个又冒出来一个 女孩丝毫不以为意 小表 你敢骂我 林佑怒了 冲上去就是一巴掌 他自幼就是横着长大的 何曾受过如此的羞辱 啪 耳光声十分 得清脆 女孩的脸上多了一道手印 一巴掌过后 女孩亮亮呛呛后退了几步 什么情况 陈阳有些傻眼了 之前这姑娘面对二驴那 可是威风八面 三下五除二 就把二驴给干趴下了 这么厉害的人 怎能会被林佑一巴掌 打在脸上 有些不对劲啊 二驴那种壮汉 都被他打倒了 怎么会被林佑打着了呢 不可学啊 看到自己一巴掌打中了 林佑也是十分的兴奋 听说这女的 把二驴给干趴下了 林佑还有些警惕的 但现在看来 也不怎么样 小表 我要让你知道林佑的厉害 林佑凑上前去 正要继续动手 碰 陈阳忽然一脚 将她踹了出去 你没事吧 陈阳急忙把文青扶了起来 她实在是忍不了了 怎么说人家 也是自己的客户 刚刚买了货 她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 被林佑打伤 要真的被打伤了 她怎么跟大佬留交代 林佑 动手打女人 算什么本事 有能耐咱俩练练 陈阳将文青挡在身后 文青脸色有些古怪 像是生气 又像是好笑 接着翻了翻白眼 这货还真是多事 陈阳你找死 林佑双目通红 嗷嗷叫地冲了上来 她早就看着小子不顺眼了 刚冲过来没几步 一双大手 忽然从后面伸了过来 接着掐住了她的脖子 提了起来 然后猛地一甩 啪 林佑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地上 瞬间不动弹了 这时众人才察觉一个大汉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场中 小佑 林东城眼中现象就喷出火来 他快走了几步 来到了孙子的面前 伸手探了探鼻息 还好 只是昏过去了 我不管你是谁 敢动我孙子 今天就别想 活着离开这条街 火焰发飙了 身后的伙计都冲了过来 对大汉全打脚踢 哈哈 大汉拍了拍手 身边躺满了林家的伙计 众人无不害人 只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人家就干倒了五六个小伙 这 特么还是人吗 根本就没有理会 只是温和地说道 小妹 不好意思 哥哥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文青哼了一声 故意露出脸上的巴掌印 他们打我 看到文青脸上 清晰的巴掌印 大汉额头青睛抱起 转身看向了林东城 杀气 这是见过血的杀气 林东城也是心中一颤 他是小商贩出身 察言观色的本事 自然也是炉火纯青 这大汉不简单啊 你们打了我妹 大汉上前一步 盯着林东城 林东城虽然有些心计 但还是硬着头道 是他打人在先 我的员工 已经被他打进医院了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他就是亡 不能剁了威风 很好 很好 区区一个杨县药材市场 居然有人敢动我妹 真的是不知死活 大汉将手指鼓捏的啪啪作响 面带杀气的说道 看到大汉 丝毫没把杨县放在眼中 林东城心中猛的一尘 不知道你是 林东城小心翼翼的问道 东阿钱家钱正强 大汉爆出了自家的名号 东阿钱家 听到这四个字 林东城忍不住脑袋轰然一响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我是林东城 当初曾专门去东阿拜会过钱老 林东城急忙开始灭火 钱老正是钱家的掌门人 也是沿海一带药材型的大佬 只要人家一句话 林家就干不下去了 林东城自然是招惹不起 东阿钱家 陈阳也有些吃惊 在药材界有六大龙头之称 这六大龙头几乎占据了行业的大半碧江山 住 六大企业都是国字号企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文中统一改成私企 换了名称 由六大家族控制 书友不必较真 东阿钱家正是其中之一 钱家旗下有十几家公司 市值数百亿 掌控了几十个品牌 在整个行业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比起钱家 林家这点身价 不过是个蚂蚁而已 哼 钱正强看也不看林东城一眼 文家妹子 你说怎样处置 他转身看向了文青 目光中似乎有些讨好的意思 众人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钱正强的身份已经很吓人了 这穿皮衣的小姑娘又是何方神圣 陈阳也有些好奇 文青 姓文 文家 啊 陈阳很快想起了一个家族 帝都 国人堂 文家 好家伙 怪不得大佬刘这家伙 拍着胸脯打包票 原来他把文家的人请来了 林东城更是面如死灰 他自然也想到了国人堂 这文家更是非同小可 比钱家还要厉害得多 完了 完了 他上辈子究竟做了什么念 居然招惹到了这么厉害的主 文青淡淡道 在药材行没人敢打文家的脸 我这一巴掌可不能白挨 是是是 林东城急忙低头 我林东城叫子无方 得罪了贵客 真的是对不住 只要您能消气 想怎么处置都行 钱家他惹不起 这文家他更惹不起 你过来 文青指着林佑 这会儿林佑也醒了过来 赶紧过来 林东城一把扯过孙子 然后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文小姐 我把他送过来了 你要打药罚 请便 虽然他比较疼爱这个孙子 但比起自家的前途 也没什么舍不得 林佑这会儿 才算明白过来 眼前这个女孩 根本不是他们林家 能够招惹的 文青轻蔑地看着林佑 还不给文小姐赔罪 林东城又踹了林佑一脚 对不起 文小姐 林佑胆战心惊地说道 文青歪头看了陈阳一眼 替我打他十八掌 这不好吧 陈阳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手上却没闲着 一八掌扇了过去 其实 他早就想打林佑了 要不是当初这货嚣张跋扈 他也不会惹这么多麻烦 啪 啪 啪 陈阳连打了林佑十个巴掌 把这货打得嘴角流血 这才笑眯眯地看着文青 解气不解气 要不 我再打十个 文青看着陈阳 陈阳也看着他 两久 文青忽然扑斥一笑 道 你这个人倒是有些意思 他看了看胆颤心惊的林佑 忍不住有些无趣 滚 别让我再看见 多谢文小姐 林东城急忙扯着孙子离开了 林家这么一撤 所有看热闹的人也都撤了 钱正强和文青的强势到来 让阳县的药材街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晚上 林东城连夜请了行内 有分量的人去赔礼道歉 至于说了什么 外人自然不得而知 第二天一早 林东城就把孙子送出了阳县 然后关门庇护 不敢再抛头路面 听到打自己的人来头这么打 二履险些就吓尿了 这货包着脑袋 带着手下连夜收拾街道 把乱七八糟的路面清洁干净 顺带着还把陈阳门前的路 给整理了一番 林家关门庇护 二履秒边二哈 这下 整个市场上的老板 都知道陈阳结交了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所有人看向陈阳的目光 都变得敬畏起来 走了 文青摆了摆手 驾驶机车急迟而去 看着文青远去的背影 陈阳心中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姑娘来得突兀 走得也潇洒 挥挥手带走了一车祸 还顺带着帮他解决了林家的问题 老爹 这是我的电话 有什么需要打给我 钱正强拿出一张名片 陈阳接过来看了一眼 东俄集团副总经理 驻乔城办事处负责人 施敬 施敬 原来是东阿前家的太子爷 陈阳心中暗叹 上一世 他的实力不足 还没接触过这些行业中的顶流 什么太子爷 钱正强笑了笑 刘叔跟我家关系不错 他特意打电话 让我照看一下你 原来如此 陈阳总算明白过来了 大老刘是如省的大老板 这东阿前家也是如省的 两家说不定有什么渊源 钱家家大业大 在沿海一带 还算是有些名声的 大老刘拜托钱正强 过来解决林家 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他心头又有了个疑问 既然大老刘找的是钱正强 那这个文青又是干什么的 他怎么会冒出来呢 看他的样子 也没怎么把大老刘看在眼里 大老刘恐怕也没那么大的面子 把文家的人请过来吧 这位文小姐 陈阳问了一句 兄弟 不好意思 这丫头能来完全是个意外 意外 说起来 还真有些对不住刘叔 钱正强脸色有些尴尬 似乎有些难言之意 这下陈阳更糊涂了 兄弟 有件事 我必须交代你 这文家的人 都有些古怪 你最好还是不要惹 钱正强低声说了一句 我知道 陈阳点了点头 他明白钱正强的意思 文青出面 未必是为了帮他 自己可不能拿这个 当做结交文家的由头 好 你明白就好 钱正强点了点头 客套了几句 带着手下离开了 街道上马上清净了许多 小杨 那两人是你朋友吗 要是你朋友的话 咱们说什么也得 留人家吃顿饭啊 母亲李英小声地问道 算了 人家也不差这顿饭 陈阳笑了笑 没有过多的解释 商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实力差不多的才叫圈子 以他现在的身价 根本就没有资格跟钱价 文家的人交朋友 不过也不要紧 很快 他就能追上了 上一世 他没能跟六大龙头掰掰万子 这一世倒是有机会了 不管怎样 人家文青帮了他的大忙 陈阳记住了这个人情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大老刘的电话 刘哥 谢谢你啊 谢我 你小子当然要谢我 大老刘那边有些阴阳怪气 怎么了 刘哥 陈阳听出了大老刘的不爽 没什么 只是吃到嘴边的肉 被人家抢了 大老刘信信地说道 怎么回事 别提了 我找钱家的人去帮忙 谁曾想被文家的丫头 强插一手 这小丫头 跟他老爷子一样 都是只占便宜 不吃亏的主 你的货 被他给截胡了 老子辛苦半天 啥也没落着 啥玩意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闹了半天 原来是这样 这文家的小姑娘 也太不讲究了吧 对不住啊 刘哥 我真的不知道 算了 这也不关老弟的事情 都是钱家那小子多嘴 否则你这批货 我收了最少能赚50万 最近几天产地 现在八角已经占到了95 还在涨价之中 收了陈阳这车祸 大老刘至少能赚40多万 刘哥 那个 我来补偿 你的损失如何 陈阳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大老刘帮他解决了大问题 最后货却被文青给撬走了 人家什么也没捞着 说什么呢 老哥我是那种人吗 大老刘有些生气了 虽然被文家小姑娘撬走了货 他有些恼火 但大老刘也不是输不起的人 老哥消消火 消消火 陈阳急忙宽慰了大老刘几句 老哥 我有个建议 您参考参考 哦 老弟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吧 这八角价格有些虚高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实用价值 聪明人点到极致 老弟你是说 大涨过后就是大店 大老刘很快明白了 陈阳的意思 这个我说不准 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 是这样 刘哥你要心中有数才好 毕竟这玩意要用价值不大 实用也不是非它不可 现在涨价 无非是有老板们 争先恐后的进场哄台 若是老板们没人抢了 价格很快就会跌落 大老刘沉默了 这次去贵省 他准备了充足的资金 想大干一场的 可听到陈阳这么说 心中又有些迟疑不绝了 这话要是别人说的 大老刘肯定不以为意 但这话是陈阳说的 大老刘就有些犯算计了 陈阳这小老弟 虽然年纪不大 但眼光贼毒 老弟啊 你给哥哥透个底 你觉得安全线是多少 我觉得也就978左右 而且再过三四个月 春八角就开始下货了 按照今年的行事 春八角一定会共打于求 好 听兄弟你这么说 我也就有数了 多谢你提醒啊 大老刘明显是听进去了 挂了电话 陈阳也松了口气 2000年在八角身上 一夜报复的人很多 但赔得倾家荡产的 也不在少数 眼看着八角的价格 已经快上了顶点 接下来用不了几个月 就会开启暴跌模式 陈阳不想大老刘 也受到牵连 所以就提前透露了一点 再说他欠人家的人情 必须要还的 回去吧 陈阳怂怂肩 阳县的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他要去乔城 展开新的生活 2000年10月15日 农历9月18 星期日 晴 一结婚 出行 搬家 注册 搬新房 开业 定盟 这一天 陈阳正式在乔城工商局 递交了公司注册申请 名字就叫海王药材影片 有限责任公司 海王是陈阳上一世的公司 取自海纳百川 王者天下的意思 这年头药材型老板们 多数都是个体经营 个体经营定税比较低 一般都是采用固定的税率 这种税率 对个体老板十分的友好 也就是说 就算你今年能赚一个亿 但交税 也就交固定的一点 但要想在行业里做大 就必须要走公司的行事 因为公司经营 无论在融资 还是销售渠道 都比个体要占优 尤其跟公司打交道 一个能开发票 一个不能开发票 优劣自然是一目了然 公司的执照 正在审核之中 没有几天的时间 是下不来的 接下来陈阳 要找门店 两千的乔城市场 寸土寸金 店铺更是一位难求 租金也十分的昂贵 好点的位置 基本都在十万左右 就算大厅的摊位 也要三四万起步 要不是陈阳 现在有了点钱 他还真没有底气来找房子 这个时候 药材市场的店铺摊位 属于乔城药材市场 办公室管理 并不能随意的买卖 同志你好 我是陈阳 之前已经电话联系过 陈阳来到了办公室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等着 负责接待的姑娘 眼皮一翻 接着一个大白眼 抛了过来 接着 专心致志地操控着电脑 陈阳不说话了 好吧 可能是自己 太心急了 打扰了人家工作了 可他随意看了一眼 忍不住哑然 好吗 这姑娘正用QQ聊天呢 一台电脑开了六个QQ 咳嗽声不断 忙得是不易越乎 墨于高手啊 算了 两世为人 陈阳也懒得 跟小姑娘置气 就耐心地等了几分钟 可几分钟过去 姑娘丝毫没有抬头的意思 陈阳有些人 可忍 砰的一下 拍在了桌子上 姑娘被吓了一跳 你干啥呀 同志 上班时间聊QQ不好吧 陈阳似笑非笑地 看着这姑娘 其实小姑娘上班摸鱼 跟她没什么关系 但你能不能照顾一下 办事的群众 等事情办好了 你再摸鱼也不晚吗 哼 姑娘似乎有些不高兴了 慢腾腾地摸出登记表 姓名 陈阳 奇怪 乔程阳县 做什么业务 想在市场上租一个商铺 也就二十秒的时间 姑娘就合上了登记表 面无表情道 好了 你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有空闲下来的铺子 我们会跟你联系 这就没了 陈阳皱了皱眉 赖着性子问 需要等多久 不知道 姑娘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吗 还带着脾气 算了 陈阳摇了摇头 她也知道 药材市场摊位紧缺 走正规途径 恐怕有些悬 看样子 要另想办法了 正当她想离去的时候 两个男人推门走了进来 五哥 你来了 姑娘笑着迎了出来 那亲热镜 跟之前的面摊截然不同 小艳 这是我的一个亲切 想在咱们市场 找个地方做生意 你可得照顾照顾 姓武的男人笑着介绍了一下 五哥 这没问题 姑娘欢快地拿出了一张平面图 放在了二人的面前 这红色标注的地方 都是空置的铺位 蓝色标注的 都是即将到期的铺位 五哥您自己看吧 看中了哪个 告诉我 听到这里 陈阳就不走了 好吗 人家来了 你就有 没有也能挤出来 我来了 你就没有 有也没有 这不是区别对待吗 好吧 区别对待也没什么 华夏自古就有这个陋习 两世为人 陈阳自然也司空见惯了 可关键是 他还没走出门呢 你就这么明目张胆 区别对待 瞧不起谁呢 陈阳伸手把平面图抓了过来 看了几眼 铺位是有的 但也不多 位置好的只有一个 你干什么 小姑娘不高兴了 小姑娘 你这么办事不合规矩吧 都是来租赁店铺的 你刚才还说没有铺位 让我回去等着呢 这别人来了 你马上就有了 怎么着 搞暗箱操作是不 这是 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我就去找你们领导 陈阳把平面图丢在桌上 他也不是没有关系 钱正强在这一块 还是能够照得住的 但他觉得 人情这个东西 用一次 少一次 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能不麻烦人家 就不要麻烦人家 能自己解决的 就自己解决 这 小姑娘明显还没修炼到家 脸上有些心虚了 走后门这种事 是一种潜规则 一旦拿上台面来说时 就有些麻烦了 因为明面上是严格禁止的 他的确有些大意了 看到姓武的来了 就荒补蝶的现殷勤 以至于都忘了 前面还有个要垫铺的呢 这下好了 人家不乐意了 真要是闹起来 他肯定要受处分 看到小姑娘说不出话来 姓武的哈哈一笑 啊 这位兄弟 多大点事啊 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了 小叶 也给这位兄弟办理一下吧 都不容易 好的 五个 小燕点了点头 走后门被人家抓住了 他不想办理也不成了 好啊 陈阳站了起来 伸手在最好的位置 一指 道 那我就要这个铺子 看到陈阳一上来 就抢了最好的位置 其余三人都有些色变 五个皱了皱眉 这个位置可是他看好的 也是要留给亲戚的 这个年轻人 也太不懂事了 我这才刚帮你一把 你就开始恩将仇报了 兄弟 这个位置 刚才我已经选了 你选其他的吧 五个已经有些不高兴了 语气也渐渐变冷 先来后到 我先来的 自然我先选 陈阳也毫不相让 开店做生意 位置很重要 这个位置很好 他也看重了 这个位置很贵 要十万一年 二千年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城中心的商品房 也就一千左右 十万可以买一套 八九十平的商品房了 他瞧陈阳的模样 也不像是有钱人 呵呵 陈阳笑了笑 打 钱不是问题 我要长租 至少十年起步 看到陈阳一租就是十年 小燕也有些震惊 没看出来了 还真是个有钱的主 虽说乔城要财市场 有钱的老板多如牛毛 但敢一口 弃租十年忘铺的 还真不多见 这下有些麻烦了 他求助的看了五哥一眼 兄弟 虽然他不差钱 但他亲戚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一租就是十年 哦 先来后到 怎么就不讲究了 陈阳看了他一眼 只允许你们不讲究 就不允许我不讲究了 无论是钱是今生 他对这种走后门论关系的 都没什么好感 五哥嘴角抽出了几下 小兄弟 你这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 要是没有我 你想租房 还不知道要排到猴年满月呢 市场有市场的潜规则 空出来的铺子摊位 优先给本市场的经营户 关系户 外来的自然要等一等 今天五哥带着亲戚过来走路子 不小心被陈阳撞破了 这才打了原厂 让金办人小燕给陈阳开个绿灯 可没想到 人家一上来就是大马力输出 抢占了最好的位置 不按套路出牌啊 先来后到 呵呵 没听说过 这个市场有这个市场的规矩 小兄弟 你出来乍到 还是守规矩的为好 五哥思条漫里的说道 规矩 陈阳眼中闪过一阵鄙 走关系 还这么有优越感 还真是奇葩 你要是守规矩的话 我也会守规矩 很可惜 你是不守规矩的 哈哈 五元笑了 一个外来户居然有人 让他守规矩 还真是新鲜 小兄弟 其他的话 我也不想多说 今天你要是想选铺子 被等我们选完了再说 就是这个规矩 是虽然五元的亲戚 未必非要选这一套铺子 但五元就是不爽 这纯属义气之争了 我要说不能 陈阳也来了火气 重生一事 他最不享受的 就是委屈 出门在外 搞不过当地人 那是没办法 明知道搞不过还要硬搞 那不是脑袋有问题吗 但现在是在乔城啊 陈阳自然不愿受这个委屈 是吗 五元哼了一声 道 那你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市场 他刚刚也从小燕的口中 了解到了陈阳的底细 阳线的一个外来户而已 在药材行也有自己的鄙视链 乔城市场 鄙视下面的二级市场 下面的二级市场 又鄙视走单帮的 哈 陈阳笑了 那我还就不走了 我就看着你们 如何在我面前 搞暗箱操作的 看来人要是不想受委屈 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眼瞅着二人刚上了 办事员小燕有些亚历山大 这件事里外里都是她的责任 二人要是干了起来 最先倒霉的就是她 五哥 您消消火 妹妹再给你找一间差不多的铺子 保证不比这个差 不行 我就要这个了 要是被个外来户给欺负了 我五元的连往哪里搁 陈先生 您看 这件事到底的确是我的疏忽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找一间给这个差不多的 价钱也优惠一些 不必 我就要这个了 我就是想看看 这里还讲不讲道理 两个都不让 小妹真的没办法了 就在这时 陈阳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号码 有些陌生 喂 哪位啊 文青 文青 陈阳愣了一下 没想到文家的小姑娘会给她打电话 文小姐有事吗 陈阳语气也客气了几分 毕竟人家帮过她 虽然也是为了利益 但该陈阳还是很成情 你在哪 我在乔城 位置 乔城要财市场办公室 五分钟间 那边文青挂了电话 陈阳有些无语 这文家小妞有些没礼貌啊 呦 五元嘿嘿一笑 道 还叫上人了 好啊 那咱也叫人 说着摸出了电话 喂 老仨啊 你把兄弟们都叫上 到市场办公室来 对对对 有个不开眼的外来户 没事没事 原本不想欺负人的 但人家 有些蹭着鼻子上脸啊 挂了电话 五元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陈阳 陈阳笑了笑 也不解释 他原本想给钱正强 打个电话的 但现在文青来了 事情也就更好办了 少青 一群人围了过来 都是五元叫过来的 毕竟这里比较近 五元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邪逆了陈阳一眼 朋友 出去解决 这里是办公室 聚众闹事影响不好 出去就出去 陈阳无所畏惧 三人刚出去 就被一群人围住了 五哥 就是这小子 一个矮胖的男人 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陈阳的面前 五元点了点头 小子 矮胖的男人 走上前来 冷笑道 这里是乔城 不是阳县 就算是临东城来了 也要规规矩矩的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乔城撒野 哎哎 五元急忙劝阻了男人 接着又得意地 看了陈阳一眼 朋友 本来呢 咱们也没什么了不得丹院 只是呢 你这个人做事 太不讲究 这样吧 看在你是外来的不懂规矩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递个头道个歉 然后再摆一桌赔罪 我就放你一码 免得别人说我老五欺负一个外来虎 五哥 跟这个外来虎客气啥 给他上点政治课 让他长点教训 矮胖男人嘟嘟囔囔 别啊 五元笑道 咱们是正当生意人 可不能让人家说三道四 以德夫人 懂不懂 他似乎已经吃定陈阳了 哎 陈阳无奈地摇头 他不想惹麻烦 可总会有麻烦送上门 这就是所谓的招黑体制吧 这时 一辆摩托车忽然急迟而来 静止冲向了人群 操 怎么开车的 看到摩托车来势凶猛 众人忍不住散开了 唯独陈阳无动于衷 文青来了 摩托车在他身旁一个侧衣 接着骑士伸出了一条腿 打开脚撑 熄火 摘头盔 晃头发 摸烟打火 陈阳哑然 这出场方式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 一样的招摇 吐了个烟圈 文青邪腻了陈阳一眼 道 粪坑不大 还挺招驱虫的 陈阳 这姑娘真损啊 一张嘴 把两帮人都骂进去了 胖子更是大怒 陈阳是粪坑 那他们不就是蛆虫了 嘴巴放干净点 谁他们是蛆虫 胖子慢慢咧咧走了上来 文青看了他一眼 眼中净是不屑 你这种连蛆虫都算不上 你特么找死 胖子冲过去就要动手 你特么才是找死 这时五元忽然冲过来 给了胖子一巴掌 把胖子给打猛了 文小姐 您别生气 他喝多了 喝多了 五元急忙赔不试 挨了一巴掌的胖子 脸色通红 还真有点像喝多了一样 这里是乔城 是四大药都 六大世家的人 也经常在这边露面 当然以五元的身份 是够不上六大世家的 他也是远远地看见过文青 只是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来 联想到陈阳在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他这才意识到麻烦大了 滚 文青眼皮都不抬 对于这种小角色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是是是 五元急忙扯着胖子离开了 胖子还有些不愤 当听到五元在他耳边说的话 接着双腿一软 险些就跌倒在地 妈呀 文家的人 他险些就招惹了文家的人 文家是什么 那可是药材型的巨头啊 国人堂百年老字号 人家手中稍微漏点 就够他吃一辈子了 人家只需说一句话 他们在这个行业里 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好险 好险 胖子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 感激地看着五元 这次啊 要不是五个机灵 他还真的闯下大祸了 一帮人来得快 走得也快 场中只剩下陈阳和文青两个人 没看出来 你还能惹事的 文青掐灭烟头 陈阳不嫌不淡 我可没让你过来 本来人家帮了忙 陈阳也很感激 可这女的傲慢态度 让陈阳十分地反感 感激归感激 你不能不把我当人看 文家的人 就能骂别人是粪坑 六大世家牛逼又如何 在国际上 还不是被日韩随意地吊打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都受不住 还好意思 说是百年老字号 从这点上 杨哥是瞧不起他们的 文青诧异地看了陈阳一眼 陈阳不置可否 五元这种角色 他还没放在眼里 人多又如何 陈阳又不是下大的 最不计他可以跟钱正强打电话 相信钱正强肯定能解决 相较于脾气古怪 又有些傲慢的文青 陈阳还是喜欢跟钱正强那种 直来直去的汉子打交道 就算是欠人情 他也愿意欠钱正强的 好啊 文青双手抱胸 淡淡道 那咱们就算算账吧 前两天为了你的事情 文家的脸可不是这么好打的 你说说怎么算吧 陈阳一阵无语 那一巴掌不是你故意挨的吗 要不然林佑那种货色 怎能打中你 再说 你那一巴掌可没白挨 林东城连夜请了 乔城这边的会长过来说情 说情也没空多手 虽然不知道林东城出了多少钱 但陈阳敢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毕竟打的是文家的人 你想怎样 陈阳也不觉得文青会讹诈自己 毕竟怎么说也是文家的人 得要点脸面吧 上车 文青也不废话 转身跨上了摩托车 然后戴上了头盔 不说清楚 不许 陈阳摇了摇头 这姑娘有些邪性 她真的不想伸交 文青点火 轰了一下油门 然后又看了她一眼 我给你三秒钟 否则后果自负 陈阳忽然转身就走 她才不吃这一套 就算是文家又如何 老子又不需要跪舔你们 看到陈阳说走就走 文青先是一愣 接着嘴角露出一片糊涂 这家伙还真是有胆色啊 明知道她是文家的人 还敢这么对她 这倒是跟那些人不同 走了有几十米 陈阳听到身后传来了轰鸣声 文青驾驶着摩托车 忽然就直冲了过来 几十米的距离一闪而逝 陈阳一个侧身 只觉得一阵进风掠过 脸上都被刮疼了 摩托车也一闪而逝 后颈冒出了冷汗 她要是不躲 这女的真的会撞上她 喜怒无常 做事也让人捉摸不透 绝对就是个女疯子 这种人很难打交道 陈阳一般都会敬而远之 文青被闪过之后 接着一个漂亮的九十度掉头 然后不住地轰 油门 你这个疯子 陈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怪不得钱正强对她也是小心翼翼的 这文家的小妞果然不正常 没人敢拒绝我 你是第一个 文青冷冷地看着她 眼神也有些不善 很好 那老子就做第一个 文家 哼哼 很了不起吗 陈阳也被她激起了火气 重生一事 她真的不想惹事 但好像自己开启了朝黑体制 每次都会有麻烦找上门来 她最讨厌的就是这高高在上的傲慢 来就来吧 她陈阳怕过谁 哼 文青也不废话 扣上头盔 加大油门冲了过来 陈阳深吸了口气 就那么站在那里 她就不信了 光天化日之下 这女的真敢撞死人不成 短短的距离 文青似乎没有减速的意思 直直地撞上来 还真撞啊 陈阳这次也发狠了 老子今天就不躲了 撞了我 这辈子就让你们文家养着 那也不思念 老子不姓陈 眼瞅着摩托车就要撞上了 陈阳似乎没有躲避的意思 文青这才有些慌了 这时候紧急制动已经来不及了 她只能往一旁歪了一把 她也就是吓吓陈阳而已 没打算真的撞人 不过很明显 陈阳不是吓大的 动 摩托车重重地摔在地上 在地上划了一道弧线 冒出了火星 文青也被甩了出去 翻滚了一阵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幸好带着头盔 否则肯定会头破血流 啊 小姑娘发出一阵惨忽 你没事吧 陈阳凑了上去 她也看出来了 小姑娘并不再真的要撞人 否则人家根本不用歪车头 这一歪车头不要紧 把自己给摔了 陈阳一颗不爽的心 稍微平复了一下 我的手臂 文青带着哭腔 陈阳拿起他的手臂 顺着骨头走势捋了捋 还好 只是脱臼了而已 并没有断 从老中医的诊所里出来 文青就一脸的不爽 双目死死地瞪着陈阳 脱臼而已 只是瞪着他 放心吧 这老中医治疗跌打骨伤 十分的有名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陈阳解释道 文青还是瞪着他 为什么不躲 为什么要躲 你躲了 我能摔着吗 这是不是你挑起的吗 你不撞人 能摔着吗 我不管 就是你的责任 你还讲不讲道理 我就是不讲道理 你带如何 打我呀 陈阳又有些生气了 可转念一想 人家受了伤 心中不爽是自然的 算了 好男不跟女斗 都几十岁的大叔了 何必跟一个黄毛丫头一般见识 再见 陈大叔摆了摆手 转身就要离开 你不能走 文青抓住了他的衣服 再闹 老子就翻脸了呀 陈阳有些不高兴了 他已经人质易尽了 这女的还有些纠缠不休 还真是惯的 借我点钱 什么 陈阳有些没听清 借我点钱 文青大声说了一遍 陈阳掏出了钱包 拿出了两千块 可能是人家没带零钱吧 我要两百万 文青看也没看 啥玩意 陈阳险些摔倒在地 两百万 他现在的身价 也就两百来万吧 不是 你这是借钱啊 还是打劫啊 还真是新鲜 文家的人 什么时候会缺钱 对不住 钱与老婆盖部外借 陈阳把钱包塞进了口袋 老婆没有 钱也没有 没毛病 借我两百个 我还你二百五 文青淡淡地说道 二百五 陈阳额头直跳 这个数字有些 好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文家会缺这点钱 就算是文青缺钱 他不会去借别人的 钱挣强大货 不比他有钱多了 我要半点私事 不想被别人知道 文青似乎看穿了陈阳的想法 他是文家的人 一举一动 都会看在别人的眼中 两百万不算钱 他随时都可以找朋友拆件 但这样一来 肯定会弄得世人皆知 此来想去 只有陈阳一个人符合条件 毕竟这家伙 不属于他的圈子里的 这个理由似乎很充分 陈阳摸着下巴 按理说 以二人的关系 是可以借的 毕竟人家帮了不少忙 给的利息可不低 不过陈阳还是小心翼翼地 问了一句 你想干什么 倒不是好奇 是对自己的资金负责 借还是不借吧 文青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呵呵 陈阳也笑了 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借的 他不怕文青赖账 但文妥起见 还是要多问问 你发誓不会说出去 我发誓 绝不会说出去 跟我来 文青戴上了头盔 跨上了摩托车 陈阳犹豫了三秒 还是坐了上去 他的确有些好奇 嗨嗨 陈阳下车后 忍不住干呕几声 这个女疯子 离开乔城 她马上上了高速 然后一路急迟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进了精灵城 从乔城到精灵 好几百公里啊 连个头盔都没有 就这么吹了一夜 关键是 这丫头的速度贼快 一路上下的她心惊赶战的 陈阳已经后悔上人家车了 文青摘下了头盔 习惯性地甩了甩头发 就这 小姑娘一脸不屑的 说得轻巧 换你来试试 陈阳翻了翻白眼 走了 文青也不再说什么 走了进去 碰到一个女疯子 陈阳也有些无奈 只能跟着她进去了 二人七拐八拐 进了一个小巷子 这里应该是精灵的老城区 里面的建筑 还都是七八十年代的风格 来到一个院子前 文青轻轻地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一个白发老人 出现在二人的面前 老人年纪不算大 但一张脸带着病容 马老 你好 文青的语气 难得恭敬了几分 进来吧 马老打开了房门 引着二人来到了自家的庭院 院子很小 也就十来平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坐吧 马老咳嗽了几声 二人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下了 这是你要的东西 马老从贴身的衣兜里 摸出一个小包裹 外层包裹了不怕 他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打开来 里面包着一个小盒子 小盒子的样式 十分的古朴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了 打开盒子 里面有几张铁子 文青戴上手套 从盒子里取出了帖子 仔细地看了起来 陈阳也好奇地瞥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的繁体字 不过倒也认识 绿茶 血鱼 紫草 生地黄 应该是个药方吧 果然文青检查无误后 小心翼翼地把东西 放进了盒子里 给钱 文青收起盒子 推了陈阳一把 这丫头 花了两百万 就是为了买几张方子 陈阳忍不住摇了摇头 从怀里掏出了一张两百万的支票 离开桥城之前 文青让他把钱取了出来 嗨嗨 马老又咳嗽了几声 用不怕捂住了嘴 文青急忙上前几步 轻轻地在他后背拍了拍 马老脸上闪过一丝红润 文小姐 我还是那句话 这方子绝不能落到东阳人的手里 马老请放心 文青急忙道 我文青说到做到 绝不会让他落到东阳人的手中 也不会让别人知道 那我就放心了 马老长舒了口气 他颤巍巍地摸起那张支票 打亮了几眼 忽然道 文小姐 希望你能帮我做件事 马老请说 文青神色肃然 马老把支票递给了他 麻烦你用我的名义给 嗨嗨 捐给山区的孩子吧 马老 文青一脸惊讶 他本以为 马老卖祖上的药方 是为了治病 但万万没想到 人家得钱后 马上捐了出去 我已经时日无多 药钱也没什么用了 还是留给那些 山区的孩子吧 马老 我可以帮你联系好的医院 不必了 我把药方给你 只是不想 让祖上的心血 毁在我这个 不孝子孙手中 你们 走吧 马老端起了茶盏 这是要送客了 文青犹豫了两久 最后还是叹了口气 带着陈阳离开了 你风风火火地 赶了一夜的路 就是为了这几张的古药方 陈阳歪头 看了文青几眼 你懂什么 这几张古药方 可是西式珍宝 文青小心翼翼地 把庄药方的盒子收好 是吗 陈阳有些半信半疑 刚才他也粗略地看了一眼 也没觉得 有什么稀奇的 一百多年前 精灵马家再姓灵 还是很有名的 现在虽然没落了 但还是有些底子的 为了得到这些药方 RB人可没少下心思 甚至给出了五百万的刀架 可马老看都没看一眼 五百万 陈阳也有些动容 钱多钱少是一方面 关键这马老道是有些疯骨 打死不卖RB人 这年头一切向前 能不为金钱 而折腰得很罕见 更难得的是 人家也不贪财 得来的钱全都捐了出去 陈阳心中为马老竖起了大拇指 是个爷们 支票没用上 先给你 收好了呀 文青把那张两百万的支票 递给了陈阳 陈阳这下有些不爽了 说好了用二百给二百五的 你这算什么 不认账了 你贪没我的钱也就罢了 人家马老相信你 这才委托你把钱捐了 你现在一分钱没花 就白得了人家的方子 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恭喜你了 二百万买了五百万的方子 大赚特赚啊 陈阳的语气有些鄙夷了 心中有些替马老感到不值 我买方子不是为了赚钱 哼 文青给了陈阳一个大白眼 是是是 我不懂 你们文家厉害 那可是几百年的老字号啊 陈阳撇嘴 文家 呵呵 几百年前是老字号 几百年后还是那个鸟样 窝里横得玩意 有能带你走出国门 将中药发扬光大 杨阁十分的鄙视 文青有些不高兴了 一把扯住了他 你话里有话 莫 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 我买药方也不算是为了文家 也不是为了赚钱 这跟我没关系 你也不必解释 今天我算是了解了文家人的手段了 呵呵 陈阳 你混蛋 你敢阴阳怪气 我杀你 文青愤愤地冲了上来 拳打脚踢 陈阳轻轻一推 将文大小姐轻松推倒 打架 他真不是自己对手 也就是仗着文家的名头而已 文大小姐被推倒在地 盒子也跌落了 他有些傻眼了 从来都是他打别人 还真没人敢打他 这个混蛋敢打他 拿起盒子 吹了吹上面的灰尘 陈阳森然道 文小姐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既然你答应了 要帮马老捐赠200万 给山区的孩子 那你就必须要办 否则 我陈阳第一个不答应 盒子呢 我先收着 什么时候 你把捐款凭证拿来 什么时候再给你 说着转身而去 别的事情也就罢了 但马老这种人 陈阳很是佩服 所以必须要帮他完成心愿 文家又如何 陈阳还真没放在心上 再次回到了乔城 陈阳找了家宾馆 补了个轿 奔波了这么长时间 他也是有些困乏了 正迷糊间 手机响了 喂 哪位 陈先生您好 我是乔城药材市场 办公室的小燕啊 哦 什么事 陈先生 是这样的 您之前看的那套铺子 一直给您留着呢 您什么时候 有时间过来签个合同 小燕的语气 十分的恭敬 是吗 陈阳揉了揉脑袋 这才想起来 自己来乔城的目的 她是来租铺子的 被文青这么一搅和 险些忘了正事 十分钟吧 店铺见 陈阳挂了电话 然后洗了把脸 来到了店铺 小燕和一个中年男人 正在店铺门口 焦急地等待 看到陈阳过来了 二人一路小跑 陈先生 您好 我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经理 我姓牛 您叫我小牛就成 牛经理满脸堆笑 这家伙四十不到 三十颇有鱼 肥头大耳 满面油光 就这个年龄自称小牛 还真是 甜不知耻啊 陈阳也懒得 跟他们一般见识 这二人前居后宫 应该是 被文青吓住了吧 不过他猜错了 文青忽然在乔城露面 固然引起轰动 不过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是钱家 因为钱正强 亲自打电话过问 发生了什么事 得知是陈阳要租赁商铺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 钱正强急忙 把负责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还放下的话 陈阳是我朋友 你们看着办吧 钱家是药材市场的股东之一 负责人自然不敢得罪 于是乎 牛经理又被负责人 骂了个狗血喷头 牛经理无人可骂 只能带着小燕过来赔罪 陈先生 您看着店铺怎么样 小燕满脸堆笑 影着陈阳进了那间店铺 底上四间 建筑面积在200平方左右 位置十分的好 好像还刚装修过了 卫生间洗手台都换了新的 地面也铺设了瓷砖 很好 陈阳进去看了几眼 心中十分的满意 陈先生 您看 还满意吗 小燕惴惴的问道 行 签合同吧 陈阳也不废话 牛经理急忙拿出了合同 放在办公桌上 粗略地看了一眼 陈阳忽然有些皱眉 陈 陈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牛经理有些忐忑 价格不对啊 陈阳翻了翻合同 道 之前我记得是十万一年 现在怎么才八万 这个铺子位置很好 建筑面积也大 按照现在的市价 至少得十万一年 是这样的 牛经理解释道 陈先生 是钱董的朋友 价格自然要优惠一些 钱董 钱正强 陈阳 这才明白 二人为什么会这样小心翼翼 原来是钱正强过问了 又欠了一个人情 陈阳有些无奈 人情这东西是最值钱的 如有可能 他真的不想欠人家太多 就这样吧 陈阳拿出笔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房租一年一交 还有管理费 卫生费 安保费等等 一共是八万三 看到陈阳爽快的交钱 牛经理也松了口气 陈先生啊 到时候开业的时候 给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也来给您祝贺一下 一定 到时候还要麻烦牛经理 陈阳笑着跟牛经理握了握手 既然人家释放了善意 自己也没必要折了人家面子 面子嘛 都是大家给的 噼里啪啦 鞭炮声响起 吴君两口子 捂着耳朵跑了过来 海王药材影片 有限责任公司开业了 陈阳衣着光鲜地站在门店外 身后站着母亲和妹妹 二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这次开业 陈阳很低调 谁也没说 阳县那边关了门 悄悄地带着母亲 妹妹提前来到了乔城 因为妹妹上学 缘故 一家人暂时还不能搬过来 过来的只有陈阳和吴君 看着周边的一切 陈阳十分的满意 通过半年的努力 他终于又回到了乔城市场 上一世 他就是在这里发的假 这一世 他又回到了这里 不过这一刻 提前了很多年 门外鞭炮 噼里啪啦地响着 母亲李英和伙计 吴天满脸堆笑地 站在陈阳的身后 从阳县到乔城 表面上走出了一百多里地 但从行业的角度上来看 是进了一大步 在阳县 客户是当地人 这乔城 他们面对的 将是全国的客商 这一步 是质的飞跃 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了 海王药业 就在市场周边的门店房里 底上两层 面积二百多平米 每年租金八万 加上其他费用得十万左右 位置虽然算不得紧俏 但也说得过去 在乔城要财行 有钱的老板多如牛毛 这店铺也十分地紧张 好位置根本找不到 就算找到了 也轮不到他这个外来户 要知道 当时乔城的商品房价格 也就一千左右 这也多亏了钱价 看到空前许久的店铺开业了 周边的邻居也都围了上来 想看看这个新邻居 是何方神圣 哎 这不是小陈吗 好像是啊 一个走单帮的 现在也当上老板了 这门面价格可不低啊 小陈发财了呀 半年前 人家还是个走单帮的呢 这一晃 也成为大老板了 有志不在年高啊 既然认识 那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一帮人也都凑了上来 陈阳也拿出了一盒好烟 拆开分散给了诸位老板 陈老板 恭喜发财 同喜 同喜 感谢诸位老板 陈老板 你这可不够意思啊 开店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也好早点准备一下鹤里啊 诸位老板客气了 小打小闹而已 不敢麻烦各位老板 陈老板 现在咱们是邻居了 以后应当相互提携才是 那是 出来乍到 还请各位老板照顾一下 好说 陈老板主营什么药材 这个 暂时还没有定 欢迎大家过来铺货 既然这样 咱们大家出点力 给陈老板嫁嫁事 听到陈阳现在还没有主营项目 众老板也十分的兴奋 这是铺货的好机会啊 一帮人马上让自家的伙计 把货送了过来 每家几样十几样主营药材 十几家就是上百种药材 这条街上 何止十几家老板 很快 海王的展厅 就摆满了数百种的药材样品 这就是串货 串货是行内的习惯 中药材有一万多种 没有人能全部的经营 一般情况下 只主营几种十几种 其余的都要靠同乡串货 一人计短 二人计长 正是靠着大家齐心协力 这才有了药材市场这么多的品类 当然了 老板们不光给陈阳铺货 还算是顺带着送来了贺利 铺了他们的货 那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开业 他们自然不能空着手 按照乔城的市场价 同乡开业也就是二百块钱 大部分老板也都送了二百块钱贺利 有讲究的还多花了几十块 多送了一对花篮 陈阳让吴军一一记录在册 人情来往 有来有还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海王公司开业 有人热情的忙里忙外 也有人不以为然的 还有些行动晚 没有抢到扑货位置的老板 也有些发牢骚 一个跑单帮的 也开起店当老板来了 呵呵 还租了最好的位置 后生可畏啊 开业了居然这么冷清 一个来祝贺的都没有 还没主营项目 怎么着 这是要吃百家饭 百家饭可不是这么让人容易吃的 串货串货 人家串给你 你没什么可串 这不是冤种吗 没有主营项目 就是给别人转吆喝 这小陈还是年轻啊 能在这个市场立足的 哪个不是通过三代两代积累传下来的 一个走单帮 就像插足乔城市场 还真是有些痴人说梦啊 我看 这学费交定了 这个市场上 每天都有老板关门 每天也有生人一个猛字扎进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淹死 老板们也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也不是无地放食 在乔城干药材 必须要有自己拿手的项目 要有自己的盈利点 否则光靠同藏创货 你能赚多少 忙活一年 也就是给别人打工罢了 当然了 他们也只是私下里说说 不会当面说 毕竟人家今天开业 倒冷水 有些不合时宜 一切尘埃落定 陈阳再次报了报权 感谢诸位老板的支持 今天晚上 我在惠星酒店订了房间 到时候 还要请大家都商量 人家来庆贺 他自然要招待 这是来往 陈老板客气了 我们一定会去的 哎呀 我们都是老关系了 就算陈老板不请 我也得凑个热闹 都去都去 也沾沾陈老板的喜气 这陈老板 还真当回事了 瞧热闹的老板 嘴角微撇 觉得陈阳就是个冤种 帮着人家卖货 还要管饭 不是冤种是什么 就在这时候 一辆货车停在了 一行人从车上下来 抬着一个沉甸甸的雕塑 为首的一个正式牛经理 乔城市场管理办公室 公住海王公司 开业大吉 驻海王公司 起开得胜 马道成功 随着牛经理的一声吆喝 一帮员工 把雕塑卸了下来 送到了海王的大厅里 马道成功 栩栩如生 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 众人无不惊讶 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人 居然来给海王庆祝了 这年轻人 究竟是什么人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牛经理悄悄地凑了过来 陈老板 您还满意吧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这座马道成功的雕塑 一看就价值不菲 摆在海王公司的大厅里 也是范儿十足 牛经理太客气了 不用这么破费 应该的 应该的 牛经理满脸堆笑 可能觉得自己有些过了 尤其当着这么多老板的面 他急忙咳嗽了一声 一本正道 市场繁荣要靠大家 诸位老板们 都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我们自然要大力的支持 大力的支持 他招了招手 两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孩子 走了上来 其中一个还是熟人 正是小燕 陈老板今天开业 有些忙 你们就留下来 帮着陈老板招呼招呼 牛经理吩咐道 好家伙 还把办公室的文员 弄过来当营兵了 陈阳彻底无语了 他也知道 牛经理进的不是他 是钱正强 要不是钱正强打招呼 牛经理 估计都不乐见他 这下好了 人情欠大了 牛经理 又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通 无非是市场 是大家的 诸位老板 就是主人 我们就是打工的 以后有什么需要 打声招呼就可 我信你个鬼 众人无不凡白眼 拜托 大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见过你牛经理 这么卑躬屈膝 这货的话 听听就可以了 谁信谁就傻逼了 可话又说回来了 这陈阳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让牛经理 这么第三下四 阳县的林东城 恐怕也没这个面子吧 不少人看着陈阳的目光 变得有些复杂 之前跟陈阳称兄道弟的老板们 也进入寒蝉了 之前看热闹的老板 也有些后悔 草率了 人家不是没关系 人家这是低调 能让牛经理 第三下四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这种人就是不交好 也不能得罪 老板们马上转变态度 笑呵呵地凑了上来 随了分子钱 光给钱不成 还得送贺礼 一时间鲜花花篮 百件堆满了整个大厅 海王公司门前 再次热闹起来 吴军有些手忙脚乱 好在小燕和一个同事 过来帮忙了 否则他还真有些 应付不下来 抓紧时间定房间 定房间 陈阳急忙给吴军打招呼 事情的发展 有些出乎意料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 心中暗骂牛经理 这家伙多事 原本打算低调开业的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正忙活之际 又有一拨人 来到了海王公司 看到来人 陈阳急忙迎了出来 舅舅 舅妈 你们怎么来了 他有些惊喜 舅舅伸手 在他脑袋上一拍 骂道 你小子 翅膀硬了是不是 开业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告诉舅舅 怎店 嫌弃你舅舅穷是不 哪能啊 哪能啊 陈阳急忙道歉 他的确没有通知家里的亲戚 乔城离阳县也有一段距离 陈阳不想让亲戚们来回奔波 再加上小姨家的事情 陈阳对一些亲戚也有些看法 不过 小姨是小姨 舅舅是舅舅 当初陈家出事的时候 是舅舅一家 跑前跑后帮着料理的 李英找亲戚借钱的时候 舅舅也把家里 仅有的钱借给了他 从这个角度是来说 舅舅对他们家还是没说的 所以陈阳赚了钱后 也去舅舅家逛了几次 小牙啊 恭喜啊 咱们门里也出了个 你这么个人物 我们也高兴啊 今天你开宴 我们不请自来 就想讨杯酒喝 欢迎各位书白兄弟 你们今天来是给我面子 里面请 里面请 舅舅不是一个人 来了 跟他同来的还有一帮亲戚 这帮亲戚在陈家落难的时候 没有帮忙 但也没落井下石 所以陈阳对他们不怎么喜欢 但也谈不上讨厌 当然 小姨两口子 肯定是没脸来了 如今人家来祝贺 陈阳也不能把人撵走 人站的高度不同 格局也就不同了 看到海王公司这么大的气派 陈阳的人员也这么好 众亲戚都有些拘束 老二 老二媳妇 三哥 五弟 你们都来了 李英主动接过了接待任务 众多亲戚中 他也就跟舅舅最亲 至于其他人也就一般了 不过随着儿子的进步 李英的格局也上升了 姐呀 小杨现在出息了呀 你大可放心了 是啊 打小我就看小杨 不是一般的孩子 现在果然魂大发了 众人不住的恭维 什么出现 魂口饭吃二爷 李英嘴上谦虚 心中十分的高兴 三十年前看父亲子 三十年后看子敬父 现在 儿子出息了 他这个当母亲的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一波亲戚刚接待完 阳线市场又来人了 二驴带着一帮平素礼 跟陈家关系 还不错的老板们过来了道喜了 陈老板 恭喜恭喜 以前多有得罪 您大人大量 别跟我一般见识 这货一脸的惶恐 心中坠坠不安 问此机会缓和一下关系 吕哥肯赏脸 小店棚必生辉啊 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陈阳笑了笑 伸手跟二驴握了握手 二驴也笑了起来 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小陈啊 你开业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们也是 从朋友的口中得知了消息 你这可有些不好道啊 小阳 咱们两家从你父亲开始交好 到了你这一代 可不能生分了呀 陈老板 你该不是混大发了 瞧不上我们这些老邻居了吧 二驴是来赔罪的 但这帮老板并没有得罪陈阳 只是说觉得人家大发了 想来结个善缘 生一场嘛 说不得还有用得着人家的地方 哪能啊 陈阳笑道 诸位肯赏脸 我欢迎还来不及 请进 请进 亲自把一行人引了进来 交给了吴军接待 陈老板 二驴悄悄地凑了过来 递给他一个盒子 火爷听说你今天开业 让我给您送一份盒礼 他年纪大了 腿脚不好 就不亲自过来盗盒了 林东城 听到这里 陈阳眼中闪过一阵亚瑟 打开盒子 里面赫然放着一株人参 十分的眼说 仔细看了看 居然就是自己当初 迈到乔城的那株 林东城人老成精 他把人参送回来算是 想释放善意 毕竟两家 是因为这株人参结怨 至于其他的反倒是 不重要了 想到这里 陈阳也缓缓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跟林家 也没有太大的恩怨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利益之争 既然人家主动释放善意 了结了也好 火爷有星了 礼物我收下了 日后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办会他老人家 陈阳也客气了几分 陈老板举气 我二驴佩服 二驴也由衷地说道 由于来的宾客太多 陈阳只能改变计划 把晚宴提前到中午 他包下了整个会星酒楼 招待了所有前来的宾客 作为老板的他 自然成为了众人敬酒的对象 挤桌下来就有些撑不住了 可不能歇啊 必须每个人都敬倒 这是李树 老板 我来替你挡 吴军很快顶了上去 不过也没撑多久 牛经理和手下们又顶了上来 陈阳是前家的朋友 他不能让陈阳吃亏啊 一帮办公室的人撑起了场面 连两个小姑娘都喝了不少 不过 宾客太多了 把他们几个填满了也不够 阳县的爷们都跟我上 不能让陈老板孤军奋战 眼瞅着主场要不行了 二驴招呼一声 带着小弟们顶了上来 这货能喝 手下的小弟也不含糊 居然支撑到了最后 喝到了无数的老板 守卫是主兵敬欢 叮铃铃电话声响起 陈阳挣扎着摸出了手机 老弟啊 开业大吉 恭喜发财 手机里传来了大老刘的声音 听声音心情明显不错 谢谢老哥礼物啊 陈阳心中闪过一阵温暖 大老刘人虽然没来 但还是拖钱 郑强送了一份厚礼 开业的时候 钱郑强没有露面 只是打了个电话 送上了祝福 陈阳也能理解 毕竟钱郑强身份不同 一旦露面 恐怕会引起市场的轰动 再说 两人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 一旦钱郑强来了 宾客们都会围着他转 反倒是 抢了陈阳的主场 老弟啊 哥哥我要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 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 我这会儿恐怕真的要吃亏了 这么说 八脚跌价了 前两天开始跌价了 95已经站不住了 应该是市面上 受不了之前的高价 强货的老板 也没什么镜头了 现在价格更是乱了 较8590的都有 陈阳淡淡一笑 任何东西 一旦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 都属于资本炒作 一旦适应不了市场 很快会被打回原形的 八脚也不例外 得亏兄弟你提醒的早 我在956的时候 就开始大规模的清仓了 现在那些高价货 都差不出理干净了 还剩下点低价时抢来的货 我已经准备撤回来了 呵呵 其他的老板 可都哭丧着脸呢 关键是这玩意有价无市 没人要了 吵吵着 喝药跳楼的都有 大老刘幸灾 或得说道 同仓嘛 都这个德行 就见不得你好 大老刘得到了陈阳的提醒 清仓的早 至少挽回了数百万的损失 要是哥在现在有价无市 他也得吐血跳楼 兄弟 这次 你可帮我帮忙了 啥也别说了 过几天我去乔城找你 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欢迎 欢迎 陈阳也十分的客气 挂了电话 陈阳捏了捏鼻中 缓缓地站了起来 已经晚上八点了 母亲和妹妹这会儿 已经坐车回到了阳县 明天还要上学 海王公司的底层是经营房 二层是会客厅和陈阳的住所 在没有搬家之前 陈阳就站住在这里了 下了楼 店里已经收拾妥当 吴军就守在门前 老板 你醒了 吴军急忙迎了上来 给陈阳倒了杯水 都送走了 陈阳问了一声 喝完最后一圈 他已经支撑不住了 剩下的事情 都是由吴军代理的 都送走了 吴军也十分的兴奋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露脸 跟这么多老板称兄道弟 他以前一直在杨线市场当小工 梦想也就是有朝一日 能当上老板 现在 他摇身一变 成了海王公司的经理 还真是人生无常啊 那就好 陈阳点了点头 小伙计很称职 也很忠心 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陈阳吩咐道 吴军也喝了不少酒 自己醒了 自然要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饮水机里有水 老板你多喝点 我走了 吴军起身站了起来 做生意不仅要有门面 还要有库房 陈阳还在周边租了一个库房 吴军就住在那里 吴军离开以后 陈阳打开房门 发现周边的店铺都已经关了 他迟疑了一下 披上了衣服 反锁了门 来到了街上 整个街道充斥着浓浓的药箱 这让陈阳精神一阵 深深地嗅了口气 就算是这个气味 让他感到十分的舒坦 上辈子 他几乎就是泡在药材堆里 身上衣服上头发上 都沾染了药材的气息 对于这种气息 他特别的清静 今天开业很热闹 但陈阳知道这些人 都是适逢其会 并没有几个真正看好海王公司的 陈阳很清楚 那些人的心思 药材店种类虽然繁多 但一般都会有主营项目 主营项目是药店的盈利点 也是立足点 按部就班 年年积累 这才是生意之道 主营项目 也不是一年两年能站住脚的 往往都是父子两代 或者是祖孙三代积累而成 像海王公司这种开业了 还没有主营项目的 还真是少见 没有主营项目 最终就会成为别人的销售渠道 所以很多老板不看好海王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微笑 别人这么干不行 但他这么干 没毛病 对于两世为人的陈阳来说 没有人比他更懂药材 按部就班的积累 实在是太慢了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一点一点的积累 所以 他要见走偏锋 快速的积累原始资本 什么来钱快 他要做什么 什么赚钱 他就经营什么 有了资本 他才有能力 整合药材行业 只要整合了整个行业 他才有资格跟日韩叫板 中药材作为出口商品 已经有几十年了 但很遗憾的是 中药的定价权 却不在华夏手中 而是在日韩的手中 他们以低廉的价格 买走华夏的中药材 冠以汉方或者是东一的牌子 然后在国际上大转特转 世界中药产值 日韩占了九成 华夏只有不到一成 更悲哀的是 日韩所用的原材料 都产自华夏 这是所有华人的悲哀 也是所有药材行的悲哀 明明是自己的孩子 却叫别人爸爸 上一世 每每提到此处 陈阳就十分的愤怒 他对整个药材行失望 现在的药材行 根本就是各自为战的一团散沙 根本就没有统一的调度 六大家族 虽然占据了半壁江山 但他们都忙着赚钱 忙着勾心斗角 忙着上市搞融资 忙着占领各个市场 没一个说要挑起这个旗 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发扬光大 也没有一个要说 让中药材走出国门 打破日韩的封锁 在陈阳看来 这绝对就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上一世 陈阳也发过狠 他要为中药证明 他要让中药走出国门 但无奈还会走上行业顶端 就出事了 这一世 他会卷土重来 海王公司 不过是他涉足行业的第一步 接下来 他要积攒更多的资本 站在行业的顶端 将六大市家压在身下 陈阳深吸了口气 陈阳公司没有自己的主营项目 柜台上摆放的药材 都是从周边店铺里穿过来的 没有主营项目 自然没有价格渠道优势 偶尔进来一个客人 问过假后 也会摇头离开 一连三天 颗里无收 吴军有些坐不住了 他找到了陈阳 老板 对不起啊 我好像不是干生意的料子 要不您再换一个经理吧 我就给您守仓库去 陈阳信任他 让他当了大堂经理 吴军也精神抖擞 想要大干一场 以报答陈阳的知欲之恩 可是现实很打脸 三天 整整三天 一两货都没有卖出去 每天除了开门关门 然后就是摆摆样品 发发呆 根本就没什么生意 吴军有些愧对陈阳了 呵呵 陈阳微微一笑 道 怎么 退缩了 不是 吴军摇了摇头 陈阳带他轻如兄弟 就算是前面有刀山火海 吴军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可现在的他 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他觉得自己的能力 根本就不足以担当经理 刚开夜而已 要有点耐心 陈阳也不以为然 出来乍到 客户们不熟悉 没有生意也是正常 再说 这些散户也不是他的目标 听到陈阳这么说 吴军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拿出一份资料 开始背诵 虽然跟了陈阳半年 也认识了大部分的药材 但还有很多陌生的种类 现在海王店里的货物种类 都突破八千了 他那点药材知识 已经捉襟见肘了 作为大堂经理 要是连药材都不认识 那可真是太丢人了 吴军最近也十分的努力 很好 看到小伙计如此的上进 陈阳也满意的点了点头 吴军这个人 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 让他干业务 还真是有些不合适 不过这个人做事很认真 人也忠诚 守着这个门店 倒是没什么问题 眼下海王 现在还缺一个业务经理 只是陈阳这边 也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不过现在刚开业 也没什么生意 暂时也不着急 另外 店里的货虽然多 但比较杂 也比较平庸 一般干这个的店经营单一 但做得比较精 这种店在市场上 也属于独一份的存在 人家基本上 也不会去别家铺货 大军 我出去转转 陈阳放下报纸 站了起来 然后走出了房门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市场基本上都休息了 陈老板 不忙了 看到陈阳出来了 隔壁店的光头老板 笑呵呵地打了声招呼 忙什么呢 没什么生意 陈阳笑了笑 我这有上好的龙井 来落会儿 秃头老板姓王 东北人 主营陆融 为人道也敞亮 有什么说什么 麻烦王老板了 陈阳来到他的小桌面前 坐下了 摸出烟 敬了跟给老王 老王接了 然后给他倒了一杯茶 王老板 最近生意还不错呀 陈阳笑着问道 都是邻居 谁家生意好 谁家生意差 一眼就瞧得出来 最近老王的门前 来来去去的都是客户 生意着实不错 老王并没有在海王公司铺货 他干的是单一的生意 属于特色店铺 不需要大规模的铺货 再说两家离得也太近了 串远不串近 这也是串火的规矩 浑口饭吃 浑口饭吃 老王略有些得意 已经到了深秋 正是滋补的时机 他的主营陆融是滋补药品 所以生意十分厚 好东西啊 陈阳摸起了一根陆融 用手摸了摸 很新鲜 上面还有融叉 前段时间刚送来的二茶融 嘎嘎心 老王凑了过来 陆融这东西 就是刚长出来的鹿角 从品种上份 可分为梅花鹿融和马鹿融 从品质上份 又分为初荣和二茶 二茶的营养价值 以及价格要高于初荣 陈阳手上 这根是梅花鹿的二茶融 产地就在东北 属于东北三宝之一 老爹 要不给你整几片泡酒喝 保准让弟妹受不了 老王黑黑一笑 给了陈阳一个男人 都懂得眼神 男人之间的拉扯关系 其实也挺简单的 陈阳微微一笑 放下了鹿融 好一心灵了 我还没结婚呢 用不上 就结婚了 没想到还是个瓜娃子 既然是瓜娃子 就不能给陆融了 这玩意大补 没结婚的小伙子 可不能用 一旦用了指定惹出事来 二人开始唠嗑 东北人一般都能白话 老王自然也不例外 唠了会闲嗑 陈阳掐灭了烟头 老王 咱们是邻居 我也就不来虚的了 如果我从你这里拿货 你能给我多少优惠 瞧你说的 老哥我能亏了你吗 你想要啥货 要多少 荣类的 我都要 公司接的都是打蛋 那感情好啊 一吨一下 我给你打八五折 一吨以上 八折 成 就这么说定吗 都是爷们 一口唾沫一个钉 好 陈阳当即站了起来 跟老王握了握手 算是达成了合作 等等 老王抓起 两根新鲜的鹿绒 拿上 切上几道泡酒 整根的效果更好 陈阳不要 老王不由分说地塞进他的衣兜 生意人 讲究和气生财 既然陈阳能帮他销货 他自然要好好地维护 离开了老王家 陈阳接着又去 其他老板那边转了转 通过几天时间的观察 他早就对这一块区域 心中有数了 一圈下来 已经有十几名 有特色的药材老板 跟陈阳达成了口头协议 基本上有代表性的药材 陈阳也都找到了货源 当然 老板们都很热情 抽烟吃饭喝茶什么的 都有些过了 老板们都不约而同地 把自己的药材 给陈阳带上了 所以这一圈下来 陈阳衣兜里装的 塑料代替的 都是别人送的好药材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干药材的什么不多 就是药材多 走亲戚送礼 也不买其他的 找个袋子 装点就算是礼物了 都是好东西啊 又过了几天 生意还是不死不活 吴君这急上火 陈阳却十分的淡定 这天下午 一男一女忽然找上门来 进门就问能不能开发票 当然了 陈阳急忙赢了上去 笑道 我们是公司 有正规的手续 可以开增值税 普通票和增值税专用票 那就好 二人这才松了口气 我叫秦源 这是我同事 我们是这省 新安药业的业务员 想从市场上 采购一批药材 但很多店都不能开去发票 就算能开 也是那种定额的手撕票 回去没法入账的 我看到你们这里是一家公司 所以才过来问问 陈阳笑了笑 药材店干的 一般都是个体 干的是个人 对个人的买卖 也就没发票这一说 当然个体也不是不可以开发票 但比较麻烦 需要跑税务局和工商所 或者是找别人带开 所以 很多人都不愿意 做正规公司的业务 市场上也有专门 做正规公司业务的店铺 能够带开发票 不过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这两个人应该是没找就去的 秦小姐 你放心 我们海王公司 不仅手续正规 货物品种也很齐全 你可以在这里放心的采购 我敢保证海王公司的药材 都是低于市价的 陈阳带着秦源 在展厅转了一圈 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 展厅很大 有几十平方 一排排的货架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药材样品 有几十上百的老板 在这里铺货 这里的药材品种 还是比较全的 看着货架上 淋漓满目的药材 秦源点了点头 二人也是第一次来乔城采购 误打误撞地 闯进了海王公司 这家公司门面大 货物也比较全 秦源心中 已经有了几分满意 简单介绍了一下货物后 陈阳又请二人 问道 这是我们需要的清单 秦源从包里 拿出了一张清单 递给了陈阳 这是他们企业 要采购的药材品类 规格 质量的一张详细表格 陈阳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二人肯定来自 一家小型的制药厂 清单总货物不超过二十吨 价值也就两百万左右 要知道文家的国人堂 光是一味药材杀人 每年的需求量 都要几千吨 心安药业 恐怕也就是个小微企业 算了 管他什么企业 这毕竟是海王 开业以来的第一桩业务 也是他们的第一单 二十吨 对一般的药材店来说 那也是一个大单了 大军 你去给他们算一下 最优惠的价格 陈阳随手 把单子递给了吴军 吴军小跑着去了一旁 然后用计算器统计价格 十分钟后 吴军拿出了一张报价单 虽然海王公司 没有一两货是自己的 但他们可以从周边的 老板手中拿货 然后走自己公司的账 串货的老板 也会给陈阳留出 一定的利润 一般情况 是一吨五百块的辛苦费 二十吨的话 也就是一万块钱 结果吴军的报价单 情愿一行一行地查看 十分地认真 过了一会儿 他才点了点头 陈阳的价格 基本上很公正了 就算他们去别家买 也不会省多少 老板 价格我看过了 你给的价格有些高啊 那个男的似笑非笑地 看着陈阳 十分地古怪 这还高啊 你们可以随意去打听 陈阳哑然一笑 陈老板 我们是一家新的药企 今天是一次来乔城采购 你给我们再优惠一点 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秦元笑着说道 之前他也在市场上转过 也询问过一些药材的价格 陈阳给的价格的确不高 不过做生意吗 能省一分是一分 陈阳笑了笑 哦 海王公司的货 保证质量 出现了任何质量问题 我会负责到底 这个是可以签合同的 串货走的量 所以老板给他的货 基本都贴近 厂价 可能外面的商品也有 比这个低点的 但质量肯定不能保证 陈老板 话不能这么说 您信不信我们出去 总能找到比你便宜的药材了 男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有 陈阳也点了点头 反问道 他能开发票吗 他能保质保量吗 串货走的适量 所以老板们给陈阳的价格 都贴近市场价 外面也许有便宜货 但质量肯定不能保证 相信他们也不敢冒险 药材行的水很深 要是被坑了的话 哭都哭不出来 所以很多企业的采购员 命运多花点钱 也要从那些正规的公司 手中拿货 那好 你能保证所有的货 都是你们公司自己的吗 我要看着货出库 男人忽然提出了这么一句 陈阳险些笑出声来 内行啊 居然敢这么说 中药材有上万种 谁敢说我都有 谁又有这种财力全部搞 都是串货来的 也就是主营项目赚点 串货不赚钱而已 现在陈阳没有什么主营项目 公司的货也都是串货来的 利润已经很低了 这货居然还要挑毛病 二位 我再重申一遍 这个价格是我们公司的底线 如果你们不满意 可以出去赚赚 陈阳把报价单拿了回来 能够开单固然好 但开单不赚钱 有什么意义 情节走吧 这家公司根本就不靠谱 他们都是从同堂串货的 手中一点货都没有 男人扯着秦源走了出去 秦源似乎有些犹豫 但还是跟了上去 老板 有些可惜了 吴军觉得有些可惜 好容易有了生意 最后居然还黄了 可惜什么 陈阳撇撇嘴 两百万的交易 他就赚一万的辛苦钱 还要承担以后的风险 这算多吗 再说了 人家连这点辛苦钱都不想给 妾 老子给你白忙活吗 过了一会儿 那个男人又赚了回来 陈老板 忙着呢 这是又赚回来了 陈阳是笑非笑的看着这个人 什么叫赚回来了 男人掏出烟递给了陈阳 陈阳摆了白手 他懒得见 陈老板 这单生意能还想不想做 男人笑嘻嘻地问道 你当到了家吗 陈阳有些鄙夷 他早就看出来 这采购是秦员说的算 秦姐是个女人 耳根子软 我只是多说了两句 这张订单就从你手中飞了 当然了 我也可以劝劝他 这张订单也能落在你手中 当然 我不能白出力不是 五万不多吧 男人伸出了五根手指 呵呵 陈阳笑了 然后来了剧 滚 老板 干采购要回扣的 都这么明目张胆了 吴君有些目瞪口呆 虽然他也知道 行业内有些潜规则 但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 呵呵 陈阳笑了笑 别理他 这货就是个棒锤 干采购 捞回扣 再要才行 不是什么秘密 前世的时候 陈阳也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 你捞回扣得捞得有学问 你得给老板留出利润空间 或者是帮老板 解决库存积压的问题 大家双赢 你他们什么都没有表示 上来就要回扣 这不是傻逼吗 第一次打交道 谁会惯着你 再说了 陈阳这一单 根本就没什么利润 完全就是为了开单开单 你还要五千 哪边凉快哪边去 别人惯你不惯你 陈阳不知道 反正他不惯着 以后若是碰到这种情况 吴军多问了一句 不必理会 陈阳摆了摆手 大厂和上市公司 直接去产地买货 有的甚至 跟当地人合作种植药田 压根就不会来 乔城采购 中等厂家 在乔城一般也有 固定的供货伙伴 海王这种小公司 人家也瞧不上 能找到海王公司的 也只有一些小药企 和地方上的药材公司 药材公司还好说一点 毕竟都是国字号的 采购什么的也算标准 采购员也都是懂事的人 想要回扣的话 肯定会事先打招呼 最麻烦的 还是那些小药企 交易不大 问题一大堆 采购员也贪 明白了 吴军点了点头 有了老板的金科玉律 他也就心中有数了 以后 无论谁来 都不会给回扣 小伙计似乎有些死脑筋啊 这个倒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如果对我们有利 采购员又懂事的话 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下 陈阳无奈地解释了几句 后市他从业二十年 从小商贩干到 乔城一线市场的乔楚 对这里面的事情 自然也是十分清楚 对于采购环节的一些内幕 也了如指掌 其实老业务员 做事情都老练 账目上也是干干净净 就算厂家 派人在他身边全程跟着 也找不到任何的漏洞 但是回扣 仍然会一分不少地 进了他们腰包 这就是道行 祝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具体细节就不说了 免得砸了别人的饭碗 还能这样 吴军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思绪似乎被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 小伙计有些少见多怪 哎 陈阳忍不住摇了摇头 其实采购吃回扣 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只要你不是太贪 赚点辛苦钱 也没什么毛病 一般老业务都很清楚 底线在哪里 也不会越陷 怕就怕那些 无良小药厂的采购员 这些人不懂规矩 心有贪 根本就没有什么底线 他们以极低的价格 购买那些有质量问题的药材 然后运回去使用 每年都会有很多过期的 发霉的 受潮的药材 最终都会流入 某些灰色的渠道 最终会以各种形式 流入社会终端 这玩意是用来制药的 造出来的药 也是要流向市场的 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祝 以前是有的 现在很少了 国家对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为国家点赞 所以 陈阳告诫吴军 干这一行是讲良心的 没良心的钱再多 也不能赚 老板 我明白了 干这种损应得的事情 会断子绝孙死全家的 吴军也是感慨颇深 陈阳忽然愣住了 父亲壮年而亡 自己上一世也是壮年而亡 妹妹和母亲 活的时间好像也不长 卧槽 这不就是死全家吗 难道老陈家 真的干了什么损应得的坏事 可转念一想 父母都是老实人 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妹妹更是无辜 她完全是被陈阳给连累的 都是意外 陈阳心中不住地宽慰自己 就在这时 情缘忽然从外面探出头来 陈老板 你们家的货 还有吗 小姑娘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出去转了一圈后 她发现海王公司的货 真的不算贵 同事 穿多着她去了几家 价格也只高不低 而且老板大包大揽的作风 让她的感觉有些不靠谱 思虑了一阵之后 小姑娘毅然回到了海王公司 毕竟海王公司 看起来还算个正规公司 陈阳笑了笑 道 有啊 别说你们这一车祸 就算是再来个三车五车的 我随时都能凑得出来 这倒不是吹牛 海王虽然没货 但她可以从市场上穿 百八十吨还真不是问题 那价格还能再谈她吗 小姑娘似乎也深得生意人的三妹 给个梯子就想上她 呵呵 陈阳淡淡一笑 哦 谈可以 但质量我就不能保证了 以后出了问题 不要找我 两百万的交易 她也就赚一万而已 还要交税 她赚得多吗 更何况 她必须要保证质量 这这一万块还不够承担风险的 那就不谈了 就你们公司了 秦源也干脆利索 拿出了一份购销合同 秦小姐 不再想想了 现在后悔可来得及 等会儿签了合同 想后悔就晚了 不想了 就认准你们公司了 我们公司可没这么多货 说不得也会去周边窜货 就算是窜货也没问题 只要能够保证质量 第一次打交道 按照市场上的规矩 要全款 以后可以预付一部分 收货后再补期为款 没问题 对我们海王公司 是这么有信心 不是对你们公司有信心 而是对陈老板有信心 能在这么好的位置开公司的 自然不是一般的人 而且陈老板年轻有为 一定是干大生意的人 秦源小小的恭维了一下 哈哈 陈阳笑了笑 不错 不错 这姑娘很有意思 是个干交际的料子 不懂不要紧 但要认真学 也没谁生下来就会干采购的 被你这么一夸 我都不好意思了 大军 签合同吧 陈阳把合同递给了吴军 吴军拿过合同 仔细看了一遍 然后签了大名 然后盖上了公司的账 一切就绪 秦源站了起来 要了海王公司的账户 然后打电话汇款 很快 账户多了两百多万的预付款 陈老板 预付款已经到了你们账户上了 你们可以发货了 秦源低声说道 莫问天 陈阳亲自给老板们打电话 让他们筹集货 送到自家的仓库 看到陈阳不开单则已 一开就是大单 老板们自然是喜出望外 这钱赚得太容易了吧 为了保证质量 陈阳去了仓库 亲自验货把关 免得一些老板浑水摸鱼 二十多吨的货忙活了一下午 最终还是装车发走了 陈老板 合作愉快 秦源伸出了右手 合作愉快 陈阳也伸出右手跟他一握 海王终于开张了 一单就卖了二十吨药材 二十吨啊 抵得上一些小店铺 一年的走货量了 真是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那些扑货的老板 更是笑歪了嘴 说实在的 他们在海王扑货 就是为了多个销售渠道 至于能卖多少 都没有太大的期盼 可人家海王一出手就是大单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一些体量小老板 靠着一单吃的事 满嘴流油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 偶尔撞的大运而已 算不得真正的站住脚 谁家过年 还不吃炖饺子 以海王的铺牌 卖一车祸也不算什么 有能耐你继续啊 或许是上天愿意打脸 莫过几天海王公司 又接到了一个大单 五十多吨的药材 是上一单的两倍多 而且都是高付加值的出口药材 成交的是一家外贸公司 这下 所有老板们不淡定了 十来天的时间 海王公司居然连做了两个大单 老板们有些动心思了 在侨城市场 七十来吨货不算什么 有些大店铺 根本看不眼来 但关键是人家海王卖的 都是别人的货呀 两个大单下来 跟海王亲近的那几个小商铺的老板 早就赚翻了 他们只是在海王开业的时候 早一点把货铺了进去 剩下的都靠人家海王自己了 更爽的吗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多跟海王亲近 就多一个销售渠道 这小城行 能处 不少人纷纷找到陈阳 愿意当他的供货商 提供最低的价格 陈阳自然也是来者不拒 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陈阳暗暗点头 其实这一单之所以 能够成交跟陈阳没有太大的关系 真正的功臣是无君 小伙计忠诚是忠诚 但脑筋有点僵 在陈阳的印象里 他是干不了业务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 干不了业务的人 一出手 就给公司揽了一个大单 话说某一天 有一个中年人 跑到了海王公司 说是要谈生意 凑巧陈阳出去了 接待的是无君 看过样品谈过价后 中年人忽然提出 让无君把价格提高一截 然后给他点回扣 其实这种交易 在行业中是默许的 陈阳也曾说过 可以适当地增加点灵活性 但无君是个厚道人 有些认识里 你这啥都没买 就跟我谈回扣 还要不要点币连 再说老板陈阳 多次提起过 干这行的凭良心 良心 你有没有 赚个几千的辛苦钱 就算了 这家伙张口 就要五万 还真把东家 当冤大头了 我们接这一单 都没赚到五万块 你赚的比我们还多 凭什么 惯的 无君十分的生气 对不起 本店明码标价 同所无欺 待多少就是多少 我无君不干这种 龌龊的事情 您啊 从哪来 回哪去 我不伺候 小伙计对这种吃东家饭 砸东家锅的行径 十分的瞧不上 就这么把人家给推了 业务员也有些傻眼 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 小伙子 你可想清楚了 我们公司 可是外贸公司 每年要的货可不少啊 以后 就固定从你家拿货了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可多提点价 滚 无君翻了翻白眼 见过黑心的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 忘恩负义的玩意 吃老板喝老板的 还要算计这老板的 他就没见过 这么混账的玩意 这家伙的老板 究竟上辈子做了什么念 居然找了这么一个伙计 你怎么还骂人了 中年人有些不高兴了 骂你 老子还想打你呢 无君捋起袖子 站了起来 话说来了乔程 跟着老板陈阳 见识了大场面 又跟周边的老板 称兄道弟 小伙计底气也足了 他就是个干苦力的 是陈阳提携了他 给了他一份 体面有前途的工作 周边的伙计邻居 哪个不羡慕 都说他碰到了贵人 小伙计对陈阳感恩一辈子 将心比心 碰到这么个 老板抢脚的火箭 吴君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 业务员看了吴君半想 无奈地摇头离开了 什么玩意 吴君骂骂咧咧 老板说过了 但买卖要凭良心 接这种生意 他良心会痛的 可过了没多久 中年人又回来了 还不死心 吴君撸起袖子 正要把人赶出去 等一下 等一下 中年业务员 笑着拿出了一张名片 小伙子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梅坚石 是魔都坚石 是净药材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 坚石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 主要业务就是国内中药材的净出口 这次来呢 就是想找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都说乔成药材市场的水深 所以呢 我就亲自过来考察了一番 通过一番考察 我发现 你们公司诚实守信 面对送上来的钱都不动心 我决定了 就你们公司了 从今往后 海王公司 就是我们坚石公司的合作伙伴 我以后拿货 都会从你们公司这里拿 吴君有些傻了 似乎是被这天降馅饼给砸晕了 你不是业务员啊 哈哈 梅坚石笑了笑 道 我是老板 之前不过是想考察一番 让你见笑了 见谅 见谅 不是业务员就好 吴君心中也松了口气 急忙打电话 让陈阳过来 然后把梅坚石介绍了一下 陈阳也没想到 小伙计能有这么腻腻的运气 居然接了这么客户 进出口公司啊 这可是仅次于六大家族的另一股力量 这是我们的第一单 五十吨的药材 规格 质量 数量 都写得很清楚 您啊 尽快安排 货款马上就能打进来 梅坚石也干脆 好家伙 看到这一单 陈阳也有些惊喜交价 五十吨药材可都是高附加值的药材 这一单可以啊 不错 不错 梅老板请放心 我们马上给您筹获 陈阳马上站了起来 毕竟高附加值的药材赚的也多 陈老板 你找了一个好伙价 以后我的业务都要无经理负责 否则我这边可不放心 梅坚石笑着调侃道 没问题 陈阳也爽快地答应了 这吴君还真是傻人有傻福 没想到人家骂人还能骂出业务来 饶视陈阳两世为人见惯的场面 也得竖起大拇指赞一声 牛逼 药材中的哪些药材最赚钱 很多人都会以为是人参 鹿绒 虫草等等那些个昂贵药材 其实不是 昂贵药材固然附加值高 但用量稀少 一般的药方根本就不舍得用 附加值虽然高 但销量稀少 自然赚不了什么大钱 最赚钱的药材 不是植物药材 也不是动物药材 而是矿物类药材 比如明帆 石膏 滑石 朱砂 雄黄等等 这些东西产量大 用量也大 而且价格十分的低廉 基本上都算是一本万利 打个比方说 使用明帆一吨也就不到一千 大批量开出加工成本 只有几百 一公斤几毛钱而已 但是在药房里 一克就卖到几毛钱 而且 你还觉得好便宜啊 真正的一本万利 可惜这玩意 不是谁都能搞的 必须从有资质的厂家手里卖货 还要办理相关证件 所以 能搞矿物药材的 都不是一般的人家 大部分店家 搞的都是传统的植物药材 和动物药材 药材虽然有上万种 但常用的 也就几百种而已 这几百种药材的交易量 占据了乔城市场的绝大部分 常用药材销量大 利润低 竞争也大 但监石公司要的这一批药材 是用来出口的 一般出口的药材 对质量要求也比较高 50吨的货 陈阳也不敢大意 亲自去找货 老板们听说 陈阳又走了一个大单 而且都是出口货 自然是喜出望外 海王牛逼啊 接二连三的出大单 他们躺着也赚钱 不少老板私下里吹嘘 我早就看出 人家陈老板非持终之物 所以早早地过去扑货 现在 人家两单的销量 就赶得上我卖两年了 得亏当初扑货扑得走 要不然这种好事 哪里能轮到我 通过两天的走访和商谈 陈阳最终同十几家老板 谈妥了50吨的买卖 货也是他亲自挑选的 质量上绝对没问题 高富家值的货利润高 陈阳一次能拿那么多 老板们自然都给了 最优惠的价格 一千多万的货 陈阳基本上九折多就拿到了 皆大欢喜 三天后 梅坚实来到了陈阳的仓库 对这批货物也十分的满意 这个人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当场大笔一挥 开出了一张支票 接下来就是开票 装车 发往魔都 梅坚实客套了两句离开了 老板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用租仓库了 吴军有些感慨 原本满满当当的仓库 一下子便空了 好家伙 几百平方的仓库 变成了中转站了 根本就用不上 呵呵 陈阳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一单的确赚得不少 除去税收和其他费用 公司能进到50个左右 这还只是第一单 以后坚实公司 后续肯定还会要货 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啊 记住 监视公司要好好地维护 他们是我们的长期客户 陈阳吩咐了吴军几句 放心吧老板 吴军咧嘴一笑 道 我又不傻 陈阳嘴角一阵抽搐 这笔买卖 聪明人还真搞不定 也就是吴军这种人 能入梅监视的法眼 上哪说理去 随着两个大单的开出 海王公司的名声 一下打了出去 众老板也是刮目相看 梅监视和吴军的事情 也就传了出去 其实老板们也是很八卦的 闲暇之余 也喜欢聚在一起 东家长李家短的 而海王的两个大单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他们的谈资 海王赚钱 他们也跟着沾光 所以对吴军和陈阳 还是包大于贬的 通过他们这一番宣传 海王就成为了市场上 诚实手信的典范 而吴军 也就成为了诚实 手信的代言人 海王一下子出名了 很多小药企小客户 也听说了海王公司的事情 纷纷找上门来 通过一番比对之后 他们发现 海王公司的药材价格 真的不高 而且质量也有保证 不少人纷纷投向了海王 乔城药材市场的水很深 新人过来没少挨坑 这些也都是写的教训 他们也想找一个 诚实手信的合作伙伴 海王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客户上门合作 陈阳自然不会把人往外推 他把业务全权地交给吴军 自己只负责把关 老板嘛 自然不能势必公轻 否则 那还要伙计干什么 吴军也兢兢业业 接待每一个客户 这小伙计虽然应变能力不太强 但胜在有耐心 做事也是一板一眼 每一桩买卖都处理得稳稳当当 每一客户也都认真的对待 每一件事情也都再三地确认 直至没有纰漏 不得不说 这种顿性的人 还是很受客户欢迎的 每一个合作过的客户 都对海王赞不绝口 一传十 十传百 海王的口碑一下子起来了 生意也红火了起来 几个月下来 海王做了一百多单的生意 平均每天一单 销货量也达到了一千多吨 当然 每一单的利润也不同 有三千五千的 也有一万两万的 零零总总的加起来 也得有七八十万的净利润 算得上是开业大吉了 当然 麻烦也跟着来了 这几个月 陈阳忙里忙完 有时候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险些都脱向了 根本就忙活不过来 他一个人忙里忙外 又要找货 又要做账 实在捉惊见肘 再加上现在营业金额大了 他那点财快能力 已经有些捉惊见肘了 所以 招一个专业的财快人员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另外 门面上也缺少帮手 陈阳一出去 吴军一个实在是忙不过来 其实伙计的是好办 陈阳打电话去阳线招了两个 然后放在门面上开始熏陶 三个月左右 基本上就能出师 两个伙计的到来 大大的缓解了吴军的压力 但财快人员稍微有些棘手 干过企业的都知道 这财快人员可是个关键 万一出了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陈阳手中并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也不愿意招个外人 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了 就在这时 大老刘来了 刚下飞机就给陈阳打了个电话 说是要请他吃饭 友朋自远方来 陈阳自然也高兴 在他起家的过程中 大老刘可没少帮忙 晚上简单交代了一下吴军和两个伙计 拿起两瓶好酒 陈阳就打车出了门 兄弟这边 大老刘高受身影 向陈阳摆手 刘哥 回来了 陈阳迎问上去 大老刘亲热地抱了抱他 我订了房间 走 进去 陈阳拎着酒 走进了包间 包间里还有一个人 看到陈阳也站了起来 强哥 陈阳有些惊讶 转念一想 又觉得必然 陈老弟 发财了呀 最近我身边的人 可没少提海王公司 钱正强也笑着 跟他握了握手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 陈阳笑了笑 他这点实力 跟钱正强可差远了 就算是上一世 混得最风光的时候 那也比不得 钱家的一个零头 坐坐坐 大老刘急忙扯着陈阳坐下了 哎呦 要酒啊 看到陈阳拿来的酒 大老刘眼睛一亮 伸手拿了过来 陈阳让服务员 送来了一个醒酒器 打开瓶子倒了进去 哗啦啦 瓷瓶的酒水 倒进了醒酒器 上面飘着一层浮沫 陈阳用小勺打去浮沫 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大老刘凑过来 用小勺扒拉了一番 干这强的 老鼓 大老刘捞出来 仔细看了看 然后有些惊讶 真货啊 老弟你可以啊 这玩意都搞得到 老鼓这东西 八九十年代倒是不稀奇 搞药材的老板都见过 但九三年后 就被国家杜绝了 买卖都是违法的 大老刘也有好多年 没见这东西了 这是市场上一个老板 送的老酒 我一直也没舍得喝 据老板说 那老鼓是八十年代末的东西 当时还有登记的 也不违法 不过呢 这酒镜头有些大 最多两杯 不能多喝 否则嫂子闹起来 我可不负责 陈阳笑着解释了几句 哈哈 大老刘笑着拿起了醒酒器 给三人都满上了 果然是老酒 酒叶发黄 有点像啤酒的颜色 轻轻转了转杯子 杯壁上挂上酒地 肉眼看起来十分的粘稠 好东西 钱正强也点了点头 钱家作为六大龙头 什么稀罕的东西没见过 但这十来年的老古酒 还是不常见的 尤其是这种分装的 喝一瓶 少一瓶 其实男人之间 没那么多讲究 请吃地摊不算什么怠慢 但酒必须要喝好 这才是真点 干了 大老刘举起了酒杯 一口闷了 钱正强也是一饮而尽 陈阳只是笑了笑 稍微抿了一小口 这玩意尽大 他可不敢多喝 否则尽上来了 可没地耍去 果然是好酒 一口下去 十分的顺滑 没有任何的辛辣感 从口腔到位 都有一种舒适感 十来年的沉淀 这酒充分吸收了药性 丝毫没有任何的 老爹 你这不厚道啊 大老刘埋怨地看了陈阳一眼 我们两个都干了 你就抿一口 好意思吗 两位大哥见谅 我还没结婚 跟你们不一样 不一样 陈阳笑了笑 别担心 大老刘拍了拍陈阳的肩膀 这里是大强子的地盘 喝了酒米 还愁眉地方消火 接着又给了陈阳一个 你懂的意思 好吗 这大老刘有些为老不尊啊 陈阳忍不住有些摇头 刘叔 钱正强笑道 你为老不尊也就罢了 可别带坏了小陈 他拿起醒酒器 又给大老刘满上了一杯 这酒不错 您多喝点啊 补补身子 我和小陈呢 年轻力壮的 就少喝点 狗屁 大老刘哼了一声 道 老子啥时候都龙惊虎猛 别看年纪比你们大些 但身体可不比你们差 不信 咱们比试比试 男人啊 最不能承认的 就是不行 近五十岁的老刘 还是要掰扯掰扯 好好好 您老人家宝刀未老 老当一壮 钱正强笑了笑 这还差不多 大老刘哼哼了两句 三人继续喝酒 期间聊起最近的药材行情 又聊到了八角身上 2000年的药材行 八角可是焦点话题 六七月份的时候 从十块多猛涨到了一百多 时间也持续了三个多月 翻了十倍 所有搞货的老板都赚翻了 可九月份开始 就开始有下跌的苗头 最近两个月更是暴跌 也有人出货不及 套在了手中 要赔个倾家荡产 这就是生意 一步天堂 一步地狱 要的就是那种 刀尖上跳舞的刺激 刘说 今年赚了不少吧 钱正强问道 马马虎虎 大老刘打了个马虎眼 今年他投入了5000多万的本钱 几个月下来 也捞了一两千万 才不露白 生意人一般不会透自己的底 就算是到底的朋友 也说得模棱两可 这才是智慧 那些嘴上没有嘴上 把门信口胡吹的 多半都是棒锤 呵呵 钱正强也不说破 大老刘是生意场老油条 入场早 抢得多 最后也抛得快 肯定没少赚 说到这里 我还真的谢谢陈老爹 要不是提醒得早 估计我也得被咬一口 陈老爹眼光独到 老哥我佩服 大老刘端起酒杯 跟陈阳喝了一个 有这回事 钱正强来了兴趣 大老刘把陈阳在贵省的事情 简单描述了一遍 重点突出了他的战绩 半年的时间 就从二级市场走到了桥城 钱正强也忍不住有些惊讶 心中稍微重视了一下陈阳 说实在的 他之所以跟陈阳称兄道弟 那是看在大老刘的面子上 二人的身份地位相差甚远 钱正强也只是表面上客气而已 心中并没有把陈阳当朋友 不过听了大老刘的话 他才重新认识了这个年轻人 年轻有为 有勇有谋 眼光还独到 出来桥城就站住了脚 干得有声有色 假以时日 恐怕成就不凡啊 来 老爹 咱们也喝一杯 钱正强端起酒杯 主动跟陈阳喝了一个 算是认同他这个朋友了 比起身家 钱正强更看重个人的潜力 说起来 文家那小姑娘可赔惨了 一两千万的货全都被掏住了 大老刘有些幸灾乐祸 他对文家的人没什么好感 对这个抢了他货的小姑娘更是不爽 文家 文青 陈阳愣了一下 自上次闹掰了以后 他就没听过文青的动静了 那个盒子 好像也在床头柜里吃灰 文家为什么要搞八角啊 这玩意要用价值不大吧 陈阳一直都有这个疑问 文家有自己的药田 自然不会搞八角的 不过 文家是文家 文青是文青 他搞八角也是另有目的 这跟文家的经营无关 钱正强解释了几句 当初八角行情起来的时候 他也想去凑一 不过 碰到点是给耽误了 原来如此 陈阳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文青 电话响得不停 大老刘和钱正强都露出询问的神色 陈阳不得不按下了接听键 他还欠着人家的东西呢 在哪 还是熟悉的腔调 还是那么的无理 不在店里 我知道 你现在哪 陈阳犹豫了一下 看了大老刘和钱正强一眼 我正在跟朋友吃饭 未知 文青忽然这么问 陈阳看了大老刘和钱正强一眼 低声说了 大家都认识 应该也没啥问题 那边电话马上挂了 老弟 谁啊 大老刘好奇地问了一句 文青 陈阳老老实实地回道 还真是邪门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他自嘲了一下 啥玩意 文青 钱正强吓了一跳 急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啥 刘叔 陈老弟 我还有点事 先撤先撤 说着头也不回地就走 走了几步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好意思道 我已经吩咐过了 所有的开销都记在我身上 你们吃好玩好 接着一溜烟逃走了 陈阳也有些发愣 这大强子 怎么听到文青的名字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 都是二代 不至于吧 老弟 你继续啊 继续 我找大强子有点事 你小子等等我 我还有谁跟你说呢 大老刘也拿起衣服追了上去 顺便还把桌上没开瓶的老姑酒 给带走了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下半夜能不能撑得住 就靠他了 什么情况 看到大老刘也溜了 陈阳有些傻眼了 文青 有这么可怕吗 两个人能溜 但陈阳不能啊 他还欠着人家东西呢 过了一会儿 灯灯灯脚步声响起 砰大门被踹开 文青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几个月不见 小姑娘有些轻瘦了 锁骨也都露出来了 不过 还是那么的没礼貌 人呢 文青环视了一眼 走了呀 陈阳端起杯中的残酒抿了一口 文青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拿起一双没用过的筷子 夹了几根青菜 送入口中 他也是来得着急 没有吃饭 这会儿也有些饿了 看着桌上的饭菜 还算入眼 就开动了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这姑娘 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不过 人家也没那么矫情 剩菜也不介意 这一点倒是让陈阳有些欣赏 吃了几口 文青瞥见醒酒器 伸手响给自己倒一杯 一只手急忙按住醒酒器 这酒 你不能喝 小剑 我给钱就是了 不是小剑 是你真的不能喝 真是新鲜啊 什么样的酒我没喝过 文青撇撇嘴 一把夺过醒酒器 正要给自己倒酒 不就 你确定要喝吗 陈阳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这会儿 酒精已经上来了 十来年的老古酒 镜头可不是一般的大 他说话也没以前那么利索了 哦 小姑娘接着面不改色地 给自己倒了一杯 补酒 呵呵 论补酒 任和堂的十全大补酒了解一下 那可是补酒之冠 出身文家的他 什么没见过 眼瞅着小姑娘 毫无顾忌地喝了一口 陈阳有些不淡定了 正常点的女孩子 听到补酒的名字 都会脸红 这姑娘还真喝啊 不是 文家的人都这么生冷不济吗 味道如何 陈阳好奇地问道 也就那样了 除了年份长点 材料都不咋地 小姑娘放下酒杯 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杀伤力不大 侮辱性极强 陈阳有些不服气了 大老刘和钱正强 都赞不绝口的 怎么到了你这里 就也就那样了 你喝过不酒没 老骨看到没 正宗的老骨 八十年代末的 陈阳捞出来那根骨头 哼 小姑娘淡淡一笑 我家库房角落里 有好几副 都吃了很多年灰了 炫富 吃果果的炫富 好吧 文家百年老字号 牛逼带闪电 陈阳无话可说 气氛一下尴尬起来 陈阳忽然觉得有些热 赶紧灌了一口茶水 十来年的补酒 要笑自然霸道 这会儿 他只想脱了衣服 去泳池里游上几圈 文青似乎也有些热 微微松开了领口的衣扣 露出了雪白的巷景 陈阳眼神闪过一阵热气 这丫头的脖子 好像挺诱人的样子 好想 咬上一口 可能是许久不见的原因 他觉得这丫头 眉清目秀得很势入眼 一刹那 他忽然有了种 把文青推倒的冲动 随着时间的流失 他心中的冲动越来越强烈 走吧 有事找你 文青站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陈阳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刚才他居然满脑子 想推倒文青 这不对劲啊 什么时候 文青这么有吸引力了 不对 应该是牢骨酒禁大药效强 陈阳给了自己一个解释 还好人家没注意 否则麻烦就大了 慎兴 慎兴 陈阳挣扎着站了起来 喝了杯水 恢复了一下理智 目光在剩余的牢骨酒上 停留了几秒 好东西 不能浪费 得留着 简单收拾了一下 顺便洗了个脸 清醒了一阵 出了门 却见文青鞋坐在摩托车上 上车 文青转身夸上了摩托车 这个 姿势 陈阳有些心虚 一旦上了 恐怕有些撑不住啊 要不 我来骑吧 陈阳提出了一个建议 别废话 快上车 还有事呢 文青扭头看了他一眼 好吧 陈阳坐上了车 双手规规矩矩地 抓在后座的扶手上 身体尽量远离文青 文青倒也没开快 慢慢悠悠地载着他 很快来到了海王公司 陈阳也松了口气 伙计们都下班了 只有吴军一个人等着他呢 老板 看到陈阳跟文青回来了 吴军有些欲言又止 这姑娘一进门就杀气腾腾地 追问陈阳去哪里 吓得吴军啥也不敢说 电话也不敢打 他是知道这个姑娘的身份的 没事 没事 你先回去吧 陈阳摆了摆手 吴军迟疑了一下 还是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现在的情形 他的确不合适留下来 温小姐 这么晚过来 有什么事吗 陈阳也是没话找话 人家东西还在这里呢 不来找他找谁 东西呢 文青也不废话 什么东西 陈阳装傻 马家的方子 你要是弄丢了 我杀了你 文青哼了一声 那东西啊 我想想 陈阳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还装 文青瞪了他一眼 接着拿出两张票据 一张是给山区捐款的回值 一张是五十万的支票 前段时间资金吃紧 所以也没时间去捐款 不过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欠你的已经给你了 把东西还给我吧 看到两张票据 陈阳也就放心了 马老是个爷们 他佩服 他的心愿必须满足 至于那五十万利息 他也没放在心上 陈阳上楼把药方拿下来 递给了文青 文青打开盒子 检查了一遍 这才点了点头 方子完好 他也就放心了 陈阳又把五十万的支票 递了回去 什么意思 文青歪头看了陈阳一眼 之前跟你开玩笑的 这五十万你收着吧 陈阳和颜悦色 二人之间之所以有了举语 也是因为马老的事情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也就没什么负担了 这小姑娘虽然不太可爱 但至少是个信任 我还差你这点小钱 文青撇撇嘴 他最近虽然遇到了些麻烦 但这点小钱还不至于赖账 能问一句 你买药方为了什么 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纯属好奇 好奇 马老身体不行了 他怕子女守不住药方 会落到日东洋人手里 就悄悄地找到了我 让我好好地保存 将来有机会就拿出来造福社会 我过意不去 就给了两百万 没想到 马老把这钱也捐了 陈阳肃然起敬 马老是个爷们 令他佩服 这文青也是个 金国英雄 成人之美 使他误会了 这钱自然更不能收了 收了 他还是人吗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 这钱您必须收着 否则我请示难安 陈阳诚心道歉 文青也有些惊讶 认真地打量了陈阳几眼 二人接触虽然不长 但他也能看出 陈阳是个很自我的人 明明很弱 却过分强硬 自信是好事 过头了就是棒准 不过这个人 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否则上次他肯定 不会轻易地放过陈阳的 好 文青点了点头 道 你的道歉 我接受了 不过呢 我最近心情不好 你想办法逗我开心 说着拿出香烟 点了一根 烟头忽明忽暗 甚是寂寞 是八角的事情吗 陈阳试探着问道 他刚才从大老刘的口中 听到了一点 钱正强还 真是个大嘴巴 文青白了陈阳一眼 他以为是钱正强说的 这倒是冤枉了 最近时间八角暴跌 多少钱都没人要 文青一下被套住了 心情自然不美丽了 你现在有多少货 都是多少价位吃惊的 60到90都有 大概还有不到300吨 好家伙 2000万的货呀 套牢了呀 现在八角有价无市 价格也是拦腰斩 就算现在有人接盘 也要赔一半 更何况 现在根本就没人问津 赔了就赔了 你们文家又不是赔不起 陈阳有些不解 文家似乎也不缺这点钱吧 不是赔不起 而是文青犹豫了一下 无奈道 这样说吧 我现在跟人打类台 输赢也就在年末了 钱不钱得到无所谓 要是打类输了 我恐怕是要出局了 文家作为一个百年老字号 自有一套选拔人才的标准 内部淘汰就是其中之一 文家后代虽多 但想要胜出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样啊 陈阳捏了捏鼻中 没想到还有这种隐情 你对手情况如何 比我好多了 他见机的早 把高价货都抛出去了 现在他的资本 已经累积到3000万 我已经输了大半了 对了 文青忽然问道 刘东谋你是不是跟你很熟 刘东谋 陈阳好一阵子才想起这个名字 这不就是大老刘吗 还成吧 他含含糊糊地说道 两世为人 大老刘都是他的好友 是个老混蛋 文青有些咬牙切齿 我就撬了他一车祸 他怨恨上我了 在那边给我对手出谋划策 要不是他 我那对手也不会在高位甩货 我知道刘东谋这老家伙 没那么好的眼光 他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 就是这个所谓的高人 坏了我的事情 要是让我找到他 小姑娘似乎打开了话匣子 陈阳哑然 非来横祸啊 这闹来闹去 居然还落到了自己身上 大老刘可没这么好的眼光 高位出货 还是陈阳泄露出去的 只是他没想到 反倒是害了文青 还有钱正强这个混蛋 我跟他多年的交情 他居然不帮我 真的是岂有此理 他肯定知道 刘东谋背后的高人是谁 可就是不告诉我 我一路追着刘东谋过来 就是想看看他跟谁 小姑娘有些愣住了 接着紧盯着陈阳 那是钱家的酒店 是吗 我不清楚 跟你吃饭的 是不是钱正强和刘东谋 这个 陈阳有些明白了 怪不得二人 听到这丫头的名字 就赶紧溜了 原来还有这一桩恩怨 莫非 文青眼珠子一转 意味深长地看了陈阳一眼 不是 陈阳急忙摇头 看起来 他对那个所谓的高人 十分的仇恨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为好 我想也不是 你这么弱 怎么可能指点刘东谋 文青摇头 扎心了 陈阳忽然不想说话了 现在的他的确很弱 别说比六大龙头 就算跟大老刘比 也有很大的差距 在文青的眼中 的确有些弱 好了 文青站了起来 道 我走了 拜拜 等一下 陈阳忽然叫住了他 认真道 那你们的赌约 能说具体点吗 文青看了他一眼 简单解释了一下 文家给二人一千万的资金 让他们去经营 一年为期 多得者胜 现在还剩下一个月的期限 他已经说了九成了 这样的话 倒不是没救 那你想不想翻盘 陈阳笑着问道 虽然他不想插手大家族内部的纷争 但还是想帮一把文青 毕竟这丫头心肠不坏 自然 文青又点了点头 不过 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自己基本都放弃了 我有个办法 能让你翻盘 不过有些 随 啊 你有办法 文青再也不淡定了 一把扯住了陈阳 自然有办法了 陈阳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阵 这 能行吗 文青有些不敢相信 反正是个书 何不赌一把 万一翻身了呢 最不计还是个书 陈阳笑呵呵地说道 文青犹豫了一阵 忽然一咬牙 好 我赌了 就算是输了 我也毫无怨言 那就诸文大小姐齐开得胜 大杀四方 陈阳送上了祝福 这算是他为文青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可能过了这件事 二人再无交集 文青紧盯着他 忽然扑斥一声笑了 这一笑如百花盛开 陈阳忍不住都有些愣神 心中的一团火又燃烧了起来 其实 这丫头也蛮有味道的 要不要推推试试 谢谢你 高人 希望你的办法有用 否则 撂下这句话 文大小姐施施然离开了 留下陈阳一脸尴尬 他忍不住捏了捏鼻中 操 还是暴露了 文大小姐来得快 走得也快 可能是得到了陈阳的受益 回去家警部局去了 陈阳也算松了口气 甚好 事情也了结了 马老的也事情水落石出 是他误会了 对文青的偏见也烟消云散了 出于补偿 他才帮了文青一把 只要文青按照他的指点去做 翻身的机会很大 这也算是 他为文青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至于文家内部的纷争 陈阳也不感兴趣 此事过后 他也不再欠文青什么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腊月 腊月是个忙活的日子 快过年了 大小商贩都忙活起来 但对于药材批发市场来说 进入腊月 基本上意味着 这一年的生意结束了 因为客户之前该买的都买了 现在人家回去准备忙活腊月呢 市场上的生意 也渐渐的平淡下来 海王这边自然也没什么业务 偶尔会有一些小公司过来补货 有吴军在 这种事情也用不到陈阳 通过几个月的锤炼 吴军也成熟了很多 鸡 上一个人也能玩得转了 这下 陈阳彻底的清闲了 于是乎就当上了甩手掌柜 一天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市场上溜达 跟老板们唠唠嗑 偶尔还接受老板们的邀请 出去喝点酒 做这一行 不能排斥同行 要融入这个圈子里 爱里不达的 只会让人家感到你 这个人不好交往 会被大家集体的孤立 这天 大老刘忽然打电话过来 兄弟 最近的八角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什么事啊 陈阳也是装傻 虽然他人在市场 但消息局不封闭 文青偶尔还会跟他打个电话 说说情况 通过文青的消息 陈阳也基本上确定 八角的行情 也向着他设计的方向发展 其实 上次文青离开以后 大老刘也询问过陈阳 好奇这丫头 为什么会找上门来 老头子也是很八卦的 他想知道陈阳 跟文青是不是有那种关系 陈阳只是解释 说人家是路过 顺便来看看 并没有说实话 他知道钱正强和大老刘 已经站在了文青对手的那边 虽然不知道二人 为何要参与文家内部的事情 但这跟他也没啥子关系 听陈阳这么说 大老刘也没怎么怀疑 毕竟无论从身份 还是地位上看 文青和陈阳都相差甚远 应该不会有什么私情 八角行情又出现了变化 哦 东南亚不是一直闹情流感吗 这玩意厉害啊 得了就基本上判死刑了 根本就治不了 最近国内一所医疗机构 忽然提出 用八角回香提炼的芒草酸 能够有效地治疗禽流感 这个消息一出 贵省八角产地又炸了锅了 价格也有所抬头 是吗 这个还真不清楚 陈阳忍着笑 其实这个主意 就是他给文青出的 在他前世20年的商业生涯中 只经历过两次八角大涨价 一次是2000年 原因是双动导致产地鲜果 大规模减产 另一次就是2005年 港岛禽流感 有一家医学机构负责人 提出八角可以治疗禽流感 这下东南亚那边的人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抢购八角 用来炼药 国内的商人们 也是闻讯而至 八角自然又被炒成了天价 事实证明 这完全就是一场闹剧 八角这玩意 虽然有些药用价值 但根本就不能治疗禽流感 那个专家 要么是个半吊子 要么就收了钱了 最后也落了个 是一地鸡毛 所以 陈阳建议文青 这个时候 专家名头还没有抽大街 在民众的眼中 还算是权威人士 文青也不负众望 短短时间就把事情办成了 而且还把消息给炒起来了 消息已经传播 八角自然会应声而掌 这下他手上的货 应该能解套了 老弟啊 你给分析分析 还能不能搞 大老刘那边语气有些迫切 他主赢的就是八角 如今又有了机会 自然不肯放过 这个 陈阳有些犹豫 这个局就是帮文青解套的 谁钻进去谁傻逼 八角几块钱一斤的玩意 再怎么变 也变不成金疙瘩 一旦潮水退进 肯定会落下一地鸡毛 可这事 他又不好说 一大老刘对他的信任 只要他点头 大老刘肯定入套 连带着文青的对手 也会入套 一旦二人入套了 文青肯定能反败为胜的 大老刘是陈阳两世的朋友 对他的帮助很大 坑朋友的话 有些不厚道 陈阳也做不出来 可他又不能说实话 毕竟大老刘 站在了文青对头那边 一旦被他知晓了 文青就输定了 潜意识里 陈阳还是希望文青获胜的 有些难办啊 陈阳揉了揉太阳穴 刘哥 说实在的 这次我真看不懂 可能有机会 也可能没机会 陈阳含含糊糊 这次 他决定两步相帮 既不帮文青坑大老刘 也不帮大老刘坑文青 这也算是人之意尽了吧 你也看不透啊 大老刘有些失望 今年 他在八角上赚了大钱 眼瞅着机会又来了 要是不进去的话 实在是有些心中不甘啊 现在八角的行情 正在飞速上涨 现在入局 还是能赚一笔的 只是大老刘心里没底 不知道什么是个头 这万一 被套了呢 以前陈阳能给他信心 现在连陈阳都看不懂啊 自己揪进去还是不去 对不起啊刘哥 这次我无能为力 陈阳有些抱歉的说道 这次 他真的 有些愧对大老刘 兄弟你说哪里话呢 大老刘也不以为意 陈阳毕竟不是神仙 哪能都算到 再说了这八角治疗 情流感也是个突发事件 已经超出了 生意涨跌规律的范畴 陈阳摸不准 也是正常的 大老刘又客套了几句 挂了电话 哎 陈阳也挂了电话 心中有些惆怅 这事 他真的很为难 帮大老刘 对不起文青 帮文青 就得坑大老刘 两难啊 既然已经给文青出了主意了 这会儿 就别坑大老刘了 文大小姐呀 文大小姐 这次 我对你 可是人之一尽了呀 你若是再搞不定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又过了两天 陈阳接到电话 钱正强叫他喝酒 话说自从上次接触过之后 钱正强明显认同了 陈阳这个朋友 没事的时候 就会把陈阳叫来 二人喝点小酒 谈谈药材行情 钱正强发现 陈阳这个人虽然年纪不大 但眼光很老道 对事情尤其是药材 看得很准 所以也是真心结交 强哥 兄弟 快过来坐 钱正强招了招手 钱家在这里有办事处 也有自己的酒店 平素李钱正强 都在自家酒店里吃饭 他也不是个讲究的人 饭菜也十分的简单 这是我从家乡 带来的好酒 尝尝 钱正强拿起瓷瓶 亲自给陈阳倒了一杯 陈阳嗅了一下 接着抿了一口 好酒 龙头降尾 纯粮制造 这应该是芝麻香型的 据我所知之 麻香应该是你们卢省的特产 哈哈 钱正强翘起了大拇指 兄弟不仅眼光厉害 这舌头也不一般 不错 这酒正是卢省芝麻香 三十年的老酒 要不是家里还有点关系 根本就买不到 二人喝了几杯 谈起了最近的行情 当然也聊起了八脚 这次陈阳也没说实话 只是说有些看不懂 毕竟钱正强跟大老刘也是一伙的 他们都站在了文青的对手那边 兄弟 今天叫你过来 室友见识跟你商量 钱正强又给陈阳倒了杯酒 强哥 有什么事说吧 是这样的 我想投资一个药厂 专门做保健品 钱我出 审批 关系我来协调 你负责生产和运营 我给你三十的肝骨 如何 陈阳年轻有为 眼光独到 人也不错 钱正强有心拉他入伙 保健品 陈阳皱了皱眉 要说现在药品市场 什么最赚钱 那就输保健品了 很多人都弄不清保健品 跟药品的区别 以为都是治病的药 其实区别大了 一个是治病的 一个吃不死人就可以 所以治病还是要吃药的 保健品 吃不死人就没啥责任 治病 呵呵 在陈阳前一世里 搞保健品的都是骗子 钱家是全国最大的骗子集团 这玩意可是暴力 维生素知道吗 以前都是大厂货 几毛钱一瓶 放在药店角落里 无人问津 现在加点甜味素 加点食用色素 加点淀粉 换个包装 打上一个洋气的牌子 几块钱的成本 可以卖到几十上百块 说实在的 除了好看点 口味好点 效果跟几毛钱一瓶的 大厂货没什么两样 甚至还不如几毛钱一瓶的含量高 所以保健品 一般都是治伤税 前世的陈阳 对这种东西 一向是嗤之以鼻 六大龙头 要起各有所长 钱家是以驴胶起家的 驴胶严格来说 属于药品 但从功效 是来说偏保健一点 所以钱家围绕着驴胶 开发了很多的保健品 这玩意一本万利啊 标准低 投入少 收益巨大 傻子才搞钻研呢 有那力气 多搞点保健品 多收点 治伤税不好吗 赚钱它不香吗 这就是钱家 陈阳心中 闪过一阵比翼 有这么好的条件 不想着开发新药品 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发扬光大 搞钱倒是一套又一套 这完全就是本末倒置啊 钱家 还真是钻进钱眼里了 虽然钱正强 为人还不错 但陈阳 却不想跟他同流 感谢强哥看得起我 不过呢 我就是个药材商 就懂得搞药材 你说的这些什么 生产啊运营啊 真的是一窍不通 万一耽误了您的事 那可就糟糕了 强哥 还是另请高明吧 陈阳推托道 他搞药材如鱼得水 赚的钱也清清白白 犯得着跟钱家同流合污 赚那魅良心的钱 打死不搞保健平 这是陈阳的底线 龙头钱家 杨哥还瞧不上呢 钱正强满心欢喜的 想要拉陈阳入伙 没想到人家一口回绝了 这让他有些惊讶 兄弟 我是看中了你这个人 股份的事情好说 我钱正强绝不会亏待了你 再说了药材干得再好 那也只是个中间商 是渠道商 你买卖都要受别人限制 干企业可不同 咱们卖的是产品 卖的是品牌 药品市场 最赚钱的就是保健品 我敢保证 不出几年 兄弟你的身价就能破亿 强哥 陈阳笑道 真不是钱的事情 我就是一个小生意人 只想本本分分的搞点药材 保健品 我真的不懂 也不感兴趣 话说到这份上了 钱正强自然也不好勉强 心中自然是有些不高兴 以他的身份 邀请陈阳合伙干企业 那是给他面子 是提携他 没想到人家还不领情 人个有志 哥哥我也不强求 你可以先考虑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就过来帮我 哥哥这边的大门 永远为你打开 谢谢强哥 陈阳低声说道 接下来的酒喝的 就没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会儿 陈阳起身告辞 钱正强还是礼貌的起身相送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二人的心中 却有了一道隔阂 陈阳走后 房间里多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她就是陈阳吗 女子饶有兴致问道 钱正强点了点头 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 这人有些轴啊 真的是干生意的吗 你是不是有些高估她了 女子有些不解 做生意讲究八面圆滑 像陈阳这种不解人情的 还真是少见 刘叔我了解 他很看重这个陈阳 之前我也跟他有过多次接触 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 只是我想不明白 他为何要拒绝我 钱正强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说实在的 陈阳这点家底 在钱正强眼中 根本不算什么 钱正强随便拔根汗毛 都比他粗 他之所以拉拢陈阳 一方面是跟陈阳关系还行 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他的潜力 想为自己网罗一个人才 二人合作经营一个要起 怎么看都是陈阳赚打了 魏毛这家伙要拒绝呢 难道有什么隐情 出了酒店 陈阳心情有些不美丽 这次拒绝了钱正强 他虽然没有生气 但也能看出二人 很难再像以前那么出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人家也未必进行啊 都怪我这该死的自尊啊 陈阳无奈地摇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做人总得有点底线 别人搞保健品 他管不着 反正他自己是不会搞的 一想到那些大爷大妈拿着钱 兴奋地排队交至伤税的情景 陈阳就有些心痛 一些无良的商家更是嘴上跑火车 说他们的保健品无病不治 吃了能长命百岁 很多老人去世前 手中还抱着某些保健品的瓶子 他们临死还相信这些人的鬼话 无病不治啊 呵呵 是无病不治 有病真治不了 上辈子陈阳最看不起的就搞保健品的 你要说他有用也就罢了 关键是没啥鸟用你他吗 还卖得死贵 还要不要点碧莲了 骗老头老太太真的良心不痛吗 有多少老头老太太 是因为亲信了商家的话服用保健品 耽误了病情最终寒和中的 这钱赚得不心痛吗 很多时候 陈阳都觉得这些人都该下地狱 重生一事 让他搞保健品骗钱 姥姥 住 我不是说某些保健品 我说的是所有的保健品 某些药膳食品类的除外 基本上都不能治病的 价格还死贵 当然你钱多 就当我没说 某些正规产品 还是有些保健养生的作用呢 有病的话 还是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切记 切记 一晃几天时间 来到了腊月中旬 这个时候 市场上大部分也都没人了 有路远的早就关门回家过年去了 陈阳也准备关门回家 他把吴军和两个伙计叫了过来 没人派发了一个红包 还准备了一些礼品 快过年了 伙计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他这个老板自然也要表示表示 话说开业以来 海王公司生意不错 有七八十万的英语 算得上是开门红了 吴军是经理 劳苦功高 陈阳给包了一万的红包 两个伙计 每人也给了两千块钱 谢谢老板 两个小伙计 自然是喜笑颜开 二人来的时间也不长 满打满算 也就四十来天而已 但陈阳可没亏待他们 每月不仅有一千块的工资 过年还有奖金 伙计离开后 吴军留了下来 老板 这红包我不能收 小伙计很实在 陈阳不仅给了他分红 每月还开两千块的工钱 如今过年还要给红包 吴军有些过意不去了 嫌少 陈阳笑了笑 不是 不是 吴军头摇得像波浪鼓 我只觉得拿得太多了 给你 你就拿着 这是你应得的 陈阳把红包重新塞进吴军的口袋 他对这个小伙计 越来越满意了 基本上他不在店里 吴军一个人也能撑得住 吴军推托不得 这才不好意思地收下了 老板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还得再待几天 有什么事情吗 我可以帮忙的 小伙计跃欲试 老板还在加班加点 他一个人 怎么好意思回家 对了 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我桌上 有一张整理过的客户名单 你最近一段时间 辛苦一下 去采购点礼品 我要下去走走 拜访一下客户 陈阳吩咐道 做生意光诚实 手信不行 还得维护好客户 快过年了 拜访一下客户 送点礼品 联络联络感情 当然了 谁也不缺这点东西 但你千里迢迢地送过去 能让人家会感受到你的尊重 这也是生意之道 老板这么辛苦 我帮你吧 吴君主动请英 他们现在的客户 没有一百也得有 十 八十家一家家的跑 那也得很多天 你 陈阳嫌腻了吴君一眼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小伙计做事认真 让他很放心 但交际方面 就差了点悟性 沟通客户这种事情 吴君是做不来的 陈阳只能亲自去做 你还是先回去吧 嫂子恐怕也等急了 我听他唠叨过 今年要回老家过年 那你可得好好地准备准备 陈阳打趣道 嘿嘿 吴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富贵不还乡 犹如锦衣夜行 之前他一直干苦力 被左邻右拒地瞧不起 现在好容易翻身了 自然要回老家显摆显摆 他也要让父老乡亲知道 吴君现在也混出来了 老板 那我走了呀 有什么需要 您打电话 吴君留下来一句话 走吧 陈阳挥了挥手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所有人都走了 周边的店铺也已经关门了 只剩下陈阳一个了 看着空荡荡的市场 陈阳心中忽然有了种失落感 仔细算了算 他重生过来快一年了 重生的时候 情况有些不太好 他也一直活在紧张的节奏之中 如今忽然空了下来 心中反倒有些空荡荡的 海王公司再侨诚 也算是站住脚了 经营也进入了正轨 四个月的时间 就有了近八十万的盈利 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另外 海王公司成立的有些晚 知名度也不高 客户也不多 开业之初能够取得这个成绩 已经十分的厉害了 但远远不够 陈阳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侨诚市场下半年的走货量 大概在一千万吨左右 海王公司只有一千多吨 只有万分之一而已 万分之一啊 在这么大的市场 根本翻不起浪花 更别说全国市场了 业务量还是不够啊 接下来必须要扩大业务才行 只有掌握足够的业务 接下来才能在市场上 拥有话语权 当然 海王公司部门还得继续健全 业务部门 仓储部门 财务部门 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一想到这里 陈阳就有些头大 上一世 他最不擅长的就是管理 所以公司的规模也不算大 这一世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必须要补齐自己的短板 公司现在也比较缺人 别的不说 至少缺一个财务人员 嗯 过年的这段时间 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秦经理 好久不见啊 陈阳笑着打了个招呼 哎呀 秦元看到陈阳过来了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陈老板 您怎么亲自来了 他也接到了吴军的电话 说是近期要拜访一下心安要业 只是没想到来的人 居然是陈阳 秦元接过礼品 然后把陈阳迎了进来 亲自倒了一杯水 看来你们的笑意还不错 陈阳来的时候 看到厂房的工人 还在加班加点 这都快过年了 工人们还在加班 生意肯定不错 托陈老板的福 还成 秦元虽然年轻 但接人待物也有些水准 不过陈阳却看出 他脸上带着淡淡的愁容 秦经理 心安要业 可是我们海王的第一个客户 我们海王上下都十分的重视 这次来呢 一是看望一下客户 二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反馈 陈阳拿出了调查单 既然来了 那就顺便做个调查 秦元急忙道 陈老板您太客气了 海王公司 也是我们心安药业的 第一个合作伙伴 对于你们提供的药材 我们也是十分的满意 陈阳又问了几个问题 秦元也一一作答 看得出来 他对海王公司的药材 还是很满意的 陈阳旁敲侧击地 又问了心安药业的几个问题 他想大体了解一下 心安药业的潜力 秦元倒也没藏着掖着 基本上有问必答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 陈阳满意的收起了调查单 笑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要走了 感谢秦经理的招待 再见 心安药业虽然规模不大 但很有潜力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维护 陈经理 我已经安排好了食宿 要不今天就住下来吧 我也好尽敬地主之夜 秦元也是由衷地挽留 跟乔城那边打好关系 对心安药业也十分地有利 不了 还要走访其他的客户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 陈阳伸出了右手 一定一定 秦元也伸手跟他一握 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妖 这还摸上了 我就说嘛 你为何要从海王拿货 感情是有一腿啊 年轻人是笑非笑地看着陈阳 看到年轻人进来了 秦元也松开了陈阳的手 脸色很快沉了下来 秦超 谁让你进来的 赶紧出去 笑话 年轻人冷冷一笑 歪在沙发上 翘起了二郎腿 这是秦家的药厂 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 倒是你 跟别人勾搭 让我撞见了 怎么 老修成怒了 你别胡说八道 人家过来是走访客户的 秦元又气又急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好像来得不巧啊 算了 这也不关他的事情 秦经理 既然你还有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陈阳拿起公文包 就准备离开 对不起啊 陈老板 让您见笑了 秦元有些不好意思 陈阳笑了笑 也不以为意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你不能走 正好解释一下 上次那批货 究竟有没有猫腻 年轻人忽然一下 挡在了门口 双手环抱胸前 冷冷地看着陈阳 秦超 你别没事找事 秦元把陈阳拦在了身后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人家来走访个客户 居然就碰到了这么个情况 哗 还护上了 秦超撇嘴道 要说 你们两个没一腿 我还真不相信 秦超 你能不能正经点 别让人家陈老板看笑话 秦元怒吼道 那好啊 秦超懒洋洋道 秦元 我怀疑你利用直权之变 勾结供货商 谋取私利 这是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否则你这个采购部经理 就不用干了 好 我跟你交代 你让先送陈老板走 不行 秦超哼了一声 道 他是当事人 自然要配合调查清楚 只见他一挥手 几个年轻人堵住了办公室 不怀好意地看着里面 秦超 你不要太过分了 秦元气得脸蛋通红 陈阳忽然上前了几步 冷冷地看着秦超 你要扣押我 陈老板 您别生气 这是我来处理 秦元急忙解释 陈阳没有理会他 只是看着秦超 目光有些戏谑 秦超哼了一声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你哪里也不能去 是吗 陈阳不怒返校 他万万没想到 走访客户居然走出货端来 我倒是想试试看 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陈阳甩开秦元向门口走去 这里是这省 治安还算不错 不像贵省那些偏远地区 出警都要半天的时间 陈阳就不信了 这个秦超 敢非法限制别人的自由 陈老板 一个年轻人挡住了他 低声道 我奉劝您先耐心等一会 这是秦家内部的事情 跟您没多大关系 事情解决之后 我们自会给您一个交代 以后呢 咱们还是好朋友 正是上次跟秦元一起的 那个业务员 新安药业以后 还是要从乔城进货的 得罪了陈阳 他们再进货的话 恐怕就会有麻烦了 呵呵 陈阳笑了 好啊 我就等等看吧 看你们究竟玩什么把戏 说着坐到沙发上 看到陈阳不走了 年轻人也松了口气 来到秦超的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 秦元 去会议室吧 大家都在呢 就等你一个了 秦超招呼了一声 秦元看了陈阳一眼 缓缓地跟了上去 这是秦家内部的丑事 他也不愿意让陈阳看到 二人离开以后 年轻人急忙凑到了陈阳的身边 摸出了一盒好烟 抽出了两根 陈老板 对不起啊 连累你了 您放心 这事很快就能解决 耽误不了多久 呵呵 陈阳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 他对这种棒垂没啥好感 烟自然也懒得接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秦磊 上次可能跟陈老板闹了点误会 您别在意啊 秦磊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冷笑 乔城那个有个秦磊 这心安药业也有个秦磊 叫秦磊的似乎都不是好东西 陈老板 今天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是秦家的内部之争 跟你没有关系的 您不要害怕 害怕 陈阳翻了翻白眼 重生一世 他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过了一会儿 秦磊接了个电话 然后嗡嗡的两声挂了 陈老板 我们想请您帮个小忙 当然不会白帮的 秦磊从衣兜里 拿出一捆人民币 放在了陈阳的面前 什么意思 陈阳冷眼旁观 是这样的 您只需说一句话 这钱就是您的了 以后我们心安药业的药材 都从您那里进 您说多少就是多少 秦磊笑着说道 从秦磊的口中 陈阳也简单了解了 新安药业内部的纷争 新安药业新成立不久 是秦磊的爷爷创建的 秦磊爷爷有三个儿子 都在药厂任职 是一个标准的家族企业 老大管生产 老二管财务 老三管业务 但家族企业 一般都会有内部争权夺利的事情 之前有老爷子在 大家私底下明争暗斗 表面上却是一团和气 现在老爷子病了 不管是了 三家明争暗斗 也就越来越激烈了 后来老大老二 联合起来针对老三 因为老三秦成兵管着业务 老婆是会计 他女儿秦源担任采购部经理 主管药材的进口 一个管买货 一个管钱 一个管卖货 都是油水大的部门 大房二房的人 觉得三房的人 手中权力太大 想要夺回一定的权力 秦成兵两口子不好对付 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秦源 采购这个部门 也是个要害部门 如果能够扳倒秦源 这个采购经理 就等于削断了秦成兵的一条绑币 你的意思 是让我指认秦源 说他在采购的过程中 吃了回扣 陈阳似笑非笑地看着秦磊 秦磊笑着点了点头 好 陈阳点了点头 原本他懒得理会秦家的恩怨 但这秦磊又是给钱 又是陷害的 让陈阳有些不爽 十万 瞧不起谁呢 老子的人品 就值这点钱 再说了 你这次为啥要叫秦磊 他听到这个名字就不爽 谢谢陈老哥 带会去会议室的时候 您只需把我说的话 重新复述一遍就成 秦磊也是松了口气 有了陈阳的指认 扳倒秦源的事情就更容易了 就算是秦成兵 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过了一会儿 秦磊接到了电话 带着陈阳来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这货也有些小聪明 把钱先扣下了 那意思是你照说了 才有钱哪 陈阳只是撇撇嘴 会议室里有个椭圆形的长桌 这会儿已经坐满了人 为首的一个中年人 见到陈阳进来了 急忙站了起来 陈老板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秦家出了点小事情 让您见笑了 待会儿还有事要麻烦您 请您配合一下 我们心安药业感激不尽 说着 把陈阳引到了自己的左手边 您是 我叫秦成文 是心安药业的副总 这位 是我二弟秦成武 这是我三弟秦成兵 秦成文自爆家门 挨个把成员的介绍了一番 听到秦成兵的时候 陈阳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似乎在强忍着怒气 秦元也一脸委屈 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 原来是秦家的老大啊 陈阳点了点头 接着又看了秦超一眼 这小崽子原来是老大家的 怪不得如此的蛮横 简单介绍了一下 秦老大马上把话题 转到了采购的问题上 众所周知 采购是我们心安药业的重中之重 可最近有师傅反应 我们采购的药材 有重大质量问题 秦超急忙拿出了一个塑料包 打开了里面装了一些药材 秦成文把药材传给身边的人看 陈阳只看了一眼 就有些摇头 这些药材一看就知道有些年岁了 发霉的发霉 起水碱的起水碱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的 乔城市场的药材 一般都不会超过两年 两年以后药性流失 都会被便宜处理掉 这药材明显不是自己卖出去的那一瓶 这还了得 秦成武拍了一下桌子 道 咱们是做药的 这种药材做出来能给人吃吗 圆圆 你这个采购是怎么干的 二叔 当初采购回来的药 我都亲自检查过的 都是一年内的新药材 这药材根本就不是我买的 秦源自然不肯认 这是明显的栽赃 圆圆姐 这些药材 都是仓库里的师傅们翻检出来的 要是不信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看看 秦超冷冷地说道 哼 秦源冷笑了一声 仓库好像是你负责的吧 那些人也归你管 自然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是说 我陷害你 秦超站了起来 双手握住了拳头 我可没说 是谁陷害的 谁心里清楚 秦源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 好 秦超转头看向了陈阳 陈老板 新安药业上一批货 是从你那里买的 你该不会不认的吧 他已经得到了秦磊的消息 知道陈阳收钱了 既然收钱了 那就得按他们的意思办事 呵呵 这货我不认识 不过肯定不是我的货 乔城市场的药材 都是一两年内的 你这东西一捏就粉了 一看就是三五年以上的货 我们海王开业才半年呢 陈阳思条漫里的说道 啊 秦源忍不住惊喜交加 他以为陈阳 已经被大房二房收买了 没想到他 居然帮自己说话 听到陈阳识口否认 秦超有些傻了 这不对劲啊 你可是收了钱的 点头有这么难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收了钱不办事 秦超还想说什么 却被秦承文给按住了 胡说什么呢 这要才如此的低劣 怎么可能是陈老板的 秦承文急忙解释了几句 暗骂儿子半事茅草 别说这伙不是海王的 就算真是海王的 陈阳也不能认 一旦认了 那不是要在行内抽大街了 再说让你陷害秦源 你随意找点质量差的意思 一下就行 这孩子居然拿这么离谱的药材过来 陈阳能认吗 就连秦承文都也有些瞧不过去了 大哥 药材的事情先不说 我听人说咱们采购的吃回扣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 秦承武说话了 圆圆 你解释一下吧 秦承文也发话了 没有 秦源坚定了摇了摇头 他采购的时候 秦承文笑了笑看着陈阳 陈老板 您自己说吧 放心 这是我们心安药业自己的事情 跟您和海王都没有关系 您只管大胆地说就是了 是吗 陈阳忽然看了秦源一眼 秦源一颗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可有人说我跟秦经理有一腿 我说的话 你们能信吗 陈阳的目光落到了秦超的身上 这个 秦承文有些尴尬了 暗骂儿子不懂事 你搞事情就搞事情 搞人家卖货的老板干什么 秦承文也笑道 陈老板 小孩子不懂事 您别放在心上 他瞪了儿子一眼 不约道 还不向陈老板道歉 陈老板 这都是误会 误会 我给您道歉 秦超急忙站了起来 鞠了一躬 是误会 陈阳确认了一句 是误会 秦承文也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陈阳顿了顿 自然道 你们心安药业 在海王公司采购的过程中 的确有人向我索要回扣 话音刚落 立即引发在场众人的窃窃私语 你 秦源吃惊地看着陈阳 是虽然他隐约猜到 大房二房的人会去收买陈阳 但从他刚才的表现上来看 应该不是一个无耻小人 可现在 呵呵 秦源 你是采购部的经理 这是 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 秦承文开始发难了 我没有 秦源不承认 他真的没从海王手里 拿过一分钱的好处 圆圆姐 这可是陈老板自己说的 你不承认也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采购部的经理 我觉得 你是不能干了 要不然心安药业 恐怕还真被人给搬空了 秦超阴阳怪气地说道 为什么 他们 威胁你了 秦源只是看着陈阳 紧咬着嘴唇 其实 他对这个年轻的老板 还是很有好感的 女人还是很感性的 是所以 他才会选择海王公司 没有 陈阳摇了摇头 他压根就没把 心安药业这个小微企业 看在眼里 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秦源步步紧逼 胡说什么 秦超站了起来 道 陈先生可是海王公司的老板 他能说谎 圆圆姐 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我不认 够了 秦成斌拍了一下桌子 这是董事会 不是菜市场 在人家面前吵吵 成何体统 圆圆 你先下去吧 他已经看出来了 大房二房的人 今天不拿下秦源 是不会把休了 至于其他的 反倒是不重要了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爸 秦源有些不甘心 下去 秦成斌发火了 秦源直得黯然站了起来 来到门旁 他还看了一眼陈阳 心中满是委屈 诸位 秦成斌咳嗽了一声 道 圆圆还小 不经理要为企业把关 他现在做的 的确有些不合适 他已经 齐 不停地问这问哪 陈阳也一一作答 陈阳 要不 我跟你去海王公司工作吧 秦源忽然做个决定 为什么 陈阳有些不解 我爸妈已经跟我谈了 想让我辞去采购 不经理的工作 他们 可能是保护你吧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陈阳也不好说什么 可我就是不服气 凭什么 难道我有能力是错的吗 凭什么要照顾他们 凭什么要照顾他们 你之前说的对 我要自强 我要奋斗 我要站到二更高的角度 我要让那些欺负我 看不起我的人 跪下来舔脚趾 把每个脚趾缝都舔干净 陈阳无话可说 这 有些重口味啊 不过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似乎打开了 秦源内心中的一扇 通往某处的大门 也不知道 是庆幸还是担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公司很小 也没什么前景 我是省重点本科毕业 MBA和财快双学位的学霸 财务 管理 业务都能干 啥 双学位 好好好 马上入职 有什么需求 尽管提 我都能满足 陈阳态度来来的大转变 双学位学霸 懂财务 会管理 还能跑业务 这等人才哪里去找 再说了 公司现在极缺人才 尤其是秦源这种综合型人才 天降馅饼啊 不对 是好人有好报啊 秦源也有些愣神 这套路 似乎有些不对啊 不过也不要紧 他已经厌倦了家族里的勾心豆酒 去一个新地方工作 也不错 谢谢老板 小姐姐兴高采烈地回答 很快陈阳带着秦源来到了目的地 某县的药材公司 这也是海王接待的第一家药材公司 地方药材公司是给医院提供药材的 采购量一般都比较大 而且两三年内是比较稳定的 前世的时候 陈阳没少跟药材公司打交道 对里面的道道十分的熟悉 有些规矩必须遵守 秦源 你把这份报纸拿着 然后有人去对面写字楼里角落里 会有人跟你搭讪 记住 暗号是 请问 这是今天的商务报吗 老板 这是搞什么啊 神神秘秘的 让你去你就去 乃那么多废话 这算是你入职前的 一个小小的考验 那 好吧 秦源拿过包 手拿报纸 进去了 陈阳也松了口气 磨出香烟点了一根 过了十几分钟 秦源走了出来 脸色有些不高兴 做完了 做完了 交给来人了 交给他了 那就好 走吧 去下一家 陈阳掐灭烟头 老板 以后这种事情 不要让我去做了 秦源似乎有些不高兴 说话也没之前那么甜了 怎么了 陈阳问道 秦源犹豫道 我一直觉得 你是个正直的人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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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人家送礼是吧 陈阳歪头 看了秦源一眼 其实他来这里 就是送礼的 快过年了 有些地方 必须要打点一下 这也是行业的潜规则 哼 秦源默认了 他再傻 也猜得出包里那些信封 是干什么的 呵呵 陈阳笑了笑 国字号跟思琪不同 思琪只要物美价廉就行 但国字号 还需要一些技巧 否则 人家为何要你的 这种事情 我也不想的 但也没办法呀 有些时候 要学着适应规矩 而是打破规矩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这样做跟那些 干采购吃回扣的 有啥区别 秦源还是有些不爽 他之所以去海王 就是看到了 陈阳身上的那股不服输的正气 这才两天 就变成歪风邪气了 不能这么说 陈阳又摸出烟点着了 抽了一口 有有道 别人送礼 是为了赚得更多 我送礼 是为了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 保障药材公司的用药质量 怎么说 秦源有些不解 打个比方说 其他人给药材公司送礼 他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 药材这个东西 你也清楚 一分钱一分货 他要赚钱就要 在药材质量上找步 最后 能提供什么质量 自然是可想而知 这有什么 不是都一样吗 不一样 我可以少赚点钱 但绝对会保证药材的质量 但是为了赚钱活着 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秦源一阵无语 这家伙嘴巴真厉害 骗死人不长病啊 明明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 经过陈阳这么一解释 忽然变得高大上起来 他想反驳都反驳不了 你有这么伟大吗 这个你可以拭目以待 我陈阳说到做到 海王公司刚成立不久 一定要打好名声 这一点 陈阳是不会放低要求的 毕竟以后关乎着他的大业 货真价实 永远会是海王的口碑 秦源紧盯着陈阳 忽然笑着来了一句 老板 你不去写小说 真的可惜了 陈阳哈哈一笑 话说上一世 他有两个梦想 第一成为行业龙头药材之王 第二个就是成为一个知名作家 可惜现在两样都没达成 也算是小有遗憾吧 走吧 陈阳招呼了一辆出租车 既然你这么高尚 刚才为什么不自己去做这种高尚 而又伟大的事业 秦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陈阳回过头来 看了他一眼 我是老板 老板也得要点面子吧 秦源 几天的时间 陈阳带着秦源走了几十家客户 有国字号的 有私企的 还有少许的个人老板 陈阳都一一拜访到了 礼物虽然不多 但人家也很高兴 既得到了反馈 又维护了关系 一举两得 干买卖货真价实是一方面 关系好好的维护是另一方面 毕竟这是长期的合作 就算偶尔有点小矛盾 也没必要闹 这次不赚 下次或许可能就补回来 所以眼光要放长远 秦源的表现也很不错 对打交道的事情 还是很擅长的 很多客户陈阳交给他 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只是对送礼什么的 还是有些抵触 这是所有的票据 收好了 回去把账做了 陈阳把发票和收据 都递给了秦源 秦源是双学位的学霸 作账对他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现在海王公司 急缺一个财物 先让他顶上吧 对不起 我做不了 秦源摇了摇头 有些东西也就罢了 可以走正规的程序 可有些东西 根本就是见不得光的 怎么做不了 你不是学会计的吗 陈阳不解道 秦源淡淡道 难道你想让我 写某年某月某日 给某人多少多少 陈阳有些无语 做生意要货真价实 但做账嘛 也不能太老实了 偷税漏税自然不可取 但合理的避税 还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 再说又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干 现在的公司 哪个不做账 这个要走公司 招贷款项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走公司招贷款了 但票呢 没有票怎么做 你送东西的时候 人家开票了吗 你是会计 你自然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海王要诚实 守信货真价实 这可是你说的 你故意的是不是 呵呵 就知道是这样 我妈就是会计 我打小就跟着她学 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通过了 初级会计师的考试 现在更是拿到了 终极证书 这种小儿科的玩意 我闭着眼睛都能做 可关键是 我堂堂本科毕业的 终极会计师 帮你做这种账 我不要面子的吗 好吗 在这里等着她呢 陈阳不说话了 自打上次陈阳 说了句老板 还是要脸的 秦园就有些不高兴 已经好几天 没好脸色了 算了 陈阳一把拿过了票据 你不做 老子自己做 老板 你不是也很要面子吗 秦园撇嘴 看着陈阳 没了心结的秦园 似乎变了一个人 温文尔雅 没了 取代而知的是 真正的放飞自我 连老板不敢讽刺 陈阳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也不知道 当时那根惊搭错了 居然把秦园 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了 事情已经结束了 问我先把你送回家 入职的事情 过了年再说吧 陈阳面无表情 别啊 老板 秦园有些慌了 小跑着追了上去 他也觉得刚才的事情 有些过了 老板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老板 我做 我做还不行 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老板你放心 我可是终极会计师 这种账 对我来说就是小儿科 老板您别生气 您是要脸的 我不该那么说 老板 我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了 您现在不要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闭嘴 陈阳实在是忍无可忍 就算你要去海王上班 那也得跟你家人商量一下 免得你们秦家 以为我把你拐走了似的 这样啊 秦园这才放下心来 回到新安要业 陈阳并没有进去 而是通过秦园打了个电话 把秦成兵约了出来 双方的会面还算融洽 秦成兵对陈阳也十分的客气 似乎也不介意 女儿去乔城发展 对于他们来说 女儿留在这边 所面临的麻烦会更多 去了乔城也好 对于家里的事情 也不见心不烦 再说女儿去了海王 新安要业的购货渠道 就多了一番保障 她老婆认红梅 更是旁敲侧击地 问海王的情况 陈阳也将海王未来的规划 一一作答 看得出二人 对陈阳和海王公司 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现在还是起步阶段 但这个老板不俗 有志向 女儿去了 也能够得到锤炼 一番交谈之后 陈阳立即起声告辞 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她还要回去 准备一些事情 下午就坐上了 去往桥城的大巴车 回到桥城 已经是晚上了 整个市场 基本是都关门了 陈阳也懒得回去开门 就在外面 找了间旅馆凑一宿 第二天一早 陈阳开始走动了 快过年了 工商 国税 地税 以及市场管理部门 都要走一遍 该走的流程走一走 该搅的费用搅一搅 该打点的地方 打点一下 这个可不能怠慢 否则后果很严重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员工宿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玩意 必须提前准备好 免得到时候抓下 除了情缘之外 过年后 她还要招一些新员工 干这行的 外地老板招员工 最好不要找本地的 别问为什么 都是学费 找外地的员工的话 就要给人家提供住所 陈阳给仓库的老板 送了点礼物 让他帮着 在周边找几套房子 充当员工宿舍 吴军已经是经理了 一家人老是住仓库 也不是个事 陈阳打算趁此机会 也把他们给安顿了 房东是当地人 关系往很广 一阵功夫 就给陈阳找好了 陈阳亲自去看了看 感觉还很满意 当场就签订了租赁合同 三套房子 一套给吴军一家 一套给两个伙计 另一套留给情缘 以及未来可能招纳的女员工 至于陈阳 就暂时住在门店了 反正那地方也宽敞 其实 以陈阳现在的身价 完全可以在乔城 买一套房子居住 等妹妹高考过后 母亲那边没了牵挂 一家人都搬过来 到时候 陈阳再买一套 大房子也不迟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陈阳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坐上了 去往机场的公交 这边的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陈阳 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还有最后一个 客户没有回访 那就是魔都兼实外贸公司 这可是大客户 陈阳自然也不会怠慢 魔都 兼实贸易进出口 有限公司 看着这个矮小破旧的写字楼 陈阳心中 也有初步的判断 魔都寸土寸金 大公司 一般都集中在高端写字楼 只有中小公司 才会选择 这些偏僻破旧的写字楼 一般光看写字楼的位置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公司的规模 这个坚实贸易进出口 公司应该 也是刚刚起步没多久的 不过也不要紧 任何人都是从弱道 抢走过来的 陈老板 你怎么来了 看到陈阳来了 梅坚实也是很惊讶 虽然他也接到了秘书的通知 说是乔城的海王公司近期 会派人过来拜访 但买卖拜访客户 也是正常的事情 梅坚实也没当回事 搞外贸的跟国内市场不同 过年是他们最忙活的时候 梅总 别来无恙 陈阳伸出了右手 请坐 请坐 梅坚实急忙请陈阳入座 并让秘书送上了茶水 今天我要接待陈老板 把下午的见面给我改期吧 秘书急忙出去 改日期去了 坚实贸易虽然规模不大 但部门十分的齐全 梅总 这次过来呢 一来是问候一下您 二来呢 也是想调查调查我们的货物 希望梅总能提提意见 方便我们日后改进 陈阳拿出了调查单 前世的时候 他对贸易出口公司 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原因就是这些人 很大一部分都沦为了买办 记得有一次 陈阳还跟一个 进出口公司的老板 发生了冲突 原因也很简单 这帮孙子 帮着外国人欺压药农 药农按照他们的要求 辛辛苦苦地种出来药材 这帮孙子 各种的找理由压价 盘剥客扣药农 对于这种 赎典旺祖的混账 陈阳自然是毫不可及 那个时候的 他在行业内 已经混出了名气 于是就联合各大老板 统一抵制这家公司收获 三个月的时间 让这家公司 一两货都没买到 可惜华夏什么不多 就是二五载多 人家在这边吃了饼 转头又投到了 另一个产地 在那里 继续盘剥药农作威作福 对那些二五载来说 挣钱才是硬道理 其他的都是鬼扯 民族大义 狗屁 陈阳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 最终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现在 刚刚加入世贸 干什么都赚钱 梅奸石也还没成为 发展成买办 陈阳也不介意 跟他打交道 哈哈 梅奸石笑了笑 道 陈老板客气了 我对你们海王公司 提供的货十分满意 对吴经理的服务也满意 两千年左右 华夏刚刚打开国门 对外贸易骤增 梅奸石顺应潮流 创立了外贸公司 那批药材出口到了东南亚 自然也赚了不少 那就好 陈阳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这年头进出口生意好干 否则梅奸石 也不会财大气粗的 找上海王 陈老板来得正好 我这里还有一张单子 原本打算年后 交给海王来做的 既然你来了 那就提前交给你吧 就算是送给海王公司的 过年礼物吧 梅奸石拿出了一张购货单 那就谢谢梅总了 陈阳粗略的看了一眼 缓缓的点了点头 这张单子 跟之前那张差不多 基本上也都是 高附加值的药材 海王公司又能大赚一笔了 这次拜访果然没有白来 不知道这批货要得急不急 要得急的话 我马上回去帮您筹集 不急不急 咱们这里过年 东南亚的华人也过年 年后吧 年后把货筹好 也好 年后我会亲自把关 保证药材的质量 那就好 那就好 二人又聊了一阵 陈阳从梅奸石口中得知 药材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做三个地方 一个是日韩 一个是欧美 一个是东南亚 除了日韩外 欧美和东南亚 受众都是当地的华人 华人对中药 也是情有独钟 从贸易的难易程度来说 东南亚最容易 日韩其次 欧美是最困难的 因为出口药材 你必须要通过 相关机构的检验标准 欧美的标准 是最严苛的 日韩其次 东南亚那边 基本就是摆设 花点钱基本上能够搞定 所以 华夏的进出口公司 一般都是去东南亚的 梅总 我听说国内的药材 去了日韩那边 经过他们一番包装 就能进入欧美市场 上一世陈阳 并没有搞过外贸 对这块也不是太熟悉 这次来 就是想了解一下 嗨 别说了 说起来 我就是一肚子火 没奸时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世界药材贸易 有一千万美元的量 日韩就占了九成 咱们一成还不到 也就赚点辛苦钱 大钱真赚不了 这怎么说 欧美那边 只认日韩的标准 对于咱们国家的标准不认啊 所以咱们的药材再好 那也是原材料 只有日韩出口的 才叫药材 日韩标准很高吗 狗屁 也就是个食品级的标准 在欧美那边 中药属于自然疗法 所以药材必须符合食品的标准 那咱们 不能搞一个国际标准吗 有了这个标准 咱们的药材 也能出口到世界了 很难 关键是你搞出来 人家外国不认 又有什么办法 那日韩是怎么搞的 人家出口多啊 占据了九成的药材份额 人家的标准 你必须认 不认就买不到 陈老板一语重地 就是这么回事 有句话你听过没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二流的企业做品牌 三流的企业做产品 现在咱们的药材 连三流都不算 受教了 陈阳点了点头 以前他只是大体 知道一些外贸的情况 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 通过梅坚实 这个行内人的解释 他基本上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看来想要中药走出国门 必须要做一套 能让世界认同的标准 但是现在从贸易的角度 是来看 欧美强 日韩强 华夏偏弱 就算做出了标准 人家也不承认 日韩更不会把嘴里的肉吐出来 在他们看来 华夏还是作为他们的药材 种植的原材料基地最好 除非陈阳能够垄断药材市场 这样的话 才有跟日韩叫板的资格 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标准 才能不受制于人 但这又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话题 以海王现在的体量 想要垄断年产值 数千亿的药材市场 当真是遥遥无期 还是先撞大自己吧 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人家根本就不会正眼看你 这是商场的规则 也是国际的规则 腊于23 小年 这一天 人们开始忙活了 母亲李英穿着围裙 拿着新买来的扫帚 清扫墙壁上的灰尘和蜘蛛网 妹妹陈宇拿着拖把 拎着水桶在院子里清洗樱花地 快过年了 家里的卫生你要清理一下 这也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 妈 我来吧 陈阳看着母亲爬上爬下的 有些担心 想要接过了清扫的活 哎呀 我不累 你刚回来 要好好休息一下 你要是没事 就出去溜达溜达 这里陈灰多 李英推了他一把 手中的扫帚不停地扫挖扫 神情十分的欢快 儿子在乔城混得风生水起 做母亲的 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打理好这个家 让儿子没什么后顾之忧 小语 我帮你 陈阳想要接过陈阳的拖把 帮妹妹清洗院子 陈瑜也推了他一把 明嘴笑道 哥 你是大老板了 怎么能干这种活呢 以后家里的活交给我就成了 小丫头似乎也很开心 嘴里还哼着小曲 哥哥现在是家里的支柱 在外面打拼十分的辛苦 董事的妹妹 自然会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眼瞅着没啥事干 陈阳有些无趣 或许 这就是成长了吧 可能在母亲的眼中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再也不会当小孩子看了 算了 他们开心就好 陈阳怂怂间搬着小马扎 坐在了门口 摸出了香烟 点上了一根 其实这样也有好处 以前母亲看到他抽烟 都会抢过来掐面 现在母亲见怪不怪 偶尔还会给他递个打火机烟灰缸 快过年了 阳县要裁接 也没了多少人 老板们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 也有少部分留在这里的 看到陈阳出现了 几个邻居都纷纷打招呼 哟 小阳回来了 说 好久不见 小阳啊 在乔城发了大财吧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 哎呀 这才多久 陈家又起来了 老陈后继有人啊 阿姨过夸了 小打小闹 陈阳也是和颜悦色 拿出烟派的几根 这些邻居之中 当初也针对过他的 但陈阳也不当回事了 格局大了吗 正在说笑的时候 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 紧接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急停在了陈家门口 混大小姐诗诗然登场 停车 摘头盔 晃头发 一气呵成 还是一样的装束 还是一样的开场 还是那么的 张扬 陈阳 闻大小姐脸上难得露出了微笑 白皙的脸上 还洋溢着兴奋之色 看来是计划成功了 闻大小姐 以后咱能不能别这么张扬 陈阳指着四三二去的邻居 我赢了 闻青笑着说道 从你脸上就看得出来 陈阳指了指他的脸 谢谢你 闻青来到他的面前 不客气 陈阳摆了摆手 说起来 这事还是因他而起 现在帮了闻青一把 也算是还了他一个人情吧 小杨啊 李英抱着扫帚走了出来 看到闻青明显的一愣 这姑娘怎么来了 话说上次的事情 他还记忆犹新呢 伯母你好 我叫闻青 上次我们见过的 闻青轻轻地鞠了一躬 难得露出认真的神色 陈阳愣了 陈母也愣了 这怎么个情况 陈阳有些纳闷 在他印象里 闻青就是高冷的小妞 对谁都是一副爱里不搭的样子 当然 人家也有这个资本 今天 有些古怪 哦 是闻小姐啊 对不起 年龄大了 记性不好 进来坐 进来坐 陈母客气地招呼了一声 这姑娘 可是帝都闻家的人 就算是临冬成见了 那也得小心陪着不是 现在居然对她这么礼貌 还真是有些受宠落惊了 那就打扰了 闻青笑了笑 走进了陈家小院 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招呼闻小姐 陈母推了儿子一把 陈阳只得跟着闻青进去了 不好意思啊 闻小姐 刚刚打扫了卫生 有些乱 您先坐 我去泡茶 陈母给闻青递了个马扎 一家人就坐在院子里 伯母客气了 你叫陈宇吧 闻青主动打了个招呼 闻小姐 您好 陈宇毕竟只是个学生 有修难 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 叫我清洁好了 你长得真漂亮 一定不少追求者吧 没 没有了 看你的样子 还是学生吧 高中吗 高三 哎呀 那岂不是快考大学了 准备考哪个院校 二人居然就漏了起来 这让陈阳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回到了客厅 母亲正在气查 小阳 这姑娘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啊 闻家的小姐 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 还叫我伯母 我有这个面子吗 你给我说实话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帮过她一个忙 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陈阳也有些搞不懂文青了 今天她的表现十分的古怪 这似乎不是她的风格 算了 李英摇了摇头 道 你自己招来的 你赶紧想办法 把她送走吧 她进咱们的家门 我都有些坐立不安了 好吧 我想办法 陈阳端着茶盏走了出去 然后放在了文青的面前 谢谢 文青端起茶杯 轻轻地喝了一口 见陈阳来了 陈宇这才松了口气 把文青留给了哥哥招待 自己离开了 自己招来的 自己的招待啊 陈阳简单问起了八角的行情 话说 她也有些日子 没关注八角的事情了 原来得到陈阳的受益之后 文青马上通过关系 找到了一家医学研究机构 收买了一个专家 让他写了一篇 关于八角提取物治疗情流感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 文青又花钱买通了一些报社媒体 让他们轮番的播报 炒作消息 消息一出来 产地果然有了反应 八角的价格也是应声而起 没过多久 就重新回到了巅峰 文青也是顺利解套 高位抛盘 不仅没赔钱 还大赚了一笔 他的竞争对手 眼见文青翻身追了上来 有些坐不住了 再次持币杀入八角市场 想要做最后一波 可惜涨价的事情昙花一现 来得快去的也快 文青脱身了 对手却跳入了泥潭 被深度套牢 二十来天的时间 双方处境对调 文青毫无压力地胜出 二十来天的时间 战况天翻地覆 文青自然是大获全胜 不仅解套了 还顺带着把对手坑了进来 谢谢你啊 高人 文青铭嘴一笑 要不是陈阳给他支招 这次恐怕出局的 就是自己了 陈阳也抱支一笑 招是好招 就是有点损 这次恐怕又有不少人 倾家荡产了 大老刘有没有入坑 陈阳还是比较关心 这个朋友的 他 文青嘴角微微一撇 倒是没伤筋动骨 只不过把今年 赚得又扔了进去 这样啊 陈阳心中微微有些遗憾 看来 大老刘最终 还是没有抵得住诱惑啊 不过还好没有伤筋动骨 但陈阳还是觉得 有些对不起朋友 你是不是觉得帮我 有些对不起朋友 文青歪头 看了陈阳一眼 他知道刘东谋和陈阳的关系 大老刘去搞八角 肯定质询过陈阳的 很明显 陈阳并没有说实话 否则 大老刘不会入坑 有点吧 陈阳点了点头 文青忽然从衣兜里 陈阳皱眉道 什么意思 帮我肯定比帮他好处多 文青把支票送到了陈阳的面前 呵呵 陈阳淡淡一笑 摸出烟 点了一根 他是缺钱 但这点钱还没放在心上 再说这算什么 分赃吗 太瞧不起人了吧 文青以为陈阳嫌少 秀没倾诉的 我现在刚刚接手家族的生意 手中的钱有限 文小姐 陈阳吐了个烟圈 我帮你不图钱 只是图个心安 带上你的钱 走吧 陈阳 文青还想说什么 却见陈阳脸色一沉 出去 陈阳有些火大了 有钱人喜欢用钱来衡量一切 在他们的眼中 没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 以前的陈阳也这么干过 但现在落到自己身上 他只觉得受到了羞辱 老子放着好朋友不帮帮了你 就图你这一千万 瞧不起谁呢 文青紧盯着陈阳 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拿起支票离开了 摩托车声音很快响起 文青离开了 小杨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李英和陈宇出来问 刚才二人还聊得好好的 怎么儿子忽然就发火了 没事 陈阳淡淡一笑 李英跟陈宇对望了一眼 都看出了陈阳心情不好 二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陈阳忽然有些心烦意乱 然后鼓起勇气 给大老刘拨了的电话 兄弟啊 有什么指示 大老刘那边有些有气无力 刘哥 对不起 陈阳迟疑了一阵 还是把事情简单说了 大老刘那边愣了半想 这才苦笑道 兄弟啊 你这招狠啊 老哥我今天吃到嘴里的全都吐出去了 刘哥 真对不起 我 好了好了 老哥我不怪你 干生意吗 自然是有赔有赚 今年赔了 明年再赚回来不就得了 要怪就怪我自己没眼力 心又贪 眼巴巴的往坑里跳 刘哥 您放心 明年有的是机会 咱们兄弟合作一把 保准让您都赚回来 老弟 那咱们可说定了呀 老哥我现在对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有发财的机会 一定要带着老哥 一定 兄弟 老哥想提醒你一句 文家的水太深了 你可千万别往里面跳啊 还有文青的丫头 你 说到这里 大老刘忽然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千万别招惹他 切记 切记 我知道了 陈阳点了点头 他对文家内部的纷争 没什么兴趣 此事过后 跟文青再也没什么交集 挂了电话 陈阳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大老刘这个朋友 还是很不错的 发生了这种事情 人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这才是朋友 陈老板 陈老板在家吗 我是二驴呀 二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怎么了这是 陈阳惊讶地看着二驴 话说自从上次开业之后 他跟二驴的关系 也好转了很多 陈老板 有人透过朋友传话 说是想见你 哪位朋友要见我 不知道啊 他只说 是钱正强介绍的 陈阳皱了皱眉 这钱正强搞什么 打个电话 不就完了 虽然拒绝了你的拉拢 也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去看看 陈阳问明了地点 走了出去 陈老板 要不要我叫几个兄弟 帮你撑撑场子 二驴摩拳擦掌 他知道陈阳现在 今非昔比了 自然要献点殷勤 不用 陈阳笑了笑 又不是说去干价 既然是钱正强介绍来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市场外面 停着一辆跑车 车身前面 坐着一个女孩 短头发 大眼睛 穿着一件紧身衣 外面披着一件大衣 身材也十分的火爆 陈阳 女孩招了招手 你 找我 陈阳皱了皱眉 这女的 像不认识啊 我叫文蕊 文家的人 陈阳马上反应了过来 文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吗 文蕊淡淡一笑 啊 找个地方谈吧 说着打开车门 有什么事 就在这里说吧 陈阳摇了摇头 这女的有些来者不善 她可不会轻易地上车 那好 我就直说了 我跟清姐是姐妹 但也是对手 文蕊面无表情 陈阳明白了 文青胜出 出局的应该就是她吧 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呀 是大佬刘告密了 也不对 人家应该早就来了 算了 文家的人神通广大 文青能动用的关系 这个文蕊自然也能动用 查到自己头上 也不是什么难事 今天是什么日子 麻烦是一件接一件 还没完没了了 对不起 我不清楚 你说什么 陈阳摇头否认 打死也不能认啊 否则会越来越麻烦 我了解清姐 她那么高冷 怎么会出这种损招 是你出的主意吧 你真的很厉害 我说了 无话可说 您太高过了 不必客气 你真的很厉害 只用了一招 就帮她反败为胜 摧毁了我之前 所有的努力 我文蕊没服过谁 陈阳 你是第一个 话音刚落 一辆摩托车就冲了过来 然后停在了陈阳的身前 头盔掀开 露出文青 愤怒一张愤怒的脸 你想干什么 文蕊笑了笑 道 清姐不用担心 我没找她麻烦 我就是想看看 清姐背后站着的男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希希 很不错 怪不得清姐这么上心 刚下飞机就来找她 她是追着文青过来的 好我走我走 不打搅你们的好事了 文蕊耸了耸肩 坐进了跑车里 帅哥 有空我来找你玩哦 抛出一个飞吻 跑车急迟而去 文青看了陈阳一眼 低声道 给你添麻烦了 茶室内 陈阳端着一杯茶水 轻轻晃了晃 文青就坐在她的对面 对不起 小姑娘轻轻地说了一句 陈阳不置可否 从出手帮助文青的时候 她就已经沾染上了 文家的恩怨 虽然她也不怕 但终究有些麻烦 你放心 她已经出局了 我不会让她找你麻烦的 文青保证道 算了 陈阳摇了摇头 刚刚接到总公司的电话 我以后就是文家 在华东地区的总经理 年后正式上任 恭喜了 通过之前的考察 我决定将仁和堂 华东地区外购的药材业务 交给你们海王公司 文青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 啥 陈阳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接着心中有些惊讶 仁和堂是六大龙头 在药材产地 有自己经营的药田 但也只能满足 他们一半的需求 剩下的药材 还是要从市场上购买 作为一个产值数百亿的集团 每年的采购量 也是个天文数字 华东地区虽然只是个分公司 但每年的采购量 也得有个十一八亿的 当然作为老字号 人家肯定有合作伙伴的 文青这么一上来 就给了海王开了绿灯 也算是假公济私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海王 能够成为仁和堂的供货商 绝对能够挤进 桥城一流的商家之列了 这不可规矩吧 陈阳不好意思地看了文青一眼 文青给他钱 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但文青把华东的业务交给他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合作啊 陈阳也没什么心理压力 邀请海王公司成为仁和 唐华东风公司的供货商 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个人很看好海王公司 也很看好陈总 我相信我们 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文青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好吧 我就接受了文总的邀请 也愿意成为 华东风公司的供货商 送上门来的业务 陈阳自然不会拒绝 海王公司要进一步扩张 拿下文家的订单也是一个契机 一言为定 具体是一年后 我会派人专门过来商谈 文青站了起来 然后伸出了右手 陈阳也伸出了右手 合作愉快 谈完了公事 气氛一下又变得尴尬了 文青摸着自己的茶盏 不知道在想什么 陈阳忽然有一丢丢后悔 成为了这丫头的供货商 以后要看她的脸色行事了 万一她故意找茬 那岂不是麻烦大了 以陈阳对文青的了解 这姑娘也未必干不出来这种事情 这不是把脸送上门给人家打吗 你 你还生气呢 文青主动提起了话题 没 陈阳摇了摇头 那就好 文青低头道 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吗 哦 这个 陈阳不知道怎么接了 以前 她从来就没把文青当朋友看 估摸着文青也没把她当朋友吧 毕竟二人现在 也不是一个时空的 就算是有点焦急 那也就是 时空错乱昙花一现而已 我六岁的时候 跟母亲去了英国 在那里待了十几年 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 回国后 我发现 有些跟这边格格不入 也没什么朋友 其实我心中一直把你当朋友的 只是可能不太会表达 做出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了 陈阳 回国以来 你是第一个关心我 帮我的人 我十分的感激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真的 看着真情表露的文青 陈阳有些受宠若惊 原来这姑娘 一直把自己当朋友 还真是有些意想不到 很荣幸成为你的朋友 陈阳再次伸出手去 啊 文青喜笑颜开 再次跟他握了握手 其实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之前那种 真性情的样子 说实在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真有点不习惯 陈阳如实说道 文青愕然 好一阵才笑了出来 你真的很有意思 既然你喜欢 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 接着小姑娘嘴角一撇 道 陈阳 朋友来了 你就是这么招待的吗 一整天的时间 我就喝了两口水 或 之前那个爱谁谁的文青 又回来了 这个 甚好 不好意思啊 我的错 经过我请文大小姐 吃好喝好 好好逛逛咱们阳县 文小姐 咱们走着 陈阳伸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拜拜 文青挥了挥手 驾车再次离开 再见 陈阳也目送他离开 这两天里 陈阳带着他逛了逛阳县 好好地进了地主之意 文青又便回了 那个爱谁谁的样子 陈阳也没了隔阂 二人的关系 似乎又回到了以前 这样也挺好 送走了文青 陈阳马不停蹄地 带着礼物 找到了舅舅 一来走走亲戚 二来想让舅舅 去看管海王的仓库 然后 海王要扩充规模 各个部门都要健全 仓库那边 也必须有个看守 看仓库 又不需要什么能力 只要有手有脚就成 舅舅舅妈 都老实巴交 正是合适的人选 当然了 陈阳也有自己的私心 一帮亲戚里面 也就舅舅舅妈 对他们家不错 有了好处 陈阳自然不会忘了他们 听说外甥 要给自己一份工作 舅舅舅妈 自然是满口子答应 他们就是个农民 除了在家摆弄 那一亩三分地外 也就打打短工 没什么稳定的来钱之道 外甥这俩安排好啊 管吃管住 还有钱哪 两口子当即决定 年后就过去 外甥发财了 也没忘了舅舅 这个孩子没白疼 舅舅自然也十分的欣慰 让妻子做菜 这个消息后 都有些坐不住了 纷纷带着礼物 登上了陈家的大门 说是走亲戚 实际上就是想让陈阳 给自家孩子安排的工作 陈家灯时热闹起来 陈母李英有些犹豫 当初李家落难的时候 这些亲戚 有很多都是袖手旁观的 现在陈家混出点人样了 他们又赶着上来拿好处 可都拒绝了也不好 毕竟这其中 还有真心帮过陈家的 就在李英左右为难之际 陈阳站出来了 他收下了礼物 让亲戚们把孩子送过来 陈阳亲自挑选 合适有悟性的就留下 不合适的也不别抱怨 毕竟公司职位有限 招不了那么多人 亲戚们也表示理解 纷纷打电话 让孩子们过来 一下子又来了 二十来个年轻男女 都是沾亲带故的 陈阳简单做了些挑选 三十岁以上的 淘汰 初中以下的 淘汰 关系不好的 嗯 找个理由淘汰 莫毛病 一番挑选后 留下四男两女六个人 陈阳让他们年后 去乔城海王公司报到 被挑选到自然欢天喜地 没选上的 也是哀声叹气 可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初五 海王公司正式开业 陈阳衣着光鲜地站在门前 看着员工们 忙忙碌碌的身影 心中忽然有了种成就感 随着秦园 和亲戚家孩子的到来 海王公司的人事框架 才算有了基本的看向 陈阳任总经理 吴军业务经理 秦园财务部长 这次陈阳带来了六个年轻人 加上之前 招的两个 另一个能说会道的交给了吴军 让他带着 将来作为大堂经理培养 两个年长的伙计 陈阳亲自来带 作为采购员来培养 剩下的四个 两个相对机灵地留在门店 老师本分地安排在仓库 一切就绪 这刚放完鞭炮 就有一拨人过来了 还带着礼物 秦园领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 老板 这是新安药业新任采购经理 欢迎 欢迎 陈阳也站了起来 新安药业很给力吗 开业就给送钱 陈老板 我叫林珊 是新安药业的老员工 这次呢 一来是受了总经理的委托 庆祝海王开业大吉 二来呢 是想跟陈老板商量一下 新安药业跟海王公司以后的合作问题 秦园现在成为了海王的员工 新安药业自然要大力地支持海王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呵呵 林经理太客气了 又不是外人 快请坐请坐 陈阳急忙招呼着新安药业的人入座 林珊也是个利落人 三下五除二的 就跟陈阳签订了工货合作协议 并采购了一批二十吨的药材 陈阳马上安排人筹获 海王的货都是从同行串的 串货的老板看到海王刚开业就开出了一张大单 自然也都是喜出望外 开门红 吉利 不少老板报价也都比以往稍微低了一点 算是给海王送份开业里吧 这第一单开出去没多久 又有客户上门了 年前陈阳走访了一圈客户 人家自然都投套暴力 纷纷在海王开业的时候 派人过来采购 面子是互相给的 陈阳亲自过来拜访 那是给面子 他们自然也要回敬 反正药材这东西短时间也放不坏 晚买不如早买 趁着人家开业下一个大单 给人家庆贺一下 何乐而不为 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 海王就结了七八张大单 这一下可把员工们忙坏了 陈阳也是跑里跑外 带着伙计去看货 忙不要紧 但绝不能放松 他要保证药材的质量 绝不能鱼目混珠 否则就是人家客户添堵了 看到海王连连接单 而且都是大单 创货的老板们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鞋带松了都来不及细上 很多人仓库都搬空了 不少人更是目瞪狗呆 这海王真特么厉害啊 自家开业一两货都没卖出去 人家一开业就是好几百吨 自己家那点库存 恐怕还不够人家一天的量 这是抱了一根粗大腿啊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筹货 晚了就赶不上了 好在市场上的经营户够多 存货也够多 陈阳调集了几十家门店的存货 这才勉强凑够了客户的需求 一天的时间 就卖空了几十家门店的库存 这下整个市场都沸腾了 一些散户看海王生意这么好 也过来凑凑热闹了 他们觉得海王生意这么火爆 自然是良心商家 在这家里买货 绝不会亏 这样一来 海王的门槛几乎就被挤爆了 三天的时间 海王热度不减 已经接待了几百个客户 大大小小开了几百单 几乎搬空了上百家散户的仓库 陈阳也趁机跟几百家散户 签订了合作协议 签了合约的老板 想有海王的优先采购权 同样的价格 同样的质量 优先采购你的 光是这一条就很有吸引力 毕竟海王公司的业务量很大 前期在海王铺货的老板们都赚翻了 散户们自然也屈之若无 三天的时间 海王就接了数百张采购单 几千吨的出货量 散户们干十年 也卖不了这么多 陈阳为人也实在 账也十分的痛快 没听说过客扣谁 这种老板值得交 海王公司值得信赖 跟着海王魂 也绝对不亏 这就样 海王公司把周边几百家散户 收归旗下 把他们变成了海王的供货商 陈阳不费一分钱 就能得到了种类繁多 货量庞大的供应 空手套白狼 一举两得 海王日进抖金 热热闹闹 有人高兴了 有人也不高兴 更有人冷嘲热讽 原因嘛 也很简单 市场蛋糕就那么大 你多切一点 人家就少切一点 在乔城市场 老板们分为三六九等 一等老板 供大药企和出口商 二等的老板 供中小药企和地方药材公司 三等的老板 供市场散户 三类老板 各有各的圈子 各有各的业务范围 平素里一般 也没什么交叉的地方 但海王是个另类 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 也没有货源 人家就从散户手中收货 然后再转卖给客户 关键海王的业务很杂 上到要起 进出口公司 下到市场散户 批发个体 人家都欢迎 大小都是客户 自然也没有往外推的道理 之前海王体量小 名声不鲜 老板们也不以为然 今年刚开业没几天 人家就卖出了 近两千吨的药材 平均每天一千吨的量 要知道整个乔城市场 每年的出货量 在两百万吨左右 平均到每天 那就是五六千吨 以前是两千多家经营户 共同吃这五六千吨的量 虽有小争端 但总体来说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毕竟体量大 大家各凭本事 这下好了 人家海王一家 就占了五分之一 这让其他人怎么活 不少人开始 对海王有意见了 整个市场开单的寥寥无几 人家却天天爆满 当然了 海王也不是 每天都能出卖出这么大的量 但也已经敲响了警钟 假以时日 这乔城市场 岂不成了海王一家独大了 不能继续做事下去 不少老板聚在一起 开始研究对策 市场上事情 陈阳没有太大的关系 现在的他躺在沙发上 一根指头对不想动 太累了啊 开业三天 每天进千吨的出货量 他这个老板 要不停地找货 看货 发货 毕竟人家是冲着海王来的 从陈阳必须保证质量 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啊 几百家老板心思各异 诚实守信者有 投机取巧的也有 趁乱搞事的也有 所以够货的时候 陈阳只能亲自盯着 防止有人浑水摸鱼 他一个人得当三个人用 好容易 这两天 业务没那么集中了 陈阳也趁机好好写写 就在这时 秦阳拿着账本进来了 有事啊 陈阳有些有气无力 有重要的事情 秦阳在他身旁坐下来 把账目拿了上来 坐吧 陈阳急忙坐了起来 这是对他的尊重 这几天 小姐姐可没少忙活 之前的账 是按照小微企业的 固定税率做的 但是现在不能用了 否则税务的 很快会请你去喝茶 怎么不能啊 我这公司注册资金一百万 员工也不超过八十人 资产也不超过一千万 海王公司这三天的 营收是两亿多 光是这一项 就不符合小微企业的要求了 陈阳也挠了挠头 他虽然懂点财务知识 终究不是专业的 前世的时候 也是一直交给 专业的会计去做 自己也就是把握总局而已 那就按正常的企业报税吧 就算这样 那也得13% 你自己才赚了多少 陈阳皱眉 他这才记起 现在还没有赢改增 营业税对药材类的公司 很坑的 我建议以老板的名义 再成立个体户 然后把海王的业务拆分 大型工对工的业务 走公司业务 其他走个体 这样就可以少交点冤枉税 能行吗 没问题的 现在公司和个体 是可以并行的 而且个体户的经营 十分灵活 税收方面也很有优势 算是公司的一个补充吧 好 一切都交给你吧 你是专业的会计 我相信你能够做好的 陈阳由衷地说道 他很庆幸 很容易抓下 我可不只是专业的财务人员 管理 业务我都能干的 老板我之前也说过 想跟着你干业务的 秦源有些忧愿 他来海王 其实是很想跟着陈阳学业务的 但陈阳一来 把他丢在了财务岗上 财务有什么挑战 这等小儿科的玩意 人家闭着眼睛都能做 秦源很想跟陈阳一般 在商场上左冲右突 创下一番事业 是是是 你双学位的学霸 人聪明又漂亮 来我们海王 实在是委屈了 不过你也放心 等小芳成长起来了 我就放你出来作业务 陈阳只能宽慰了秦源几句 小芳是他亲戚家的孩子 虽然有些财务基础 现在还是成长阶段 一言为定 秦源兴冲冲地离开了 小姐姐似乎已经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 前途的明灯 陈阳又躺在了沙发上 渐渐睡了过去 实在是累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阳悠悠转醒 已经到了下午了 糟糕 陈阳很快想起了一件事 监食公司的货还没着落呢 人家年前就把定金打过来了 陈阳原本打算开业 就把业务给办了 可没想到 开业这几天 业务居然这么忙 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急忙把吴军找来 把清单给他 让他联系老板筹集货物 当然 把关的事情 还得陈阳亲自来 吴军暂时还没这个眼力 吴军马上去联系货源 东南亚港岛那边 经济水平比较好 对高档药材的需求也大 所以要跟专项店铺打交道 不过 上次已经合作过了 这一次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小跑了过来 老板 有些不对劲啊 我打电话问过十几家老板 他们都说缺货 暂时不能给咱们了 什么 陈阳愣了一下 都缺货 怎么可能 难道他们想涨价 陈阳二话不说 披上衣服就来到了隔壁老王家 老王是搞陆荣的 属于高端药材 也算是独家经营了 上次陈阳从他手上拿过货 双方合作还算是愉快的 陈老板来了 老王笑着赢了上来 王老板 生意这么好啊 陈阳下意识地看了看周边 满满当当塞满了陆荣 心中也渐渐起了疑心 陆荣是个娇贵玩意 新鲜货一般都会放冷库保存 以延长药性的时间 当然 脱水绒 干片和加工过的货除外 大部分经营户是没有冷库的 一般都会统一存在周边的大型冷库里 每天也就提取点样品 摆在门室里 晚上关门的时候 再送回冷库 当然 天气冷的时候 也可以多摆几天 一般情况 是不会摆放太多在门店上的 这老王在门店上摆放的满满当当 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 他的货太多 不舍得放冷库 趁着天冷在店里多放几天 还成 还成 老王脸上笑容不变 老王 咱们是邻居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一个客户要点新鲜二茶 你给帮帮忙 嫁个咱们好说 随行就是 陈阳开门见山 他以为老王上次给的嫁后悔了 又或者是陆荣涨价了 陈老弟 这个 真的对不起啊 我手里的货 都有买主了 要不你再去其他家转转 老王有些尴尬 真没有 真不差 那好吧 陈阳转身离开了 既然人家这么说 他也是无可奈何 再说了 市场上搞陆荣的 也不止老王一家 他一连赚了几家单一经营的店铺 老板们不是缺货 就是说被预定了 昂贵药材 每年就那么点亮 一车货够卖一年的 居然还缺货 陈阳呵呵了 这不是想涨价呀 这是没打算卖给他 海王这词又得罪谁了 又被针对了呀 还真是有意思 陈阳捏了鼻梁 其实被针对 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在阳县他就被针对过 那是老板们不甘心被他捡漏 所以才联合起来抵制 这次海王没有吃毒食 陈阳也是从散户们 手中拿的货 价格给他也供道 散户老板赚大头 他就赚点辛苦钱而已 居然又被针对了 这还没完没了了 上一次被针对 陈阳没办法 只能忍了 这次被针对 陈阳不打算忍了 管你是谁 针对海王就不行 你不卖是吧 我还不要了 没了张屠夫 也吃不了带毛的猪 反正都是些昂贵药材 用的也不多 有你这样可以 没你这样照样摆摊 说到做到 陈阳马上联系 跟他合作的散户老板 然后把单子的货物 拆开散出去 说明了规格 质量和数量 海王公司 一律按照市价的酒折收 常用药材利润低 附加值也低 穿户的话 也就给500块钱 一吨左右的辛苦钱 但高档药材 附加值高利润也厚 大宗要货的话 一般都能打到八九折 50吨昂贵药材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中的利润 足以让那些散户老板 疯狂了 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数百名散户老板 发了疯的去找货 数百名老板 数百条路子 人多力量大 找点货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把消息散发出去后 陈阳就坐等消息了 这会儿电话 忽然响了 陈老板 我是二驴啊 哦 吕哥有什么指示 陈老板 您这不是骂我 我哪敢指示您啊 我听说 您想收点药材 咬 消息传得挺快啊 吕哥都知道了 你手中有我需要的货 嗨 我说陈老板 您就别拿我打场了 我什么角色 您又不是不知道 是火爷听说了 您急需些药材 就吩咐我给您打个电话 说咱们阳县 药材皆虽小 但凑齐几位药材 还是没问题的 林东城 陈阳也把这段恩怨 给放下了 过年的时候 也去林家走了走 给人家回了个礼 双方也算是了结了 这段恩怨 林家是做高档药材的 自然也有些渠道 你那边能找到几位 人参 藏虫草 天麻 火爷也说了 都是乡亲 价格你就看着给吧 行 只要质量达到要求 我就按照九折的市价收了 陈老板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马上找车 给您送过去 挂了电话 陈阳略一思量 还是给林东城 打了个电话 表达了谢意 有些事情 要向前看 不能老是揪着 过去那点不愉快 做生意嘛 谁也不能说 用不上谁 都是互相利用 林东城 也十分的高兴 还说陈阳 是阳县出去的 阳县就是他的根 有什么需求 尽管说 他这边全力支持云云 陈阳也说了几句好话 又过了一阵 其他老板的消息 也传过来了 许多老板 都兴奋地告诉他 某某某药材找到了 在哪在哪 有多少等等 陈阳一一做了登记 约好了看货时间 下午的时候 二驴亲自压车 带着五六吨的药材 赶到了仓库 一起来的还有个熟人 林佑 话说陈阳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见林佑了 陈哥好 爷爷让我把货来了 林佑明显比以前 低调多了 见了面也主动打招呼 辛苦了 兄弟 陈阳也一笑而过 其实二人 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矛盾 如今都说开了 也就没什么了 火都是好货 林东城 亲自把关收的 自然是没说的 陈阳马上让火急过撑 重量也是之多不少 很好 陈阳也十分的满意 林东城 这也是有心了 陈哥 我也还说了 窗户有窗户的规矩 给您留半折的利润 八五折就成 林佑低声说道 现在陈阳可今非细比了 就算是林东城 都要主动的侍候 呵呵 不必了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陈阳笑了笑 五六吨的话 半折也有十来万了 开业没几天 海王就有一百多万的金账了 这点小钱 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规矩就是规矩 陈哥我回去 没法给我爷交代啊 林佑有些为难 回去跟火爷说 他老人家的心意我领了 杨献是我的根 火爷和其他同行 就是我的亲人 我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客户那边的钱还没有过来 等过来之后 我会打到你们账户上 陈阳开好了票 递给了林佑 二级市场跟一级市场不同 他们的主要盈利模式是零售 十来万在陈阳这边不算钱 但在二级市场 也已经很可观了 陈老板 你这是说啥呢 我们还能信不过你 火爷早就交代了 货款的事情不急 什么时候 你有闲钱再说 二驴赞了一句 低声在林佑的耳边 说了几句 林佑这才点了点头 陈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别走啊 晚上我安排 咱们喝一杯 陈阳客气挽留 不料 二人连口水都没喝 就走了 还是那句话 一旦你站到了一定的高度 以前那些 轻视你的人 都会自觉地矮半个身子 送走了二驴一行 陈阳马不停蹄地去看货 为了搞这批货 老板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得不说 他们还是很有能力的 傍晚的时候 陈阳就筹集到了50吨的药材 选好了药材后 陈阳就让老板们 把药材送到了仓库 然后开票 等客户把钱结清后 再给他们结账 双方合作时间长了 互相也很信任 拿到采购单的 老板欢天喜地 没拿到的垂胸懊恼 纷纷要求 陈阳下次有这样的好事 一定要提前告诉他们 还有人让陈阳多备几个手机 免得一个手机被打爆 有了消息 根本就联系不上 陈阳也有些无奈 要是有个微信群 或者是QQ群就好了 他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可惜现在才2001年 互联网都还没普及 很多老板都不会用电脑 更别说聊天了 条件不成熟 陈阳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原始的办法 以电话短信通知的方式 联系大家 在药材型 高档药材每年的销量有限 基本上都掌握在一些 有实力的商家 这帮人叫做专营户 客户们想要 拿某样专营药材 一般都会通过他们 但凡事也不绝对的 乔城市场周边 有很多二级市场 也有很多产地 过来蹲点的商人 这些人手上也有货 陈阳也借此机会 跟这些人建立了联系 方便以后拿货 这样一来 就绕开了这些专营老板 很快 海王公司发动散户 收取50吨高档药材的事情 很快也传了出去 整个市场也议论纷纷 高档药材利润很高 很多找到货的老板 也都赚了一笔 有些老板又坐不住了 二级市场的龙头 是他们的下家 产地来蹲点的商人 也都是围着他们赚的 他们马上警告那些 二级市场的龙头 和产地来蹲点的商人 这一下 二级市场的老板 和产地商人都进入寒蝉 不敢再跟海王公司打交道了 老板 又出事了 吴军神色匆匆地走了进来 什么事 陈阳抬起头来 吴军简单把事情解释了一下 哼 陈阳冷笑了一声 上一时他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也不知道 受到了多少次同行抵制 最后不也一样走过来了吗 人其实就是这样 等你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第一个念头 不是想着往上爬 而是联合身边的人 把下面冒头的踩下去 上一时 他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 所以很多问题并没有经历过 现在他一开始走的是 一条捷径 捷径是便利 但伴随而来的 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高档药材 就没有高档药材 也不打紧 反正监视公司的单已经做完了 一时半会 他也用不到昂贵药 咱们卖的是他们的货 赚大钱的是他们 他们为何要针对我们呢 吴军有些疑惑 很简单 陈阳淡淡道 有人不想让咱们海王继续做大 吴军有些不服气 干买卖个平本事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海王做大 再说了 海王现在蒸蒸日上 你挡得住吗 小伙计倒是挺有信心 陈阳看了一眼吴军 忍不住摇了摇头 小伙计还是年轻啊 不知道这行的阴暗 不过倒是可以理解 自己跟他差不多大的时候 还没他懂得多呢 专营药材虽然品种少用量小 但也是药材型不可或缺的的组成部分 咱们海王有几百家合作伙伴 常用药物基本上都能拿得到 但专营药材被他们这么一限制 基本上很难拿到了 没有齐全的药材供应 海王公司一直会在底层苦苦挣扎 上升基本上是没望了 开业已经一周了 海王的业务也十分的惊人 基本上每天都能接待三到五个 新客户 所以一天卖三辆车货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表面上看生意很红火 但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 海王现在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散户 很少有药企地方 药材公司那种比较稳定的客户 更别说进出口公司和大药企了 前面也说过 在药材型 老板也分三六九等 一流的老板专供大药企和进出口公司 二流的老板 工中小药企和地方药材公司 三流的老板 采供二级批发商和一些散户 三流的小老板是最多的 大约占整个市场的百分之五六十 他们所经营的 都是些威力博力的常用药材 常用药材虽然用得多 但干的人也多 竞争力非常大 属于底层业务 其实在二流三流之间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就是专营老板 要想能够在市场上过得舒服点 要么你是专供 要么你是专营 所谓的专供 是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每年固定做哪几家的业务 专营就像是隔壁老王那样 专门经营一种产品 将某种产品经营到极致 但这两个门框都很高 一般的店铺 是没这个实力的 现在的海王 既不是专营 也算不上专供 还处在三流之中 顶多算是三流中个头大的 他们 他们居然如此的险恶 吴军倒吸一口凉气 不仅如此 陈阳摇了摇头 长此以往 还会引发一个另一个的问题 这些批发商和散户 是乔城市场 50%的小店铺的经营对象 海王这么一卷 那些小老板 岂不是没什么活路了 这也不是陈阳想看到的 海王要想突围 要么去做药企 和进出口公司的业务 要么改变经营方式 进军高档药材领域 可现在的问题是 高档药材领域 没人给他供货 其他药企 和进出口公司 也都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想把海王 压在三流的业务范围内 让海王 跟这些散户小店铺内卷 老板 这如何是好 吴军也有些头大了 没事 陈阳呵呵一笑 做生意嘛 就是跟别人争 你不争 你们是联合起来 针对我吗 好的很啊 我就自己搞 等我把专营的药材搞起来 那就是你们的死期 两世为人的陈阳 对药材自然是十分的熟悉 一旦他搞什么 搞这项的肯定会倒霉 原本他没打算这么绝情的 只想一托海王公司 做点倒买倒卖的够当 快速的发展壮大 钱让你们赚 我就赚点辛苦钱 这样还有人不想让他好过 陈阳自然是不爽了 不让我上桌子 老子就把桌子掀了 自己重摆一桌 自己搞 也不是行业小白了 专营药材之所以门槛高 那是因为本钱大 一般人搞不了 再说了 这专营药材常用的 也得几十种 你都搞得花得多少钱 不用担心 咱们一样样的来 陈阳嘴角露出了冷笑 以他现在的能力 一年搞个两三样 是没问题的 他就不信了 搞不到这些专营的老板 搞我 就要有被搞的觉悟 这次 陈阳也是下了狠心 去搞这些专营老板 随着开业时间的推移 整个市场的热度 也渐渐地消减了下来 在这个行业年后 一般都会有个小忘记 因为过年好客户们 一般都会过来补点货 人员流动也十分的集中 但出了正月十五后 这个小忘记 基本上就该结束了 接下来一般都是 两三个月的淡记 受市场客流量的影响 海王的业务也减少了很多 前段时间 每天都好几车 现在好几天才能卖一车 利润也不多 聊胜无聊而已 陈阳打算 趁这个空去云省走一遭 搞点云药 云省市四季如春 盛产三期 明天麻 河守屋 石壶云木香 杀人等等药材 由于地狱的特殊性 云药材的品质很高 属于专营的药材种类 既然自己要搞专营 那就先从云药开始吧 不过 他一个人有些孤单 还得找个伙伴 从陈阳首先拨通了 大老刘的电话 刘哥 过年好啊 最近忙什么呢 嗨 能忙啥 肠子都毁清了 草 这个年过得真特么没劲 哼 刘哥有没有兴趣 跟我去云省耍耍 嗨呀 老定有好项目了 那感情好啊 啥时候走 我马上过去 不急不急 再过了三五天 一言为定啊 这次老哥 非得在你小子身上 转回来不可 一定 一定 陈阳挂了电话 这次去云省 他主要的目的是搞三期 顺带着搞点其他的药材 三期是云省特产 也是专供药材中 用途广泛的一种 具有化淤止血 活血定痛的功效 主治出血 跌打损伤 淤血肿痛 云省三期主产的在文山 暗季节分为春三和冬三 冬三的质量和价格 要比春三贵一些 在乔城市场 三期的通货价格 在40左右一公斤 现在是二月份 正好是冬三的下货时期 九三 四年是三期的高光时刻 那个时候 刚刚改革开放 国家开始大力支持中药产品 很多龙头企业 基于三期开发出了很多新药 三期的用量 也是一夜飙升 很多药农药商 也是一夜暴富 不过 产品产量自然也是供打于求 价格自然也就落了下来 2001年前后 应该是三期价格 也在低迷的时间段 不过随着加入世贸组织 药材开始大批量的出口 三期又开启了涨价模式 2013年更是刷新了记录 达到了每公斤700多元 十来年的时间上涨了20多倍 连带着其他药材也跟着上涨 所以这十年间段 搞三期决对没问题 陈阳把吴军和秦渊叫来 简单地交代了一下 暂时把海王的事情交给了他们 吴军稳重 情缘专业 有二人在 海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交代完后 陈阳抽空又回了一趟家 李英得知儿子又要出门 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叮嘱他要小心云云 陈老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银行的赵经理眼见陈阳来了 急忙起身迎了出来 赵经理 好久不见啊 陈阳笑了笑 陈老板 您现在可是发达了 有什么好事 也得关照一下老朋友 赵经理给陈阳泡了一杯好茶 亲自送到陈阳的面前 大半年前 陈阳一家不过是个 即将破产的经营户 要养赵经理的鼻息 现在人家 已经是乔城药材市场的大老板了 赵经理这种程度的 根本就不入人家的法眼了 赵经理 这次来还真是有事情麻烦你 陈老板您说这话 就有些过了 现在谁不知道 海王公司在乔城市场 混得风生水起 有什么事情 我能帮他上忙 您尽管说 是这样的 我准备进点货 需要一些资金 您打算用多少 赵经理迫不及待地问道 陈阳能来阳县找他 这绝对是关照他 否则 人家在乔城贷款不就好了 非要跑到阳县来 陈阳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万 赵经理试探着问道 如果是五百万的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海王公司也值这个数目 五千万 陈阳笑了笑 五 五千万 赵经理神色大变 先不说能不能行 光说 这个额度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 作为二级之行 信贷部经理 他的权限也就是两三百万左右 县级银行 也就是一级之行的权限是一千万 五千万 这个额度得去 乔城分行去申请 陈老板 您太看得起我了 这 我没这个权限啊 要不您去乔城分行去找找 赵经理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饼有点大 他根本就吃不下呀 再说了海王公司虽然不错 但肯定也不值五千万的 赵经理 陈阳笑了笑 我知道这稍微有些困难 正因为如此 我才找到了赵经理 以前你帮过我 咱们合作的也比较愉快 所以呢 这次我还是来找你 这是我公司的银行流水 你先看一眼 说着吧 存折给了赵经理 赵经理只看了一眼 忍不住心头狂跳 好家伙 光过年这几天 流水就好几亿啊 这海王公司这么厉害吗 流水虽然不能说明什么 但足以看到人家的业务能力 流水高 业务肯定好 如果陈阳还在阳县多好 赵经理凭借这份业绩 足以再进一步了 陈老板果然是非常人 海王也前途无量啊 赵经理虽然有些懊悔 但也无可奈何 沉阳摸出香烟 给赵经理递了一根 赵经理急忙摆手 他不抽烟的 陈阳点着烟抽了一口 思条漫里道 赵经理是个聪明人 难道你就不想再进一步吗 凭咱们的关系 海王的业务日后 自然都会交给你的 海王发展壮大 赵经理也会水涨船高 赵经理身体一颤 震惊地看着陈阳 他已经听明白了 陈阳的话外之音 现在的他不过是个副经理 网上还有部门经理 还有前台行长 按照现在的升迁速度 他撑死了能在退休前 混个二级之行的行长 但如果海王 能把公司的业务全部给他 那他肯定能够再进一步的 可关键是 海王为什么要把业绩给他 五千万 他得想办法帮陈阳 把五千万的贷款给拿下来 只要能够拿下这笔贷款 海王的业务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可问题又来了 万一海王还不上了 别说是他倾家荡产 整个二级之行恐怕都得完蛋 可万一海王能还上了 他下半辈子 岂不是要青云直上了 以陈阳的发展势头 海王肯定能够越来越强 这可是一场豪赌啊 赵经理颤抖地 拿过陈阳的烟盒 从里面抽了一根 放在嘴边 哆哆嗦嗦地拿起打火机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点着了 抽了一口烟 赵经理一阵剧烈的咳嗽 眼泪都流出来了 陈阳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两久 赵经理忽然掐灭了烟头 咬牙道 陈老板 我会尽力试试 您就等我消息吧 他已经决定了 发动自己所有的关系 去跑这一笔贷款 如果能带下来 海王自然不会亏待自己 如果不能带下来 他也就没什么怨恨了 那就辛苦了 陈阳站了起来 微笑着告辞 银行还是有个自己人好 赵经理很不错 他很欣赏 乔城分行 赵东来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以海王现有的资产 值五千万吗 副行长直接就把资料 丢在赵经理的面前 海王的流水虽然不小 但实际上 就是个倒买倒卖的中介公司 中介是干啥的 就算每天一百亿的流水 跟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个赵东来 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 居然敢打五千万的贷款申请 行长 海王现在是没有太多的资产 但人家业务很强啊 再说了 人家才开业半年多 就有这样的规模了 假以时日 肯定了不得 所以 咱们也要看长远 现在人家需要钱了 咱们帮人家一把 以后 人家还能忘了咱 要是等人家成长起来了 有的是银行抢着 做人家的业务 人家还看得上咱 再说陈阳 这个人我了解 我是看着他一步步地走过来的 这年轻人很厉害 从濒临破产到现在 只用了半年多 半年的时间 您再看看海王 现在的业务 放眼整个乔城 有几家比得上 赵经理使出浑身解数 为海王争取 他也是豁出去了 找门路找关系 找到了乔城分行副行长的头上了 呵呵 副行长白眼一番 要是赔了呢 你赔 分行长自然也赔不起 行长 要不咱们分批给他 每期给一千万如何 赵东来提出一个稳妥的办法 反正陈阳也没说 一下子用五千万 他们可以分期给 这样的话 随时观察海王的业务 一旦发现什么不对 马上可以止损 分行长哼了一声 道 一千万 最多一千万 海王现在只值这个价 一个小公司敢开口贷五千万 还真是天高地厚啊 赵东来是找了关系过来的 他也不能太过不尽人情 一千万 算是给赵东来一个交代吧 行长 赵东来还想争取一下 好了 就一千万 多了没有 副行长有些不耐烦了 赵东来也没办法了 只得跟陈阳打电话 陈阳听到他 只能解决一千万 忍不住笑了 问他在哪里 赵东来说 在乔城分行 陈阳让他稍等 自己马上打车过去 陈老板 实在不好意思 我尽力了 只有一千万 赵东来面带愧疚 其实 按照他的提议 分期批复的话 也不是不能操作 至少分行尝试再是太保守了 赵经理 能不能带我 见见这个副行长 陈阳笑着说道 可以 赵东来急忙引着陈阳 来到了分行副行长的办公室 行长 这位就是海王公司的陈总 陈总 这是我们分行的副行长 简单做了一下介绍之后 赵东来就退到了一边 陈总 行长 二人简单地含喧了两句 听赵经理说 我们公司的贷款申请 没有通过 陈阳开门见山 陈总啊 这我也为难啊 现在上面 对这块抓得很严 我们也没办法呀 都是按规矩办事 谁也不能违规啊 这一千万的额度 也是我跟小赵 再三给你们争取的 副行长也是老奸巨华 说话滴水不漏 真的没办法了 陈阳淡淡一笑 副行长摇了摇头 现在银行对这块 要求得非常严格 必须有等价的资产 才能放款 陈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那好 陈阳站了起来 拿出了一份合约 放在了副行长的面前 那就请副行长看看 这份合约能值多少 副行长粗略地看了一眼 这是一份海王 跟其他公司 签订的合作协议 一份合约值个屁钱 当他看到 甲乙两方的签名时 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人和唐华东分公司 帝都 文家 人和唐 卧槽 这可是市值数百亿的 大企业啊 就算分公司有些小 但对其他要起来说 那也是个庞然大物 海王公司这点 实力居然就成为了 华东分公司的 药材供应商 该不会是假的吧 副行长又认真地 看了一眼公章和签字 凭他多年的经验 这都没毛病 人和唐啊 中药六大龙头之一 每年需要的药材 都海了去了 有了人和唐的业务 海王这是要发达了呀 这个值不值五千万 陈 似笑非笑地看着副行长 值 太值了 陈总 您先坐 先坐 小赵赶紧去给陈总泡杯茶 就用我柜子里 拿盒铁观音 副行长有些激动 海王公司不算什么 但人家 现在是人和唐分公司的合作伙伴 有了人和唐 这个粗大腿 海王这份量 自然就不一样了 没钱更好 越是没钱 副行长越是高兴 陈总啊 您是真人不露相啊 有这种关系 怎么不早说 别说是五千万 五个亿都能给您批 副行长兴奋地说道 人和唐的业务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这个海王公司 绝对不简单 用不了那么多 五千万足以 陈总太谦虚了 这件事 我马上给您办 以后专门您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随地随批 那就麻烦副行长了 不麻烦 不麻烦 能跟海王合作 这也是我们行的荣幸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请副行长早些办理 我有急用 没问题 最多明天 明天就能放款 副行长和赵经理 亲自把陈阳送到了银行外 对了 陈阳似乎想到了什么 赵经理跟我是熟人 为人也热心 跟他打交道我放心 副行长也是个妙人 自然是文贤之意 小赵的确不错 业务能力很强 资力也够 我马上把他调到乔城分行来 以后就让他负责海王的业务 赵东来身子一阵 满脸欣喜地看着陈阳 这次他没能帮上陈阳 但人家也没有忘了他 临走前 还是点拨了副行长一句 乔城可不是阳线 他要高升了 陈阳点了点头 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了 看着陈阳远去的背影 副行长心中长出了口气 小赵啊 你回去马上把工作交接一下 人事任命过两天就会到 到时候你马上过来 接手海王的业务 海王是个重要的客户 你一定要把握在手中 副行长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全力以赴的 两天后 大老刘赶到了乔城 陈阳自然要好好地接待 他打电话给钱正强 邀请他一起聚聚 自上次的保健品的事情后 二人最近也没什么联系 陈阳也想趁此机会 跟钱正强缓和一下关系 买卖不成人意在 开业之初 钱正强可没少帮忙 陈阳也记着人家的好 钱正强听说大老刘来了 自然也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 三人还是在钱家的酒店碰头 许久不见 自然是格外的清热 大老刘在侧 钱正强和陈阳 心照不宣的 不提保健品的事情 陈阳又把上次没喝完的 老姑酒拿了过来 大老刘忍不住眼睛一亮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上次没能尽兴 但这次一定要尽兴 老爹 这次我把手头的闲钱都带来了 你准备怎么搞 老刘摩拳擦掌 这小老弟虽然年轻 但眼力禁毒 手段也高明 跟着他搞货 绝对没问题 所以听到陈阳有项目 大老刘赶紧交代了一下家里 准备好了资金 跑到了桥城 要 听刘叔的口气 你们俩这是有行动 钱正强放下了酒杯 好奇地问道 强哥 我们准备去云省搞点云药 陈阳也没藏着掖着 搞云药啊 钱正强点了点头 大强子 小老弟的眼光绝对一流 要不你也来凑一脚 大老刘提了个建议 呵呵 这个热闹我就不凑了 钱正强笑了笑 六大龙头各有各的范围 云省是白家的地头 钱正强去不合适 再说 钱家对云药也没什么设斐 见钱正强没什么兴趣 大老刘也就不说什么了 刘哥 你准备了多少弹药啊 陈阳笑了笑 三两千万吧 大老刘满不在乎的说道 有点少了呀 陈阳摇了摇头 这还少 不是 老弟 你准备了多少资金啊 大老刘有些不减 这小老弟虽然眼光厉害 陈阳伸出了五根手指 啥 五千万 卧槽 老弟你想干啥 大老刘也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钱正强也诧异地看了陈阳一眼 一段时间不见 这小兄弟很不错啊 居然能拿出五千万的资金 就算是借的 那也了不得 这年头能借出五千万的都不简单 不信 你借个试试 小打小闹的没意思 要完就完大的 这次 咱们得好好折腾一下云药 陈阳双目闪过一阵寒芒 干药材 他还没怕过谁 你们不是不卖给海王吗 以后也不用卖了 兄弟你牛逼 行 你说干什么 老哥我就干什么 你拿五千万 我也倒五千万 你等会儿 我马上找人筹钱 大老刘摸出电话 开始筹钱 现在刚过完年 他朋友手头都有钱 再筹个一两千万 没啥问题 对于陈阳 他是很看好的 既然这小老弟都敢玩 他为何不敢 老弟 我听说你们海王成为了 任何堂华东分公司的供应商 这文青还真是照顾你啊 钱正强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还有这是 文青这是上位了 大老刘插了一嘴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钱正强简单解释了几句 作为二代 他的消息自然很灵通的 啥 文青出任任何堂华东地区的总经理 这可了不得呀 二十来岁的一方大元啊 这在文家也不多见啊 大老刘又看了陈阳一眼 这小老弟可以啊 摇身一变 居然成为了任何堂的供应商 今后不想发达也难了 呵呵 陈阳点了点头 笑道 可能是文青见我穷 就顺手给了点饭吃 是吗 钱正强笑道 我可听说 你帮他大忙了 这次他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入居华东 可都是你的功劳 他跟文蕊的关系不错 自然也清楚其中的缘故 强哥太高看我了 我就提了个小小的建议而已 陈阳笑了笑 有些事想瞒也瞒不住 如果不接文青的好处也就罢了 现在已经拿了人家的好处 他自然要想办法 面对一切麻烦 大老刘直撇嘴 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这特么简直是损到家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倾家荡产了 他很难想象 这个主意是出自陈阳之手 老爹 啥也不说了 咱们走一个 钱正强的端起了酒杯 他有些惋惜 陈阳是个人才 可惜钱家出手的有些晚了 现在陈阳既然投到了文家的门下 那就不可能跟他合作了 干 陈阳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二人一饮而尽 一切言语都在酒里 三人继续喝酒 大老刘年龄大了 再加上周车劳顿 喝了几杯有些撑不住了 钱正强急忙让人把大老刘 安顿在酒店里 陈阳这会儿也喝得差不多了 起身结账 交情归交情 规矩是规矩 既然说了他请 这顿饭自然他来结账 钱正强也没勉强 客气地挽留了一下 今天不行就在这住下吧 陈阳笑着拒绝了 这几步路还是能走回去的 告别了钱正强和大老刘 陈阳离开了钱家的酒店 看着陈阳的背影消失在眼前 钱正强的眼睛眯了起来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下你知道他站在哪边了吧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他站在哪边有什么关系 倒是你 现在还好意思说怪话 钱正强冷冷地看了文蕊一眼 为了支持文蕊胜出 他可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眼瞅着胜了九成 可偏偏被文青给翻盘了 胜者王侯败者扣 现在文蕊彻底地出局了 钱正强前期的投资也打了水漂 这还不是因为你 当初你早点把他介绍给我不就没这茶了 文蕊也有些抱怨 当初钱正强拉拢陈阳的时候 他可就在外面听着呢 钱正强没有说话 当初他并没把陈阳这个小人物放在心上 可就是这个小人物坏了他们的好事 现在陈阳已经投到了文青的哪边 让钱正强十分的懊悔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办法把他拉拢过来 我有种预感 这个陈阳一定会成为清姐的左膀右臂的 文蕊出了个主意 算了 钱正强摇了摇头 文青现在已经上位了 他们已经失了先手 就算把陈阳拉拢过来 也是无济于事了 静观其变吧 希望这个陈老弟有自知之明 不要越陷越深 云省 文山 一辆三菱帕杰罗行驶在山区的道路上 车上坐着大老刘和陈阳 开车的是一个叫巴图的当地人 是大老刘的合作伙伴 巴图是马关的盟族人 搞草果的 家境很不错 盟族人在文山虽然人数不多 但都很团结 能照得住 刘哥 陈老板 这次来准备搞点什么货 巴图问道 现在可不是下草果的时候 大老刘肯定不是来搞草果的 巴图老弟太客气了 这次我是陪陈老弟过来的 他想看看药材 大老刘也是老生意人 说话也是滴水不漏 药材啊 莫问天 我跟那边老板也都熟 我就送你们去文州 巴图也不以为意 他跟大老刘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就算大老刘不买他的货 他也要热情地招待 做生意吗 要讲长远 这次不买 不代表下次不买 很快 巴图就送二人来到了文州药材市场 文州市场不大 也就几百号人家 主营业务 基本上就是三七和少量的其他药材 现在正是春三七下货的时期 整个市场上基本都被三七占据了 文山是三七的主要产地 形内都叫田七 2001年三七的产量大约有1000万吨 有九成出自文山 以前三七是一种常见药材 价格也不高 但90年代中期出现过一次三七热 把这位药硬生生地抬上了神坛 现在三七已经就脱离了一般药材的范畴 成为了国民口中的神药 很多老板也借此搞起了专营 其实尚从使用量上来说 三七其实还属于小众的一类药材 跟那些常用药材没得比 云州三七每年的产量不过七八百万公斤 其中大半的份额都销网了云药 广药这种大药企 剩下能流入市场的也就三四百万公斤左右 三七又分为春三七和冬三七 其中春三七的质量和价格要高于冬三七 这个时间段正是春三七下货的时候 陈阳和大老刘就在市场上转了转 简单地看了一下货 三七的成药按部位分为头子 茧口 金条和根须 头子也就是主根是三七的精华所在 也是主要的药用部位 所谓的药材三七就是指头子这一块 至于其他部位基本上都是辅料 三七的价格是按照个头的大小分级的 这点倒是跟海参鲍鱼一样 个头越大代表生长年岁越长 价格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 二十头以上的是特等货 五十头以上属于优等品 一百二十头以上的是正常货 一百二十头以下的属于差等货了 市场上常见的就是优等品和正常货 特等货一般都被大药企和进出口公司搞去了 一般人根本就见不着 差等货和辅料是用来提纯炼药的 一般人也不会搞 转了一圈 陈阳基本上就心中有数了 八图老板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刘哥的兄弟就是我兄弟 有什么事就说吧 只要我八图能帮得上忙 就一定会帮 我想加工点三七 八图老板给帮忙找个场地 这个简单 不知道陈老弟打算搞多少 八图摸出了电话 他在文山还算有点名气的 找点货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这一季 我打算搞二百万公斤的成品 多少 八图险些惊掉了下巴 卧槽 文山春三七每年的产量 也就五六百万公斤 你这一口气就要干掉一半啊 老弟 是不太猛了点 大老刘也有些吓住了 要干自然就干大的 陈阳微微一笑 三七这玩意 未来十几年都是长的 在产地搞加工 绝对是稳赚不赔 老弟 你这是说真的 自然是真的 方便问一下 你准备投多少 前期一个亿 后续还可以追加 嘶嘶 这会轮到八图倒吸一口凉气了 一个亿啊 这年轻人还真是大手笔啊 要知道 文山三七每年的总产值 也就四个亿左右 这环的去掉云药 广要那些大药企内定的产量 有这个资本的话 货肯定是能买到的 可关键是你搞这么多 其他加工厂的老板 岂不是有意见了 八图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除了大药企自己的药田 其余货源基本上掌握在 那些加工厂的老板手中 这些人 基本都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的 你这么一来 等于抢走一半的先货 岂不是得罪了那些 搞加工的老板 这就要麻烦八图老板了 你是本地人 在这里也有威望 你去跟那些加工厂的老板说一句 他们做出来的通货 我都会高于市价的一块钱收 他们要是不想加工 可以把货源让给我 每公斤 我给他们两毛钱的好处费 陈阳早就想好了 这样的话 倒是问题不大 八图也点了点头 肯加钱吗 自然可以谈 陈阳这样做也不得罪人 这几年田期有些迟缓 价格也波动不大 加工厂的老板自然也乐意 只要陈阳肯加钱 别说两百万公斤 就算包圆了也没说的 既然这样 我就先去联系一下 八图拿出手机开始联系人了 老弟 我有些不明白 咱们直接从他们手上买不就成了 为何非要在这边搞加工呢 对于大老刘来说 搞加工太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买呢 呵呵 陈阳笑了笑 要想咱们自己说了算 就必须参与到生产之中 否则 你永远要受老板们的要挟 相信我 这是咱们长久的饭票 未来十年 三期整体行情都是上涨的 现在搞加工 就等于提前拿到了入场券 好吧 大老刘怂怂肩 小老弟既然这么有信心 他自然也不会再说什么 干就完了 晚饭过后 八图就给陈阳找好了场地 场地就在田七的产地地区 经纪人也过来了 叫布曼 是个年轻的壮族小伙 皮肤有黑 看起来很腼腆 八图私下里告诉陈阳 别看着小伙子腼腆 但他们家在当地 还是很有威望的 九族饭饱之后 陈阳跟大老刘就上了布曼的皮卡车 来到了产地 药材成品有三个标准 国家标准 省部标标准和地方标准 出口业务的话 还要符合出口国的标准 国家标准最高 省部次之地方标准 等等不一了 一般来说 搞药材粗加工 也不需要什么标准 不过陈阳并不满足于此 他想搞大药企的那一套高标准 云药广药这些大药企 在这边也是有加工部门的 他们的加工车间就比较严格 对先货的要求也比较高 高标准就意味着高投资 陈阳跟大老刘商量着 注册一家药材加企业 大老刘也没什么意见 在八图和布曼的帮助下 陈阳的三七加工厂 也有条不紊的准备着 厂房是当地的旧厂房 十分的宽大 但想要投入使用 就必须整修一下 还要安装各种机器 药材加工跟八角有些区别 八角基本上以晾晒为主 不太需要机器 但三七大规模粗加工的话 基本都是以烘烤为主 三道工序 清洗 还需要娴熟的工人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陈阳准备在这里 搞个长期的高标准的加工厂 所以要求也比较高 光是改造厂房和安装机器 就花了两百多万 机器购买的是最好的 厂房也是按照高标准打造的 还找了关系 请相关部门过来验收 布曼一家的确很有能量 无论是官面上 还是私面上的事情 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买机器 改厂房花了两百万 场地费是每年十万 经纪人的手续费 是每公斤两毛 另外水 电 手续费用 工人工资 这些还要另算的 不过也相当的实惠 当地还给了不少优惠政策 只要招募的少数民族工人 超过一定的比例 就能减免一些税收 一周左右的时间 整个场地就已经准备妥当 各种证件基本上也办了下来 随时都能投入运营 但陈阳却没有着急 主要是场地现在还缺一个管事的 陈阳自己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再说海王那边万一有事情的话 他随时都要回去 大老刘更靠不住 除了头两天来过场地露露面外 其余的时间就跟着巴图到处吃喝玩乐 这货还见兮兮道告诉陈阳 说是云省的大姑娘 是水灵灵的美啊 找个时间 我带你去体会体会云云 陈阳也不想把这事交给当地人 这样会有隐患的 思来想去 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大妹 大妹干活麻溜 做事也认真 是最佳的人选 贵省和云省也挨着不远 往返也方便 陈阳马上给大妹打了个电话 大妹接到陈阳的电话 也十分的欣喜 她也知道 陈阳已经经非细笔了 陈阳把这边的事情 简单解释了一下 然后委婉地提出 想让大妹来文山帮忙 大妹却爽快地答应了 反正刚过了年 贵省那边也没啥行情 聚云省玩玩也不错 关键是 那边可以见到陈阳 小妹妹似乎对陈阳还不死心 当天晚上 大妹就坐飞机过来了 一同过来的 还有阿虎 李山喜可能是不太放心女儿 就把外甥给派来了 陈阳急忙叫布曼 开车去隔壁的机场接人 陈阳 一个矮小的身影 急忙飞奔来 一把抱住了她 正是大妹 半年不见 大妹胖了那么一点点 脸蛋也红润了一些 白皙了一些 半相也青春亮丽了很多 没了之前的土妞味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李家自然也经非细比了 大妹 你好 陈阳也笑呵呵拥抱了一下大妹 你这家伙也真狠心 半年都不跟我打电话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 大妹眼圈红红的 似乎还有些哭腔 这个 陈阳微微有些尬干 她忽然又觉得 把大妹叫来似乎不太妥当 这丫头好像还没死心啊 有些麻烦了 陈老弟啊 你走了以后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 就等着你回来了呢 哪知道一走就是半年呢 我险些以为被你抛弃了呢 阿虎见状的手臂也抱住了陈阳 开始夸张的哀嚎 关键是 这伙粗壮 一双手臂也有力 勒得陈阳和大妹都喘不过气来 滚 别他妈这么恶心 阿虎 你弄疼我了 你是不是出门没吃药 二人急忙甩开阿虎 陈阳和大妹喘了几口气 对望了一眼 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阿虎 欢迎来到我的场地 陈阳再次伸出手去 阿虎咧嘴一笑 用力地跟陈阳握了握手 陈老弟 这次我们兄妹俩给你打工来了 你这个大老板 可要好好地照顾我们啊 陈阳现在可经费习笔了 人家可是大老板了 没问题 陈阳笑了笑 晚上 陈阳设宴招待兄妹二人 大老刘也闻讯赶来 刘叔 看到大老刘 大妹礼貌地站了起来 当初大老刘也是他们家的客户 哎呦 这不是大妹吗 我还纳闷呢 这陈老弟告诉我说 请了个帮手 没想到是你啊 那可就太好了 有你们在 刘叔也就能偷偷懒了 大老刘也十分地惊喜 他跟大妹一家认识有几年了 对李家还是很信任的 他们不在 你可以没少偷懒 陈阳瞥了一眼大老刘 大老刘嘿嘿一笑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搞祸是一把好手 让他按部就班地搞加工 那简直就是要了命了 兄弟 不还有你吗 老哥我信任你 你干啥老哥都支持 大老刘给小老弟端了杯酒 陈阳无奈 两世的朋友 他对大老刘也是吱吱甚深 所以也指望他 陈老板 布曼走了进来 我找过当地加工三期的老板了 也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们了 他们也都同意把货员转给你 这几年 三期价格一直疲软 很多加工地的老板 手里都积攒了不少陈货 陈阳已高出两毛钱的价格收先货 与其自己加工找不到下家 还不如转给陈阳赚点差价 布曼年纪不大 但做事十分地稳重 在当地也很有威望 陈阳对这个小伙也十分地满意 那就多谢了 陈阳笑了笑 现在已经一切就绪了 明天就能正式开业了 第二天 加工厂门前鞭炮齐名 文山海王药材加工厂正式开业 陈阳和大老刘 笑呵呵地站在主席台前 布曼一家也都衣着光鲜地 站在二人的身后 大妹和阿虎带着新招纳的 二百名员工分裂左右 二百名员工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 大家在歌在舞十分地热闹 厂房院子里摆放了大片的桌椅 都坐满了人 开业嘛 是个喜庆室 自然要宴请大家 布曼一家在当地挺有名望 官面上的 厮面上 甚至很多老板都过来捧场 厨房里也是热火朝天 布曼在当地找了十余个厨师 二十多个帮工 大家热火朝天的准备菜肴 工厂任筹一千万 实际投资也就二三百万 股权分配上 陈阳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大老刘占百分之四十 布曼占百分之七的干股 大妹和阿虎占百分之二 这个股权分配也是经过商议的 陈阳是大股东 这个自然是毫无一意 大老刘也表示支持 布曼一家是当地人 又是经纪人 还是厂房的主人 七个干股也是没问题的 毕竟有些事情需要他们出力 至于大妹和阿虎 也是为了增加他们参与经营的积极性 总经理是陈阳 副总经理兼任厂长大老刘 布曼只有分红权 没有经营权 大妹负责生产 阿虎负责收购 大妹做事认真 陈阳自然也信得过 阿虎这个人虽然有些不靠谱 但大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所以把收购的事情交给他 也是没问题的 至于阿虎会不会假公祭司 这个倒是不会 收购这个环节有三个人把关 一个是布曼 他是经纪人 进场的货都要先经过他的手 阿虎也就是检查一下货的质量 把把关而已 结账还要经过财务 本来陈阳把这是交给大老刘的 但这货比较懒 不想被限制 他专门从老家叫来一个侄女 充当了工厂的财务 最后还要陈阳签字 四道关卡 互相监督 基本上可以杜绝一些大的腐败问题 歌舞过后 庆典开始 两位老总先后讲话 接着当地的一些名流 也轮番上台 十分的热闹 当然 这些人都是不满一家邀请过来的 跟加工厂的老板没什么关系 台下的一些老板 也打探起了老板的来历 得知是外省来的 忍不住都有了些轻视 他们觉得 二人也就是靠着不满一家讨生活的 正热闹期间 大老刘的朋友巴图 带着一帮人过来庆贺了 猛族人也都实在 也没带什么花哨的东西 带的都是自家养的牛羊猪肉 满满的搞了一大皮卡 大老刘急忙出来迎接 好好地安顿可巴图一行 巴图在文山还是很有名气的 不少老板也都认识 谈话间这才知道 他跟大老刘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众老板这才稍微重视了一下两个老板 还是那句话 商人是看圈子的 你能跟巴图交朋友 肯定也不是一般的人 巴图的到来了 引发了一点小轰动 倒不是别的 而是人家带来了大量的牛羊 这可是硬货啊 布曼也吩咐乡亲抓紧屠宰 给大家准备大餐 巴图的朋友也纷纷下场 作为猛族人 烹煮牛羊他们更拿手 巴图也亲自下场 在周边架起了烧烤架 开始烤制全羊 没过多久 就嗅到了烤肉的香气 大伙都兴奋地期待着 亲个肯定能吃穿了肚皮 就在这时 又有一行人赶了过来 打着钱家的旗号 是钱正强专门派人过来 给二人庆贺 朋友开业 钱大公子自然不会小情 他自己是过不来了 就打电话委托这边的办事人 送上鹤里 钱家公子出手自然不凡 礼物都堆满了整个主席台 大佬流脸上有光 亲自给大强子打了个电话 表示感谢 这下台下的老板们 都坐不住了 钱家虽然在这边名声不鲜 但那也是六大龙头之一啊 能跟钱家搭上话 那也不是普通人 众老板们 这次才算彻底地认识了 这两个新老板 怪不得口气这么大 原来人家也是有背景的 有钱家在后面支持 人家干什么不成 这个合作可以有 一些没打算 跟海王合作的老板们 也纷纷改变了主意 钱家的人来得快 走得也快 但他们的到来 把海王药材加工厂 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节目表演得差不多了 饭菜什么的也都齐了 陈阳马上安排宴席 这边的宴席也没那么讲究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宾客来了 主办方自然要敬酒 这种露脸的事情 陈阳意思了一圈 就把主场交给了大老刘 让阿虎跟着 两个人都是爱显摆的主 干这个自然是手到擒来 就在这时 陈阳的电话响了 看了一眼号码 心中微微有些惊讶 文总有什么指示 我在外面 啊 你怎么来了 来云省办点事 凑巧听说了你在这里 进来喝一杯啊 我不方便露面 还是你出来吧 十分钟后 我就会离开 那好 你稍等 陈阳把手头的事情 简单安排一下 绕开人群走了出去 场区外面 停了一辆黑色的霸道 车窗落下 文青招了招手 上了车 陈阳仔细打量了文青几眼 今天文青穿了身西装套裙 脸上化了点妆 看起来成熟干练了很多 不过陈阳 还是从他脸上 看到了淡淡的烦恼 也对 现在他也算是 人和堂的地方大员了 位高权重的 自然烦心事也多 送你的鹤脸 今天你的厂子开业 我知道的有些晚了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心意吧 文青拿出一张十万的支票 文总客气了 陈阳也没推辞 收下了支票 这是正常的人情来往 推辞的话有些不合适 文青瞥了陈阳一眼 你什么时候 也学着这么客气了 陈阳没有说话 现在跟以前不同了 海王是跟人家混饭吃的 自然不能用文大小姐 那种开玩笑的语气了 叫我轻轻吧 我朋友都这么叫我的 好吧 轻轻 谢谢你啊 听说你要搞三七 加工的国标免减 那是当然 我不仅要搞三七免减 还要搞其他云药免减 以后我们海王出产的 药材都免减 成为行业最高的标准 陈阳也是野心勃勃 其实他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三七不过是个试点 一旦试点成功 海王就会将这个标准 纳入自己的体系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吗 呵呵 文青笑了笑 轻声说了五个字 你还真敢想 加工药材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国标 现阶段也只有那些 大药企上市公司 能达到验收 第二个是省不标 中型药企和地方药企 可以争取一下 第三个是地方标准 适用于一些小药企 和地方加工厂 一般来说 市面上流通的药材 基本上都属于这一标准 国字投免减 是对标准最大的肯定 陈阳想搞高标准 也是想推动 海王标准化的举措 方便以后建立行业标准 这很难吗 陈阳不解地问道 上一世 他就是个中间商渠道商 没搞过加工厂 对里面的门道 也是一支半简 换个你能听懂的方式吧 地方标准就像做买卖 看得上眼就行 省级标准呢 就像你当我的供货人 首先你得有一定的实力 其次我还看得顺眼才行 至于国标 就像你当我的合伙人 以你现在的实力 基本是没的可能 但继续努力 以后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文青似笑非笑地看着陈阳 陈阳哑然 这个比喻还真是 简单一懂啊 那国际标准呢 陈阳又多问了一句 呵呵 文青不打反问 你觉得我有没有 可能给打工 陈阳不说话了 这绝无可能 也就是说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没搞标准的资格 不是 搞个标准这么难吗 你以为呢 可据我所知 国家不是很支持企业 搞标准化吗 呵呵 这你也信 那以前的要企 是怎么搞成的啊 据我所知 六大龙头和其他一些大药企 都有免检的 正因为有它们在 所以下面 不会再有免检了 怎么说 就说三七吧 只有云药广药两家处的药材 才拥有国标 其他药厂想要用国标药材 就得从云药手中购买 你不会以为 云药广药每年收工那么多三七 是自己用的吧 陈阳沉默了 还是肤浅了呀 说来说去 这跟做生意搞竞争一样 别说上桌 来切别人的蛋糕 有可能 人家就不让你上桌 哎 陈阳忍不住捏了捏鼻梁 看来 海王要建立标准体系 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所以 国标就别想了 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下省标 不过 一些硬性的条件必须要有 首先 你这加工厂也得扩充一下 注册资金至少要一亿以上 另外 你在注册一个公司 以公司的名义 控股两家企业 减少风险 文青提了一个很专业的建议 在他看来 陈阳在公司运营上 完全就是个生手 无论是海王 还是加工厂的构架 都很简陋 算了 陈阳摇了摇头 国标难搞 归根结底是海王太弱 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过也不要减 他还年轻 还有进步的空间 等到海王彻底的成为行业巨头的时候 一切阻力都会迎刃而解 国标 他要做的是国际标 怎么 退缩了 这不像你啊 文青歪头看了陈阳一眼 心中稍微有些诧异 他认识的陈阳 没那么容易放弃的 不是退缩 陈阳笑了笑 我只是觉得 当你合伙人没什么意思 让你给我打工才有挑战性 感谢你的贺礼 以后有机会再聚 说着下车扬长离开了 文青一脸愕然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扑齿一声笑了 这家伙还真是可爱 让我给你打工 想什么呢 他当才也就打个比方而已 不对 文青忽然反应了过来 脸上闪过一阵震惊 这家伙 该不会有 卧槽 这连文家都不敢想啊 回到厂区 宴席依旧 大老刘和阿虎轮番上阵 把宾客们招待得很好 陈阳忽然有些没趣 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厂区很大 作为总经理 拥有一间大办公室 空调真皮座椅 装修得也很不错 陈阳脱掉外套 躺在沙发上 闭上了眼睛 考虑海王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房门忽然被推开 大妹的小脑袋探头看了看 见陈阳没睁眼 就悄悄地走了进来 不去凑热闹 来这里干什么 陈阳忽然睁开了眼睛 大妹吓了一跳 忍不住拍了拍胸脯 吐了吐舌头 陈阳 不 陈总 我也是凑巧过来 不知道你下午该有什么指示 小妹妹之前都是跟陈阳嘻嘻哈 现在一下成为了陈阳的手下 这让她稍微有些不适应 让客人们吃好喝好 然后安全地送走 晚上你们也好好休息 陈阳吩咐了几句 今天开业酬兵 也没有什么生产任务 不过从明天开始 就要正式开始生产了 哦 大妹有些心不在焉 开业大家都看热闹 唯独她的心思一直在陈阳身上 刚才看到陈阳出去了 小妹妹悄悄地跟了过去 看到陈阳出了场区 然后进了一辆车 小妹妹看到了车里有一个女的 虽然只有惊鸿一片 但那个女的英容样貌 都被她看在了眼里 虽然不知道陈阳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 但二人有说有笑的 显然是关系不一般 那个女的是陈阳女朋友吗 有些不对啊 她可是短头发的 大妹记得陈阳喜欢大波浪长头发 别的可能大妹记不住 但这四个要求她一直记在心里了 虽然她现在还没弄明白 为啥是四个要求 这次过来还专门烫了大波浪发型 还有事吗 陈阳看了大妹一眼 有些奇怪 她现在可没心思猜小妹妹的心思 陈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大妹拨弄着自己的头发 说吧 你刚才是不是跟一个女的见了面 你都看见了 她是你 朋友吗 算是吧 她那么漂亮 你一定很喜欢她吧 这跟你有关系吗 陈阳反问 我 就是好奇 好奇 大妹有些支支吾吾 一双大眼睛却透着期盼 她呀 陈阳想了想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说喜欢吧 有些违心 文青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可爱 经常一句话堵得她大脑死机 要说不喜欢吧 也有些违心 毕竟二人也互相欣赏 她是我的合作伙伴 跟你一样 陈阳委婉地说了一句 私下里 陈阳觉得二人的关系 似乎也跟大妹一般 不一样 大妹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怎么不一样 我有大波浪长头发 她没有 大妹傲然地甩了甩头发 陈阳 文山海王药材加工厂 正式开始运营 可能是昨天的开业影响很大 无论是药农还老板们 都很积极 这边厂子还没开门呢 外面送仙货的车 就排成了长队 车上装满了新鲜的三七 有本地药农的 也有加工厂老板的 送来的仙货也等等不一 有整株的仙货 也有粪茧后的根 筋 须 不过还是整株的仙货 占大多数 负责收获的布曼 在外面摆了一张桌子 进来一辆车田一张表格 然后进场验货 验货的是阿虎 陈阳把这个重要的岗位 交给了他 因为这个环节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以后出货的利润 阿虎也知道这个岗位的重要性 拍着胸脯 给陈阳下了保证 现在的他 也有了工厂的股份 也是工厂的一员了 工厂赚钱 他自然也赚钱 阿虎牢记陈阳的吩咐 奋减后头金须比例不对的不收 年份不满三年的不收 通货也要分等级收 个头越大 等级越高 价格也相应的高 反之亦然 三七最贵的是头子 头子越大 价格越高 有些药农和老板都贼金 他们送过来 之前已经先把个头大的分捡出去了 剩下的那些个头小的都送了过来 阿虎自然不会惯着他们 所有不符合标准的一律退回 我们是来赚钱的 不是收破烂的 别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往这边送 好几车货被退了出来 货主人也灰头土脸 不满也斥责了货主人几句 作为经纪人 还有厂子的股份 自然要站在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这下众人也就明白了 人家老板也是内行 不好糊弄啊 原本有意浑水摸鱼的 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前面验货无误后 货会送进厂房 新鲜三七送到厂房 第一个要进的是清洗车间 刚摘下来的三七表面上都有泥污 清洗干净后 然后通过传送带送到分割车间 分割车间的工人是最多的 因为三七大小不一 不能标准化分割 只能用人工分割 厂里的工人也都是本地人 干这行也有些年来 分割三七都很有经验 经过他们的加工 三七被分割为四个部分 头子 剪口 金条和根须 其中头子是最重要的 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些辅料 分割后的三七 按照种类再统一送到烘烤车间 剪口 金条和根须烘干以后 就能装袋储存 头子不能简单的烘干 要送到深加工车间 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深加工车间里面 都是些资深工人 干这行至少也得三年左右 在文山 最不缺的就是加工工人 一般人都有相应的从业经历 他们会把头子过筛网 先按等级分类 不同等级的头子 价格也不同 分级后的头子 按照等级放入烤箱烘烤 烘烤的温度要有讲究 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三四十度最佳 烘烤的过程中 每隔一段时间 还要人工翻个揉搓 至少要持续三天的时间 整个过程极其考验耐心 所以干这个的都得是老工人 只有他们才能熟练地 做出合格的药材 最后一步至关重要 要放进滚筒进行抛光 这样最终才能做出 铜筋铁骨狮子头的优质三期 前面收货 厂房加工 办公室算账 获主卸货后 就会拿着单具 来到办公室结账 小会计留会十分的麻溜 每清算一张单具 就会递给陈阳签字 陈阳合对无误后 签字给钱 大老刘反倒成为了二人的跑腿 不过老家伙笑呵呵的 似乎很享受这个工作 众人忙忙碌碌中 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第一天的时间 收了三万多公斤鲜货 似乎游刃有余 第二天 收了五万公斤 还能承受 第三天直接上到了八万公斤 工厂有些超出了符合 工人们加班到晚上十一点 才把鲜货弄完 然后送到烘烤车间排队 烘烤车间倒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工人是两班倒的 晚上机器也不闲着 但清洗和裁剪车间的工人 都有些受不了 纷纷抱怨给大妹抱怨 这几天上货量那么大 看来清洗和粪剪车间 一般倒的工人 每天最多能承受鲜货极限 就是六万公斤 就算是他钱再多 能买再多的货 但工厂根本支撑不起来 陈阳很快制定了 新的收货标准 只收新鲜的通货 粪剪过得一律不收 而且六万公斤封顶 如此一来 倒是勉强稳住了工人们的情绪 三天的时间 第一批的成品 三七也出货了 三万公斤的鲜货 收获成品一万多公斤 其中头子约有四千五百公斤 减口一千公斤 金条和根须有两千多公斤 几个人仔细盘算了一下 三公斤的鲜货 大概能出一公斤左右的通货 新鲜三七是十五块钱一公斤 三公斤货的成本 就占到了四十五左右 还要算上经纪人的手续费 水电费 人工费 以及杂气杂巴的费用 得破五十了 这还不算厂房机器折损和交税 算上这个 费用更高 而市场上的成品三七通货价格 也就四十左右 看起来是赔了 但三七头子是分级卖的 不同的等级 价格也是不同 四千五百公斤头子 其中能达到特等级别的 只有四五百公斤左右 优等品一千多公斤 二等品最多约有两千多公斤 无数头大概也有一千公斤吧 其他辅料减口了 根须了 金条了 这也是能卖钱 不过粗算了一下 头子和减口可以抹平成本 赚就赚点辅料金条和根须 近五千公斤辅料 市场价就值个十来万左右 五十万的成本盈利十万 看起来也挺美好 但辅料这玩意不好卖 卖得出去 你是盈利 卖不出去 你就是白忙活 怪不得那些老板 宁愿赚两毛钱的手续费 也不肯自己搞 原来这玩意不赚钱啊 大老刘有些失望 生意人倒买倒卖惯了 喜欢赚快钱 对于这种按部就班的事情 不太热衷 呵呵 陈阳笑了笑 老 话不能这么说 他递了根烟给大老刘 第一 咱们厂子现在还是市营阶段 还没找到最佳的营运效率 一旦咱们找到了这个点 加工成本就能降下来 别的小厂要五块 咱们可以降到三块 甚至两块 这就是工厂赚钱的真谛 第二 咱们的货一出来 周边的小厂子都干不成了 这样货源就会集中在咱们手中 我算过了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文山出的三期 咱们就能占绝大部分 掌握了货源 就有了定价权 卖多少钱 自然是咱们说了算 大老刘愣了一下 不解道 那不是还有一半吗 呵呵 陈阳笑了 咱们涨价 他们会不涨价吗 除非 他们傻了 一语提醒梦中人 大老刘这才恍然大悟 翘起了大拇指 兄弟 你娘 有了初步的统计 陈阳心中也就有底了 他马上改变了运营方式 扩充了烘烤车间 增加了烘烤机器 多招了一倍的工人 让他们三班倒 做到人休息 机器不停止 如此一来 工厂加工的效率大大提升 每天的收获量 一点也不往外卖 金条根须什么的 就降价往外卖 反正他的资金比较充足 短时间只进不出 也没啥问题 一周过去了 市面上依旧 两周过去了 市面上稍微有些察觉 一个月过去了 市面上开始发生变化了 首先发生变化的 就是药农 他们都知道了 最近成立了一家 大的三期加工厂 每天都会收大量的闲货 给的价钱高 而且还是现钱 这样一来 几乎所有的散户药农 手中的货 都送到了海王工厂 第二个察觉变化的是 周边加工厂的老板 海王创办的时候 对他们有许诺 加工的成品 高于市面上一块钱收 转让货源的话 给两毛钱一公斤的好处费 几百家小加工厂 有转让货源的 也有自己加工 把货卖给海王的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忽然发现 三期倒是没怎么涨价 但辅料那是狂变 说实在的 小加工厂根本就不赚钱 就指望卖这点辅料过日子呢 但海王一甩货 辅料压根就卖不出去了 辅料卖不出去 他们就等于白忙活 老板们实在受不了了 纠集了一帮人 去找到海王理论 陈老板 大家都不容易 你也不能把辅料的价格 压得这么低啊 你这干 大家可都没活路了 陈阳也不解释 就把这些人 带到了公司的仓库 仓库里都是堆积如山的辅料 诸位 我也没办法呀 利润都在这些东西上呢 不卖的话 厂子里几百张嘴怎么办 我怎么这 也不能亏欠他们啊 老板们都不说话了 要是他们有这么多辅料 那也得赔钱卖 有些人算了算 自己干还不如把货转给海王 赚点好处费合适 得 海王牛逼 你财大气粗 你赔得起 老子赔不起 老子不完了 都给你 都给你好不好 于是乎 除了一些规模大的厂 绝大部分的小厂老板 都把货源转给了海王 安心地赚那点辛苦费 如此一来 海王彻底地掌握了周边的货源 又一个月过去了 海王的收获的规模越来越大 很多加工厂的老板 都转制成为了 为海王供货的经纪人 陈阳顺理成章地 跟他们签订了供货协议 约定今年初的先货 都要攻击海王 对于那些药农 陈阳也签订了包田协议 所谓的包田协议 就是你这一块地 一年内的所有的产出 海王都收了 价格也随行就是 药农们难得找到了一个 稳定的收获老板 自然也乐意签约 就这样 海王几乎垄断了 文山境内大部分的货源 成为了文山 除云药广药两家大厂之外的 第三大成品 三七药材的加工商 由于海王的强势介入 文山的整个三七产业 受到了影响 很多商人忽然发现 市面上流通的三七越来越少 三七的辅料却越来越大 价格也越来越差 这不科学啊 三七成品跟辅料是相辅相成的 三七辅料大量的上市 造成了价格的坍塌 三七成品的供应量 也要增加才是 但现在的情况是 三七成品却越来越少 物以稀为贵 三七成品少了 价格自然有些抬头 有货的商人们 也开始做得起价 几年不温不火的 三七开始缓缓地上涨 自古买涨不买跌 三七上涨了 商人们自然来了兴趣 不少人纷纷跑下乡 去找加工厂买货 可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 原本邻里的小加工厂 忽然间都关门了 老板也都联系不上了 这什么个情况 一众商人也是面面相觑 不过找货要紧 其他都先放放 这些人关系广路子多 有的找到以前搞货的老板 已经变成经纪人的老板 告诉他们 想买货 去海王 有的找到了药农 问他们的先货 都卖给了谁 药农也告诉他们 海王包园了 也有的摸到了一些 残存的厂子 但这些厂子 基本上也是供不应求 涨价了吗 三七自然快选 厂子老板 也明理按理地点出 要问搞三七的哪家墙 云省文山找海王 别人可能没有 但海王一定有 无数的渠道 无数的消息 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目标 海王 海王公司 虽然垄断了一多半的货源 那也只是在加工层次上 在产业终端市场 却明度不小 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 不过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就不能放管 很多老板们 杀向了海王 这其中有当地市场的批发商 有外地来的老板 也有药企的采购员 大家不约而同地 来到了海王门上 想要购买三七 陈阳就一句话 三七没有 辅料多的是 你们要不要 众老板自然不信 他们也打听到 海王今年收了大量的三七鲜货 手中的三七成品 肯定不少 我们真心要买货 价格可以谈呢 不出价 这还怎么谈 陈阳也不废话 今天还有事 各位先请吧 把老板们打发走了 陈阳开始关门庇护 对外说出差了 谁来了也不见 老弟啊 你这什么意思 大老刘有些不减 这段时间 他们手中 也积累了大量的成品了 只是陈阳 一直都不往外卖 还大量的 从加工厂老板手上收购 辅料倒是卖得痛快 基本上都是低于市场加卖的 就算是赔了 也不含糊 这番操作 让他看不懂了 呵呵 陈阳只是笑了笑 啊 还不是时候 先让他们好好吧 三七下货 最多持续三个月左右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还有不到一个月了 只要过了这个月 产地基本上 就没有新货上市了 三 到时候 海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干加工 陈阳要的就是这个话语权 拿到了话语权 他才有资格 在这个行业里定规矩 海王公司五盘吸收 其他工厂的货 又供补应求 导致市面上的三七供应 越来越少 货少了 三七价格的自然开始涨了 咦 原来通货在四十左右 现在涨到了四十五 连带着辅料都涨了不少钱 这下老板们 更是心急如焚 挖空心思地去找货 可其他加工厂 根本就满足不了啊 不少人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海王 这次陈阳 干脆连建都不见了 眼瞅着一车 又一车的新鲜三七 被送进海王 老板们心里着急啊 各种求爷爷告奶奶 找各种门路 疏通到陈阳门上 华夏是个人情社会 就算陈阳隔绝了所有通道 但还是有人能通过关系找到他 有些面子能抹 但有些不能也不好抹 这其中有大老留朋友的 也有布曼的 还有当地国字号单位的领导 当然人家也很客气 XX是我的熟人 想搞点货 陈老板看看方便吗 方便的话给帮帮忙 陈阳能说不方便吗 只能硬着头皮 接待了一些关系户 不过呢 陈阳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买货可以 但必须捎带一定比例的辅料 否则就不卖了 我给你面子 你也得给我面子 捆绑销售吗 来我这里买 就这个规矩 当然了 来买货的老板也都讲究 只要能搞到货就成 至于辅料 就当是人情费了 再说了现在辅料也涨价 搞回去也不赔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关系户 从海王买走一部分药材 每隔几天 海王就会释放一点库存 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好处 因为海王的输出 市场上的三期价格 基本上也稳在了45 基本上没有造成太大的涨跌 这也是陈阳喜闻乐见的 因为价格稳定 海王收仙货的价格也稳定 一旦价格暴涨 仙货的价格也会暴涨 增加收获成本 现在的陈阳 就想着稳稳当当的 过去这个收获季 然后就可以关上门 坐享其成了 这天又有关系户找到了陈阳 说是想从厂里搞点货 陈阳也点头了 当小会计流会把清单 递到陈阳手上签字的时候 陈阳这才发现了问题 这车祸居然是发往桥城的 呵呵 原家路窄啊 再看一眼收获人 还是熟人 当初陈阳可是亲自上门 人家都不乱卖啊 现在想要从我手上买货 还玩偷梁换住 姥姥 陈阳当即扣下了这张单子 没有他的签字 仓库自然不能发货 过了一会儿 关系户李老板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陈老板 这是什么意思 钱我已经给过了 您怎么又把货给扣下了 李老板 你这可就不厚道了呀 在我眼皮底下 搞这个 当我是傻子吗 陈 陈老板 也是朋友所托啊 呵呵 知道我是哪里人吧 知道知道 您是乔城的人 乔城可是个好地方啊 四大要都之一 好了 你可以回去了 钱我会退给你的 陈老板 别啊 李老板慌了 好处费他都花了 要是事情办不成 那岂不是的吐出来 陈老板 朋友所托 我也是没办法呀 再说 您这么大的老板 还在乎这一点货 李老板有些想不明白 就算这车祸 是去乔城的又如何 陈阳不至于 跟他计较这点吧 乔城老乡要货 为何不直接找我 而是七拐八拐的 找到了你 这 李老板不说话了 当时他也有疑问 只是让他帮忙 买货的老板 知之无无 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 也能猜出了一二 肯定是跟陈阳不对付 要不然哪会这么麻烦 直接找陈阳不就得了 所以说 有些事情 你不要插手 插手会影响咱们的关系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对不住 是我先考虑了 李老板点了点头 陈阳这话说的 已经很明白了 这件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李老板 也不可能唯一车祸 而得罪陈阳 那样的话 实在是得不偿失了 小慧给李老板退钱吧 陈阳吩咐道 刘慧点了点头 领着李老板出去了 别人的货卡管不了 但是海王的货 是不会流进桥城的 陈阳 把票塞进了粉碎机 很快变成了一地碎血 其实被专营老板们 针对的事情 他也没有太当回事 之所以扣押了这车祸 倒不是报复 而是准备令气锅灶 取代那些专营老板 三七只是第一样 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搞 直到把那些阻碍 海王成长的人全部踢开 不让我上桌 呵呵 那老子就掀了桌子 另起炉灶 李老板从海王出来 很快钻进了一辆面包车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出了电话 拨了一个号码 喂 老李 事情办成了吗 别提了 本来一切顺利的 但陈老板看到收获地势乔城 立马就翻脸了 我说你小子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明知道人家不卖 还让我去试试 这下好了 老子的前途 也被你给葬送了 李老板骂骂咧咧 这下想要 从陈阳手里拿货 恐怕困难了 对面的人不说话了 我说 你是怎么得罪陈阳的 都是一个地方的 至于吗 就算是同行 也不至于结下这么大的怨 老李 这是说来话长了 也不是一句话 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总之现在我的处境很不好 你必须想办法 帮我搞点三气 价格高点也无所谓 否则 以后我恐怕要改行了 搞点高价货到 是没什么 只是 李老板顿了顿 低声道 听说陈阳在乔城 也是有公司的 要是他把货运回去 你不一样 要玩玩吗 对面叹了口气 肠子都毁清了 当初他就不该信受 那些老板的蛊惑 这下好了 你不卖是不是 人家自己跑到产地 来搞了 而且一搞 就搞个独家经营 现在产地 谁不知道海王 谁不知道陈阳 以后 三气的财 恐怕发不了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希望 他不要做得这么绝情 对方无奈地说道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现在后悔 也为无济于事了 时间来到了五月底 随着最后一块药田的 货送到了海王加工厂 三气的货源正式告庆 药奴们开始翻土养苗 三气下货季 已经接近了尾声 海王公司也结束了收获 盘点了一下 这三个月的收获 海王公司收取新鲜药 财近一千多万公斤 加工成品三百五十万公斤 总投入资金一亿两千万 其中厂房机器办公设备 花一千万 剩下的是购货成本 工人工资 水电消耗和各种费用等等 前期投入一亿不够 陈阳又飞回乔城 办理了一笔两千万的贷款 大老刘也追加了一千万的资金 总共加工成品 头子和检口 有180万公斤 辅料一百七十万公斤 出售成品八十万 辅料一百万 回笼资金四千万左右 仓库还剩成品一百万公斤 辅料七十万公斤 现在三七成品的通货价格 在五十左右 辅料也涨到了二十 库存价值在七千五百万左右 从账面上看 算是收支平衡 还略有盈余 但从盈利角度是看是赔了 陈阳贷款七千万 年息是八个多 一年就是七百万左右 加上手续费保险费 砸七砸八的 也得奔一千万了 大老刘投资六千万 就算都是自己的 他存到银行什么也不干 每年也有三四百万的利息 也就是说二人的投资 赔了一千三四百万 当然 这也只是表面上的 实际上 还是大有可为的 市面上的三七 已经消耗了差不多了 海王公司手中握着的 是文山仅有的存货 三七的价格之所以没有暴涨 主要是因为海王 每隔一段时间 会释放一些库存 维持三七的供应 再加上其他厂家的出货 三七的价格 基本上稳中有涨 一旦海王公司 不再释放库存 三七的价格肯定会上涨 陈阳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出去旅游几天 啥玩意 旅游 众人一脸猛逼 这度什么时候 还要出去旅游 好吧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刘哥 来这么长时间 我还没去其他地方转转呢 这好容易清闲下来了 自然要好好的玩玩 都说云省风景美如画 接下来 你可要带我好好的看看 陈阳笑眯眯的说道 大佬刘先是一愣 接着面带喜色 陈阳这是准备搞大事情了 好的很 好的很 他就说嘛 小兄弟又怎会满足这点小钱 兄弟你放心 一切都包在老哥哥的身上 云省的山 云省的水 云省的姑娘 水灵灵的美 大佬刘渐渐的说道 恶谢 大妹翻了翻白眼 曾经的她对大佬刘 还是很尊敬的 但接触的久了她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个货色 不称 不能让陈阳跟她私混 否则就会变坏 小妹妹已经开动脑筋 如何阻止大佬刘和陈阳在一起 可她很悲哀地发现 自己无能为力 大妹 你把咱们厂的技术工老师傅都留下 然后先让那些零食招来 工人回去吧 这一季结束了 秋季三期上市的时候再复工 加工企业尤其是季节性的加工 可以招些短工 过了忙季 可以遣散 这在当地加工企业是默许的 当然一些技术好的工人不能放走 要留下养着 否则下次未必就能够招到了 我马上去办 大妹站了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 工人们也一直处在高强度的工作中 大家也都累坏了 休息一下最好 大妹也累得够呛 小脸都瘦了 刘慧 把账目和仓库先封存了 等我回来再说 好的 陈总 刘慧点了点头 小姑娘虽然是个关系户 但做事情还是很认真的 对陈阳也很尊敬 阿胡 组织一下留下的人 把他们分为三组 每天巡查厂房 保养机器 看好仓库 陈阳把这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 交给了阿胡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锤炼 阿胡也稳重了很多 虽说偶尔还是有些不着调 但大事还是不含糊的 陈总你放心 有我在 绝对不让一地三七留出去 阿胡拍着胸脯保证到 那就好 陈阳也点了点头 说是出去旅游 实际上就是避难了 没有办法 华夏是人情社会 人情实在是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啊 为了耳根清静 陈阳这才决定出去避几天 把一些事情安顿好后 大老刘这才驾驶着公司的商务车 载着陈阳离开了文山 海王公司忽然不再卖货了 三七市场马上有了反应 三七通货一夜间涨到了55 优质货高档货更是飞涨 连辅料都涨到了25 老板们见有利可图 纷纷开始下场囤购 市面上的三七现货一天一个价格 而且是供不应求 以前的关系 户再次找到了海王 想要从海王拿点货 但小会计刘慧说两位老总出差了 自己当不了家 打电话都关机 这下老板们都慌了 开始各种找关系疏通 但人都联系不上 怎么疏通 没办法 只能去收购其他厂子的货 其他厂子一看海王都关门不卖了 自然也不肯当冤大头 纷纷有样学样关门庇护 谁来也不卖 新货不进市场 三七价格自然坚挺 不到三天的时间 通货就突破了60 高档货更是被炒到了100以上 这还不算完 想买还得捆绑辅料 以前不赚钱的辅料都涨到了三四十 赶得上去年三七的价格了 所有有货的老板都狠狠地赚了一笔 连带着以前的库存 都处理个七七八八了 生意就是这个样子 买涨不买跌 三七越是涨价 来抢购者就越是须之若鹜 短短一周的时间 三七通货突破了80 优质更是一期绝尘 达到了123 特等货更是达到了天价的200 动静很快惊动了云药和广药 他们纷纷派出人调查 发现今年的市场大有可为啊 其实两家药企 根本用不了多少三七药材 他们搞加工 就是为了卖给其他同层赚钱 现在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那还等什么 赶紧开仓放货啊 两个大厂库存量大 短短两天就释放了100多万公斤的三七 按理说 市面上多了这么多的供应 三七的价格理应得到缓解才是 但资本是贪婪的 人性也是贪婪的 商人们已经被贪婪冲锋了头脑 大量的药材商涌进云省 开始疯抢三七 有多少吃多少 至于能不能卖掉 没人会去想 一个字 抢 尔海 尘阳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椅子上 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不远处 大老刘穿着泳衣 正在跟几个小姑娘说笑 时不时地引发一阵欢声笑语 这老家伙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一点也不安分 能说回到 再加上肯砸钱 最近一段时间 还没少交异性朋友 人老心不老啊 尘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能坐在这里吗 一个胖胖的带忧郁气质的女孩 来到了尘阳的面前 尘阳只是看了她一眼 不置可否 女孩就在她的身边 坐下了自言自语 你知道诗和远方吗 你读过春上春树的书吗 我很喜欢 也很喜欢这里 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宁静 我的灵魂感受到了 来自自然界的呼唤 尘阳耸了耸肩 这里是云省的旅游圣地 也是文青们的心灵避难所 所以 这里来游玩的年轻人 多少又有点文青气 文青嘛 都有点不正常 可以理解 你能感受到我的孤独吗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港湾 一个能够让灵魂感受安宁的地方 你 能理解吗 女孩看着陈阳 陈阳差而失色 观其容 姿色平平 中人之貌 比一凡女 也东施孝平 查其言 岁月流痕 流水有迹 虽不知己 或三寻之数 是其身 天缘地方 人间中秀 此栋良才 堪霸王之姿 见其堂 一马平川 江河日下 如谢千里 无秋贺之足 就这 姑娘 其实我觉得吧 火葬场挺适合你的 去了那里 一聊百聊 才是真正的安宁 陈阳认真地说道 女孩愣了一下 接着站了起来 然后转身骂了句傻貌 气呼呼地离开了 哎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文青不是错 陈阳也不讨厌 但你出来隔应人 就是你的不对 这里风景美如画 这里山水有一方 这里心情很舒畅 这里 少些无病声音的家伙更好 老爹 可以啊 光是坐在这里 就有女孩子来搭讪 怎么样 拿下了没有 嗯 模样身材虽然不算出类拔萃 但气质很不错 要不老哥追上去 给你敲敲鞭鼓 大老刘渐兮兮地跑了过来 一脸幸灾乐祸 滚 陈阳翻了翻白眼 这大老刘还真是极品 来到这边 满脑子响的 就是那点破事 整体东聊西聊不说 偶尔还会来个夜不归宿 也不知道去哪里快活了 真难为他这个快五十的老头了 唉 这个不错 大老刘推了陈阳一把 陈阳也好奇地看了过去 不远处 有个女孩背对着他们 长发披肩 身材高调有料 一双腿十分的修长 比例也很完美 陈阳忽然想到了四个要求 挺标准的呀 女孩似乎感受到了目光 然后往这里看了一眼 接着疑惑地向这边走了过来 你看 你看 他过来了 他 哎呀 卧槽 大老刘脸色微变 怎么了 陈阳有些不解 兄弟 我先走 你别说认识我呀 大老刘料下一句话 转身就溜了 别看快五十的人了 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现在是夏季 也是旅游旺季 遮阳伞凌厉 大老刘左拐右拐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有情况啊 陈阳心中念叨了几句 这是之前的美女 来到了陈阳身边 左右打量了几眼 似乎在找什么人 大老刘这家伙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好 请问刚才那个人 是跟你一块的吗 女孩略带些如省口音 陈阳近距离观察了这个女孩 长相八分 身材九分 关键是个头也很高 也就是比陈阳矮点而已 陈阳接近一米八 这女孩至少有一米七五 没注意 陈阳摇了摇头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兄弟是不能卖的 打扰了 女孩说了一句 走了几步 忽然停了一下 接着又折了回来 你是干药材的 你怎么知道 我对气味十分的敏感 陈阳不说话了 常年跟药材打交道的人 身上都会有些药材味 就算是天天洗澡换衣服也没用 对气味敏感的人 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 药材上面自己 反倒是闻不出来 听你的口音 是乔城那边的 对 那我打听个干药材的你认识吗 这一行我比较熟 你说说是谁吧 有个叫陈阳的你认识不 女孩问道 陈阳有些惊讶 万万没想到 这姑娘居然打听到自己头上了 你跟他认识啊 陈阳提高了警惕 不认识 只是经常听我爸提起过 说他怎么怎么厉害 我就想问问这个 陈阳是个正经人吗 陈阳眼角直跳 姑娘 你什么意思 我啥时候不正经了 不是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 就想知道 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女孩又解释了一句 还行吧 陈阳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他能怎么说 宇童 另一个女孩走了过来 正是之前那个忧郁女文青 看到陈阳 忧郁女文青脸色 立即变得很难看 稍等一下 那个叫宇童的女孩 走了过去 忧郁女文轻低声跟他说了几句 然后又看了陈阳一眼 眼神充满了恨意 过了一会儿 宇童又走了过来 幸灾乐祸道 你是怎么招惹了我学姐 刚才他可没说 你什么好啊 他呀 陈阳简单解释了 一下刚才的事情 坐了下来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趣啊 我学姐是有些文青 经常发些牢骚 人家可能就是想单纯地认识你 你 你倒好 直接来过了火葬场 真的笑死我了 不行了 不行了 怪不得学姐这么生气 火葬场 看着姑娘肆无忌惮地大笑 陈阳心中忽然有个感觉 这个女孩肯定很有趣 好一阵 宇童止住了笑 认识一下 我叫刘宇童 卢省人 华夏药科大学研一在读 研究生啊 没看出来啊 陈阳忍不住有些惊讶 还是要磕的 那还真得认识认识 陈阳 乔成人 陈阳伸出了右手 下意识地报了自己的名字 话音刚落 他就暗叫不妙 果然 刘宇童脸色微变 你就是陈阳 刚才那个是不是我爸 谁 爸 陈阳有些惊讶 别装傻 刘东眸就是我爸 刘宇童哼了一声 大老刘的女儿 陈阳愕然 然后上下打量了刘宇童一眼 这 不科学啊 宇童啊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不上课了吗 大老刘一脸 尴尬地看着女儿 我还没问你呢 你不是在搞加工吗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私混了 刘宇童一脸不高兴地问道 知父莫若女 他对这个父亲秉性是知之甚深 那可是给点阳光 就能灿烂得住 我真的在搞加工 也就是这两天才出来透透气 不信你问陈老弟 他可以作证的 大老刘一把将陈阳扯了过来 他说的是真的吗 刘宇童的目光 又落到了陈阳的身上 是真的 陈阳点了点头 他们二人来到云省 也有三个多月了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场里 也就最近一周来了二海 当然了 大老刘的一些风流运势 他也不方便说 那你看到我为什么要跑 刘宇童追问道 我没跑啊 大老刘阵阵有词道 我只是回来换身衣服 准备叫陈老弟一起吃饭 是不是 陈老弟 陈阳机械地点头 兄弟嘛 随时要背锅 还要做好两肋插刀的准备 有时候也会被兄弟插两刀 是吗 刘宇童有些狐疑 既然陈阳点头了 那多半是没什么问题了 说实在的 他对陈阳的印象还不错 尤其是火葬场 那个梗 实在是深得他心 越想越是拍案叫绝 丫头啊 别拎你的 快叫陈说 大老刘咳嗽了一声 他跟陈阳平背论交 老弟老弟地喊着 女儿自然要叫叔叔了 陈说 你好 刘宇童有些不情愿 但也没办法 谁让他老子 跟人家称兄道弟呢 如省人最讲规矩 陈阳有些尴尬 这姑娘是研究生 怎么说 也得二十三四了 年龄比自己还大 听人家叫自己叔叔 陈阳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宇童啊 生一人个交个 你也别这么麻烦 叫我陈阳就好了 陈阳摆了摆手 这个叔叔 他还真当不起 那好 我就叫你陈阳了 刘宇童愉快地答应了 让他叫一个 比他小的男子叔叔 他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宇童啊 你不是在精灵读书吗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大老刘有些好奇 刘宇童简单解释了一下 原来他的导师 结婚度蜜月 几个师兄妹 也就跟着过来玩玩 莫承想居然就碰上了他老子 原来是这样啊 大老刘点了点头 既然碰上了 那我就请你导师两口子 吃顿饭吧 事关女儿的前途 他这个当老子不能大意 有机会跟导师一家 加深一下感情 自然不能放过 好吧 我去跟导师说说 刘宇童出去打电话了 很快他就回来了 导师答应了 爸 你尽快安排吧 我也通知了师兄师姐 大家一起拒绝 那好 大老刘也是雷厉风行 马上开始安排 那啥 我就不去了 陈阳摆了摆手 大老刘父女团聚 他去不合适 再说还有刘宇童火葬场 那个师姐 双方见面也有些尴尬 别啊 刘宇童一把扯住了陈阳 笑道 我师姐特意告诉我 一定要把你请过来 哈哈 小姑娘乐不可知 她很想看看 火葬场师姐 见了陈阳慧 是什么样的表情 刘宇童的导师 叫陆一鸣 是个男的 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 戴着一副眼镜 他老婆稍微小一点 不过也得三十六七了 挺瘦的 丝丝纹纹 也戴着一副眼镜 二人都是大龄晚婚 两个人对大老刘也很客气 只是谈吐间 稍微难掩性情的孤傲 高级知识分子嘛 都有些傲气 大老刘父女 招呼着两个教授 陈阳负招呼 其他三个学生 陆教授的学生 除了刘宇童和文青女彩薇 还有两个男生 两个男生 看起来也很随和 倒是那个文青女 一直盯着陈阳 似乎还有些鱼气未消 火葬肠梗 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她 于同学 之前有些冒犯 还望你不要生气 我自罚一杯 陈阳主动举起了酒杯 一饮而尽 男人嘛 要主动一些 再说这是刘宇童的师姐 老是这么僵着 也不是个事 哼 文青女只是哼了一声 哎呀 师姐 人家主动给你赔罪 你就大人有大量 别计较了 她呀 就是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 刘宇童打了个圆场 于采薇 这才不情不愿地喝了一杯酒 算是接下了陈阳的歉意 宇童 什么情况 两个男生也有些诧异 不知道师姐跟陈阳有什么恩怨 刘宇童小声地解释了几句 火葬场 两个男人险些喷了 想笑却不敢笑出来 一个个忍得十分辛苦 说实在的 这一年来 他们也没少说文青师姐的蹂躏 都是苦不堪言啊 眼前这哥们行啊 一句话 就噎死了文青师姐 特殊人就要特殊人来治 莫毛病 两个男生 看向陈阳的目光 也变得亲切起来 很快跟陈阳喝了起来 两杯酒后 就开始称兄道弟了 一番了解 陈阳才知道这两个男生 一个叫张阳 一个叫李伟 都是研究中药学的 四个人中 跟导师时间最长的 就是于采薇 快三年了 已经快毕业 两个男生 差不多两年左右 刘宇童最小 才一年左右 席间 陈阳打探起药简的事情 二人自然是知无不谈 作为专业领域的专业学生 二人对这个自然不陌生 从90年代开始 国家成立了药品监督检验机构 从上到下分为三级结构 这就是国标 省部标和地方标的由来 无论哪个机构 都是国字号的 地方标就不说了 你觉得地方上那些老掉牙的实验室 能检查出什么玩意来 省部和国标又离得太远 宋检太麻烦了 而且周期也长 自己搞国标又不太可能 陈阳就想能不能建立一个 私人检验机构 我听说国外有私人药检中心 他们做出来的标准 国际上也是认的 陈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要想垄断药材 就必须有自己的药检机构 干什么都送国柬 太麻烦了 如果能够建立自己的药检机构 那就方便多了 国外很早就有这种第三方药检机构了 但是我国目前还不行 都是性工的 我知道很多药企是有的 这里面有性工的 也有性私的 为何他们能做 两个男生挠了挠头 似乎也达不上来 呵呵 粗陋寡闻 年轻人正在探讨药材标准的事情 文青师姐似乎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忍不住冷嘲热讽 师姐 你学的时间长 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大药企可以有自己的检验机构 国家还认可呢 张扬问道 他们追随导师的时间并不算长 很多行内的事情也是一知半解 下重与兵 于采薇有了显摆的机会 习惯的文青开头 可刚说了半句就想到了火葬场 接着又狠狠地瞪了陈阳一眼 陈阳无辜中枪 以前是这样的 但随着国家加入世贸 各行业都要跟国际接轨 企业也是这样 外国的企业有标准 有自己的检验 咱们国家也要有 从前年开始 国家就放宽了检验的标准 不再要求必须事国自投 好像搞了一批试点 具体有多 家单位拿到了检验标准我不记得了 不过应该都是大企业 他们自己搞的标准就能全国通用 用不着送帝都检测 也就是说俗称的国标免检 所以说理论上私人也是能搞标准的 陈阳是又惊又喜 之前他就想搞三期的标准 可还没开始 就被文青给浇了一盆冷水 四个比喻弄得他心里拔凉拔凉的 虽然陈阳也放了狠话 想要搞国际标准 但心中却是没底 今天有幸碰上了专业的人才 自然要好好地请教一番 那个 于同学 我想问一下 私人要搞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 你想搞自己的标准 于采薇撇了陈阳一眼 嘴角闪过一阵冷笑 有这个想法 陈阳点了点头 药材市场那么大 全部垄断有些不可能 但海王要是能够在行业里 做出自己的标准 那在行内的话语权 就大大地增加了 试想一下 海王能够做出国际标准 那出口的药材 自然是他说了算了 余采薇翻了翻白眼 冷笑道 我觉得 你想搞药检标准 还不如直接进火葬场来的痛快 文青师姐被陈阳一具火葬场给扎心了 大半天都没缓过来 现在好容易抓住了机会 自然要好好地回敬一下陈阳 火葬场 两个男生听到这个词 忍不住嘴角抽搐 师姐是文青 自带忧郁体质 使天下人如粪土 今天忽然抛弃了文青体 开始跟陈阳死架 看来是真的被人家给刺痛了 否则也不会追着不放 陈阳 厉害啊 师姐三十年的道行 一下被他给破了 呃 陈阳有些尴尬 她自然也听得出来 余采薇的冷嘲热讽 不过世事关她的大业 受点讥讽也没什么 谁让人家是专业人士呢 余同学 之前多有得罪 实在不好意思 陈阳在道歉 哎呀 师姐 你就别揪着不放了 人家已经第二次道歉了 你就说说呗 我也想知道 刘宇彤再次帮陈阳打了个圆场 哼 余采薇撇了陈阳一眼 嘴角闪过不屑 那意思是跟她计较 她不配 私人搞要要减 首先你的企业必须有一定的规模 至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 还要搞要起啊 刘宇彤替陈阳问了一句 也未必是非要搞要起 搞一个研究机构也行 不过 余采薇想了想 啊 我倒是听导师说过 有些大学和企业合作 共同搞了一个研究机构 一边搞研究 一边做药检 两相方便 还能这样玩 陈阳心中又生起了希望 要起她暂时不想搞 也没那个实力 但投资搞个研究机构 倒是有些希望 余同学 这个药材研究机构 怎么搞法 对合作对象 有什么要求 陈阳准备打破杀 郭问到底了 余采薇只是淡淡一笑 不说话了 看起来有些风轻云淡 文青气质十足 实际上 她也不清楚 这已经不是 她能接触的层面了 谁要搞药材研究机构 这边的话题 吸引了蒋云的老公陆一鸣 大佬刘和蒋云也不说话了 看向了这边 陆教授 是我 朋友 他想了解一下药材研究机构 刘宇彤急忙介绍道 蒋云老公 这才认真看了陈阳一眼 陆教授 陈阳端起了一杯酒 急忙道 我是一个做药材的商人 想搞一个国际认同的药材标准 不知道从何下手 还望陆教授指点一下 陆教授推了推眼镜 淡淡道 很难 我知道很难 但还是想搞 世界药材影片 有1000亿美元的市场 咱们华夏只占半城 究其原因就是 咱们的标准外国人不认可 所以呢 我就想着 能不能做一个高标准 能让世界认可的标准 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会被日韩盘剥 咱们的药材 就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国门 把国粹发扬光大 陈阳认真地说道 他跟陆教授不熟 只能实话实说 这是他的毕生心愿 也是他的追求 你真这么想的 陆教授诧意地看了陈阳一眼 他没想到 一个药材贩子 会说出这么一番话 是的 陈阳重重地点了点头 难得 陆教授点了点头 又说了句 很难 老公 难得这个年轻人有志气 你就跟他说说呗 不要老是打击人家 蒋云笑着看着陆教授 哎 陆教授叹了口气 看着陈阳道 既然你是干药材的 应该也知道静药吧 静药 陆教 陈阳愣了一下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教授 莫非 不错 我就是陆教授的人 陆教授点了点头 卧槽 陈阳忍不住站了起来 这世界还真是小啊 居然就碰上陆教授的高知 蒋教授 陆教授 这位是我兄弟 别看他年轻 但志气高着呢 大老刘打了一个援助 我就怕他心气太高 陆教授摇了摇头 陆教授 这种行内的高知 更是凤毛麟角 也不一定让你碰上 曾经的我也有类似的念头 想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发扬光大 想要尽要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可是 陆教授摇了摇头 苦笑道 现在已经被踢出了陆家 这就是下场 小陈 你还要继续吗 听到陆教授这么说 陈阳心中有了些沉重 怪不得文青会说 没的可能 连六大龙头的人都做不成 他能做成吗 不过 陈阳嘴角闪过一阵狠力 越是困难 越是艰险 他越是要迎难而上 重生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完成以前没有完成的遗憾 遇到困难就退缩了 重生岂不是浪费了 陆教授 再难为要搞 我这辈子 就指望这个念头活着呢 没了这个念想 我活得就没有什么意义 这话说的是发自肺腑 没有丝毫的作为 陆教授眼睛闪过一阵异彩 蒋云也露出了欣赏之色 四个年轻人都露出敬佩的神情 什么人最值得敬佩 明知道前途艰险 臣男人啊 文青师姐眼中闪过一阵涟漪 怪不得他当初一眼 就在人群中看中了这个男人 还主动上去搭讪 姐的眼光自然非同一般 好吗 火葬场的事情 人家已经抛到了脑后了 这家伙 可比我老爹有出息多了 刘雨彤也暗暗点头 方星也大为出动 小姑娘觉得 老爹这辈子 终于找了个靠谱的朋友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两个男生 更是暗暗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能刺伤文青师姐的男人 很好 陆教授端起了酒杯 笑道 难得你有这雄心壮志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 喝了这一杯 我们也该休息了 见陆教授举起了酒杯 大家也跟着举杯 酒宴落下了帷幕 陆教授给陈阳留了电话号码 告诉他有空的话来精灵找他 有些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 陈阳自然欣然应下 酒宴过后 陆教授夫妇起身辞行 他们来了也有几天了 明天也就该回去了 大佬刘和陈阳急忙送出了门外 刘雨彤自然也跟着回去了 临行前他给陈阳塞了一张纸条 然后笑着离开了 陈阳好奇地打开纸条 上面有一行捐秀的小字 前路漫漫 与君共勉 情色在欲 莫不敬好 文青师姐勿语 纸条上还留了手机号码 陈阳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 一脸茫然 自识认识 可连这一起就不知道了 操 老子中专毕业看不懂啊 文青果然是病啊 得志 送走了陆教授一行 大老刘稍微松了口气 原本以为这次被女儿给逮住了 会引发一系列的家庭问题 还是小兄弟给力啊 这几个掩护打得十分好 否则 大老刘后院肯定要起火 甚好 甚好 兄弟 啥也别说了 老哥 我谢你救我一命 大老刘给陈阳鞠躬 刘哥 你也老大不小了 女儿都这么大了 为何就不能本本分分地过日呢 陈阳忍不住开口规劝了几句 上一世 他认识大老刘的时候 这伙好像已经离婚了 对于他前面的家庭不太了解 这一世认识得早 这才跟他女儿有了交集 正因为如此 才认识了陆教授 说起来 也是姓氏啊 唉 说起这个 大老刘有些叹气 老弟啊 你别看我有点钱 在外面也风光 但哪天一蹬腿 床前连个屁麻带笑的都没有啊 我 我特么图什么 他结婚得早 老婆也是没人介绍的 当时大老刘家里穷 讨个老婆也不容易 所以也没那么讲究 结婚后 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就患上了妇科疾病 不能生了 大老刘比较传统 一直想要个代把的传递香火 可当时穷啊 瞧不起病啊 所以 这事也就耽搁了 现在大老刘有钱了 眼皮子也宽了 有些看不上家里的那个黄脸婆了 所以就动了其他的小心思 找了一个女人 想生个儿子 可老婆不愿意啊 各种的哭啊闹啊 女儿也对他不满 更是威胁他 若是他真的在外面找了 就跟他断绝关系 大老刘也是有苦说不出啊 兄弟 我也就是趁着身子骨还成 能享受几天是几天 听到大老刘到苦水 陈阳也无话可说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其实宇童很优秀的 陈阳委婉地提醒他 长得漂亮 还是药科大学的研究生 大老刘这家伙 还真是不知足啊 还要什么自行车 优秀有个屁用 丫头骗子而已 一旦嫁了人 那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我们刘家兄弟六个 就我没儿子 以后我死了 这一只算是绝了 大老刘苦笑 老封建 陈阳忍不住摇头 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快五十的人了 有这个念头也是正常 兄弟 你刚才说的吹得真好啊 一下就把那两个教授 给震住了 哈哈 老哥真心为你点赞 这帮知识分子 打骨子里 就瞧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陆家 呵呵 就是个傻子 我可没吹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就是要搞自己的标准 兄弟 你没发烧吧 咱们小生意人 搞那玩意干什么 老老实实地赚钱不好吗 陆家的人都没搞明白 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这标准我搞定了 等过两天 我就会去找陆教授 兄弟 你来真的啊 不是 你一个搞要材的 搞什么高科技啊 不成不成 我是你老哥 我得劝劝你 这是吃力不讨好 别搞 呵呵 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下次再胡搞 被女儿撞见 我看你这个老脸 往哪里搁 我先声明啊 我是个要脸的人 不会老给你擦屁股 骗小姑娘 陈阳懒得跟他解释 提起这茬 大老刘又有些愁眉苦脸了 这次多亏了陈阳 下次呢 让他收心养性好好过日子 他也不乐意 开过婚的人 让他回去吃糠宴菜 哥谁谁也不乐意啊 思来想去 还是得陈阳打拖 看得出来 女儿还是很相信陈阳的 兄弟 这事还是得你帮忙 别啊 我可是要脸的 别这么绝情啊 要不老哥我带你 去高端会所见识见识 免了 我不好这一口 哎呦 对了 我把雨童介绍给你如何 啥 陈阳愣了一下 大老刘也只是随口一说 可回过神来 想想还是不错 首先 陈阳这个年轻人靠得住 也洁身自好地 不乱搞 这点比大老刘强得太多了 女儿似乎对他挺有好感的 当然了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年轻人有志气有手段 前途无量啊 如果陈阳成了他女婿 那大老刘岂不是躺赢下半生 有门 有门 大老刘开始认真的 说起女儿的好 陈阳又气又好笑 这老家伙 还要不要的闭脸 有这么当爹的吗 不过 刘雨彤真的很不错 四个要求也挺标准 不行不行 陈阳摇了摇头 他现在跟大老刘平背论交 要是跟刘雨彤好了 岂不是成了大老刘的晚辈 就在这时 陈阳的电话响了 是刘会打的 老板 快回来吧 出事了 文山 海王家工厂 看着仓库门贴的两张整改单 陈阳的脸色有些难看 一张是当地药材协会贴的 另一张是某个检验机构贴的 一左一右 十分的对称 怎么回事啊 陈阳看了一眼刘慧 小会计胆战心惊的 拿出了几张通告单 囤积居齐 轰抬市场价格 粗质烂造 产品质量有严重的问题 陈阳不怒返校 阿胡也耸拉着脑袋 陈阳走的时候 把守卫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些天他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可 有些事情 他也拦不住啊 这时 布曼悄悄地走了过来 扯了扯陈阳的衣角 陈阳挥手 让众人都回去了 然后带着管理层 来到了办公室 布曼 说吧 有什么情况 陈阳问道 布曼一家说是合伙人 实际上就是海王的守护者 负责处理一些 关面和私面的事情 海王开业以来 布曼也没少帮陈阳解决事情 但现在 人家已经把封条贴上了 布曼却挡不住 足见这是很棘手 陈老板 刘老板 对不起 这事情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布曼有些沮丧 在这块地方 他说话管用 陈阳问道 老板 前两天有几个人找到了这里 说是要收购咱们的货 让我们报个假 但老板 也交代过 暂时不卖 所以我就给拒绝了 几个人走后 没几天 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看起有些派头 进了办公室 就说了一句话 三天 给我们三天的时间考虑 要不然就不要出嫁了 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一大早就有一帮人闯进来 把我们的仓库给封了 还出去了告知单 我之前给二叔打了电话 说过这事 刘慧委屈巴巴地看着大老刘 走之前 二人都更换了新号码 紧急的时候 刘慧是可以联系他们的 大老刘有些尴尬 那晚上 好像他正在信头上 所以就随口应付了几声 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个人是谁 陈阳忽然问道 刘慧摇了摇头 他也问过 只是对方没有说 说以后就知道了 小慧 你怎么搞的 连对方姓什么都不知道 大老刘则 那一句 算了 陈阳摆了摆手 让小慧下去了 能够惊动这两个部门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囤积居齐 哄抬价格 呵呵 云药广药 每年收购那么多药材 也没见谁 上门去封人家仓库门 药检不合格 更是扯淡 地方标准而已 有多高的要求 再说 自生产的时候 陈阳就没少去检验中心炮 拿回来的合格检验单 都堆满办公室的角落了 兄弟 这应该是有人下半子 要不咱们也找找关系 大老刘提了个建议 论关系 他有 陈阳也不弱 先不忙 陈阳摇了摇头 目前还不知道 谁在使绊子 贸然找关系 有些不妥 先打听打听 究竟是谁在搞事 再想办法也不迟 药材协会就在文山 属于一个民间组织 虽然是民间组织 但在行业内 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会长是当地人 开业的时候 陈阳也曾委托不满 拜会过会长 方方面面也都打点过 没想到 这次第一个 对海王下手的 就是这个协会 不好意思啊 陈老板 会长出差了 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 秘书客气地 跟陈阳打了个招呼 出差了 还真是及时啊 陈阳拿出那张告示单 放在了秘书的面前 会长出差了也不要紧 找个管事的 来给我解释一下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还囤积居旗 投机倒把 哄台价格 我就想知道 协会凭什么 给海王定罪 陈老板 据我说知 海王从三个月前 就开始囤积 大量的田七药材 由于海王的恶意囤积 导致了田七价格飞涨 这还不算囤积居旗 哄台价格 市场上价格这么高 海王要负责任的 协会自然无资格 给海王定罪 只是出于保护海王的目的 给你们下了整改书 这件事 也是经过协会 高层商议过的 陈老板 协会是行业推选出来的 自然要对大家负责 这次给你提前下了整改 您改了不就完了 要不然 下次来的 可是相关部门了 秘书四条漫里的说道 似乎对陈阳的到来 胸有成足 很好 陈阳也笑了 这种人他见得多了 脾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 就算你当面吐他一脸口水 他也会笑呵呵的 好啊 你说 我该怎么整改 这个 告示单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现在市场上田七齐缺 海王可以释放一下库存 缓解一下行业的饥渴 这也是好事 闻山缺三七 你不是开玩笑吧 闻山每年用多少三七 闻山当然不缺三七 我说的是 整个市场缺三七 既然市场上缺三七 那我就运回乔城 在乔城市场上卖出去 论影响力 乔城不比闻山大多了 在那边散货 效率更高 秘书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陈阳会这么说 陈老板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你先给我开玩笑的呀 秘书摘下眼镜擦了擦 然后又戴上了 意味深长道 陈老板 您是聪明人 聪明人自然能想得明白 有些事情呢 还是看长远一点好 何苦要置气呢 我没有置气 陈阳笑着说道 我只是响应你们的要求啊 你们不是说我囤积居齐吗 好 我运回乔城马上开卖 现在不是价格高吗 我就低于市场价卖 我完全配合你们 秘书不说话了 他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陈阳这个人看起来圆滑 骨子里却有棱有脚 好吧 秘书耸耸肩 您的话 我会转达给会长 话说到这里 已经没有继续说的必要了 陈阳淡淡道 一天就一天的时间 一天后 我马上装车运回去 撂下这句话 转身就走 陈阳离开后 会长矮胖的身影 出现在秘书的身旁 会长 我都听到了 是个刺头 这个人很强硬 再搞下去 恐怕人家真的装车走人了 这就不关咱们的事了 到时候自有人收拾他 年轻人啊 年轻啊 草 太他妈欺负人了 大老刘骂骂咧的回来了 二人兵分两路 一个去协会 一个去检验机构 大老刘也是刚从检验机构回来 这机构就是要要挟的一个合作单位 人家更拽 连门都不让进 狗屁单位 还检验不合格 我们海王不吃你这一套 当初陈阳做场子的时候 就预留了心眼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派人去文山送检 积累的检验单 已经堆满了厚厚的一碟了 这个来历不明的检验单位 居然有脸出去检验单 莫非你比官家的还大 呵呵 陈阳忍不住笑了 这种事情 他其实早就预料过了 二人出去拜访两家单位 就是看看能不能和解 有什么事可以谈啊 现在看来 人家不给自己和解的机会啊 很好 那就来吧 现在文山的三七 就剩海王手里的这一点了 想要三七 门都没有 一天过去了 没有动静 第二天 陈阳就开始叫车了 既然给脸不要 那就装车走人 他倒是想看看 这帮人如何拦着他 可还没等他们叫来车 几辆大型的翻斗车开了过来 堵在了路上 好吗 这是兵戎相见了 布曼把全族的人都叫来了 现在他们一家 都跟海王捆绑在一起了 海王那点货 就是他们的希望 海王的员工们 文讯也都回来了 海王的工作虽然累 但工钱可不含糊 不少熟练工 每天都能赚好几百块 三个月足足赚了一万多 2001年的一万块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欺负我们厂子 找死 看到一大群当地人 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 几个开翻抖车的司机 险些吓尿了 他们得到消息 是两个外地老板 就算有几个亲信 那也没多少人 没想到 一下子就来了上千当地人 卧槽 这怎么玩 赶紧跑 但哪里来得及 他们很快 被愤怒的当地人给围住了 人多力量大 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 上去把人揪了出来 一阵拳打脚踢 厂子里的大妈们更是凶悍 上去把司机包了个金光 欺负我们老板 就是欺负我们 哪来得歪瓜裂枣 敢在这里撒野 也不回去照照镜子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鸟样 动静很快惊动了 当地的派出所 派出所出动了警力 这才制止了纷乱的人群 把司机们救了出来 司机们耸挖着脑袋 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所长 这是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 一定要严惩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 义愤填膺地 站在警车面前 所长也有些为难 法不则重啊 再说 你没事堵人家路 干什么玩意 你堵人家路 人家自然不乐意了 不过还好 只是扒了衣服 没出现流血事件 都是些男爷们 又不是娘们 扒光裤子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我觉得这件事 你们自己协商 一下就行了 没有协商的余地 年轻人直接拒绝了 他拿出了一张名片 我是京城外贸公司的总经理 我叫京兴 这几个司机 都是给我干活的 他们现在受了欺负 你们必须要 给我一个交代 京城外贸 众人忍不住面面相去 文山盛产三期 出去一半份额 是云药广药的 剩下一半 有大多数书 属于进出口的 京城外贸 是本地最大的出口公司 财大气粗 在行业内 还是很有名的 怎么回事 布曼带着族人 走了过来 布曼 你来得正好 这事也不大 你们协商一下 所长才懒得管这些鸟事 只要不出事就成 所长 是他们堵路在先 我们的族人才动手的 布曼也不含糊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他们家还是有些名气的 堵路 好笑 这路是你们家的 京兴轻蔑地 看了布曼一眼 就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族人 一罗筐一罗筐地秀出来的 来这里撒野 就是不行 布曼也怀疑颜色 我不跟你废话 把管事的叫出来 京兴挥了挥手 当地人难缠 也不好缠 这次 他主要针对的 就是陈阳这个外来户 我就是管事的 陈阳站了出来 上下打亮了京兴几眼 刘慧已经认出来了 这个京兴 就是当初上门买货的人 陈老板 我来处理 布曼挡在了陈阳的前面 作为海王的合作伙伴 他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最近几天布曼 也憋了一肚子火 海王被人家欺负 他这个经纪人脸上无光 协会也好 要捡也罢 他说不上话 但现在欺负上门来了 他岂能做事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还真当我不满好欺负 你就是陈阳 好大的架子 呵呵 不敢当 再大也没你架子大 一言不合 就找人来封路 只不过 你找的人有些不给力啊 废话少说 开个架吧 没有架 也不会卖给你 如果对方好言好语的商量 或许还有开架的可能 现在对方来衡浪 陈阳更是懒得理会 两位 我看这事情就这样吧 你们把车赶紧开走 别堵人家的路 布曼 毕竟司机们受了点惊吓 你找人慰问慰问 所长简单做了处理 他懒得管两家的私事 好啊 布曼点头 道 慰问可以 但让他们先滚蛋 呵呵 金星冷笑了一声 打了我的人 想这么容易就解决 他转头对锁长道 金星公司有外资的股份 如果你们不严厉处理的话 我们会去领事馆抗议 好家伙 把外国人搬出来了 所长有些不爽了 一点破事而已 还能上升到外交层面 给脸不要脸 所长马上给交警部门 打了个电话 很快 交警来到现场查验了 翻斗车的手续 好吗 几辆翻斗车都没有手续 都是黑车 这下好了 逮人 扣车 罚款 清空道路 根本就不理会 京城公司的人 好好好 金星不怒反笑 他没想到 居然是这个结果 很好 金星转头上了皇冠车 皇冠车绝尘而去 滚犊子吧 众人齐声呼喊 陈阳忍不住笑了 七个干股 可不是白给的 善待工人不克口 那也是有目的的 陈总 咱们还装车吗 刘慧小心翼翼地问道 继续装车 陈阳冷笑了一声 他这么干 就是逼出幕后黑手 虽然不知道 这个金星是不是 但肯定有关系 很快一行人 浩浩荡荡荡地 回到了海王公司 陈阳一挥手 工人们开始清点仓库 先清点辅料 这些东西 以前不值钱 现在也都水涨船高了 七十万公斤的辅料 现在市场价 也值得三千多万 而且也很好卖 三期买不到 辅料也成了抢手货 回去打粉 提炼 一样可以入药的 七十万公斤的辅料 可以装满满二十车半卦了 就在这时 协会会长带着秘书 匆匆赶到了海王公司 陈老板 不好意思啊 前两天出去开会 今天刚刚回来 会长面带笑容地 跟陈阳打了个招呼 哟 会长啊 您这来的还真及时啊 陈阳似笑非笑 这货恐怕是眼瞅着 精心拦不住 这才亲自上阵过来了吧 陈老板 实在是抱歉 昨天接到秘书的消息 我连夜就赶了回来 没想到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会长也是八面圆滑 没事没事 陈阳摆了摆手 笑道 协会作为行业的表率 对海王要求严厉了一点 这也是对行业好 我能理解 能理解 所以呢 我就把货运回去 不给协会添麻烦了 会长嘴角一阵抽搐 你确定不是正话反说 不是 你不能运走啊 你运走了 我怎么办 陈老板 消消气 我承认协会 这么做事有些莽撞了 但有些事情可以谈啊 谈谈对大家都好 会长陪着笑 陈阳把货运回去 他们不就白忙活了 所以 说什么也不能让陈阳运回去 硬的看来是不行了 人家不吃这一套 会长没办法 只能来软的 呵呵 现在知道谈了 找他们干什么去了 姓杨的 我们海王可没亏待你吧 你就是这么对海王的 大老刘冷言冷语 杨会长十分的尴尬 陈阳指住了大老刘 笑道 杨会长想怎么谈 说实在的把货运回去 也不是不行 不过太麻烦了 而且还要多花很多的陆费 陈阳这么干 也只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 大不了一拍两散 谁也别玩 果然 对方眼见拦不住 马上派人来和谈了 陈老板 出来做生意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谁跟钱过不去啊 你拉回去也是卖 在这里也是卖 何必多花那些冤枉陆费呢 杨会长苦口婆心 杨会长说的有道理 陈阳点了点头 杨会长闻言松了口气 有的谈就成 他就怕陈阳一条倒走倒黑 不谈了 爱咋咋的 陈阳话风一转 道 可我心里不舒坦啊 开业以来 我们海王没招谁没惹谁 对同行业是客客气气的 凭啥要这么对我们 我要是这么就卖了 岂不是被人笑话 误会 都是误会 杨会长急忙道 我最近不在家 都是下面的人考虑不周 这样吧 晚上我摆个场 把大家都叫来 咱们好好谈谈 有什么误会 咱们喝杯酒 说开了不就得了 他身后可代表了一帮人 成 陈阳点头 那就这么说定了 晚上七点在文山大酒店 到时候我派车来接成老板 和刘老板 杨会长站了起来 作为中间人 他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成功地劝说了陈阳 坐回了谈判桌 至于接下来谈什么 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老爹 你这又是搞什么 大老刘有些不明白 依照他看 这帮孙子也翻腾不了几个水化 何必跟他们虚与伪仪 直接把货拉回去 不就完了 呵呵 刘哥别着急 晚上会会这些人再说 陈阳考虑得比较长远 未来十年内 三七一直都是涨价的 他可不会丢了这个金饭碗 要想在这里立足 就少不得跟这些人打交道 能够和平解决最好 以后大家还能来往 一棍子都打死了也不好 以后就成了全行业的公敌了 陈阳也想通过 这是给这些行业的人立个规矩 从今以后 文山的三七海王说了算 晚上 陈阳和大老刘 一约来到了文山大酒店 布曼带着几个族人全程跟随 陈阳是他们的客户 他们自然要好好地保护 陈老板 刘老板 杨会长早就在门口吼着了 杨会长引着二人来到三层 进了一个包间 布曼等人就在外面守着 包间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 大部分也都见过 为首的一个道也认识 正是京城公司的总经理金星 众人 二人进来了 有打招呼的 也有含笑点头的 唯独金星冷冰冰的 看也不看二人 杨会长把二人安排在客座上 陈老板 刘老板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 不必了 陈阳摆了摆手 笑道都见过 杨会长微微有些尴尬 不过很快调整了过来 今天百忙之中 把大家都请过来 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行业 未来的发展 杨会长 金星冷冷到 开场白就不必说了 直接进入正题吧 既然来了 那就出个假吧 大家都很忙 早点谈完 早点回去休息 他这一开口 有几个老板也纷纷应和 陈老板 现在市面上只有你海王有货 你出个假 咱们好好谈谈 对啊 现在行情这么好 多耽误一天 就多一天的损失 众人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 好啊 陈阳翘起了二郎腿 特等货三百 优等货二百 通货一百五 还要搭配一定比例的辅料 辅料嘛 可以给各位算便宜的 就一百吧 这价格一出 众人无不色便 现在的市场价 特等货也就二百多一点 优等一百五六 通货八十上下 辅料四五十左右 陈阳这报价 几乎比市面上翻了一倍 你抢钱啊 金星马上跳了起来 买不起可以不买啊 没人比你买 现在市面上就海王这点货 我爱卖多少就卖多少 京城公司 就这个价 陈阳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你 金星又气又急 作为进出口公司 他在众老板中 也算是财大气粗的 没想到会被陈阳击对说 买不起 哎哎 陈老板 众老板急忙打圆场 买卖买卖 就是一个字 谈 人家可以漫天要价 你也可以就地还钱啊 没毛病 陈老板 消消火 这价格太高了 洛洛洛洛 对啊 陈老板 三七这玩意 本就是个小众货 没多少利润的 听说陈老板也是干药材的 都是同行 互相照顾照顾 杨会长劝说道 陈老板 大家能聚在一起 那就是缘分 有什么事情 都好说 在这里 我先跟陈老板道个歉 手下做事毛躁 误会了陈老板 还望陈老板见谅 他就是个被推出来的傀儡 在座的才是幕后老板 陈阳年轻气盛 好面子 杨会长就给陈阳一个面子 众老板也都是眼皮活的人 纷纷开始说好话 好 陈阳点了点头 道 封我仓库的事情 就算是过了 但赌门的事情 他也知道 杨会长就是个傀儡 为难一个傀儡 也没啥意思 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到了金星的身上 姓陈呢 你别太过分了 金星脸色难看 当初 金星想买海王的货 但海王不卖 金星很生气 就把圈子里的老板找了过来 所有的行业 都有各自的圈子 田七也是这样 大家对海王也是有所觊觎 自然是一拍即合 最后由杨会长出面 给海王施压 下了两张整改告示 但人家明显不吃这一套啊 你针对我是吧 那好 我把货拉回去 让你们谁也吃不到 大家都没得完 没办法 金星只强出头 没想到被海王虐的一血 丢人丢粪 居然还让他道歉 好啊 陈阳放下茶杯 淡淡道 现在 金城公司的可以出去了 我要跟其他老板谈生意 你说什么 金星脸色大变 在这个圈子里 金城公司才是龙头 才是老大 陈阳 不过是个刚入行的新人而已 这个新人 要把自己赶出去 简直是岂有此理 哎哟 金老板 别生气 这事是你干得不地道 就给陈老板道个歉又如何 哼 都是同乡 何必互相为难 道个歉 过去就过去了 金老板 你也听到了 要是不道歉的话 我们接下来可要谈生意了 你在这里有些不合适 生意人一般都势利 听到陈阳把金城的人赶出去 不仅不生气 还暗自高兴 而且这些人中也不乏一些聪明人 听出了陈阳那句 金城公司就这个价的意思 金星你要么道歉 要么滚蛋 别妨碍我们发财 在他们心中 金城走了更好 他这一走又少了个对手 搞外貌又如何 现在是人家卖家说了算 你们 金星险些气炸了肺 当初他可是一呼百应的 现在陈阳来了 他倒是靠边站了 这帮墙头草 很好 金星站了起来 怒视着陈阳 咱们走着瞧 说着摔门去 道歉 不可能的 他会让陈阳付出代价的 金老板也真是 不就是道个歉吗 说句软话又如何 生意嘛 要和气生财 陈老板 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大家可都指望你了呢 陈老板 这金城的人也走了 要不咱们继续谈 陈阳淡淡一笑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然后转了半个圈 坐在了金星钢材的位置上 这个 众老板面面相去 按照这边的规矩 陈阳是客 客人是不能做主位的 陈阳此举什么意思 杨会长眼中金光一闪 了不得 不过现在 人家手中有货 自然有这个实力 他马上站了起来 诸位 我觉得海王公司实力雄厚 是咱们行业的后起之秀 既然都是同行 我决定西纳陈老板 为咱们协会的会员 大家怎么看 西纳会员 众人面面相去 这什么跟什么 不是要谈生意吗 怎么还西纳其会员来了 诸位 我觉得海王公司 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位置 杨会长又提醒了一句 啊 很多脑筋赚得快的 已经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西纳会员 而是填补金星留下了的空白 海王公司 这是要踢走金星反客为主啊 这 这合适吗 很多人有转过来了念头 其实他们这个圈 大部分都是先买货的老板 很少有生产商 海王若是进来了 那就成为了他们的伙伴了 以后从海王拿货 岂不是更方便了 再者说 金星走了更好 没了他在 大家赚得更多 我觉得陈老板很合适 对对对 海王公司实力雄厚 今年出产的三期 人家占了一半 他不合适 谁合适 我举手欢迎海王 咱们协会更加的繁荣昌盛 我提议陈老板为协会的会长 大家赞不赞成 众人纷纷转过念头 开始歌颂海王 没办法 现在是卖方市场 人家海王手里有货 当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金城牛逼不是 人家不卖给你 你就干瞪眼 再者说 海王的体量的确很大 几乎可以影响整个三期市场 吸收这么一个会员 对大家都有好处 至于杨会长 呵呵 金城既然滚蛋了 那他们扶持起来的会长 自然要滚蛋 杨会长一脸尴尬 他就是个傀儡 一切都是这帮老板说了算 眼下这帮老板有求于陈阳 让他当会长 杨会长自然有些不适滋味 如果陈阳点头了 那他以后怎么办 诸位 陈阳也站了起来 笑道 承蒙杨会长和大家看得起 我陈阳要是不应下来 那是不给大家面子了 我陈阳愿意加入协会 当然了 我是外地人 也出来乍到 会长什么都不敢想 能为协会一份子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会长吗 自然非杨会长莫属 杨会长一张老脸 马上笑成了鲜花 这年轻人 有勇有谋 还知进退 能处 欢迎陈总成为协会的会员 我宣布陈老板为协会的副会长 大家热烈欢迎 杨会长打折随棍上 赶紧把这事给落实了 免得待会又有人起妖娥子 哗啦啦 大家卖力的鼓掌 只要陈阳肯入会就好 至于其他的 都好说 陈阳也站了起来 笑着向大家鞠躬 接下来 该谈谈正经事了 大家都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海王最终跟各大老板达成了协议 陈阳以略地于市面上的价格 把处理了九成的库存 事后 大家皆大欢喜 临走前 杨会长还亲自跟车 把二人送过来 暗暗地给陈阳表了忠心 第二天 除了陈阳预留下的一城货外 其余的 都已经被各大老板给搬空了 要知道 这时候的三七整体价格 已经比来的时候翻了一番 这才三个来月 可谓是大赚特赚了 赚钱了 自然要分红 陈阳把众人都叫过来了 小会计留会巴拉巴拉地开始算账 买了多少鲜货 开了多少员工工资 水电费交了多少 收了多少成品 亏了多少辅料费用 场地费又给了多少 一番算下来 除去成本 人员工资 水电费用 经纪人手续费 和前段时间卖辅料的亏空等等 公司利润 净落五千多万 不瞒这个合伙人 要拿走三百五十万的分红 大妹和阿虎 每人也有五十万左右 皆大欢喜 剩下的 就是陈阳和大老刘的了 按照之前的约定 陈阳和大老刘 这个两个主要的投资人 是五五分账的 二人各自分四千五百五十万的利润 但陈阳 想要剩下的库存 多花了大几百万 买走了剩下的一成库存 这下大老刘 投资六千万 净落三千多万 陈阳投资七千万 净落一千多万 外加一千万的三期库存 公司账肯定不是这么算的 比这复杂得多 而且要想把分红拿回去 还要交个人所得税等等 小说而已 大家不必较真 大老刘有些不好意思了 非要再给陈阳 二三百万的好处费 刘哥 你这是看不起我啊 陈阳哭笑不得 说好了 二一天做五 那就是二一天做五 他又岂能占大老刘的便宜 兄弟 主意是你出的 一切事情都是你干的 我就投了俩钱而已 刘哥 你要认我这个兄弟 就啥也别说了 以后咱们有的是赚钱的机会 不是 兄弟 你有些亏了 当哥哥的过意不去啊 我也没亏 不是还有货吗 这些货 你可都是按成本价值给我的 说起来 我还赚了便宜呢 大老刘见陈阳有些生气了 也就不提着查了 心想如何补偿一下这个小兄弟 这就对了 陈阳笑眯眯的看着大老刘 钱 可以赚 但可靠的朋友不好找 大老刘是个可靠的朋友 陈阳这一事 要想干大的 离不开朋友们的帮忙 老弟你牛逼 果然是一把就赚回来了 大老刘翘起了大拇指 去年他在贵省吃了大亏 损失了两千多万 陈阳安慰他说 以后有机会合作 保准让他赚回来 大老刘虽然相信陈阳 但也觉得赚回来有些玄乎 但现在 不仅把去年的损失给找回来了 还多赚了一千万 这算个啥 陈阳有些不以为然 赚钱 小事而已 现在他的心思 早就不在赚钱上了 老弟 之前我那个提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大老刘笑嘻嘻地问道 什么提议 陈阳愣了一下 当我女婿啊 你看我女儿要个头有个头 要脸蛋有脸蛋 还是研究生 我就这个女儿 你要是当我女婿 那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滚 再也不滚 老子翻脸了呀 我走 我走 你考虑一下啊 稳专不赔的 好容易赶走了 喋喋不休的大老刘 陈阳忍不住捏了捏鼻梁 这个大老刘 老子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占我便宜 娶了刘雨童 岂不是比他矮一倍了 不过 四个要求啊 也挺好的 不成 不成 绝对不成 一想到大老刘 见兮兮的教自己女婿 陈阳就有些受不了 当了一辈子兄弟 改口教岳夫 陈阳没这个脸 再说了 这货何得何能 当他的长辈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大妹的小脑袋露了出来 大妹啊 有什么事吗 看到大妹 陈阳的心情一下便好了 陈总 我是来谢谢你的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钱 大妹慢吞吞的 来到了陈阳的面前 李家虽然身价百万 但那也是李山喜的钱 这五十万 可是大妹自己的 谢什么 陈阳笑了笑 这都是你应得的 以后只要好好地干活 钱绝对会越赚越多 大妹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做事很认真 人也灵活 把三个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 把生产任务交给她 陈阳也十分地放心 哦 大妹也点了点头 大妹啊 咱们是朋友 有什么话就说吧 还有以后没人的时候 就不要陈总 陈总的了 陈阳看出了大妹的居数 只是朋友吗 大妹有些漫不经心 去年在贵省的时候 她觉得跟陈阳的差距并不大 努力追一下 应该能够赶得上 可现在陈阳越走越远 而她已经被人家远远地甩下了 小妹妹觉得 二人之间的距离相差越来越远 她已经没有信心再追上去了 陈阳 我要回去了 大妹眼神中闪过一阵黯然 放假了 自然要回家了 李叔那边给我待个好 好久没见她老人家了 记着八月底的时候 要早些回来 东三七该收了 陈阳也不以为然 不 大妹摇了摇头 道 不 这次回去 我就不会再过来了 啥 陈阳猛地站了起来 大妹可是她现在不可或缺的帮手 她要是走了 厂子里这一摊是怎么办 大妹啊 现在厂里离不开你啊 工资啥的都好说 我爸说 女孩子在外面跑 终究不是办法 她想让我回去 怎么能说是在外面跑呢 车间里多好啊 不用干活 累了还可以在办公室休息一下 你看 你在这里三个月 断得比你八干一年多多 陈阳开始挖空心思地挽留大妹 这个厂子 大妹能替她分担一半的担子 至少生产这一块 不用她操心 你 舍不得我走 大妹试探着问道 是离不开你 陈阳敷衍了一句 舍不得和离不开 其实是两回事 那好 大妹眼睛一亮 道 我可以不走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妹妹明显误会了 什么条件 陈阳试探着问道 太离谱的事情 她可不答应 以后每周要陪我吃顿饭 带我出去玩 大妹提出了一个问题 答应答应 陈阳点了点头 这也算什么 太廉价了吧 就当红小妹妹完了 或许时间长了 大妹就会成熟了 谢谢你 大妹纵身入怀 在她脸上清了一下 红着脸跑开了 陈阳愣了半想 抹了妈脸上的口红 接着 趴给了自己一巴掌 操 第二天 陈阳刚刚起来 就听到外面一阵喧闹 怎么回事 陈阳穿上衣服 抹了把脸 推门出来了 院子里站了两个警察 布曼正在跟他们说什么 布曼 出了什么事了 陈阳快步地走了过来 陈总 出事了 布曼脸色有些尴尬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说 你就是海王公司的 总经理陈阳 是的 我是陈阳 刘东谋是不是 海王公司的副总 是啊 他出了什么事 陈阳这才想起来 昨天晚上没见 大老刘的身影 心中未免有些担忧了 刘东谋涉嫌强 妇女 现在被积压在我们所 我们过来 就是告知你们一下 你们马上通知家属 啥玩意 看到告知单 陈阳有些傻眼了 要说这伙嫖娼被抓 他倒是性几分 但要说强 妇女 有些不至于吧 再说大老刘 有的是钱啊 啥样都找不到 不过陈阳也不敢肯定 这玩意兴致上头了 强推良家 也未必不可能 总之 这事有些棘手 陈阳想都没想 回到了办公室 然后拿了一点钱 跟布曼一起 坐上公司的车网 派出所赶 路上 陈阳一脸严肃地 对布曼说道 发动你所有的人脉 去找这个女人 一定要找到 所有费用我出 这可不是个小事 一旦罪名确立 大老刘肯定会坐牢的 陈老板 我明白 布曼点了点头 开始打电话找关系了 陈阳想了想 又给巴图打了个电话 让他帮忙想想办法 接到电话后 巴图二话没说 马上开始找人找关系 一路上 陈阳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给杨会长打了个电话 现在海王公司 已经是协会的绝对后台 各位老板都指他发财 对他自然是恭恭敬敬敬 杨会长也成为了 陈阳的应生虫 这货在当地 混了多年 人脉关系什么的 应该也有点能用的 本正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的原则 陈阳还是找了他 让他帮忙 到电话后 杨会长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忽然问道 陈老板 刘老板应该是被人下套了 下套 陈阳双眼眯了起来 你是说 京城公司 最近他也就跟京城公司的 京星结院了 京星临走前还放出话来 要他付出代价 这个 我暂时还不能肯定 总之还是先找到那个女的再说 关键就在这个女的身上 不愧是当了多年会长的人 老杨看得很通透 那好 你马上找人 一切非用我出 好 不过陈老板 您还是先找个律师 否则您过去 也是见不到刘老板的 杨会长提了个建议 我都糊涂了 陈阳暗骂了自己一句 人家警察过来是告知 而不是请他过去问话 他去了也见不着人 我给您举荐一个厉害的律师 业务能力很强 法院的法官见了他都头疼 马上联系这位律师 多少钱都行 好的陈老板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您也不用担心 如果是下套 那肯定就会有人找咱们的 派出所门口 巴图早就过来 看到陈阳急忙迎了上来 怎么样 进不去 里面的警察说 现在是审讯阶段 不能见人 不过律师可以进去 律师啊 陈阳摸出电话 正想跟杨会长打个电话 这是一辆车 停在了派出所门前 杨会长领着一个 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陈老板 这位就是方律师 笔人方清浦 是清浦律师所的律师 方清浦递给陈阳一张名片 方律师您好 我叫陈阳 里面的是我朋友 陈老板 不用说了 刚才老阳已经告诉我了 现在咱们谈谈价格吧 只要能把人弄出来 钱的事情好说 不不不 清浦律师所收费公开 同所无期 先谈价 再办事 方清浦一脸微笑地看着陈阳 这货 真的靠谱 怎么瞧 多像是奸商一般 陈阳心中忍不住有些嘀咕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方清浦拿出一张表格 不好意思 带请律师只能是嫌疑人的亲属 或者是监护人 合伙人不行 方清浦直接收起了表格 方律师 方律师 杨会长有些傻眼 赶紧说道 他的家人在卢省 现在根本赶不过来啊 那就给他亲属打个电话 代为委托 这是必要的程序 方清浦笑容不变 陈阳有些惆怅 这种事情怎么能通知家属吗 要是让大佬刘的老婆知道了 那还不得闹起来 方律师 通融一下 通融一下 杨会长陪笑道 对不起 方清浦笑道 规矩就是规矩 不能违反 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就走了 对了老杨 记得给我报销油钱 和务工费啊 说着转身就要离开 这货还真是现实啊 不是这是律师吗 众人的都有些傻眼 等一下 陈阳扯住了方清浦 咬牙道 给我十分钟 说着摸出电话 钻进了汽车 迟疑了几秒钟 陈阳还是拨通了 刘雨彤的电话 大佬刘的老婆 她不能找 只能找刘雨彤了 希望这丫头 给我打电话了 呵呵 是不是打错了呀 我师姐那边 可是眼巴巴的 等着你的电话呢 我跟你说啊 我师姐这段时间 查不思犯也不像 就抱着个手机 偶尔还会发呆 刚接通电话 刘雨彤就巴巴巴巴的 说个不停 陈阳眉头猛跳 急忙道 雨彤啊 我有事情找你 这姑娘好像 就是个话匣子 一旦让她说下去 那就没她说话的空了 什么事说吧 你爸 他 出事了 什么 我爸出事了 他出什么事了 撞车了 还是摔着了 伤得重不重 刘雨彤的语气 也变得急促起来 看得出来 他还是很关心 大老刘的 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也没摔着 就是遇到了点麻烦 嗯 现在被关在派出所 什么 被抓了 他是嫖娼了 还是强奸了 阿佩 老不正经 活该 陈阳 知父莫弱女 刘雨彤那是一语重地 大老刘还真 被他给说中了 还真是强奸啊 我记得是三年起步吧 得 我说是毕业之前 恐怕是见不着他了 雨彤 我知道刘哥这个人 平时有些那什么 不过这次恐怕 是被陷害了 得了吧 我不知道他 见了女人 就像是闻到兴气的猫 他被陷害 不不不 雨彤 你恐怕真的误会了 陈阳简单把海王 跟京城的恩怨 解释了一遍 现在 他唯一怀疑的 就是京城了 你爸可能被吓套了 这应该是我们的 竞争对手干的 吓套 你怎么没中招 为什么偏偏是他 陈阳无语 老子洁身自好 能跟你爹相比吗 算了 算了 怎么说 他也是我店 我跟导师请个假 马上去晕上 这个不着急 现在我要给你爸请律师 必须要得到亲属的委托 过了一会儿 陈阳拿着电话出来 把电话交给了方清浦 方清浦跟刘雨彤说了一阵 然后挂了电话 陈先生 刚才我已经跟闲员的女儿 通过电话了 他让你全权代理 委托律师的事情 这是一份 我们律师所的收费表 你先看一下 待会咱们再签委托协议 当然鉴于你的身份 还要再签订一份 代委委托协议 看到收费表 陈阳眉头直跳 明事案收费什么价 有赔偿的话 按照赔偿的金额 抽取佣金 离婚分割财产什么价 还要获取财产总额的 百分比抽成 刑事案什么价 争取减薪什么价 保外就医什么价 写的是清清楚楚 更离谱的是 探视一次要收费五千 还要报销一英的费用 这货他们真的是律师 陈阳心中有些嘀咕 但为了大老刘 还是点了点头 很好 方清浦拿出一张表格 放在了陈阳的面前 确认无误的话 就签字吧 这个案子是刑事案 先交一万块钱的保证金 然后 我现在要探视嫌犯 要交五千块的探视费 另外来这里的邮费 水费 烟费 服装费 道具费 第一次探视 需要详细了解案情 中午估摸着要在外面吃饭 还要找个地方休息 还要有餐费和休息费 看在老杨的面子上 我给你打九折 就九百块钱吧 陈阳额头轻轻爆起 这他妈什么都没干 就开始收钱了 还打九折 要不要点碧莲 要不是杨会长夸下了海口 说这个方清浦 连法官都头疼 他才不会让这货来呢 陈阳深吸了口气 伸手在合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大老刘 忍了 合作愉快 方清浦微笑着收回协议 然后 伸手要钱 陈阳强忍着怒气 从车里拿出了 一万五千九百块钱 递给了方清浦 方清浦眼睛 眯成了一条线 伸手接过钱 一张一张地数了起来 数完一遍后 放进了皮包 还给陈阳开了一个收据 方律师 钱我给了 事情要是办不好 陈阳冷笑了一声 陈先生 你在威胁律师吗 方清浦笑着看了陈阳一眼 不是威胁 陈阳淡淡道 钱 我有的是 我只希望这钱花得值 陈先生 方清浦笑容不变 知道我的收费表上 为何没有二审三审的价格吗 陈阳愣了一下 有些摸不着头脑 方清浦转身走向派出所 到了门口 他回头笑道 因为我接的活 用不着二审 等消息吧 很快就能出来 卧槽 这律师 好骚啊 看着扬长而去的方清浦 众人无不目瞪狗呆 陈阳也是头皮发麻 原来律师也能这样骚 长见识了 陈老板 别见怪 方律师就是这样 不过他的业务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杨会长急忙解释了几句 但愿如此 陈阳也稍稍松了口气 既然对方这么自信 应该有点东西吧 陈老爹 巴图走了过来 低声道 我找朋友打听到了 那个女人信息了 在哪里 陈阳精神一阵 那女的姓张 23岁 某公司的文员 据同事反馈 平时挺老实本分的 他怎么跟大老刘搞在一起了 这个还不清楚 只知道这个女人半夜 打电话报案 说是被抢了 然后老刘就进去了 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女的 这个不好办 接受了调查以后 这个女的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巴图也一脸无奈 陈阳捏了捏鼻梁 这都什么破事啊 不过朋友出事 他必须要挽救啊 请律师是一方面 这安抚受害者也是一方面 先做两手准备吧 巴图大哥 你再辛苦辛苦 查查这个女的社会关系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线索 最不计也能找个人递个话 陈阳还是怀疑大老刘被吓套了 在他印象里 大老刘是风刘 但不吓刘啊 我试试 巴图摸出电话 开始联系人了 陈老板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杨会长凑了过来 说吧 陈阳心情有些不美好 你也知道 金星以前跟我关系很好 那次从那海王场的试别后 他就开始调查你和刘老板了 这个人我很了解 心眼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是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杨会长这是打算表忠心 反正以后三七的事情 多半是海王说了算了 他自然要向新主子投诚 要不 我给金星打个电话 摸摸点 如果真的是他干的 肯定会有条件的 杨会长试探着问道 也好 陈阳点了点头 道 那你就摸摸他的底 杨会长点了点头 去打电话了 谁知杨会长一脸打了几个电话 惊心都是关机 打办公室的电话 无人接听 这是彻底的把他亮起来了 陈阳更是焦躁 不停地走来走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方清浦才诗诗然走了出来 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方律师 怎么样了 老刘究竟是什么情况 陈阳急忙迎了上去 方清浦台湾看了一下表 笑道 咱们找个地方谈吧 昨晚上七点钟左右 受害者与嫌疑人 在新世界娱乐城认识 有目击者称 嫌疑人似乎是主动搭讪 受害者有些爱理不答 八点钟 嫌疑人扶着受害者走出娱乐城 上了一辆出租车 据当时的监控反应 受害者似乎喝醉了 八点二十分 受害者被嫌疑人带进了XX酒店 并住进了同一间房 半夜三点钟 接到了受害者的电话 说是被人灌醉了墙了 警方马上出动 将嫌疑人抓获 带回问话 今天早上八点钟 警方正式对嫌疑人单位 进行了告知 听到方清浦的描述 众人一脸蒙逼 不是 谁让你说这个的 他们只想知道 大老刘是怎么说的 他有没有被陷害 方律师 我想知道 陈老板 我现在得到的信息 就是这样的 能告诉你的信息 也只有这么多 陈阳皱了皱眉 伸手从皮包里拿出来 一万块拍在了桌子上 哎呀 我已经跟当事人谈过了 他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无辜的 双方是自怨的 不存在什么强迫 不过呢 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现在是事实最证据在 他的供词 是没有用的 而且现在的证据 对他极为不利 啪 又是一万块 拍在了桌子上 陈老板放心 既然我方某 接了这个案子 就会对当事人负责 全力保证他的利益 比方说判十年的话 可以给他争取五年三年 判三年的话 进去一年 给他争取保外就医 陈阳嘴角一阵抽搐 从包里 拿出最后一叠现金 放在了桌子上 三万 这已经他带来的 全部现金了 方清浦笑着 把钱收进了包里 这个案子 还是有很多一点的 第一 受害者是个良家 据调查 很少去娱乐场所 为什么会突然 出现在娱乐场所 第二 根据当时的监控反应 受害者在娱乐场所 唯一接触过的人 就是当事人 这不免有些巧合 第三 二人在包间出来的时候 有服务员看到 他们有说有笑的 但上车的时候 受害人就有些喝醉了 这着实难解 其次 入住酒店的时候 前台接待 曾经问过女人的身份证 女人能够清醒地拿出 这就说明 他应该知道 来了什么地方 其五 警方在事发酒店房间 搜出了很多 用过的那啥 这说明当事人 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年纪 当真难得 众人险些喷了 前几条听的 还是那么回事 后一条 你是来搞笑的是不是 方律师 记 然发现了这么多的疑点 是否可以确定 双方是自愿的 杨会长问了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不好意思 这些只是疑点 不是证据 根据现行法则 违背女子意愿 都可视为强迫 打个比方说 二人腻歪了一整天 只要人家说停 那你就得停 不停 这就是违背女子意愿 这就是犯罪 方清浦依然嬉皮笑脸 那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把之前的疑点 做成证据 那对判决也没有什么帮助了 布曼有些失望 作为二人的经纪人 他自然不想看大佬流出事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方清浦笑容依旧 陈阳有些不耐烦了 拿出一张五万的支票 放在方清浦的面前 既然有陷害的嫌疑 那就必须彻查到底 还兄弟们一个清白 方清浦眼前一亮 但他们碰上的是方某 这案子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强迫这一点下手 查明白究竟是强迫还是自怨 另一个可以从受害方面下手 搞明白究竟是受害 还是半推半就 这事情要调查 调查 陈阳站了起来 又拿了一张二十万的支票 递了过去 方律师 这件事就交给你 只要能还我朋友的清白 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从多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 大老刘应该是被陷害了 只要能还大老刘清白 陈阳愿意花钱 多少都没关系 方清浦看了陈阳一眼 忽然笑了 陈老板 你给的价格 足够把对方送进去了 要不我继续使使劲 把对方的律师也送进去 牛皮 实在是牛皮 众人无不感叹 见过牛皮的 没见过这样牛皮的 不过 方清浦还是把支票推给了陈阳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如果你朋友真的是清白的 我会帮他打赢 如果 他不是 我会让他多判几年 方清浦收起了自己的东西 耸耸肩 忘了告诉你 我最讨厌的就是强迫犯 没什么技术含量 白白了诸位 方清浦扬长而去 杨 杨会长 你从哪里找来的这货 八图嘴角抽搐 他活了这么大 还怎么见过这么嚣张的律师 脱了这层皮 比流氓还像流氓 你收钱就是收钱了 但打不赢 还要把人多判几年 有你这么干的吗 啊 杨会长也有些尴尬 这方律师 收钱 好像有点多 他的业务水平绝对是这个 这个案子交给他 陈老板您就放心吧 其实他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 认识了方清浦 只听说他打官司很厉害 法官见了他都头大 但对于这个人的了解并不多 今天也算是开眼了 没关系 陈阳却眯起了眼睛 小张不要紧 关键你得有真本事 收钱很也不要紧 干这想吃这饭 你想要我愿给 没毛病 但事情得干得漂亮 不求能减多少罪 但求能正清白 不被冤枉 这个律师很不错 有底线 有自己的标准 刚才不是说了吗 只要大佬刘清白 他就会打赢官司 这就是底线 如果不清白 给的钱再多 人家也不要 还要多判几年 这倒是让陈阳 稍稍有些放心 案子上的事情 交给方律师 私下的事情我们来 请大家发动一下 自己身边的人 用一下自己的关系 一定要找到这个受害人 拜托了 陈阳居了一躬 忙活了一天 陈阳拖着疲惫的身躯 再次回到海王公司 大家都还没有离开 布曼 巴图 杨会长都等着他呢 陈老板 惊心跟我回电话了 他说自己也是 刚刚听说刘老板的事情 作为同行 他十分的同情 他还说自己有门路 陈老板要想把人捞出来 不过是有条件的 杨会长站了起来 呵呵 巴图冷笑了几声 这特帽不是贼喊捉贼吗 不是这货干的 我把头拧下来当球踢 巴图跟大佬 刘十几年的交情 看到好朋友被陷害 自然是气愤不已 他有什么条件 陈阳问道 杨会长犹豫了一下 道 他想要海王加工厂 什么 布曼愤怒地站了起来 道 陈老板 不要上他的当 他这是巧取豪夺 呵 陈阳冷笑了一声 道 也就这点出息吗 如果换了 他干这事的话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开口 一定要让对方求上门来 刚刚把人弄进去 接着迫不及待 来谈条件了 还是年轻啊 这么看来 这个精心不足为虑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 如何让大佬流脱罪 那个女的有消息了吗 陈阳重点关注的是这个消息 大佬流能不能脱罪 关键就在这个女人身上 从各种迹象上来看 这个女人 很可能故意给陈阳下套 方律师已经找到了 正在跟进之中 杨会长低声道 很好 陈阳揉了揉眉头 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方清浦虽然看起来有些骚 但本事肯定是有的 都忙活了一天了 大家都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陈阳摆了摆手 众人这才散了 陈阳摸出香烟 点了一根 然后吐了个烟圈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陈阳 刘慧带着刘雨彤走了进来 刘雨彤当天就坐飞机过来了 是刘慧把她接了过来 二人一直都在这里等着 雨彤 你来了 陈阳站了起来 把烟头掐灭了 她现在怎么样啊 还在侦查阶段 我们见不着 不过已经找了最好的律师 哦 刘雨彤不说话了 虽然她在电话里 没心没肺 但真正面对这件事 心中还是有些担忧的 你不用担心 按照律师的分析 你爸被陷害的那一方面居多 我担心 我担心个屁 我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念 居然摊上了这种父亲 刘雨彤自嘲 因为大老刘的风流运势 刘雨彤没少被人嘲笑 刘慧看了妹妹一眼 微微摇了摇头 陈阳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希望大老刘逃过此劫后 能够收心养性 好好做人吧 刘慧 让厨房给雨彤做点事的 陈阳吩咐道 不料 刘雨彤摇了摇头 她实在是没什么心情 三人就这么坐着 好消息吧 明天或许就有好消息了 陈阳宽慰了刘雨彤几句 刘雨彤点了点头 厂子里有很多单身宿舍 是给管理人员提供的 陈阳让刘慧的给刘雨彤找了一个新宿舍 把她安顿下来 走的时候 刘雨彤忽然叫住了她 陈阳 她 不会有事吧 小姑娘眼圈红了 不会的 陈阳摇了摇头 刘雨彤看着她 目光闪过一阵柔色 咬牙道 我相信你 第二天一早 有两个消息传来 第一个消息 是方清浦已经找到了受害者 正在例行接触 不过对方拒绝见面 第二个消息 是一帮人在派出所门口 拉起横幅 要求严惩强奸犯 两个消息都不太好 陈阳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陈老板 金星那边又传过话来 说是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以后神仙都救不了了 杨会长忧心忡忡地说道 呵呵 陈阳冷笑了一声 金星这货 还真是沉不住气啊 这就开始催促了 也对 这家伙害怕自己真的 不管大老刘的死活 到时候什么也捞不到不说 还要面临着海王的报复 先不理他 陈阳大脑开始运转了起来 现在基本上 已经确定了大老刘 是被这个姓张的女人给陷害了 姓张的女人 宁愿自无名声 也要把大老刘送进去 多半有什么把柄 落在了金星手上 如果能够查到 二人之间的联系 或许可以作为新的证据 把咱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告诉方律师 让她从这方面下手 陈老板放心吧 我已经说了 方律师那边 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 正谈论期间 一个陌生的电话 忽然响起 喂 哪位 陈阳 我是文蕊啊 听到这个声音 陈阳愣了一下 居然是文蕊 还真是意想不到啊 文小姐有什么指示 呵呵 陈老板 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现在云省 谁不知道海王 谁不知道你陈老板 拜你所赐 我现在啥也不是了 文小姐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哎 别挂啊 嘻嘻 我听说 我早说过这老家伙 不检点 将来肯定会吃大亏的 文小姐 你是专门打电话 过来嘲笑一番吗 陈阳有些不爽了 大老刘是行为不检点 但那也是他兄弟 不用你来冷嘲热讽 呵呵 你误会了 老刘怎么说 也帮过我 现在他出事了 我又怎能袖手旁观 我虽然被排挤出 文家的权力中心 但在这边 还是有些关系的 是你的意思 还是强哥的意思 陈阳问道 既然文蕊知道了这事 钱正强多半也知道了 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陈阳心中冷笑 好了 好了 不逗你了 是钱正强的意思 他打电话 让我过来帮忙 现在 你有没有时间 找个地方咱们聊聊 好 陈阳说了一个地点 拿起公文包就要出去 场子里有四辆车 一辆商务 一辆轿车 剩下的是货车 商务已经被开出去办事了 货车司机也都休假了 陈阳拉开轿车的 车门正要出门 副驾驶上 忽然多了一个人影 正是刘宇童 宇童 你跟着干什么 陈阳诧异的问道 我听到你刚才跟人家打电话了 是钱家的人来了吗 我爸跟钱家的关系很好 他们若是出手的话 我爸一定有救了 陈阳淡淡一笑 恐怕没这么简单 不过 刘宇童跟着也好 免得文蕊这个女人 又起什么幺蛾子 陈阳 会不会开车 刘宇童 小瞧我呀 我十六岁 就考过驾照了 八年老司机了 陈阳 那好 老司机来开车 刘宇童 你有没有点风度啊 怎么让一个女生开车 你自己怎么不开 陈阳 还没驾照 刘宇童 来到餐厅的时候 文蕊早就等在那里了 陈阳带着刘宇童走了进来 文蕊的目光一下 被刘宇童给吸引了 漂亮 高挑 身材也很好 更关键气质也很出众 相较之下 文蕊就有些失色了 几日不见 陈总居然找个漂亮的小命 泽泽 我那清洁药是知道了 恐怕要生气了 文蕊细谑地看着陈阳 别胡说 这是老刘的女儿 陈阳皱了皱眉 虽然他不怕文蕊摆弄是非 但有些事情还是解释一下的为好 免得传到文青耳朵里 引发不必要的事情 老刘的女儿 文蕊也有些惊讶 上下打量了刘宇童几眼 脸上露出了惊艳的神色 你好 我叫刘宇童 刘东某是我爸 刘宇童简单做了自我介绍 妹子你好 我叫文蕊 是你爸的朋友 文蕊也客气地 招呼二人入座 文蕊姐姐 你既然是我爸的朋友 那就请你帮帮他吧 刘宇童急切地说道 虽然他对这个老子各种看不上 但毕竟血浓于水 现在父亲出事了 当女儿的还是很着急的 哈哈 文蕊笑了笑 不置可否 初见大老刘的女儿 他很是惊艳 但这姑娘一说话 立刻就露线了 还就是个孩子 忙自然不能白帮忙 只是有些话不方便 当着刘宇童的面说 宇童 陈阳摸出一张钞票 递给他 笑道 帮个忙 给我买一盒烟来 刘宇童看了陈阳一眼 朽眉青醋 有些不解 这都什么时候 还让他买烟 不过在外人面前 他还是给陈阳面子的 顺从地接过钞票 出了餐厅 文小姐 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陈阳摸出了香烟点了一根 那好 我就直说了 老刘的事情 我能帮 也能解决 毕竟我也跟他朋友一场 什么条件 陈阳有些不耐烦了 他就知道文蕊 肯定没那么好心 所以才只走了刘宇童 我要他在海王的股份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在云省的合伙人 这是强哥的意思 钱正强财大气粗 自然看不上这一点 但我不行啊 我现在一无所有 得找点财落啊 说起来 还都是因为你 你要对我负责哦 文蕊凑了过来 毫不顾忌地挤压着陈阳的手臂 陈阳不动声色 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点小钱 文小姐也瞧得上 文蕊也不生气 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 海王虽然刚刚开业 可势头很厉害 刚站住脚就左右了行情 我很看好 放心吧 海王是你的 以前怎么样 今后也怎么样 我就安心地分点钱 不插手你的经营 看起来十分的美好 有文家的人做合伙人 比大老刘可强多了 不过 陈阳嘴角露出了冷笑 我没有换合伙人的习惯 这个我也不能答应 陈阳 文蕊笑了笑 翘起了二郎腿 首先呢 我是尊重你 才来跟你商量 否则我就可以直接去找刘家的人了 其次 现在老刘的处境很不妙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得罪了谁 最后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除了我 谁也就不了老刘 包括钱正强和清姐 或许清姐以前没问题 现在他就有顾忌了 陈阳愣了一下 刚才他还真有找文卿解决的念头 都是文家的人 文蕊能用的关系 文卿自然也行 不过 听文蕊这么说 他这才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其实我也可以不理会大老刘的死活的 他进去了 一切都是我的了 陈阳忽然说了句 呵呵 文蕊笑了 接着缓缓地站了起来 伸手在他胸前点了点 你不会的 我了解你这种人 你是那种 为了朋友两位插刀的人 其实我也恨 恨当初 为何先遇上你的是清姐 而不是我 否则 坐在华东分公司 总经理位置上的就是我了 他挺起了胸膛 挑逗道 你觉得 我比清姐差吗 文蕊跟文卿的区别就是 一个能照得住 一个照不住 当然了 至于文蕊 能不能照得住 陈阳没有什么兴趣 他只关心大老刘的事情 背后的人是谁 云药还是广药 不用打听了 你忍不起的 你真觉得一脚插进云省 就能左右 药材的价格了 呵呵 陈阳你还是太年轻了 文蕊思条慢理地说道 陈阳不说话了 说来说去 这根源 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大老刘 不过是撞在枪口上而已 这样吧 我只在这边待三天 三天以后就会离开 想明白了 就来找我 等你哦 文蕊递给他一张名片 拿着手包离开了 陈阳揉了揉太阳穴 这 看来真的是麻烦了 原来觉得是京城的报复 现在看来 远远没这么简单 仔细想想 也是这个礼 强龙不压地头蛇 海王一进云省就反客为主 把控了三期的价格 这边的大佬自然不高兴了 无论什么时候 都少不了这种麻烦啊 陈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做生意本身就是跟人争利 你不争 哪来的利润 刘雨彤这会儿 拿着烟过来了 人呢 他左右看了看 哪里还有文蕊的身影 走了 陈阳淡淡地说道 他能帮忙吗 能是能 陈阳摸起桌上的烟 点了一根 下半句他没说 人家是有条件的 而且要的是你们刘家的股份 刘雨彤粗之大业 自然没听出来陈阳的意思 能帮忙就好 能帮忙就好 小姑娘也放心了下来 文家的人出手 他爸爸应该没什么事情了吧 转头看到陈阳的烟盒和打火机 小姑娘明显愣了一下 你这不有烟吗 为何还要让我出去买 刘雨彤有些不解 这不白跑一趟吗 关键他还错过了文蕊 要是他在这里的话 可以好好地求求文蕊 说不定人家更卖力 陈阳看了他一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姑娘还真是傻得可爱 看来并没有遗传到大老刘的精明 研究生啊 都这么没眼力尽吗 算了 他接过刘雨彤买的烟 笑道 我就喜欢抽这种烟 说着 把之前的烟盒丢进了垃圾桶 哦 刘雨彤点了点头 暗暗地记下了 原来这家伙 喜欢抽滑杂 一整天的时间 陈阳就在办公室里待着 哪里也没去 案件的进展 也不断地传递了回来 方清浦见受害人 受阻 调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 也没发现任何一点 受害人跟京城公司的人 没有任何的交集 经济上 也没有任何的往来 另外 官方的进展十分顺利 各种证据收集的也很齐整 马上就要进入公诉环节了 杨会长等人 也通过渠道 跟受害人的家属接触过了 人家一口回绝和解 主张把强奸犯绳之以法 一条条反馈回来的消息 都不太美妙 陈阳缓缓地站了起来 其实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他对正常的程序 就不抱希望了 既然人家处心几率的下得套 就不可能让你轻易地找到破绽 方清浦虽然骚 但也只是律师 不能左右警方的调查 再说了 现在的证据 的确对大佬刘不利 刘宇彤这两天沉默不语 偶尔还会抹泪 但这姑娘比较懂事 在陈阳面前 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七线眼瞅着快到了 但各方面都没有丝毫的进展 这件事归根结底是海王闯的货 大佬刘不过是在不恰当的时间 不恰当的地点 跟不恰当的人 约了一个不恰当的泡尔姨 钱的事情是小事 大佬刘真的进去了 陈阳一辈子心难安 今天必须要解决 否则大佬刘说不定真要舍了 陈阳犹豫了一阵 还是来到了文蕊下榻的酒店 在房间前敲了敲门 门开了 露出文蕊娇称的笑脸 想明白了 他就穿着睡袍 头发还沾着水珠 似乎是刚刚洗过澡 股份可以给你 陈阳最终决定妥协 钱和兄弟哪个重要 当然是兄弟 钱没了可以再赚 兄弟绝不能出事 这是陈阳的底线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 文蕊打开门 请陈阳进来 这里是个大套间 装修得十分高档 文蕊转身拿了一瓶酒 给陈阳倒了一杯 然后坐在沙发上 这下春光大路 文蕊端着一个酒杯晃啊晃 似笑非笑地看着陈阳 对玉袍边缘的春色 毫不理会 陈阳皱了皱眉 同样是文家的人 文青身那么的高冷 这个文蕊就有些轻浮了 文小姐 只要你能让老刘免罪 我的股份全部给你 今后 这个加工厂 就是你们的了 陈阳淡淡地说道 思来想去 陈阳决定把自己的股份给文蕊 让他把大老刘的股份卖了 陈阳不忍心 也干不来 只是可惜了 这个刚刚起步的厂子 文蕊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陈阳 然后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看来你还没懂我的意思 那个厂子 才值多少钱 你觉得 我真的缺那点钱吗 陈阳有些不解 不图这个 你非这么大劲干什么 文蕊缓缓地站了起来 双手撑在桌上 悄悄在陈阳耳边说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没有你的海王 还是海王吗 陈阳哑然 文蕊顺势坐在他的怀中 笑道 如果我做你的合伙人 你得到的好处更大 手下海王的发展会更有前景 其次 他忽然舞昧一笑 我们可以经常深入地 交流一下 陈阳哑然 这不仅图他的事业 还图他的人 呵呵 还真是贪啊 文蕊见陈阳没有说话 开始撒娇 抱我去卧室 陈阳将他抱了起来 来到了卧室 然后扔了出去 文蕊惨呼了一声 好在床垫的质量不错 你好 粗野啊 文蕊抱怨道 你有大波浪长头发吗 陈阳似笑非笑地问道 什么 文蕊有些发愣 对不起 陈阳整了整衣服 长头发 你这种没兴趣 说着转身离开了房间 文蕊呆了半想 忽然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 陈阳 你混蛋 你给我等着 出了酒店 陈阳的心情并不美好 如果文蕊只是要钱 要厂子的话 他倒是可以满足 但人家想要让他成为推磨的驴 这一点是陈阳不能忍受的 重生一世 他只想自己做点事情 不想成为谁的傀儡 文蕊这条路算是断了 接下来也只有京城公司那条路了 但陈阳知道 京城公司就是一个傀儡 一切事情都是幕后主人搞的 陈阳没时间等了 他要去找这个幕后黑手摊牌 陈老板 稀客稀客呀 刘老板没来啊 哎呦 你瞧我这记性 刘老板进去了 你说这是闹的 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还这么不小心 京城那可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金老板 废话少说 你让我来 我来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陈阳也不想跟一个傀儡较劲 陈老板 当初你们海王趾高气昂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求我京城的这一天 呵呵 求你 你也配 你是个什么玩意 自己心里没数吗 有什么话赶紧传达 我可没时间听你逼逼 陈阳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点出了金星傀儡的身份 金星脸色马上变得难看了 姓陈的 来到这里了还这么嚣张 信不信老子让你站着进来 横着出去 呵呵 陈阳笑了 摸出香烟 点了一根 悠哉悠哉的土了的烟圈 不说是吧 那咱们就耗着 我这边无所谓 大佬流进去了 一切都是我的 你 要怎么跟上面的交代 一句话直戳金星的心窝 他就怕陈阳不理会 刘东谋的死活 来个破罐子破摔 哼 金星信信道 条件也很简单 场子留下 你们走人 陈阳谈了谭言辉 这个可以谈 不过 我要先见你老板 姓陈的 不要太嚣张了 有什么事跟我讲 金星有些火了 既然要谈 那就好好地谈 跟你谈 你做得了主吗 陈阳轻蔑地看着金星 金星一张 脸清一阵红一阵 有些事情 他的确做不了主 陈阳也不着急 过了一会儿 金星沉不住气了 接着摸出一个电话 然后拨打了一个号码 只听他嗡嗡了几声 把电话放在了桌上 打开了免提 听说 你想跟我谈的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 慵懒的声音 这位先生 都是生意人 搞这种手段 不好吧 陈阳压着火气 陈阳 我知道你跟钱家 和文家都有些关系 但是呢 这里是云省 就算是文家 和钱家的人来了 也得守规矩 这么说来 果然是个大人物了 既然是大人物 何不亮出身份来 也好让我看看 是不是要守规矩 呵呵 告诉你也无妨 我叫白松 是白家的人 白家的人 陈阳愣了一下 还真是个大人物啊 怪不得不 把钱家和文家 看在眼里 白先生 海王进入云省以来 一直都规规矩矩做事情 也没招惹过谁 再说生意场上 搞竞争 各凭手段心机 输赢都无可厚非 你这么干 恐怕有失身份吧 你这是在质问我吗 你们海王算什么东西 刚拐讨上点饭吃 就敢大言不惭 说什么 以后三期的价格 你们说了算 年轻人 做人还是不要太狂的好 陈阳看了京城一眼 看到这四面露的得意之色 心中顿时明白了 这货多半没说什么好话 不过这话 也没冤枉他 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只是还没说出来而已 白先生 想怎么样 我对你那个厂子的 很有兴趣 不过呢 我也不会感情杀绝的 这样吧 你拿出厂子 51%的股份给京城 以后出的特等货 优等货都送到京城 这件事就算了 当然了 如果你肯好好做事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对方似乎觉得陈阳 也是个人才 语气也柔和了几分 陈阳皱了皱眉 这个条件 先不说苛刻不苛刻 只是他有些搞不明白 云药是这里的老大 有免检资格 所产的三期占全国的一半 以云药的底蕴 还用得着海王供货 云药是云药 京城是京城 京城是专做进出口生意的 对象主要是日韩 日韩的客户 对药材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而且他们的钱也好赚 其实云药有一部分特等货 也是专供日韩的 汉方 东药都有咱们文山的三期 白松耐心地解释了几句 呵呵 陈阳笑了 他知道白松是个啥样的人了 妥妥的洋人买罢 好东西都搜罗起来 屁颠屁颠地送到国外 剩下的才给自己人用 上一世 陈阳最恨的就是买办 吃里扒外的东西 白松 狗屁 汉方东药用甜妻做主药 你们恨不得不觉得羞愧吗 老祖宗的东西都成了人家的了 你们还甘之如仪 情愿当狗 为了赚钱 连祖宗的遮羞不都卖了 好 很好 陈阳拿起手机关了免提 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接着关机 走人 其他的可以谈 但这根本不用谈 你们愿意当狗 老子可不没这么不要脸 至于大老刘 走一步算一步吧 陈老板 谈妥了 眼看陈阳走了 惊心急忙走了过来 刚才他可是听得心惊胆战 貌似老板对这个陈阳很欣赏 说话也很温柔 这都是惊心没体验过的 老板要是招安陈阳咋地 把陈阳招安了 他又何去何从 滚 陈阳只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白松是一条日寒的狗 这惊心是狗崽子 看到陈阳冷漠的眼神 惊心吓得一哆嗦 也不敢再问了 万一人家被招安了 以后肯定比自己得宠 小伙子已经开动脑筋 是否要先跟陈阳套套近乎 免得以后人家针对他 这家伙不缺钱 好像也不好色 有些难搞啊 就在这时 他发现手机关机了 接着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是白松的 老板 有什么吩咐 陈阳呢 这混蛋他敢骂我 他 走了呀 给我拦住他 好好地修理一顿 是是是 等惊心揪及手下赶出来的时候 陈阳的车已经跑远了 回到海王 天色已经晚了 陈阳马上召集手下开了一个会 现在不仅仅是大佬刘的事情了 还有随时防备白家的黑手 这里毕竟是云省 是白家的地盘 陈阳让刘慧抓紧时间 检查账目 查缺不漏 免得成为对方攻击的把柄 又让阿虎带着人 检查场里的各种安全设施 该维护的维护 该保养的保养 看到陈阳如临大敌 众人也纷纷投入岗位 好在现在是休工期 机器厂房 什么全都停运状态 老板 出了什么事情吗 布曼匆匆赶来 陈阳略意沉吟 低声把事情说了 白家 听到这个 布曼也是暗暗皱眉 毕竟是云省最大的势力 不过 布曼也不怕 老板 你放心 白家 虽然家大业大 但这里 是我们族的地盘 如果他敢应来的话 我们绝不会让他好过 布曼宽慰了陈阳几句 他的族人 还是相当给力的 上次就让京城的人 吃不了兜着走了 陈阳皱眉 明着倒是不怕 毕竟是法治社会 可就怕对方来按的 大老刘不就是前车之剑吗 这会儿 他已经有些后悔 当面骂人了 我这该死的自尊啊 陈阳无奈摇头 若重来一次 他还是要骂 狗比东西吃里排外 老子就骂你了怎么了 老板 从今天开始 我会多叫一些族人手在场里 另外 你出门的话 最好多带几个人 我有族兄是退伍的 以前上过战场 身手很好 徒手对付五六个人不在话下 上次跟翻斗车司机动手的时候 就是他带头上的 布曼马上把族兄叫了过来 布曼的族兄三十多岁 汉名叫田光 身材十分的魁梧 打亮了几眼 当过兵 什么兵种 侦察兵 上过战场 跟南越干过 命大 没死 陈阳肃然起敬 会开车吗 大小车都能开 坦克都玩过 就是没证 每次考理论都考不过 又一个埋没的人才啊 陈阳马上做了决定 从今天起 你就我的保镖和司机了 每月工资两千 还有一保和设保 谢谢老板 田光正式成为了 陈阳的专职保镖 安顿好了一切 陈阳这才算有了点把握 不过 大老刘那边 恐怕有些难办了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是方律师打来的 对方想跟他见个面 陈阳正好也有事情 跟他商量 就约他在海王公司见面 陈老板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这次的阻力相当大 我所提交的例证 全都被驳回了 现在受害者一方 只有一个要求 严惩嫌犯 方清浦的语气 有些低沉 没了以往的嬉皮笑脸 陈阳心中猛的一沉 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老刘 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方律师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了 陈阳低声问道 方清浦不答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陈阳 他干这行也有些年了 处理的案子 没有一百也有七八十 啥样的鸟没见过 但这个案子的复杂性 还真超出了方清浦的预估 陈老板 你能不能实话实说 你们这究竟是得罪谁了 方清 问道 一般来说 这半推半就的强奸案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谈妥价格 女方翻脸了 另一种是被家人发现了 为了脸面女方不得不翻脸 处理这种案子也很简单 要么接着谈价格 谈到让女人满意 要么给他们的家人谈价格 谈到他们家人满意 但现在的情况是 没人来谈 这让方律师有些无处下芽 而且案子的侦查也很是顺利 各种取证进展很快 就像是专门演练好的 往常只要是方清浦接案子 经办人都会给个面子 但现在 他的面子也不好使了 陈阳略意陈寅 低声把跟京城的恩怨说了 京城算个屁 一个皮包公司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陈老板 事到如今还不肯说实话吗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没必要谈了 方清浦站了起来 方律师请留步 这件事的确是有引擎 陈阳只能把白松的事情说了 这就对了 方清浦点了点头 道 能让他们不给方某面子的 也得是这种实力的人物 呵呵 白松吗 有意思 方律师 陈阳低声道 白松想要海王的控股权 被我拒绝了 你傻呀 白家入股你的公司 你闭着眼睛都能赚大钱 你居然还拒绝 老子有坑把你 方清浦翻了翻白眼 白家可是云省第一大势力 有白家的股份 陈阳的公司 就算是抱上了一个粗大腿了 这家伙居然拒绝 当真是不可理喻 大丈夫 有可为有可不为 给外国人的买办 我陈阳不屑去做 就算赚再多的钱又如何 陈阳摇了摇头 前一世 他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种买办 这一世 让他给买办当狗 死也不会 别说损失一个兄弟 就算是把他自己都折了 他也不会干 方清浦像第一次认识陈阳一般 从头到尾把他看了个遍 哈哈哈哈 有趣 有趣 傻逼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钱不赚的傻逼 方清浦 你要是能干就接着干 不能干就给老子滚蛋 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 陈阳有些不爽了 陈老板 别生气 别生气 我这个人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既然接了这个活 就不会半途而废 方清浦急忙安抚了陈阳几句 事情很明了了 大老刘被抓不过是个影子 目的就是逼迫陈阳让步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方清浦很快就有了初步的盘算 陈老板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案子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什么生机 置之死地而后生 咱们让当事人主动认罪 什么 陈阳惊骇地站了起来 这叫什么生机 大老刘这样认罪了 岂不是进去的更快 不是 你什么意思 让你来是想办法救人的 不是让你害人的 你他们这是出的什么搜主意 陈老板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方清浦手 只轻轻地在桌面上敲击了几下 现在的情况也很清楚 对方想要的是海王 不是刘东谋 他们之所以能够要挟你 是因为随时都能 把你的合作伙伴送进去 你现在拒绝了他们的要挟 那么刘东谋 被送进去的可能性 就是99% 现在我们营救的力度越大 所面临的阻力也越大 要我说 干脆咱们就来个破釜沉舟 让当事人认罪 一旦当事人认罪了 他们也就没有要挟 我们的筹码了 这样一来 无论是后期的营救 还是接下来的谈判 我们都会占据主动权 同时也向他们传递一种态度 陈老板不是一个妥协的人 陈阳皱眉 听着似乎有几分道理 可是 这样一来 大老刘还是要进去 有什么区别吗 呵呵 方清浦意味深长地说道 区别大了 他整理了一下文件 放进了包里 笑道 本来一周之内 当事人会启动公诉程序 但他若是认罪了 我能再帮他争取一点时间 怎么讲 陈阳追问道 方清浦淡淡一笑 没有说什么 一旦大老刘主动认罪 那么方清浦 就可以从审讯方式上 做点文章了 比如有没有 毕宫啥的 要不然当事人 怎么会认罪 到时候方清浦会查 每个环节的 都会仔细地查 一来二去的 就能争取一段时间 一旦对方放弃了 阻力自然会大大的减小 或许这段时间 就能找出一些有利的证据 事关程序和法律专业的问题 方清浦也懒得跟陈阳解释 就算解释了 对方也听不懂 陈老板 您现在要做的 就是绝对的相信我 配合我的工作 这样才有一线生计 好 陈阳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么办了 明天我设法 让当事人见你们一面 这个能行吗 陈阳有些疑问 放心吧 刘东某这种程度 根本就是两可之间 谈不上恶劣 他们也会给我一个面子的 惹火了老子 下次就把敲锤的 送进去一个 方清浦似乎有些发狠了 陈阳哑然 还真是骚啊 事到如今 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这是二十万的支票 方律师您收下 接下来全靠你了 陈阳郑重重地把支票 递给了方清浦 方清浦看了一眼支票 又看了一眼陈阳 小道 陈老板 实话告诉你 接这个案子第二天 就有人找到我 给我五十万 让我放弃这个案子 但是我拒绝了 说着向门外走去 陈阳愕然 这件事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方清浦这么贪财 实话他接了这个案子 也赚不了这么多 方律师 为什么 陈阳追问道 方清浦停下了脚步 耸耸肩 谁知道呢 或许 我也是个傻逼 陈阳 第二天 在方清浦的运作下 陈阳和刘宇彤 终于能够见大老刘了 当然 二人要分开见 还要在管教的陪护下 作为家属 刘宇彤先进去了 陈阳和方清浦 在外面吼着 陈老板 这件事 我已经跟家属 和当事人商量过了 他们已经同意了 现在告诉你 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方清浦低声说道 陈阳沉默 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只是 委屈老刘了 过了一会儿 刘宇彤从里面出来了 他眼圈红红的 显然哭过了 陈阳宽慰了刘宇彤几句 让他先上车休息 刘宇彤看了陈阳一眼 眼神似乎有些复杂 老弟来了 等陈阳进去的时候 大老刘的神色 明显有些伪顿 胡子拉叉 不过还是主动给陈阳 打了招呼 陈阳摸出烟 给大老刘的点了一根 大老刘结果香烟 抽了一口 然后吐了个烟圈 刘哥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陈阳有些愧疚 其实他还是有机会 就大老刘的 无论是文蕊 还是白松 只要他低低头 这事就过去了 大老刘也能出来了 但他没有 有些事情能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 这就是底线 人没了底线 跟畜生有何区别 是没的谈 老弟你说啥呢 这都是 我自作自受 草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的 哥哥我这次是栽了 进牢房吃牢饭不说 还他们丢人现眼 大老刘自嘲了一句 他要不是惊虫上脑 也不会被那个 姓张的女子给套路了 刘哥 这是没那么简单 陈阳摇了摇头 我也听方律师说过了 是有人想打海王的主意 大老刘吐了一口烟圈 陈阳点了点头 低声把接触文蕊 和白松的事情说了 有些事情 必须要给大老刘说个清楚 对不起 刘哥 他们的条件太苛刻 我不能答应 陈阳再次道歉 兄弟你说啥呢 我惹的事 怎能让你来承担责任 操 别理他们 老哥 我就算是坐牢 你也不能给这帮混蛋低头 大老刘咬牙切齿 陈阳默然 现在事情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谈是没得谈了 大老刘恐怕 兄弟 这几天难得清闲一下 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你说的对 人这辈子总得干点什么 否则活得没啥意义 我老刘这辈子 没干过什么露脸的事情 兄弟连连海王 大老刘掐灭了烟头 毅然站了起来 刘哥 陈阳脸色微变 兄弟 你啥也别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的家人 你多照看照看 至于宇童 你 哎 算了 大老刘站了起来 举手道 警官 我要坦白 事情就是我干的 我坦白 大老刘很快 被看手带走了 陈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 陈阳 这是我爸 让我交给你的 他说 以后刘家生意上的事情 全都交给你了 他还请防律师 做了见证 刘宇童拿出了一个包 里面装着存折 和各种的合同 还有一张 做过公正的委托书 委托陈阳 全权代理刘东谋的生意 包括但不限于资金 调动和人员的任免 刘家任何人不得插手 看着这一叠资料 陈阳眼圈忽然红了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陈阳忽然后悔了 后悔自己太自私了 大老刘 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他 但他呢 为了自己所谓的自尊 为了自己所谓的原则 就要弃兄弟的安慰于不顾 陈阳忽然转身 直奔轿车而去 他要去找文蕊 要去找白松 他认怂 文蕊不是图她的人吗 给 白松不是想让他当狗吗 干 只要能够让大老刘平安回来 他认了 陈阳 你干什么 刘宇童看到陈阳的脸色有些不对 急忙扯住了他 我去答应他们的条件 就你罢出来 陈阳机械地说道 陈阳 你不要冲动 刘宇童死命地挡住了他 可他自然没有陈阳的力气大 被推着一步一步地 向汽车走去 我不会有事的 宇童 你松开 陈阳正托不得 我不松 陈阳 我爸说了 他可以有事 但你绝不能有事 刘家 刘家 以后要指望你了 刘宇童干脆搂住了他的脖子 两条长腿孤住了他 整个人掉在他身上 松开 不松 再不松 我打你了 你打我 我也不松 二人就这么僵持着 陈阳自然不能打刘宇童 只能尽力地摆脱纠缠 这姑娘力气可不小 四肢紧紧地缠着他 陈阳一时间居然摆脱不了 田光等人看得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该帮谁 咬 我来得不是时候啊 方清浦不知道 啥时候出现了 还一脸见笑地看着二人 方律师你来得正好 赶紧拦住他 刘宇童焦急地喊道 他毕竟是个女孩子 纠缠了这么一会儿 有些支撑不住了 兰 为什么要拦着 让他去了好了 现在他去了 陈阳和刘宇童都愣了一下 方清浦思条漫里地 拿出了一张资料 受害人忽然打电话说 他接受和解了 事情有转机了 啊 陈阳和刘宇童齐齐地 压了一声 露出了惊喜之色 有救了 有救了 我爸有救了 刘宇童兴奋地 搂着陈阳的脖子 陈阳也抱着他 转了几圈 不容易啊 忙活了这么多天 终于看到曙光了 很快二人就觉得不对劲了 这姿势 这接触的位置 还真是 我说陈老板 当众耍流氓有些不好吧 我可是律师哎 刘小姐 要不告他性骚扰 方清浦笑嘻嘻地 话里话外都涉嫌火上浇油 刘宇童急忙松开陈阳 扭头跑了 小姑娘 耳根子都红了 陈阳倒是无所谓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方律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阳咳嗽了一声 率先打破了尴尬 怎么大佬刘刚认罪 对方就缓和了 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估摸着 受害者撑不住了 方清浦得意地说道 接触进行得很顺利 一切都是方律师跟进的 情况都会反馈回来 受害人那边提出索赔一千万 陈阳想都没想就要答应 一千万买大佬刘平安 还不要他去低头 自然很合算了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不行 刘宇童马上拒绝了 把我爸害成这个样 还有脸要钱 一千万 想了钻了吗 扑吃 众人险些喷了出来 这姑娘可是研究生啊 高学烈 有学问 看起来也挺文雅的 怎么也会 陈阳也忍俊不惊 他知道 刘宇童心直口快 没啥心计 不过 有些话 你想想就可以 没必要说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这是看 我爸豁出去了 觉得啥也捞不到了 这才同意和解的 刘宇童红着脸解释了几句 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 宇童啊 这是吧 你爸也有错的 就算是坐牢了 那还是有明示赔偿的 给两个钱换你爸不坐牢 挺合算的 这样吧 这钱我出 陈阳主动揽下了责任 刘宇童看了陈阳一眼 没有来脸蛋一红 只是滴滴道 不用你出 这点钱刘家还是有的 他忽然有些不好意思 面对陈阳 陈老板 我觉得刘小姐的话 很有道理 这个钱不能给 方清浦笑着说道 啥意思啊 陈阳不解的看着方清浦 咱们先回顾一下案情 这个案子可以肯定 双方是自愿的 所以不存在强迫 那么问题来了 之前为何受害人 那么坚决 非要把当事人送进去不可 现在当事人承认了 他反倒接受和解了呢 方清浦 思条漫里的说道 陈阳也有皱了皱眉 他也觉得不能理解 按理说 他拒绝了文睿 骂了白松 大老刘肯定是救不了了 但现在 大老刘破罐子破摔承认了 对方反倒主动 抛出了胆懒枝 这怎么看 都有些蹊跷 说实在的 这个案子 我跟了也有几天了 阻力那是相当的大 不客气的说 在方某接的刑事案中 这个案子的难度 是排前几位的 他们为难当事人 并不是非要把他送进去 而是想获取更大的利益 当事人要是进去了 他们反而什么 也捞不到了 所以他们 才不得不同意和解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幕后主谋见事不可为 就不再插手了 受害者觉得不平衡 所以想要捞点好处 听到方清浦的分析 陈阳也陷入了沉思 现在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们根本就不用打理对方 着急的应该是对方 总之一句话 事情可以谈 钱可以给 但一千万太多了 箱了钻的也不值这个假 众人在 笑喷了 这个方清浦 还真是 刘宇彤更是又羞又闹 恨不得踹这混蛋两脚 那一切都交给方律师了 总之一句话 人平安就好 陈阳笑了 放心吧 方清浦笑容不变 道 我会让他们得到教训的 简简单单的一个案子 居然一波三折 方律师险些马师前提 心中也冒火了 不给你们厉害瞧瞧 还真当老子浪得虚名 案子由方清浦继续跟进 继续和受害人沟通 方律师发挥了充分的积极性 然后把赔偿价格 砍到了一百万左右 陈阳和刘宇彤 自然没有任何的意义 痛快地给钱 在方律师的 尊尊善诱之下 受害者推翻了之前的供词 承认跟大老刘发生关系 是自愿的 只是酒醒后 碍于颜面 诬告大老刘强奸 如此一来 强奸就变成了通奸 受害者也变成了诬告 大老刘也因证据不足 被当场释放 案子结了 皆大欢喜 不过 对于方律师来说 这才刚刚开始 确定了大老刘无罪之后 方律师反手一张诉状 送上了法庭 一告受害人诬告陷害 二告受害人家人 敲诈勒索 三告对方律师 训私枉法 诉讼一出 司法界一片哗然 人还能这么的无耻 明明是人家放你一马 你却恩将仇报 陈阳等人也目瞪狗呆 还能这样玩 卧槽 这方亲谱不紧骚 还特么流氓啊 前一秒笑呵呵的 行行行事事事 后一秒就开始翻脸送诉状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下子 那帮人算是灾了 对于外界的看法 方亲谱不在乎 他有自己的标准 这个案子 根本就是个诬陷 接手一个诬陷的案子 居然遭到了如此大的阻力 还险些就翻车了 方亲谱深以为耻 冤枉了别人 还想轻易地拍拍屁股 拿钱就走 还一百万 想什么呢 不搞得你们倾家荡产 老子就不叫方亲谱 于是乎 方律师开始大开杀戒了 凡是参与这件事的人 一个个地开始秋后算账 首先是姓张的女人 涉嫌诬告陷害 虽然关键时候改口了 但依然构成了错告诬告 鉴于是个女性 名声也有些受损 方律师就网开了一面 不再追究其行事责任 不过钱必须追回来 一百万还没五热乎 又要被追回来 接着就是受害人家属 胁迫受害者 以私了的方式 逼迫刘家属拿出一百万 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都进行了记录和录音 现在拿出来 自然是证据确凿 几个家属很快被刑拘 好处没吃着 反倒是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警方介入 开始调查具体事宜 这时候看出来幕后主使的警慎来了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几个闹事者一口咬定 他们只是临时起义 没人指示 最后是对方律师 方清浦也没放过他 对方律师明知嫌犯 不存在强迫的成分 却积极地推进程序和期权证据 妄图把事情做成既定事实 当然了 这个罪名可大可小 但既然落到了方清浦的手中 只能往最大的方向搞 吊销律师执照 被刑事拘留 一纸诉状 送进了四五个人 连对方律师也都送进去了 这下 流氓律师方清浦的大名 响彻了整个文山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欢迎刘老板平安归来 海王门外 陈阳率领一帮人 热烈相迎大老刘的到来 大老刘在女儿和方清浦的陪伴下 缓缓地来到了海王的门前 门前放着一个火盆 不瞒兄弟几个 拿着橘子汁沾水 往老刘身上洒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叫去晦气和霉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老刘进去了几天 明显有了很大的变化 刘叔 刘叔 刚煮好的猪脚面 您吃一口 阿虎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摆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面 出来的人吃猪脚面 也是有说法的 谢谢你阿虎 大老刘拿起筷子 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倒 在里面还真是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你看大肚懒都没了 众人一阵哄笑 吃过面 擦了擦嘴 大老刘正式卖过了火盆 刘哥 欢迎回来 陈阳伸出了双手 兄弟啊 大老刘上前一步 用力地将陈阳抱在了怀里 恭喜刘老板 众人也纷纷送上了祝福 谢谢 谢谢诸位 大老刘抱了抱拳 道 让大家担心了 我刘东眸惭愧 惭愧 只是惭愧嘛 女儿刘雨童瞥了他一眼 似乎有些不高兴 嗨嗨 刘东眸咳嗽了几声 道 诸位 我刘东眸从今以后 一定要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请大家监督 好 众人纷纷鼓掌 陈阳也微微而笑 虽然不知道 大老刘这番话 有多少诚意 不过经此一节 他肯定会接受教训 叔 房间里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洗澡水 好好地洗一洗 睡一觉 一切都会好的 阿虎凑了上来 那我先休整休整 诸位 晚上见 晚上见 大老刘抱了抱拳 在阿虎的引领下去 房间休息去了 大老刘平安无事 陈阳总算松了一口气 诸位 也都辛苦了几天了 今晚上在酒店设宴 咱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众人齐声喊道 经过几天的努力 刘老板终于出来了 他们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大老刘回来了 众人们也都散了 陈总 刘小姐 案子已经结了 这是追回来的赔偿 和剩下的费用 你们清点一下 方清浦拿出了两张支票 外加一张清单 放在了陈阳的面前 赔偿受害者的一百万 已经追回来了 还有剩下的律师费 方律师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赔偿我收下了 剩下的律师费 你收着吧 陈阳客气地 把那张支票推了过去 如果没有方清浦的话 大老刘的事情 恐怕没那么容易完结 毕竟流氓律师的名号 可不是白叫的 呵呵 方清浦笑了笑 把支票又送了回去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该我得的 你一分都不能少 不该是我的 一亿我也不要 清浦律师事务所 收费公开 同搜无欺 我不能坏了规矩 再说这个案子 我件数不大 全都是刘老板 自己的运输 陈阳暗暗点头 这家伙虽然看起来比较贪 但实际算是一个 很有原则的律师 有原则 就不会为了利益 诬陷他人 有原则 就会为心中的 正义抗争到底 甚好 方律师 有没有兴趣 做海王的法律顾问 陈阳抛出了橄榄枝 海王的规模 是越来越大 正好需要一个 业务精湛的律师 来作证 方清浦很合适 虽然这人毛病也不熟 但陈阳可以容忍 呵呵 方清浦笑了笑 道 多谢陈老板看得起 不过呢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 老是跟同一个人打交道 会厌烦的 所以呢 就抱歉了 见方清浦不愿意 陈阳也不勉强 有本事的人 走到哪里都吃得开 更何况像方清浦 这种厉害的律师 不过呢 你要有什么法律上的需要 随时打电话 全国各地的活我都捡 方清浦给陈阳 留了一个私人号码 他对陈阳 还是比较欣赏的 二人骨子里 是同一类人 也算是惺惺相惜吧 又聊了几句 方清浦起身告辞 陈阳客气地 把他送出门外 临走前 方清浦忽然道 陈老板 有件事情 我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案子虽然结了 但很多本质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你以后可要注意啊 这次之所以能胜 只不过是幕后黑手抽手了 张姓女人和他的家人 成了替罪羊 但下次 或许就没这个运气了 陈阳也是心知肚明 这次大老刘 置之死地而后生 方清浦又打了个回马枪 来个了连锅端 对方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实际上 受害者不过 是一个弃子而已 白松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多谢提醒 我会的 陈阳点了点头 白白的你嘞 方清浦上车扬长而去 陈 陈阳 我也要走了 刘雨彤背着包走了出来 一同出来的还有刘慧 刘慧笑了笑 去开车了 这么早就走 陈阳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刘雨彤 会留下了多陪陪父亲呢 陈阳原本想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跟刘雨彤一同去精灵 拜见陆教授呢 下午的机票 刘雨彤看了陈阳一眼 忽然感觉有些害羞 忍不住低下了头 告诉你罢了吗 给他说了 现在他平安了 我也就放心了 导师那边正在搞一个项目 很缺人手 我请了这么多假 已经耽误了不少进度了 那好 我送你去机场吧 不了 慧姐会送我的 那好吧 一路顺风 再见 小姑娘摆了摆手 转进了刘雨彗的汽车 晚上给大佬刘接风 众人都很高兴 喝的是宁顶大醉 陈阳也多喝了几杯 事后还是被田光给送了回来 正迷糊间 手机响了 是母亲的 小杨啊 你那边还忙吗 呃 不忙 妈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你妹妹马上就要高考了 现在她好像有些焦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你能回来一趟吗 听到这里 陈阳有些酒醒了 可不是吗 马上就要高考了 光忙着大佬刘的事情了 她险些就把这事给忘了 妈 你放心 我马上就回去 妹妹高考可是一件大事 陈阳自然不能怠慢 上一世 她没能力供应妹妹上学 这一世 她要给妹妹提供最优越的条件 毕竟上了大学 跟不上大学是不同的起点啊 仔细算了算 她离家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该回家了呀 陈阳自言自语 欢迎陈总回来 乔城海王公司 吴军带着全体员工 迎接陈阳回来 大家辛苦了 陈阳笑了笑 这几个月 她不在乔城 但海王公司运行得十分平稳 也做出了相当惊艳的业绩 这几个月 海王公司日出货量平均在100吨以上 日程交额也有大几百万到一千万 名气也是如日中天 半数以上的散户和中小客户 都被吸引到海王来了 现在整个药材行业 就没有不知道海王公司的 办公室里 吴军简单地给陈阳 汇报了这半年的业务 陈阳笑道 大军 你这个经理干得很不错呀 走的时候 他们干得相当不错 包括地方药材公司和小药企的几次采购 吴军也处理的都相当的圆满 都是老板教导有方 大家也齐心协力 吴军笑道 呦 陈阳诧异地看了吴军一眼 老实人居然也学会说场面话了 不错不错 老板你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海王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 但业务上跟那些小户 散户老板越来越冲突 已经有不少散户开始抵触我们了 时间久了 恐怕能跟咱们合作的散户越来越少 吴军有些忧心忡忡 这是必然 陈阳点了点头 要想解决这个隐患 就必须让利给这些散户 不能老是这么卷 也就是说 不能老是在第三梯队抢生意 海王的业务必须要升级 只有升级到第二梯队 才不会跟这些中小业主抢生意 这次回来 我就要着手升级海王的业务 你去告诉那些合作的老板 从今天起 咱们海王也给他们串火 先从云药开始 三七 明天麻 河首屋 石壶 云木香 杀人 多少都给窜 价格给他们比市面上低一成 陈阳不仅把余下的三七库存 带回来了 还通过协会 老板采购了一大批云药 海王不能老是自己发财 还得照顾一些合作伙伴 介于专营的门槛高 一般的散户和中小客户 是很难搞到云药的渠道的 只能高价从专营老板那里穿 但海王这么一干 就等于打破了云药的专营壁垒 人人都能从海王拿货 而且还能拿到便宜货 到时候市场上的专营云药老板 恐怕就彻底的完蛋了 啊 老板 这还真是一个好消息 您放心 我马上通知大家 吴军心冲冲的跑了出去 呵呵 陈阳也笑了笑 这就是针对海王的下场 你们不是不卖给我吗 你们不是设置壁垒吗 没关系 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攻破 一个个的解决 解决了一个壁垒 我就会做成白菜架 让你彻底的完蛋 云药只是第一个 并不是最后一个 老板 秦园敲了敲门 抱着一落账本走了过来 这是上半年的账目 您看一看 看什么呀 我信得过你 一码归一码 你是老板 你必须得看 那好吧 陈阳简单浏览了一下 偷眼瞧了瞧秦园 几个月不见 小姐姐似乎很忧怨 老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通过我的严加调教 小方已经出师了 现在的她 完全可以独自承担海王的财物 秦园喜滋滋的说道 这家伙多潇洒 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 自己却像老牛一般困在这里 小姐姐自然是心理不平衡 哎呦 我险些忘了一件重要事情 秦园 账目以后再说 我先走 陈阳急忙丢下账目 拿起包匆匆离开 她自然知道秦园想说什么 但现阶段不允许啊 让一个精通财物的人才搞业务 她脑壳坏掉了吗 再说了 没有秦园做镇海王财务部 她还真有些不放心 三十六届 走为上 反正一天她不发话 秦园就得老老实实地 呆在财务的岗位上 老板 老板 秦园追之不及 只得顿足生气 圆圆姐 诚哥怎么就走了 她好像很怕你 一旁的小方好奇地问道 小姑娘嘛 自然有些八卦 看什么看 还不快去背书 下半年的终极证书 要是考不过去 就别说是我交出来的 秦园很快将怒火撒到小方的身上 小方很快露出了苦瓜脸 圆圆姐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不太正常 可能是更年期提前了 罢了罢了 背书 背书 小姑娘拿出书本 开始用功 回到阳县 已经很晚了 妹妹陈雨正站在门口张望 小雨 我回来了 陈阳大踏步跑了过来 轻轻拥抱了一下妹妹 离家这么长时间 她还真有些想念家人 哥 你又变黑了 陈雨笑着说道 呵呵 陈阳也笑了笑 云省四季如春 阳光充沛 晒黑了也是自然的 男人吗 黑点怕什么 小杨回来了 李英记者围裙 从厨房走出来 得知儿子今天回来 她也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妈 小 雨 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陈阳拉开行李箱 从里面掏出各种各样的礼品 有化妆品 有珠宝首饰 有零食 还有衣服 首饰自然是给母亲的 云省靠近缅国 珠宝翡翠很多 陈阳也给母亲选了两样 化妆品 零食什么的 自然是给妹妹的 至于衣服 娘俩都有 看着腕上精美的翡翠手镯 李英自然是高兴 嘴上却道 你这孩子 妈都这么大年纪了 要这东西 有什么用 以后可别乱花钱了 陈阳只是笑了笑 一家三口开始吃饭 期间 陈阳问起妹妹的学习情况 陈宇也答了 最近这半年来 陈宇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基本上都在一本线之上 可最后一次摸底考试 有些发挥不好 勉强过二本线 这让李英十分的担心 小雨啊 不要多想 发挥你自己的应有水平 能考多少 就考多少 陈阳给妹妹减压 她看得出妹妹压力很大 可万一 陈宇低头不敢看陈阳 母亲和哥哥 都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 小姑娘有些压力山大 这次考不好也不要紧 哥给你找最好的学校 找最好的老师 咱们再复读一年 明年考个更好的 别胡说八道 小雨她这么优秀 怎么能考不上呢 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妹妹 考试的时候别当回事啊 考不上也不要紧 哥哥就让你来海王当经理 那啥 你当老板 我给你打工 滚犊子 哪壶不开 静体哪壶 接下来的时间 陈阳啥也不干 手机也关机 就陪着妹妹吃喝玩乐 偶尔还会讲个小笑话 都妹妹开心 减轻她的心理压力 兄妹二人 骑着二八大杠 逛遍了整个阳城 吃遍了整个阳城 陈宇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 心理负担也渐渐的泄下了 话说父亲去了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开心 7月7号 高考正式开始 陈阳亲自送妹妹去了考场 交通工具嘛 还是二八大杠 其实陈阳大可以买辆车的 但陈宇说 这车子还是父亲留下来的 他觉得 坐这个车子比较安心 陈阳自然也就从善如流 登二八杠 就登二八杠 只要妹妹喜欢就行 进场的那一刻 陈宇忽然又有些坠坠不安 回头看了哥哥一眼 小宇加油 你是最棒的 陈阳大声喊道 小姑娘脸上 这才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三天的时间 陈阳一直为妹妹保驾护航 期间更是嘘寒问暖 尽量地让她放松心情 对于考得怎么样 一概不问 免得让她分心 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 陈宇轻快地走出了考场 看着等在外面的哥哥 然后做出了一个OK的手势 陈阳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接下来就等着查分报志愿了 一路上 小姑娘心情不错 也开始叽叽喳喳了 哥 我要吃好吃的 没问题 哥 我要穿好看的裙子 准 哥 我想出去旅游 小意思了 哥 西西 你什么时候把嫂子带回来啊 这个 呃 你问的是哪个嫂子 哥 咱别这么扎好不好 兄妹一路嘻嘻哈哈地回到了家 母亲李英这几天也是度日如年 很想问问女儿具体的情况 但又怕影响到她的心情 不过看到女儿这么高兴 应该是发挥得不错 谢天谢地 陈家要出大学生了 看到儿女们都有出息了 李英悄悄地抹了抹泪 妈 正好妹妹也考完了 我在乔城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房子 过几天咱们都搬过去吧 陈阳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她的生活重心 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乔城 只是之前妹妹还在上学 母亲一时半会也离不开 现在高考结束了 全家可以搬过去了 哥 你买了大房子吗 陈宇好奇地问道 呵呵 两层富士结构200多平米 陈阳笑了笑 房子早就买了 都已经装修好了 以她现在的身价 就算是在帝都买套房 都不是什么问题 妈 我们也有大房子住了 小丫头兴奋地扯着母亲的手 李英却有些沉默 似乎还有些不舍的 妈 乔城比这边可是强得太多了 再说住那里离市场也近 您可以每天都去逛逛 给儿子把把关 陈阳知道母亲舍不得老家 把关 李英笑了 现在儿子的生意越做越大 哪里还要他来把关 我怕咱们都走了 你爸回来找不到家 李英悠悠地说了一句 原本和谐的家庭气氛 一下沉重了起来 父亲没了的阴影 始终笼罩在一家人的心头 对于父亲的事情 陈阳自然有数 上一世 他找了20年 都没有任何的信息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生还无望了 不过他知道 母亲和妹妹心中 还有个念想 妈 您就别担心了 我爸要真的没事 他肯定会回来的 就算找不到我们 他可以问问邻居啊 陈阳宽慰了母亲几句 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 李英这才勉强硬了下来 不过 他还是有些割舍不下这里 陈阳也答应母亲 每隔一段时间 就过来看看 为了庆祝妹妹高考结束 陈阳提议去酒店订一桌 但李英觉得太浪费了 还是买菜自己做 陈阳拗不过母亲 只能随他了 李英很快买菜回家 一家三口在厨房忙活着 准备丰盛的晚餐 就在这时 陈阳的电话响了 看了一眼号码 居然是文青的 青青啊 有什么指示 陈阳心情很好 高考应该结束了吧 小语考得怎么样 还成吧 不出意外的话 一本肯定没问题 祝贺你们家出来的大学生 同喜同喜 你来接我一下吧 我的车抛锚了 啥 你来阳线了 原本想给小语一个惊喜的 谁知道半路上出了点岔子 陈阳急忙问清了情况 离家也不远 你等一下 陈阳推着二八大杠就出去了 话说 这几天登二八大杠 还登出感情来了 这玩意好啊 经济环保还锻炼身体 陈阳也是乐在其中 一路赶来 见文青站在路边上 手里还拎着几个袋子 在他身后 听着一辆黑色的霸道 几个师傅正在忙活 后面还有一辆大拖车 轻轻 久等了吧 陈阳停下了车 笑着招呼了一声 这 文青一阵无语 接着悠悠道 你还真是会给人惊喜啊 这家伙怎么说也是个老板了 居然还蹬着二八大杠出来接人 不好意思啊 家里没车 摩托车也卖掉了 这么晚了 也不方便去别人家借车 您就将就点吧 陈阳拍了拍车坐 这几天 为了陈语坐得方便 陈阳还专门在后座 安了一个坐垫 坐上去也挺舒服的 不会个屁股 好吧 文青也没有办法 拎着包 小心翼翼地坐上了二八大杠 在他印象中 似乎也只有很小时候 做过这玩意 伯母 小语 你们好 回到家里 文青笑着跟二人打了招呼 还把礼物递给了他们 哎呀 文小姐 您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东西啊 李英明显比上次热情了很多 轻轻姐 陈语也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其实处关系就是这样 一回生二回熟嘛 李英热情地招呼文青吃饭 文青到了一声谢 在餐桌边入座 该吃吃该喝喝 丝毫没有文家小姐的架子 这一点倒是让李英和陈语心生好感 文青倒是很关心陈语 问了一些 他以后想干什么的问题 陈语想当医生 文青提议 让他报考帝都医科大学 现在是帝都大学医学部 帝都大学啊 陈语有些迟疑 就算他超常发挥 也够不到帝都大学的分数线的 放心吧 我说情就想 到时候报志愿的时候 你只管填报 其余的不用操心 文青笑了笑 陈语有些不明所以 小语 还不谢谢你轻轻姐 陈阳急忙提醒了妹妹一句 文青既然这么说 肯定不是无敌放逝 再说了 以文家的关系 送进去 一个学生算什么 谢谢轻轻姐 陈语也是惊喜万分 听说文青能够把陈语 送进顶级的大学 一家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陈阳这才明白 文青说的惊喜是什么 这个人情可欠大了 吃过饭 简单收拾了一下 李英就扯着女儿出去溜弯了 母上大人 心中也有数得很 家里只剩下陈阳和文青了 轻轻 喝茶喝茶 陈阳给文青泡了一杯茶 文青端起茶杯晃了晃 笑道 听说你这段时间 在云省可没少赚钱 还成 还成 陈阳有些谦虚 这半年他的确没少赚 身价早就突破千万了 云省可不太平啊 文青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的确不太平 陈阳点了点头 一想到大老刘的事情 他就有些心有余悸 不过这是还没了结呢 也不知道 白松接下来会出什么大招 陈阳摸出香烟 递给了文青一根 戒了 文青摆了白手 当上华东地区分公司的总经理时 他就已经戒烟了 厉害 陈阳翘起了大拇指 自己点了一根 能说戒烟就戒烟的人都是狠人 反正陈阳是做不到的 听说你骂了白松 呵呵 这你也知道了 这家伙是该骂 我早就想骂他了 不过我有些好奇 你为何要骂他 这家伙打着白家的名义 暗中收购高档药材 卖网日韩 不该骂吗 这有什么 白家不一直都这么干嘛 别说白家了 其他家也这么干 有什么 我最讨厌这种混账 卖给外国人是最好的 给国人用刹的 这就不说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咱们华夏是药材的产地 可出口却要日韩说了算 凭什么 说起这个 陈阳有些气愤 文青歪头想了想 我明白 你为什么执着做标准了 原来就是想建立自己的体系 取代日韩 成为出口的新标准 是有这个想法 陈阳点了点头 呵 文青撇嘴 实力不咋地 想得还挺美 这话有些扎心了 青青 你这是讽刺我吗 陈阳有些不高兴了 有实力 那才叫稚气 没实力 那叫祸端 好了 不早了 送我去酒店吧 文青站了起来 似乎懒得在说什么 好吧 陈阳点了点头 你长得漂亮 你说什么都对 我现在是实力不济 但我会努力 总有一天会达成目标的 一路上 陈阳悠哉悠哉地 起着二八大杠 文青坐在后座 搂着陈阳的腰 将头贴在他背上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到了 陈阳停下了车 这里是阳县最好的酒店了 来之前 他已经给文青定了一个房间 还是上次住过的 进去坐坐 文青下车 不料 陈阳笑了笑 道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明早我来接你 对于文青 陈阳还是很欣赏的 但欣赏归欣赏 有些事情 还是要注意的 这是尊敬 还是这个的话就免了 文青瞥了一眼 身边的二八大杠 这玩意 还真不是很舒服 不好意思 我没驾照 只能等我拿到驾照 再说买车的事情 陈阳搓了搓手 其实他早就该买车了 只是考驾照需要时间 他一直也没有时间去学 小诗一桩 我帮你办一个 文青也不以为意 以他的关系 搞个驾照 根本就不算是 那就麻烦你了 陈阳也很高兴 不用花时间去学 就能拿到驾照 当然是一件好事了 你再跟我客气 我就跟你接 文青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好 不客气 陈阳急忙道歉 好朋友不应该客气 上来坐 文青再次发出邀请 陈阳不好拒绝 只能跟着他进了酒店的房间 进了房间 文青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 进了卫生间接了 外面的陈阳 听到他语气十分的严厉 似乎在训斥什么人 半个小时候 他才出来 脸上很是疲倦 怎么遇到困难了 陈阳试探着问道 文青哼了一声 没一个省心的 好啊 一个个的都想跟我较劲 那我就奉陪到底 这也难怪 他作为新官上任华东 自然会遇到元老们的一些抵触 要不 给我说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 陈阳有些跃跃欲试 管理公司他不熟悉 我自己就行了 文青似乎对他 也没啥好脸色 陈阳不说话了 好吗 气撒到他身上了 得 气头上的女人 少惹为妙 淡定淡定 陈阳决定再做一会儿 就告辞离开 你似乎有些不服气啊 文青歪头看了陈阳一眼 没有 陈阳笑道 你说的都对 跟女人争论是一件 很不理智的事情 尤其是气头上的女人 再说了 文青是他朋友 现在还在气头上 这点风度 陈阳还是有的 是吗 文青忽然道 知道白松为什么 没接着找你麻烦吗 陈阳愣了一下 这个还真有些没想明白 文青凑近了他 低声道 因为我警告过他 你是我的小情人 他敢动你的话 我就会让他付出代价 陈阳心中一阵 吃惊地看着文青 原来这一切 都是 清清 你 我 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所以呢 你还是悠着点 下次再惹了麻烦 我只能说 你是我老公了 估计这样才能摆平 文青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沉默了一阵 陈阳轻声道 给您添麻烦了 说着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 哎哎 文青站了起来 扯住了他 笑道 开玩笑而已 你不会当真了吧 放心吧 白松在白家 不过是个小角色而已 再说 他干的事情 也不怎么光彩 一旦闹大了 白家脸上也无光 倒霉的是他自己而已 不 我只是不好意思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陈阳由衷地说道 这件事 肯定没有文青说得那么轻巧 麻烦吗 倒是有点 不过也无所谓 其实比起这个 我更想知道另一件事情 文青扯着他坐下了 什么事 陈阳有些不解 你把文蕊怎么着了 哼 我跟他明正暗斗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这丫头在圈里逢人便问 大波浪长头发 是什么意思 陈阳 你给我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青似乎燃起了 熊熊八卦之火 眼睛也冒着兴奋之光 这时候 陈阳才发现 其实他也有颗少女之心 第二日 文青一早就离开了 走之前也没告诉 阳 似乎还没消气 昨晚上文青逼问陈阳 什么叫做大波浪长头发 陈阳说是找女人的四个要求 小姑娘问是哪四个要求 陈阳不好意思说 文青又问文蕊 哪里不符合 陈阳说他只符合一半 文青又追问 那我呢 陈阳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不好意思 你好像一个都没 于是乎 小姑娘生气了 陈阳就被赶了出来 文青走了 陈阳也松了口气 面对文青时 他忽然有种玩火的感觉 更关键的是 文青似乎也在玩火 以二人的身份 现在玩火是很危险的 还是保持现状的好 陈阳从公司叫了一辆车 然后带着母亲和妹妹 来到了乔城新居 这套房子就坐落在市中心 房子建筑面积230平方 富士结构 一库一卫 一楼还带一个30平的小花园 环境优雅 配套设施完整 交通也便利 出了门不行十来分钟 就是一个大型的超市 购物什么的十分方便 好漂亮啊 陈阳看着房间里的摆设 眼中闪过一阵兴奋之色 小杨 这房子花了多少钱啊 咱们娘撒住 是不是太浪费了 李英问道 没花多少钱 您和小雨就安心住吧 陈阳笑了笑 现在的房价比起以后 简直就是白菜价 以她现在的财力 完全可以买下几栋楼 当一个闲鱼的包租工 不过闲鱼收租 可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所以房子这东西 够住就好 没必要投太多 再说 母亲操劳了半辈子了 也该想想轻浮了 新房子家居家店什么的 都齐全 就是少些生活用品 床铺被入什么的 母女二人商议了一下 打算去商场买点东西 陈阳原本打算 跟过去帮忙的 但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陈总 我是老王啊 呀 老王啊 有什么指示 陈总这话说的 这不是削我脸吗 是这样的 陈总您这两天 有没有时间 我请你喝酒 呵呵 陈阳笑了 应该是云药的事情发酵了 专营老板之所以 能在市场上过得舒坦 那是因为 专营的门槛比较高 一般人做不了 现在海王已经搞定了 云药的渠道 而且还做成了白菜价 搞云药的专营老板 已经在吐血了 其他专营老板 肯定坐不住了 这才委托老王 给陈阳打电话 那啥 我这边有些走不开啊 陈总 知道您忙 还请您抽出一点时间 咱们唠唠 好吧 那就唠唠 陈阳也答应了下来 市场上那么多专营 陈阳也不能全部搞死 能谈的话 还是谈谈的好 老王也十分的高兴 约好了时间 挂了电话 母女二人已经走远了 陈阳开门刚想追上去 却听对面传来一阵呼救声 这房子是多层 一梯两户 陈阳家是东户 西边还有一户人家 印象中好像是个大妈 呼救声 好像就是从西户传出来的 陈阳敲了敲西户的门 大妈 我是您邻居 出了什么事吗 小 小伙子 我不小心摔着了 现在动不了 你 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 大妈似乎有些痛苦 声音也断断续续 好的 陈阳摸出电话 打了个120急救 救人如救火 不能耽搁 过了一会儿 急救车过来 可问题来了 房门紧闭 救援进不去 大妈动弹不得 又不能过来开门 走花园 陈阳集中生智 一楼是有花园的 两家的花园中间 好像只隔了一道铁栅栏 陈阳从铁栅栏翻了过去 进入西户的客厅 然后看到大妈正歪倒在楼梯间 这会儿已经昏迷不醒了 陈阳不敢乱动 赶紧打开房门 让救护人员进来 专业的事情 自然要让专业的人来 贸然动手 反倒会坏事 救援人员经过一番简单的救治 然后把大妈抬上了担架 家属 家属 在不在 医护人员招呼了一声 家属自然不在 陈阳迟疑了一下 只能硬着头皮道 我是他邻居 邻居也行 小护士不由分说的 把陈阳扯进了救护车 就这样陈阳被带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 陈阳才明白 护士为何拉他上来 原来是让他来缴费的 虽然也可以先抢救后缴费 不过医院一般不想那么麻烦 缴费就缴费吧 远亲不如近邻 现在邻居出了事 陈阳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陈阳翻墙的时候 把钱包手机什么的 都丢在了自家院子里 现在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我能不能打个电话 陈阳不好意思问道 可以 小护士很热心地 把座机递给了陈阳 陈阳摸起电话 想给吴军打电话 可尴尬的事情又出现了 他居然想不起吴军的号码 座机号码 好像也记不起来了 这就是手机依赖症吗 陈阳摇头苦笑 就在这时 身旁传来了一个惊喜的声音 陈阳 真的是你 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 陈阳惊讶转身 却见身边站着一男一女 猪头 猪童 是你啊 老同学 好久不见 猪童笑呵呵地上来 跟陈阳拥抱了一下 陈阳也笑着 跟他拥抱了一下 猪童是他中专的同学 上下铺的兄弟 关系一直都很不错的 只是上一世毕业之后 二人各奔前程 就没怎么见面了 陈阳没想到这一世 居然还能碰上 这是我未婚妻江聘 猪童把身边的女孩 介绍给陈阳 嫂子好 陈阳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江聘也点了点头 只是神情有些拘欧 对了 猪老大方不方便借点钱 很快就还你 陈阳挣范畴呢 居然就碰到了猪童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要多少 猪童愉快地拿出了钱包 五千吧 陈阳说了数 啥 猪童愣了一下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普通的工薪 阶层得五六个月的工资 是这样的 我邻居出了点意外 我来得匆忙没带钱包和手机 陈阳解释道 猪童略意沉吟 从兜里掏出一张卡 他身旁的江聘 有些不乐意了 多年不见的同学 刚见面就借钱 而且还要五千 怎么看都不靠谱 再者 陈阳翻墙过后 衣着凌乱 看起来很惨的样子 不方便就算了 陈阳也觉得 这个时候借钱不太合适 猪童低头跟江聘说了几句 江聘这才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兄弟 这张卡里有八千 秘密六个六 你先拿起用 猪童把卡交给陈阳 谢了 猪老大 陈阳接过卡 把抢救费给缴了 然后又把卡还给了猪童 抢救非常的顺利 大妈也恢复了神志 说出了家人的信息 医院很快给大妈的家人打了电话 大妈的家人正在赶来 陈阳见大妈也醒了 家人正在赶来 也没自己什么事了 就放心地离开了 猪老大 来咱们干一杯 陈阳拿起酒杯 跟猪童碰了一下 老同学好多年没见 今天碰到了 自然要喝一杯 干 猪童还是那么的豪爽 江聘神情冷淡 似乎对陈阳有些不爽 在他看来 猪童就是个冤大头 陈阳这个样子 哪里有钱还 五千块 恐怕是要打水漂了 这顿饭 恐怕最后还是要猪童买单 猪老大 这些年你忙啥呢 陈阳好奇地问道 哼哼 我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 这是我的名片 猪童把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陈阳 经理啊 陈阳接过名片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现在物流公司 可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干这个 还是很有前途的 兄弟你现在干啥呢 还是干药材吗 还是干老本行 跟着你爸干药材 绝对有前途 猪童知道陈阳的家境的 提起这个 陈阳忽然叹了口气 哦 我爸没了 去年的事情 啥 猪童愣了一下 接着端起酒杯 跟陈阳碰了一下 兄弟 极爱 没事 陈阳也不以为意 二人又谈起往事 越谈越是亲切 其实 关系最纯粹的 就是同学了 喝了一阵 江平有些不耐烦了 哦 猪童 时间不早了 我还得去做头发呢 听到陈阳家是干药材的 江平稍微有了些惊讶 但听到他爸没了 现在又是这副模样 江平心中的那点重视 也就没了 一个落魄的同学 有啥可聊的 陈阳也放下了酒杯 笑道 既然嫂子有事情 老大 你还是先送他过去吧 有空的话 咱们接着聊 老大 你给我留个卡号 我回去就把钱给你转过去 他已经知道了 猪童的联系方式 以后自然随时可以联系 你自己去做吧 离这里也不远 我好容易跟老同学碰上 怎么的 也得喝个精兴吧 猪童有些不高兴了 呵呵呵 就知道喝 我问你 究竟是我做头重要 猛的一拍桌子 不就做个头吗 什么时候不能去 我跟老同学多年没见 喝点酒怎么了 女朋友可以闹 但一定要分场合 在他兄弟面前闹 这是不给他面子 好啊 江平马上炸毛了 你跟你兄弟亲事吧 这又借钱又吃饭的 我不亲 你跟你兄弟过去吧 说着 拿起包气匆匆地走了 陈阳一脸尴尬 好吗 这借钱还借出货来了 江平头也不回地走了 猪童也觉得没什么面子 端起酒来闷了一口 老弟 让你见笑了 猪童苦笑着说道 是我的错 我 陈阳还想解释什么 你有什么错 咱们是老同学 是睡上下铺的兄弟 你落难了 老哥我能袖手旁观吗 猪童想了想 从身上掏出一叠钞票 递了过去 老弟 我能帮你的不多 卡里还剩这点钱都取出来了 你先拿去 以后有什么需要 给我打电话 猪老大 你误会了 陈阳哭笑不得 这兄弟还真是实在啊 行了 都是兄弟 就别硬撑了 看得出来 你现在混得不咋地 可不是吗 陈阳翻墙的时候 弄得一身狼狈 外观看起了 的确有些差强人意 猪童把钱硬塞进陈阳的口袋 他以为陈阳爸没了 家里的支柱倒了 现在肯定有些困难 陈阳心中 忽然有些感动 这就是兄弟 无论你现在混得好坏 能帮的 都会尽力的帮 很好 陈阳把钱放在了一边 问起猪老大现在的情况 猪童简单地说了 原来他毕业以后 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就学了大车证 给人家当大车司机 干了几年后 老板觉得这个小伙老是可靠 就把外甥女介绍给了他 这样一来 猪童就成了老板的准外甥女婿 后来老板生意扩大 成立了物流公司 手下有十几辆大车 猪童也成了公司的经理 这些年也一直兢兢业业 把公司管理得很好 这么说 你是遇上贵人了 陈阳笑道 这物流公司的老板 对猪童还是很不错的 老板对我自然是没得说 只是 猪童迟疑了一下 接着叹了口气 道 算了 不说这些扫兴的事情了 喝酒 陈阳跟他碰了一杯 其实他不说 陈阳也看得出来 貌似这家伙的未婚妻 很是强势 也对 在人家眼中 猪童就是靠着他姨父起来的 离开了 他姨父啥也不是 猪老大 有没有兴趣 自己搞一个物流公司 陈阳笑眯眯地问道 他早就有这个打算 今天碰到猪童 也算是一切奇迹 自己搞 猪童眼睛一亮 接着又黯淡了下来 还得有自己车队 还要招司机 猪童的老板 有矿上的关系 所以不愁货源 这些年下来 大车都有十几辆了 这一套下来 没个大几百万 是搞不定的 他一个打工仔 哪有这么多钱 钱不是问题 货源也不是问题 我能来解决 就看你乐不乐意 陈阳端起了酒杯 喝了一口 借钱看人品 说实在的 今天他借这钱有些突兀 人家想都没想就借了 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现在人家更是把剩下的钱 都给了自己 足见猪童的人品 二人既是同学 又是兄弟 他也有心提携一把 你 猪童瞪大了眼睛 上下打亮了陈阳一眼 忍不住笑道 兄弟你没喝多吧 算了算了 我知道你在吹牛逼逗我 但我还是很高兴 来来来 别说这没用的 喝酒喝酒 好吗 陈阳摸了摸鼻子 他说的可是实话 以他现在的实力 投点钱开个物流公司 根本就不在话下 以海王公司现在的业务 养活一个小型的物流公司 也没啥问题 不是 这家伙从哪里看出 自己是在吹牛逼 眼瞅着酒喝的差不多了 猪童晕晕乎乎的站了起来 起身把账结了 兄弟 我还有事情 就先回去了 有空给我打电话 咱们接着喝 猪童摆了摆手 招了一辆出租车 陈阳忽然道 猪老大 有空的话 去药材市场的海王公司转转 那是我开的 猪童也没当回事 打了个OK的手势 钻进了出租车 看着口袋里的三千块钱 陈阳忽然笑了 笑得很暖 真好 陈老板 这边请 这边请 老王点头哈腰 引着陈阳进了房间 房间很大 里面摆了一张圆桌 周边坐了十几个老板 粗略地打量了几眼 都是专营的老板 陈老板来了 看到陈阳进来了 众人都笑着打招呼 这么多老板都在啊 老王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一好准备点好酒啊 陈阳似笑非笑道 陈老板客气了 老王起了一瓶好酒 给陈阳满上了一杯 笑道 现在市场上 谁不知道海王 谁不知道陈老板 就是 听说陈老板去了一趟云省 一出手 就把三七的行情给捏住了 压得当地行业 退币三社 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陈老板这是猛龙过江啊 厉害 厉害 我还听说 云省的三七 有一半铲子海王 以后除了云耀广耀 那就输海王了 众人你一句 我一句 不停地给陈阳带高帽 没办法呀 之前大家 共同针对海王 想把海王限制在第三梯队 可人家海王 自己开始搞专供了 海王搞了云耀 云耀就马上脱离了专供行列 谁都能搞得到的药材 自然没什么门槛 市场上云耀专营的老板们 开始倒霉了 大部分人 已经开始吐血转行了 海王这番杀鸡儆猴 震撼了所有的专营老板 他们这才意识到 海王根本不是他们这帮人 能限制住的 所谓资金 技术 门槛 在人家海王的眼中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随便 搞你就得完蛋 既然打不过 那就加入吧 把海王拢到一张桌子上来 组建利益共同体 陈老板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上搞云耀的 都是怨声载道 很多老板都被迫改行了 老王偷偷看了陈阳一眼 起了个话头 哦 陈阳夹起一个黄瓜 咬在嘴里 咯崩萃 以海王的资本 一旦介入哪个专营 哪个专营行业都会倒霉 这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呢 陈阳擦了擦嘴 笑着问道 老王瞬间不说话了 众人一看 也不好接这个话头 诸位觉得 是我不该搞云耀吗 陈阳反问了一句 不不不 众老板急忙摇头 自由市场 公平公正 你搞什么是你的自由 门槛之所以称之为门槛 能够限制的 只是那些实力不够的 踩不进来的经营户而已 但对海王来说 根本就没什么门槛 现在的情况是 海王搞了哪一路货 哪一路的老板 就没什么活路 所以大家都怕呀 他们虽然经营了多年 但比不得海王财大气粗 死了一个云要不要紧 但接下来 海王继续搞别的 他们可就要抓瞎了 其实海王也不想这么麻烦 你看去产地搞货 又辛苦又累 还要应付很多事情 但不搞不行啊 没人给海王供货呀 要是来个大客户 指定要什么药材 我要说没有 人家还能在海王买货吗 陈阳淡淡地说道 众人脸色都有些尴尬 说起来 这还都是他们的不是 毁不该当初啊 人家海王好好地 从你手中拿货 你忽然就不卖了 人家岂能高兴 得 陈老板 以前呢 我们是鼠目寸光 有些事情呢 考虑的不是很周全 您多见谅啊 是是是 陈老板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以后呢 海王要什么货 只管开口 是啊 陈老板 大家都是同行 低头不见抬头见 何必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陈老板 别的我不敢保障 只要海王有需求 我这边的货 优先攻击海王 现在海王的云药 算是市场上独一份了 也算是咱们专银行业的一份子了 以后 咱们可以互通有无 互通有无 看到这些老板 一个比一个恭敬 陈阳嘴角露出了微笑 以前专营老板们 针对海王 打压海王 嫌弃海王 现在老板们哭着喊着 要跟海王组队打booth 这就是实力 实力不够 不要应酬 实力够了 人家会心甘情愿地抬你上桌 这还要看陈阳的心情 心情好了 或许能跟你们一起吃喝 心情不好 把桌子一掀 老子再摆一桌 既然诸位老板看得起海王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不过 大家若是想跟海王 共同进退 我倒是有个提议 陈阳思条漫里地说道 陈老板 您请说 老王急忙问道 众人也都盯着陈阳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诸位应该听说过 海王之前 跟其他经营户 签订的合作协议 如果大家愿意 跟海王签订这种协议 海王以后 自然也就放心了 陈阳想趁机 将这些专营老板 一网打尽 合作协议 众老板忍不住面面相去 他们倒是知道 海王之前 跟很多散户老板 签订了供货协议 说是合作协议 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沦为了海王的供货商 但这些老板 跟那些散户不同 他们做的可是 特种专营药材 不是那种 一抓一大把的常用药材 凭借专营这两个字 这些人就能在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 一旦签了这份协议 海王就能名正言顺地 从他们手上调货 这不就成为海王的仓库了 生意干到专营的老板 自然都是有些想法的 干自己的生意不好吗 非要当别人的供货商 有人面露不愤 有人沉默不语 有人患得患失 也有人交头接耳 陈阳也不说话 只是端着酒杯 自饮自愁 好 老王一拍大腿笑道 我签了 我的仓库随时向海王敞开 只要海王有能力 搬空我的仓库 我都没怨言 这家伙离海王比较近 对海王的业务 也十分地了解 知道海王的业务 还是以中小客户为主 专营药材 也就偶尔能够开单 一年到头 也卖不了多少 所以老王很干脆 也很鸡贼 对对对 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 不签的话 海王会继续搞其他专营 一旦被海王搞了 这一行算是玩犊子了 为了让海王不再搞专营 他们也必须要签 海王卖常用药材很牛逼 这一点他们承认 但专营药材吗 也就一般般了 就算签了 一年到头 也卖不了多少 很好 陈阳满意的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我就让吴经理准备好合约 到时候还请各大老板签字画押 没问题 众人欣然应语 第二天 就有几十个专营老板 跟海王签订了合作协议 有了这几十家经营户的合作 海王就不缺专营药材了 这可是破币的一大步 市场上的专营老板不多 也就一两百户 跟陈阳合作的这几十家 基本上可以囊括市面上 能见到的专营药材 也有些的专营老板不鸟海王 这些人要么是产地过来的 要么背后有强大的靠山 或者合作伙伴 前者在渠道上有很大优势 人家本身就是产地的那边的人 家族或者祖辈都是干这行的 即便是海王过去了 也未必干得过人家 后者更厉害 人家有固定的客户 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海王根本威胁不了人家 不过陈阳也不以为意 拿下了这几十家专营老板 就等于打破了专营的壁垒 现在海王公司 随时都能开展第二梯队的业务 这算是一个质的飞跃 当然了 这些专营老板们也不是真心服他 只是大势所趋 不得不低头而已 潜意识里 人家也不觉得 海王能搞多大的业务 陈阳马上组建了新的业务部门 有了专营药品 海王公司的业务 就不能老是局限于市场内 他们要出去跑客户 但这业务经理 这时敲门声响起 老板 秦云喜滋滋地跑了进来 秦云 有事吗 陈阳也是明知顾问 话说最近几天 小姐姐可是没少在他耳边抱怨 弄得陈阳都不敢见他 老板 咱们公司现在组建了新的业务部门 是不是要开展新的业务 作为公司的高层 秦云自然清楚现在的规划 哈哈 这个 只是暂时有这个想法 陈阳打了他 老板 我想进业务部 我要跑业务 秦云兴奋地说道 这个 财务部离不开你 怎么离不开 现在我已经 把业务交给了小方 他现在可以独自处理财务了 那啥 小方还年轻 离不开你的悉心指导 老板 你说话不算话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你要说话不算 我就让大家来评评理 大家都过来看啊 老板他食言而肥 说话不算 秦云音调高了几分 明显是故意的 唉 别那么大声 搞得好像我怎么你是的 陈阳急忙制止了他 他真不舍得放秦云出去跑业务 那你答应我 让我进业务部 小姐姐豁出去了 这次说什么都得让陈阳点头 搞业务很辛苦的 我不怕辛苦 整天坐在办公室 我都快发霉了 搞业务要处理各种关系 我记得你不喜欢送礼 这是 没问题 不就是送礼吗 我早就想明白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廊 舍不得老婆逮不住流氓 只要有利可图 管他什么节操不节操 秦云阵阵有词 他早就准备好了 陈阳哭笑不得 这叫什么事啊 不是这姑娘脑袋有坑吧 放着空调办公室不做 非得火急火燎的出去跑业务 跑业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会喝酒 要会搞关系 说不得还有潜规则 那些当领导的 还能没几个老色笔 你一个女孩子 长得又这么漂亮 真的不合适 陈阳只能放大招了 呃 秦云果然犹豫了 送礼喝酒搞关系 他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潜规则 他还真受不了 尤其是那些 手握权力的中年油腻领导 想想就觉得恶心 我早就考虑过了 你真的不适合干这个 财务你要是厌烦了 我给你调个岗位就是 陈阳打折随棍上 尊尊善诱 秦云迟疑了一阵 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 女孩子家 搞什么业务呢 陈阳心中松了口气 放秦云这种人 才出去跑业务 他才是脑子真有坑 不让我搞业务也成 但我得换个岗位 秦云很快有了主意 没问题 你说 陈阳满不在乎 以秦云的能力 的确可以胜任任何的岗位 我要当你秘书 跟着你 秦云坚定地说道 啥玩意 秘书 陈阳愣了一下 屁大的公司 要啥子秘书啊 再说了 让秦云这种人才当秘书 他脑子不是有坑 是有祥了 秦云 我不需要秘书 再说 以你的实力 当秘书 那不是抱殓天物吗 陈阳又开始诱导 要么你让我当你的秘书 要么放我出去跑业务 两样随你选 否则我就不干了 秦云一副吃定陈阳的某样 他也知道 陈阳不舍地放他离开 这样吧 我让你当海王的副经理吧 我就要当秘书 别的不干 不是 你为啥非要当秘书 当秘书能跟着你啊 能跟着你学东西啊 老板 我来海王 就是奔着跟你学东西来的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不行的话 我就辞职回家 秦云发出了最后通牒 海王能够一步一步地壮大 老板陈阳自然是功不可没 小姐姐可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 她想跟在陈阳身边学习 充实自己的能力 她可不会在财务和管理上 待一辈子 陈阳没办法了 她自然不能眼睁睁地 放走秦云这个人才 不过她 还是有些不死心 当秘书也很辛苦 没事 我能撑得住 秘书可不是光搞工作的 还要负责生活上的照顾 呵呵 没问题 你是我老板 我乐意伺候你 放心吧 我是个有耐心的人 伺候人也不在话下 你可是心安药业的大小姐 给我当秘书 你们秦家肯定有意见 啥心安药业 在海王的面前 就是个小朋友 险些忘了 之前心安药业资产 还跟海王差不多 现在海王早就是 心安药业的数倍了 眼瞅着这姑娘油盐不尽 陈阳已狠心 道 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我可是男人 你离我这么近 就不怕我签规则 秦云愕然 接着又看了陈阳一眼 忍不住扑斥一笑 老板 想要钱我的代价 可是很大的 你有胆子的话 可以试试 陈阳彻底被她打败了 值得无奈地挥手 明天来上班吧 谢谢老板 老板 这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 您看看啊 老板 这几份是新签订的合作协议 没啥问题的话 您签个字 老板 您今天还有什么安排 都写下来 我来帮您处理 老板 这是刚给您泡的茶 您喝着哈 秦云开始了暖心小助手的模式 陈阳嘴角抽搐 似乎有些生无可恋 一个双学位的重点本科 拥有丰富的财务 和管理的经验的人才 非要在他身边 端茶倒水当秘书 整个海王上下都一轮纷纷 八卦二人之间的关系 但秦云却乐在其中 算了 陈阳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身边多了一个助手 他这个总经理 倒是清闲了很多 有什么事交给秦云就成 更难得的是 人家懂财务又懂管理 无论是财务报表 还是工作计划都能处理 经常还能提一点建设性的意见 甚好 老板 外面有一个叫朱同的 想见你 一个伙计过来汇报 秦云这个助手的出现 大大的解放了吴军 他这个门店经理 就不必实实地守在陈阳的身边了 猪头来了 陈阳嘴角露出了笑容 急忙站了起来 陈 陈阳 再次见到老同学 朱同有了些拘束 善善地有些不好意思 他以为陈阳混得不好 所以才借钱的 兄弟混得不好 他自然要帮一把 至于那八千块钱 朱同也没指望陈阳会还 可过了两天 他去银行办事的时候 忽然就发现 卡上的八千块已经还上了 这下引起了朱同的怀疑 陈阳真的是缺钱吗 他想起陈阳似乎说过一家 叫海王的药材公司 于是就去打听了一下 这一打听不要紧 朱同是瞬间有些傻逼了 海王公司在药材市场 是那可是大名鼎鼎 而总经理就是陈阳 换句话说 人家现在已经混大发了 朱同有些坐立不安 思来想去 还是来了海王 想跟陈阳解释一下 老同学 欢迎 欢迎 陈阳主动拥抱了一下他 热情地招呼着来到了办公室 请用茶 秦源主动给朱同泡了一杯茶 朱同有些受宠落惊 这老同学可以啊 身边的秘书都这么漂亮 朱老大 上次没给你惹什么麻烦吧 陈阳给朱同递了一根烟 谢谢陈总 朱同双手接烟 十分的恭敬 陈阳笑了笑 道 你这家伙搞什么 跟我还客气 朱同有些不好意思 之前不知道你的情况 我 好了好了 陈阳给他点了烟 然后自己也点上了 患难见真情 朱同虽然没什么钱 但做事还是很仗义的 这年头落井下石得多 能在你落魄的时候 伸一把手的 已经难能可贵了 老同学 之前我提的那件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陈阳直接开门见山 搞物流公司吗 朱同也来了精神 老板对他是好 但也是建立在 外甥女的基础上的 他终究是个打工人 朱同也想搞一个公司 自己当老板 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陈总 我干了多年物流 这一行比较熟 只是缺少资金 和固定的货源 呵呵 别这么客气 还是叫我陈阳骂 陈总什么的 听着别扭 那好 我就叫你陈阳 你叫我朱同旧成 资金没问题 货源也没问题 海王公司现在的业务 养活一个小型的物流公司 是没问题的 我一直有搞自己物流的想法 现在就缺一个管事的人 老同学 你愿意过来吗 陈阳 多谢你看得起我 我愿意跟你干 朱同立即表态 呵呵 陈阳笑了笑 不是跟我干 是咱们合伙干 我投资 你管理 股份吗 给你三成 你看怎么样 啊 朱同又惊又喜 三成股份啊 还是管理 这根本就是白赚 陈阳 太多了 太多了 朱同有些不好意思了 物流行业是个 比较有前景的行业 我个人十分的看好 希望你能够 好好地把握住机会 陈阳也不废话 建立物流公司 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他早就有这个战略布局了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负责人 现在朱同来了 物流公司的最后一块 拼图也就完成了 海王公司现在的业务量 完全可以养活 一个小型的物流公司 陈阳 朱同激动地站了起来 道 既然你看得起我 那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海王有货有车 这个物流公司 我若是再干不好 那干脆找块 豆腐撞死算球 那好 你回去 好好准备一下 等我电话 也用不了几天 物流就能开业 那行 我回去 马上辞职 朱同喜滋滋地离开了 他早就受过了江聘的强势 现在 他要自己当老板了 不指望江聘的姨父 江聘 要是再敢给自己脸色 他就会一巴掌扇过去 秦源 你马上去注册一个物流公司 就叫海王物流吧 注册资金就一百万吧 股权分配 就按刚才从谈的处理 老板 你为啥要搞物流啊 从海王公司 目前的状况来看 完全没必要搞物流 秦源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 与其花费精力 搞一个物流公司 还不如把运输 这一块分包出去 呵呵 陈阳只是笑了笑 成了自己的物流公司 一直都是海王的战略目标 短时间内看 盈利作用不太大 但时间长了 物流就会成为 海王重要的渠道 试想一下 如果所有的城市 都有海王的物流点 那么海王的药材 就能在第一时间 铺满全国 后世的京东 为何能跟阿里抗衡 就是因为 人家手中 有一个庞大的物流体系 京东的物流 可以精确地 投送到家的单位 当然 现在说这个海藻 物流公司前景很广阔 我很看好 再说咱们海王 要是有自己的物流 以后在行业里的话语权 更大一些 陈阳简单解释了一下 秦源不说话了 好吧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等一下 陈阳又想起了什么 既然是公司 租个仓库 位置不重要 关键的宽敞 要能进得去大车 然后 你去人才市场 招几个人吧 财务要一个 管理也一个 另外再招几个工人 知道了 秦源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小抱怨 伺候这家伙 还真是件容易的事情 算了 看在他这么优秀的份上 好好干呗 晚上回家 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这才是家的感觉 甚好 陈阳心中 闪过一阵温馨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谁啊 陈阳好奇地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对中年夫妇 手上还领着礼品 请问陈阳先生在家吗 二人十分地客气 哥 找你的 陈阳喊了一句 谁啊 陈阳走了出来 看到二人也愣了一下 二人四十来岁 不到五十的样子 好像不认识啊 陈先生 您好 我叫乔安 这是我妻子杜英 就住在您的隔壁 感谢您救了我妈 二人齐齐地鞠躬 原来是对门大妈的儿子 和儿媳妇 快请进快请进 陈阳急忙接过礼物 把人迎了进来 二人到了生县 来到了客厅 陈语乖巧地泡了两杯茶 送了上来 二人再道谢 大妈身体好点了没 哎 原本想着去看看老人家 只是最近几天有些忙 陈先生客气了 由于抢救的及时 我妈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下来 明天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乔安看了一眼妻子 后者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包 陈先生 这是您为我婆婆垫付的医疗费 感谢您的热心援手 小事 小事 陈阳也没客气 能住在这个小区的人 自然也不是穷人 陈阳拿出香烟 礼让了一下 乔安摆了摆手 笑到不会 见乔安不抽烟 陈阳也就不抽了 简单了解了一下 陈阳这才知道 两口子在绅士开公司 是搞软件的 乔安老家是乔成的 父亲去世的早 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 两口子多次要接母亲 去绅士享福 但老人家故土难迁 舍不得离开绅士 乔安就给母亲 买了一座大房子 请了一个保姆照顾 出事的那一天 保姆凑巧回家了 所以才有了这一截 又聊了一阵 二人起身告辞 陈阳客气地送出门外 二人上了车 缓缓地离开了 哥 你这是干什么事了 还没找上门来了 陈宇好奇地问道 李莹也好奇地看着儿子 刚才他见客厅里有外人 也就没过来凑热闹 所以也不知道 说了些什么 也没干啥事 陈阳简单解释了一下 哟 哥 难得你还干了件好事啊 丫头 怎么说话呢 你哥就不能干件好事 切 你让咱妈说说 从小到大 你干过几件好事 吆喝 反了你了 敢嘲笑你哥 陈阳洋装生气的样子 捋起袖子 要教训陈宇 妈 我哥打我 陈宇笑着躲在了 老妈的身后 唉 李莹无奈地摇了摇头 都是孩子啊 比起这个 李莹觉得 对门的老太太 有些可怜 年纪都这么大了 而女都不在身边 孤零零地一个住在大房子里 李莹感同身受 心中也打定了主意 以后可要跟对门老太太 多走动走动 免得老人家寂寞 第二天一早 老太太出院了 回到家里 老人家还带着儿子 洗专门过来道谢 陈阳去公司了 李莹和陈宇全程接待 老太太跟李莹一样 都是农村出来的 也年纪轻轻就守寡了 结果自然是越说越有共鸣 再仔细交谈 发现二人的娘家离得不远 这下更是越说越亲 乔安插不上嘴 只得坐着喝茶 这边杜英倒是跟陈宇聊上了 他旁敲侧击地打听了 以下陈家的情况 陈宇也就是个孩子 自然是之无不达 夫妇二人对望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的惊讶 这陈家相当优秀啊 陈阳是公司老板 手下员工几十人 从事的也是赚钱的药材行业 更难得这孩子才二十露头 就有如此的成就 当真是前途无量啊 这陈宇也不差 知书达理 长得漂亮 还是个准大学生 杜英忽然就有些想法了 就在这时 他不能答应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 阿姨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李英也十分的客气 老婆子今年六十九了 生了三个孩子 除了老大 剩下都夭折了 老大现在忙 一年到头 也回不了几次家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闺女啊 我跟你挺投缘的 你要是不嫌弃老婆子 我认你个干闺女成不成 阿姨 这 李英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妈 乔安急忙道 您老别为难人家 他转头又对李英道 大姐 我妈年龄大了 脑子有些不好用了 说了什么糊涂话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刚见了一面 就想任人家当干闺女 这不是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吗 再说了 人家陈家可不比他们乔家差 人家犯得着任你这个干娘吗 李英犹豫了一下 接着看了老太太一眼 看到他满脸的期盼 心中忍不住一柔 老太太 我娘去了也有多年了 您要是觉得身边没个说话的人 我乐意任您这个干妈 众人皆惊 乔安觉得有些不合适 老太太都这个岁数了 再任人家当干女儿 想了怎么办 他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妻子扯住了 后者轻轻地摇了摇头 乔安无奈地摇头 算了 老太太高兴就好 话说这些年 他们二人 还真没怎么陪母亲说说话 有个干姐姐陪着 老人家或许也不会寂寞 乔安已经打定了主意 以后他要再请个全职保姆 不会让这个干姐姐操心的 好闺女 好闺女 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扯住了李英的手 不停地念叨着她有闺女了 有闺女了 李英也跪下磕了个头 叫了一声干妈 老太太热泪银矿 从手腕上退下来一个镯子 亲手给李英戴上了 算是正式扔下了这个干女儿 从今以后 这就是你们的姐姐了 长姐如母 你们两个快给你们姐姐 敬杯茶磕个头 老太太发话了 这也是乔城这边的规矩 乔安和杜英迟疑了一下 还是跪下了 要给李英磕头 哎哎哎 使不得 使不得 李英急忙扯住了二人 三人年龄相差不大 让他们磕头的话 他还真有些过意不去 这个干亲算是认下了 家里发生的事情 陈阳自然不清楚 今天海王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时隔半年 任何堂华东分公司 终于给海王下了第一张药材订单 5000吨各色药材 市值5 6亿 绝对是一份超级大合同啊 任何堂的采购十分的严苛 每一个流程都有相应的规定 每一位药材都要有相应的检测标准 陈阳自然也不敢怠慢 找货 看货 检验 达到标准后 这才下单入库 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为此 他还专门成了一个治监部门 负责检验所够的药材 至于货源 自然是优先从合作伙伴里挑选了 这一下整个市场都沸腾了 5000吨药材够一般的商家 吃10年了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海王居然成为了 任何堂的合作伙伴 任何堂那可是六大药企的龙头啊 每年数百亿价值的药材吞吐 就算只是一个分公司 那每年也得几十亿啊 几十亿从手上流过 就算是海王平来平去 那也得有几千万上亿的利润 海王这事抱上了粗大腿啊 不少没跟海王建立 合作关系的商家 后悔得要吐血 当时他们怎么就傻逼了呢 他们怎么就没看出来 海王的潜力呢 王老板等人更是震撼万分 同时也狂喜过望 之前他们害怕 海王搞专营药材 这才不得不低头装孙子谈合作 合作协议是签了 但每个人也不以为然 海王的业务 主要集中在第三梯队 也就是常用药材这一块 对专营药材需求不大 基本上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但现在看来 还是草率了呀 人家这是不鸣则矣 一鸣惊人啊 直接从第三梯队 跳到了第一专供梯队 专供的对象还是人和堂 卧槽 这陈阳上辈子 是烧了多少高厢啊 海王牛逼带闪电 众人无不进服 愣着干啥 抢单去啊 各家争先恐后的 把自己的库存 报给了海王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机遇 搭上了海王这辆顺风车 他们的生意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5000吨药材 可不是小数目 海王上下忙活了一整天 才算是初步找齐了货源 接下来就是送检 等候检验单出来 然后连同报价单一起 递给华东公司的检验部门 通过华东公司的检验合格后 双方才能正式签订 采购合同 海王公司开业也近一年了 各项程序也都熟悉了 每个部门也都各司其职 饶事如此 陈阳还是忙得找不到呗 毕竟第一次接大型公司的单 他要好好地把关各个环节 文青信得过他 他也不能对不起朋友 再说 这是海王和华东分公司的 第一桩买卖 陈阳自然要上心 这下忙坏了秦云了 当老板的动动嘴 他这个助理要跑断腿了 所有部门都要由他来沟通 陈阳有什么要求 也要他来传达 甚至一些事情 也要他来落实 不过 小姐姐十分地兴奋 这才是他想要的工作 这也是他追求的锤炼 晚上七点钟 海王上下这才松了口气 一切就绪就等着明天送检了 乔城当地就有药材质检中心 一般的药材质检报告都能开 不过 任何堂有自己的质检 他们的要求也比较高一点 既然客户有这种要求 海王自然要满足 所以 陈阳找的货都是高标准的 只待质检结果过了 这张大单算是抓在手里了 陈阳让吴军安排了晚饭 好好犒劳一下员工 听到老板请客吃饭 众人自然是欢声雀跃 争先恐后地去酒店了 只有秦园趴在了沙发上 一根手指头都懒得抬起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媛媛姐 去吃饭了 财务小芳招呼了一声 你们先去吧 我缓一缓 秦园有气无力地说道 小芳点头 陈阳推门进来 怎么了这是 累着了 老板 秦园急忙坐了起来 好了好了 陈阳拿起了外套和皮包 笑道 你继续啊 我先回家 今天的员工聚餐 他就不参加了 因为妹妹刚刚打电话过来 让他回家说是有事情 要告诉他 老板 等一下 秦园站了起来 怎么了 有件事情我很奇怪 任何堂怎么会找海王供货 秦园不解地问道 同为要起 秦园自然清除人 和堂在要其中的地位的 就算只是一个分公司 那双方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按理说 任何堂应该找 更有实力的公司 而不是海王这种 中介性的公司 今天这张大单 不仅震撼了外人 还震撼了所有员工 小姐姐也是一脸不相信 如果这单业务 是陈阳自己跑的 那还真是牛逼上天了 陈阳笑了笑 道 这是秘密 他懒得 解释太多 老板 说说呗 秦园追了上来 这本事 一定要好好地学学 想知道啊 陈阳邪腻了他一眼 嗯嗯 秦园点头 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陈阳招了招手 小姐姐急忙凑了过来 因为华东分公司总经理 是我的小情人 陈阳半开玩笑地 在他耳边说道 啥 小情人 救你 秦园120个不相信 他自然是知道文青的 只是不清楚二人的关系 毕竟他不是海王的老人 不过文青既然能当上人 和唐的风江大吏 那肯定也是实力超群的人物 这种人会瞧得上陈阳 扎心了呀 陈阳原本想理论一下 电话很快响了 赫然是文青的 文总有何指示 陈阳急忙端正了态度 上次因为四个要求的事情 二人闹得有些不太愉快 所以他也收敛了很多 今天是海王第一次供货 一定要重视 文青那边 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文总请放心 我亲自盯着呢 陈阳还是低声道 分公司内部对我更换供货商 十分的不满 所以你千万要小心 这样啊 陈阳缓缓地点了个头 道 我知道了 这么看来华东分公司的 这次采购不能大意啊 说不得就是个套 老板 出了什么事了 秦阳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事 陈阳摇了摇头 他仔细回想了采购的每一个环节 觉得海王做的都很规整 货的质量也没什么问题 除非 秦阳 你马上给我订一张去地都的机票 我要出趟远门 陈阳家也来不及回了 AP 三日后的一个晚上 陈阳从地都归来 哥 你回来了 陈宇急忙赢了上来 嗯 陈阳点了点头 咱妈呢 去干奶家说话去了 干奶 哪来的干奶 陈阳愣了一下 隔壁老太太 认了咱妈当干女儿 现在咱们就多了个干奶了 啥玩意 陈阳猛一击灵站了起来 干奶 对门老太太这什么意思 找个免费的佣人 这老乔家 也未免太极贼了吧 这是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陈阳抱怨了一句 上次给你打电话 就是想告诉你这事 可 你不是出差了吗 陈宇小声的解释 陈阳这才想起出差前 妹妹的确给自己打过电话的 但她急着去帝都 所以就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目已成舟了 种不办 陈阳略一思考 起身去了隔壁 小杨 你回来了 看到儿子进来了 李英有些惊讶 稷儿有些不好意思 任干妈这事 她也没跟儿子商量 乔安夫妇不在 家里有两个中年妇人 看模样 应该是保姆了 哎呦小伙子 快过来快过来 老太太看到了陈阳 急忙站了起来 老太太身体好点了没 陈阳客气地问道 好多了 好多了 老太太扯着陈阳的手 笑道 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 老婆子恐怕已经走了 陈阳也宽慰了老人家几句 小伙子 我那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知道能活几年 我跟你妈挺投缘的 也就厚着脸皮 认了的干女儿 不过你放心啊 我家老大给我请了两个保姆 这边的事情不用她来操心 只希望她有空的话 过来陪我说说话 你可别介意啊 老太太人老成精 先把话说前头了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她就担心母亲实在 上了别人的当 不过 瞅着老太太还是挺懂事的 也罢 既然母亲乐意 那她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老太太 瞧你说的 我妈一个人也慢啊 能跟你说说话 我这当儿子的也放心 陈阳自然不会说什么 大杀风景的话 同时她也理解了母亲的心思 生意上的事情 已经用不上她了 自己常年在外面跑 整天也不着家的 这妹妹也严瞅着要上大学了 母亲一个人 在家也实在是孤单 认个干妈也好 娘俩一起说说话 也能解解闷 听到陈阳这么说 理应心中才松了口气 她还真有些担心 陈阳不乐意 小伙子 哎哟 老太太您别客气 您是我妈的干妈 那就是我的干奶 我就是您的干孙 干奶在上 请受大孙子一拜 陈阳主动给老太太 磕了个头 既然是母亲自己的意思 那她干脆就来个 成全到底 让母亲的面子上也好看 小杨 好孩子 老太太扯住了陈阳的手 兴奋的泪流满面道 想不到我到老了 还能找到的好孙子 乔安夫妇年轻时 一直忙事业 膝下也一直没有孩子 这也让老太太十分的遗憾 家里这么热闹啊 乔安夫妇回来了 看到陈阳跟老太太聊得开心 明显也是一愣 小杨 这是你舅舅和舅妈 理应主动给儿子介绍起来 舅舅舅妈 你们好 陈阳也笑着打了个招呼 哦哦 小陈 陈阳的经济实力不比他差 之前他还有些担心陈阳 不肯让母亲认干娘呢 不过 现在看来 这个年轻人 还是很开明的 老乔 今天你大外甥来了 你可要好好招待啊 杜英笑着说道 对对对 咱们出去吃 去最好的酒店 乔安一拍脑袋 马上安排了酒店 难得陈阳肯叫他一声舅舅 那他这个舅舅 自然要好好招待 一下外甥 不用了 在家里随意吃点就成 陈阳看到保姆 已经开始做饭了 也好 乔安见陈阳这么说 也就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打电话 让酒店送了一些菜 我去叫小雨 杜英去了对门 把陈宇叫了过来 陈宇见哥哥 也认下了这门干亲 心中也松了口气 舅舅舅妈也叫得清热 一家人围着餐桌 有说有笑的 期间陈阳 问起乔安公司的主要经营 这才知道 他是做商务通软件技术的 这玩意陈阳倒是知道 90年代末 商务通曾经风靡一时 呼机你有了 手机你有了 商务通你有了吗 很多人还能清楚地 记着这句广告语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平台通讯工具 不过 好像也就是昙花一现 很快就落败了 至于原因 陈阳也不清楚 应该是被更方便快捷的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取代了吧 现在商务通的行情 应该不太好吧 陈阳试探着问道 是不太好 竞争太激烈了 一部商务通的价格 已经压缩到了几百块 去了成本和技术 基本上都不赚钱了 乔安点了点头 前两年商务通很火爆 但进入了200年后 商务通就开始走下坡路 行业也不太景气 乔安的公司 虽然是做技术的 但影响也非常大 舅舅 我是做药材的 手下有几百个合作老板 每次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都很费劲 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联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陈阳简单地 把后世的QQ群聊 和微信群的功能 简单解释了一下 啥 群聊 能上传图片和文件 还要及时通讯 卧槽 这得需要多大的运行量啊 乔安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按照他的看法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 我的意思是 类似于建立一个房间 然后把大家都叫进来 一起说说话 类似于聊天室那种 可以单独跟一个人聊 也能跟大家一起聊 陈阳早就想弄这么一个平台了 可惜作为8白痴的他 压根就不懂怎么搞 既然这个便宜舅舅 是专业人才 他也就虚心请教了 如果只是类似于聊天室 那种文字传输的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以普通的PDA为基础 重新编写一些程序就可以 但是要是想传递文件图片什么的 现在的技术根本就不可能 这样啊 陈阳点了点头 想象力终究不能脱离实际 他虽然重生了 也有上一辈子的先进经验 但终究不可能超越现在的科技 那就请舅舅 给我设计一套这种程序 然后装进PDA上 我有大量的需求 这个没问题 我就是干着一行的 上下游斗书写 AP 海王物流公司终于开业了 这次陈阳比较低调 也没大张旗鼓 只是带着情缘过来蓬蓬场 现在海王正处于风口浪尖上 还是低调一点好 陈总好 朱童依着光鲜 扬眉吐气 在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年轻男女 有的是新招的员工 有的是朱童拉来的司机 话说他干了多年经历 手中也是有些资源的 大家好 陈阳也点了点头 说了几句场面话 给大家画了一张大饼 十几辆车一字排开 都是刚买的新车 从今以后这些车 便是物流公司的了 接下来就是剪彩 作为幕后大boss 陈阳站在C位 左边朱童 右边情缘 大家一起动剪刀 剪彩过后 陈阳这才跟情缘一起离开 至于接下来的公司 规划和业务开展 陈阳也就不操那份心了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现在就要看朱童的本事了 海王公司该做的已经做好了 朱童要是自己撑不起来 那也就没有提携的价值了 不过 朱童也没让陈阳失望 很快就规划好了 公司的发展计划 海王物流正式开始营业 光是凭借海王的业务 就基本上能够支持物流的运转 但朱童肯定不会满足这一点 他带着手下开始跑市场 找业务 老板 你终于回来了 吴军焦急地来到了陈阳的身边 一脸的凝重 出事了吗 陈阳问道 刚刚华东公司正式通知我们 我们提交的样品质检不合格 有的药材重金属 含量超标 他们要取消跟我们的合作 还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吴军的脸色有些难看 为了做好华东分公司的这一单 海王上下可没少忙活 谁曾想忙活了这么多天 居然什么都没有唠叨 不是 这华东分公司的总经理 不是文青吗 以文大小姐跟自家老板的关系 怎么可能出这种事情呢 莫非 二人闹白了 吴军有些狐疑地看着自家老板 作为公司的老人 他是很清楚二人的关系的 虽然谈不上有奸情 但肯定是不清不白的 呵呵 陈阳微微一笑 等了这么多天 终于有下文了 很好 他们人来了吗 来了就在二楼会客厅 要不要见见 先亮亮他们 别理会 秦源你上去招呼招呼 就说问我很快就过来了 好的老板 秦源点了点头 老板 我觉得还是给文小姐打个电话吧 吴军有些担心 不必了 陈阳笑了笑 啊 我出去溜个弯 你们该干啥就干啥 说着 拿起包离开了 吴军还想说什么 吴经理 您就别操心了 老板早有准备了 秦源鸣嘴一笑 作为陈阳的秘书 他自然清楚陈阳都干了些什么 这样啊 吴军这才松了口气 既然老板有准备了 那他也就放心了 他可是陈阳最忠心的拥顿 话说在吴军的印象中 好像就没有陈阳做不成的事情 吴经理 有件事情 我想问问你 秦源左右张望了几眼 压低了声音 咱们老板跟文总究竟是什么关系 小姐姐很是好奇 当然了 陈阳的说辞他肯定是不信的 文青这么优秀 怎么会是陈阳的情人 这个吗 不清楚 吴军守口如瓶 事关陈阳的事情 吴军那是一概不说 小气鬼 秦源撇了撇嘴 心中却暗暗佩服陈阳这家伙的御人之术 吴军可是海王的大管家 陈阳不在 就数他最大 就算是秦源要干点什么 也要经过吴军的点头 就这么一个大权在握的二号人物 居然就对陈阳死心塌地 连一句闲话都不会说 不说就不说 秦源还就不信自己不能打听出来 圆圆 吴军忽然意味深长道 我是看着咱们老板一路走来的 他的优秀自然不必多说 你既然能够成为他的助理 那就要好好地把握机会 毕竟优秀的人到哪里都惹眼 秦源狐疑地看着吴军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是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嗯 也没啥 你就当我发牢骚吧 我还有事 先忙了 吴军耸耸肩 离开了 海王的规模越来越多 前景也越来越好 他自己的能力有限 以后恐怕是帮不了陈阳什么了 秦源有能力有手段 是陈阳最重要的帮手 二人能够在一起了 自然对海王十分的利好 至于文大小姐 毕竟身份悬殊 有些不现实 秦源愣了半想 忍不住笑了 这老实人是劝说他到追尘吗 呵呵 还真是有趣啊 不过 陈阳的确是挺优秀的 倒追 还是免了 他不要面子的吗 会议室坐着三个人 为首的一个西裤衬衫 穿得挺正式的 只不过不停地走来走去 似乎有些焦急 能不急吗 他们大早上就过来了 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了 居然还没见到陈阳的面 没见着陈阳 这解约的事情自然无从谈起 更何况 会议室的空调坏了 温度很高 让他们更加的急躁 几位 不好意思 空调出了点问题 大家喝点冰水 秦源端了三杯冰水过来 秦助理 你们陈总什么时候能过来 陈总已经接到了消息 正在往回赶 请三位耐心等待一下 秦源笑容不变 吴君这家伙 还真是有意思啊 知道陈阳故意靓着这几位 就让人在空调上动了手脚 这下会议室的温度 跟外面没啥两样 三位穿得人母狗样的 自然是受不了 老实人肚里有牙 这话的确不错 够了 为首的男子站了起来 冷冷到 我们来了也有段时间了 既然陈总不在 跟你们说也一样 别见 秦源笑道 你们代表的 世人和唐分公司 我们可没资格代表陈总 诸位 还是耐心等等 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差这一会儿 解约自然是要签字的 陈阳不在 谁敢签字 听到秦源这么说 三个人只能耐心地等待 诸位 我们的工作餐也是很不错的 要不要我 让人专门给三位送过来 秦源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既然老板要折腾几人 那他这个秘书 自然要落井下石 不必了 为首的男子脸色铁青 他也就不信了 陈阳会一直不露面 那诸位就请便吧 秦源耸耸间 带上房门出去了 就这样 三个人在会议室里 又哭忍了一个多小时 陈阳这才诗诗然登场 陈总 你可真是大忙人啊 为首的男子 面色不善地说道 又累又热又呃 能不上火吗 哎呦 不好意思 来晚了 堵车 堵车 诸位 有什么事吗 陈阳大马惊刀地 在会议室坐下了 说也奇怪 他来了之后 会议室的空调马上变好了 三个人对望了一眼 强忍着怒气 陈总 我司已经正式给你们发过函了 你们送检的药材样品不合格 这是我们的检验报告 同时 根据我们之前的协议 海王公司跟华东分公司的合作作费 这是解约协议 您看一下 签的字吧 为首的男子拿出了一摞资料 你是 陈阳协瞥了男人一眼 我是任何堂分公司法务部部长成员 要 律师啊 有前途 是法务部部长 不是律师 成员纠正了一句 是吗 陈阳拿出协议随一番看了几眼 笑道 部长啊 有签字权吗 杀伤力不大 侮辱性极强 陈先生 成员站了起来 意味深长道 你可能还没有了解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任何堂是百年老字号 对于药材的要求十分的严格 现在你提供的药材 不符合我们的验收标准 按照之前的协议 我们可以随时终止合作 还有追逃损失的权利 但是呢 他语气一转 笑道 我们对海王的现状也有初步的了解 药材呢是 你们从其他地方采购的 也并非有意为之 所以呢 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 把协议签了 咱们大家都方便 呵呵 陈阳笑了 分公司的总经理是文青 他是当初缔约的负责人 就算是要解约 协议书上也必须有他的签字 现在看来他根本就不同意 或者他可能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 有人在故意搞事情 看来文青当上了这个总经理 也不是多顺心啊 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啊 这是我们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 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呢 陈总要是不清楚 可以找个专业的人来问问 陈阳把检验报告递给了陈阳 是吗 陈阳翻了翻检验报告 发现出具报告的单位 是同仁堂分公司 合作的一家检验机构 不是总公司的专业检测机构 压根就没什么权威性 你要是拿省标 或者是国标也就罢了 拿一个合作检验机构的报告 来解约 你们还真是干得出来啊 怎么了 同仁堂什么时候也这么多了 陈阳不懈地把报告丢在了桌上 这种万一唬得了别人 唬不了陈阳 话说他研究检验也有段时间了 对于这里面的事情 自然是门清 拿的是一份第三方的标准 糊弄谁呢 陈总 这份报告 是我们同仁堂的合作单位出具的 在同仁堂分公司 有绝对的权威 你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 那我们就法院见 陈阳站了起来 打官司 好啊 陈阳一拍脑袋 笑道 既然是专业的问题 那么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方律师 进来吧 给你找了个大活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方律师施施然登场 不知为何 一想到要跟华东分公司的人 扯皮打官司 陈阳立刻就想到了方清浦 所以立即打电话让他过来 说是有个大活交给他 方清浦听说有大活 二话不说 坐飞机就赶了过来 诸位 下午好 笔人方清浦 云省清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清浦律师事务所 收费公开 同搜无期 打官司 请首选清浦 选了清浦 您不吃亏 选了清浦 您不上当 方律师出场的同时 不忘了给自家打广告 扑吃 一旁的情缘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猥琐的胖子 居然是律师 还真是出乎意料啊 老板究竟从哪里找到的 这种奇葩的家伙 方清浦的目光 落到了秦渊的身上 忍不住眼睛一亮 好一个翘秘书啊 不 不仅翘 还有料 陈阳这家伙 倒是很会享受啊 白天秘书干 晚上干秘书 甚好 甚好 看到胖子的眼神 秦渊有些不自在 悄悄地远离了他的视线 成员等人 有些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 海王就是个小公司 估计根本就不懂什么标准 半哄半骗的签下解约协议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可让他们没料到的是 来到这里 先是被晾了一上午 好容易等到郑主出场了 人家对他们提供的标准 压根就不瞧一眼 现在好了 连律师都准备好了 不是 小公司的人都这么嚣张了吗 陈先生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法庭见吧 成员站了起来 正要收拾东西 别 陈阳按住了他的手 笑道 你们可以走 东西得留下 陈阳 咳嗽了一声 目视方清浦 应该是弟吧 方清浦正在研究情愿 自然没察觉到陈阳的暗示 这家伙 陈阳悄悄地踢了他一脚 啊 还是蜜桃行 方清浦恋恋不舍地 收回了目光 东西自然不能拿走了 这可是证据 你们拿走了 我怎么搞 方律师不客气地 把检验报告和协议给收了起来 陈阳 你想干什么 成员震惊道 干什么 陈阳哼了一声 道 方律师 你来说吧 好的 陈老板 方律师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只见上面 罗列了密密麻麻的条款 海王公司总经理 法人 陈阳先生 正式起诉同仁堂 华东分公司 该公司涉嫌商业欺诈 通过虚构造假 使用违法质检报告 骗取海王公司的钱财 和各种物质利益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损害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陈先生已经把这件事 全权交给了清浦律师事务所 比人方清浦 会全权代理此事 陈阳几个人傻眼了 这个陈阳疯了吗 他居然还有状告人和堂 还真是长见识了 从来都是同仁堂搞别人 还没谁敢搞同仁堂 海王 当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很好 陈阳不怒返校 陈总好破裂 咱们走着瞧 说着带着手下离开了 秦阳也出去了 他似乎有些受不了方清浦的目光 方律师 你说咱们这次的胜算有多大 陈阳眯起了眼睛 方清浦紧盯着情缘背影 意味深长道 很大 那你能打赢吗 呵呵 这个得看你希望不希望我赢 二人对望了一眼 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方清浦自然是说到做到 当天下午就去法院递交了诉讼 起诉了人和堂 由于华东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所以起诉主体只能是总公司 这一下 整个药材行都炸开锅了 人和堂是什么 那可是六大龙头之手 人家打个喷嚏 整个行业都要得感冒 人家稍微抛个媚眼 行业里哭着上门求包养的 一定能踏破门槛 就这么一个财神爷 别说得罪了 稍微说句 重话都是怠慢 海王太牛逼了 居然就敢起诉行业龙头 前几天 两家还是合作伙伴 亲亲我我 令人羡慕 现在就要鸡飞蛋打 对保公堂了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不少人纷纷打探 海王这边虽然三间齐口 但行业里 原本就没什么秘密 事情一时间也传得沸沸扬扬 金陵城 任何堂华东分公司驻地 总经理文青居中而坐 在他的周边 围着十几个公司的高层 文青把手上的律师 喊往桌上一丢 说说呗 怎么回事 还真是新鲜啊 任何堂向来 都是给别人发律师函的 今儿居然收到了 别人的律师函 众人一脸尴尬 文总 事情是这样的 海王公司送检的药材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不能用于生产 为了避免公司遭受损失 我们就派人去跟海王接触 一个高瘦的男子解释了一阵 这个人正是华东公司的 副总田岳海 主管质检和采购 整件事就是他操作的 当然他的话 也说得很有水平 接触和解除合约 根本就是两回事 只是接触一下 人家就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文青似笑非笑地 看着田岳海 呃 这个 田岳海低声道 可能我们的人说话 有些激烈了 文总你也知道 任何堂对药材的把关 很严厉的 是谁派人过去的 文青懒得听他狡辩 田岳海看了文青身边的中年人一眼 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文总 是我让人过去的 我是公司副总 又分管制检和采购两个部门 派人去过问一下 不过分吧 不过分 当然不过分 文青笑了笑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 你让法务部的人过去干什么 什么时候法务部也归田副总管了 田岳海不说话了 文总 这件事我知道 法务部的人是我派过去的 目的呢 就是想给海王那边解释一下 要检不合格的后果 以及后续的问题 中年人终于开口了 他叫文长在 是分公司的常务副总 兼任财务总监 主管财务和法务 是分公司的元老 原来是文副总受益的呀 我就纳闷了 去解约这么大的事情 我这个总经理居然毫不知情 文副总还真是没把公司的程序 看着眼里啊 文青也毫不客气地点出 文长在的跃拳之处 缔约的是文青 这文长在居然背着 他只势手下去解约 这是严重的跃拳 呵呵 文长再也笑了 啊 文总 据我说之 当初跟海王缔约的时候 似乎也没走正常的程序吧 你什么意思啊 文青冷冷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啊 文总出来乍到 对一些事情不了解 作为公司的老人 我那也特别理解 文总迫切希望 做出成绩的心情 不过呢 明显有些操之过急了 海王有些辜负您的信任啊 文长在以老卖老地说道 呵 文青淡淡一笑 当初跟海王缔约 一方面是为了补偿陈阳 另一方面也有他的私心 所以这个提案 是强行通过的 文长在当初没有反对 恐怕是有意留在紧要关头发难 还真是老谋深算 大家都没走程序 所以文青也不必找这个由头说事 文青点了点头 道 文副总 程序的事情暂且不说 我现在就想问问 这件事该怎么处置 律师函已经发到了分公司 法院那边的程序 也在有条不紊的走着 人和唐华东分公司成立十几年了 还是第一次吃到律师函 一旦起诉成功 总公司那边肯定会引起 一番轩然大波 杀伤力不大 侮辱性极强 文总请放心 文长在笑了笑 道 小事而已 文总要是不方便处理 交给我来处理如何 他压根就没把海王 这个小公司放在心上 这么说 文副总能够处理了 文青歪头看了他一眼 只要文总信得过我 我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 不会给公司造成麻烦的 文长在显得特有信心 很好 文青点了点头 道 既然这件事 没有经过我这个总经理 我也就当不知道 希望文副总能够妥善处理 不要影响到公司的声誉 否则 我也保不住文副总 众人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他们也都听出了 这句话的杀鸡 文青招揽海王 做合作伙伴的事情 不符合程序 这文副总派人去解约 也不符合程序 大哥别说二个 都有不对的地方 程序的事情 就算这么接过去了 但海王起诉分公司的事情 必须要处理好 文长再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就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这个责任可不清 公司上下谁都清楚 二位文总斗得很厉害 文青是文家的嫡系 占据了天时 文长再是分公司的老人 占据了地理人和 再逗下去输赢未知 但这件事的突然出现 加大了斗争的剧烈程度 二位文总 这是要图穷比现了 很好 文长再也意味深长道 我不会让文总失望的 区区一个海王而已 文副总 似乎根本就没把陈阳 这么一个关系 互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海王 文青忽然笑了 笑得很开心 要说这个世上选一个 他最能相信的人 那么也只有陈阳了 这家伙虽然偶尔也会 一个谋后定的人 既然他敢起诉分公司 就一定留好了后手 文长再乐一跳 那他自然也乐得成全 希望文副总能保持 这份自信 我可是拭目以待哦 文青站了起来 带着自己的秘书离开了 众人也都看待了 话说 文总上任这么长时间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 小丫头骗子 文长再哼了一声 心中颇不以为然 吩咐下去 给海王施加压力 我要让他们自觉地撤诉 解除合约 人和唐分公司内部的争端 愈演愈烈 海王这边却异常地平静 大家该干啥干啥 似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新业务部门和海王物流 正式开始营运 新业务部门独立于市场之外 自有一套体系 跟市场内业务的 没有太大的关联 他们负责跑的是 地方药企和药材公司 现在海王药材 已经十分齐全了 搞这个业务也是水到渠成 为了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 陈阳也花大价钱 从外面挖来了一名业务经理 这个业务经理是个女性 叫宋秦 三十来岁 从业十几年了 业务能力非常的突出 人家接手海王的业务 没几天就搞定了几家客户 弄来了好几张订单 这可都是地方药材公司的订单 而且是三四年的长期订单 人才啊 陈阳忍不住赞了一声 为了挖来宋秦 他可没少花钱 但现在看来 这钱花得绝对超值 老板 我要是去干的话 比他也不差 一旁的情缘有些不服气 其实小姐姐 一直基于这个业务经理的位置 可最后却成了陈阳的小秘 眼瞅着宋秦干得越来越好 他自然心里不平衡了 你 陈阳摇了摇头 道 不行 怎么不行了 宋经理也不是女的吗 他能搞定 我也搞得定 秦源有些不服气 当初他可是一门心思的 要搞业务的 但被陈阳一句钱规则 给吓了回来 可现在人家宋秦搞得风生水起 也没见有什么钱规则啊 秦源感觉自己被忽悠了 这货该不是基于自己的美色 强行把自己留下里 当小秘好潜规则吧 好像也不对哦 当秘书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 人家还不乐意的 呵呵 陈阳笑了笑 这个宋经理可不简单 常年干业务的女性 哪有简单呢 这个宋秦很放 得开 搞业务就是这样 你能放得开 得到的好处自然也大 虽然陈阳不提倡这么干 但也不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不就是比我大点吗 有啥了不起的 我也行 老板 要不我也去业务部的吧 秦源跃跃欲试 看来还没有死心 哎 陈阳忍不住有些摇头 宋秦是什么样的人 他挖来之前就知道了 你请我愿 没什么可说的 但秦源不同 陈阳是不会让他去搞业务的 这是道德问题 老板 你答应过我的 秦源又来了 你知道宋经理的日常报销吗 陈阳似笑非笑地看着秦源 多少啊 他每天平均要喝三场酒 跳两场舞 开两三次房 能行吗 秦源愣了 喝酒吃饭应该是正常操作 这跳舞开房 开 开房 一个人开吗 秦源小心翼翼地问道 呵 陈阳忍不住笑了 陈阳也觉得自己这个问题 问得有些愚蠢了 自己开房的话 根本就用不着两三次 对不起老板 小姐姐有些脸红了 他这才明白 陈阳说 这个宋经理不简单 是啥意思 所以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好的在这个岗位上干着 学学经验 以后回到西安药业 你也能独当一面了 陈阳宽慰了他几句 自始自终 他也没把秦源当自己的员工 只当是一个来进修的朋友 毕竟他是秦家的人 最终还是要回去的 有了海王这边的经验 回去独当一面 应该也没啥问题了 秦源愣了一下 接着悠悠地看了陈阳一眼 道 我不会回去的 这辈子也不会 说着 扭头离开了 陈阳哑然 这还上脾气了 陈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得罪小秘书吗 方清浦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刚才他进来的时候 凑巧碰到了秦源 想要搭讪几句 却遭受了一波大白眼 方律师 你来得正好 说说官司的事情 进行得怎么样了 陈阳关切地问道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有人已经开始跟我接触了 不过呢 被我给对回去了 对得好 要不是看在文青的份上 老子早就翻脸了 陈阳从保险箱里 拿出来一份文件 郑重地递给了方清浦 方律师 这东西可要说好了 可以在关键时候 给他们致命一击 方清浦接过文件看了一眼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陈老板 您给我说句实话 这是不是你跟文总 联手挖的坑 这家伙老奸巨华 早就瞧出了端倪 呵呵 原本只是以防万一 但现在看来 坑点人还是没问题的 陈阳脸上露出了笑容 接到文青的电话时 他就有了担忧 多做了一手准备 也正是因为这一手准备 让他能从容应对 华东分公司的刁难 顺便坑点人 帮文青解决一些刺头 一举两得 那我就放心了 一定要把握好尺度 不要把任何堂搞臭了 要让他们知难而退 陈阳叮嘱道 搞人和堂不是目的 他要借着这件事 帮文青铲除那些分公司的对手 放心吧 方清普笑道 我干了二十年律师 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 不会误伤了你的小情人的 别胡说啊 陈阳有些心虚 呵呵 方清普看了陈阳一眼 笑道 还不承认 这是在云省可都传遍了的 文总可是亲口承认过的 原本我也不信 不过现在看来 你们两个真的是有奸情 胡说八道 陈阳心中有些坠坠 这是闹得 看来上次的事情 对文青生育 真的很有影响 恐怕圈内的人早就传开了 否则方清普这祸 怎么知道的 陈老板 我要说你两句了 既然有了文总 就不应该再招惹别人 小心文总生气哦 你怎么这么三八呀 老子私生活你也要管 呵呵 谁让我是律师呢 我告诉你啊 同时跟多个女人 保持不正当关系 不道德的 是要被谴责的 是要404的 出去 好 我走 我走 方清普怂怂间 拿起桌上的文件 走了几步 忽然回头笑道 其实 你那小蜜挺不错的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有 滚 陈阳忍无可忍 抓起桌上的书本丢了过去 正中这货的脑袋瓜 方清普惨糊了一声 推门而逃 陈阳叹了口气 这一天天的 啥也不适 金陵城 人和堂分公司 文长在脸色非常的难看 成员等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作为华东分公司的十全二号 文长在这边的关系 还是很厉害的 海王 不过是文青的一条狗而已 我觉得是 这个海王的老板软硬不吃 派人接触 人家根本就不理会 该干啥干啥 该走程序的走程序 施加压力 以文长在的本事 居然找不到 能够威胁可以左右海王的朋友 人家的主要业务 多是些散户 小户 大厂家 大客户基本上没有 就算室友 也影响不到人家 找乔城市场上的大佬 人家一听说是搞海王 心中就有数了 推说不熟 不好插手 人家也不傻 知道是二文之争 谁也不想参合 得罪哪个都不好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当然也有不清楚情况的 吆喝一帮人 准备找海王的麻烦 很快就被行业的老前辈 各种警告 你他妈找死是吧 文家的事情也敢插手 要死死远点 别连累大家 这样一来 文长在真的有些慌神了 海王是不入流 可现在 他是老虎咬刺腕 无处下口啊 为了避免诉讼 对人和堂产生影响 文长在一方面通过关系 继续向海王施压 一方面派人去接触海王的律师 威逼利诱 想要从对方律师身上 打开突破口 给出的条件 可谓是十分的优厚 要是本地律师倒也罢了 威逼利诱一番 多半能够搞定 但这律师是外地来的 脾气也是又丑又硬 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好话说尽 人家就是不理 爱谁谁 文长在这才意识到 问题有些棘手 文总 干脆就让他们告好了 以咱们法务部的实力 还怕一个小小的海王不成 一旁的田岳海 法务部是干什么的 蠢才 文长在哼了一声 鄙夷之色毫不掩饰 人和堂是中药企业六大龙头之首 享誉上百年 若真的被海王告上法庭 不管输赢 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 海王不算什么单位 可人和堂不缺竞争对手 那些人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吗 他们肯定会暗中 推波助澜 落井下石 一旦这件事情闹大了 人和堂肯定要受到影响 文青虽然是总经理 但这是跟他没有关系 人家也装作不知道 里外里都是文长在的责任 这会儿 文长在才意识到 上了文青的当了 二人要是没有勾结 打死他都不行 可惜 已经晚了 文总 现在我们也别无选择 只能抢先一步 先到海王 这时程远出了个主意 先到海王 说说看 文长在来了兴趣 是这样的 我刚刚从精灵法院了解到 海王的起诉程序 还在排队之中 我们可以抢先一步 先去乔城法院起诉海王 到时候再找点关系 赶在海王之前开庭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变成了原告 他就变成了被告 就算日后 他的诉讼程序启动了 大家也都以为 他也是反诉 这有什么区别 田约海有些不解 区别大了 首先在公众的眼中 先诉者是受损害方 后诉者是得益方 可以从舆论上 扭转对人和堂生育的影响 其次 我们先发制人 只需要把手中的证据递上去 就能够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然后再收买一些媒体 让他们炒作一下 海王使用违规药材的报道 这样基本上 就能让他们手忙脚乱了 第三嘛 咱们先起诉 那就是原告 就算日后 他们那个的诉讼也启动了 那也是只能是反诉而已 大家都会觉得 他们是狗急跳墙 于公司名誉无损 就算有人想做文章 也没什么机会 有道理 文长在笑着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还怕海王 就是怕影响任和堂的声誉 要知道 任和堂自成立以来 都是告别人 还没当过被告 现在任和堂是原告 是受害者 可不是被告 这一点尤其重要 陈部长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马上去乔程落实这件事情 放心 一切关系我都给你铺平 只要搞定了这件事 我就会向上面建议 提升你为法务总监 文长在这会儿 蜘蛛在握了 谢谢文总 成员喜出望外 文总 这是今天的工作计划 您看一下 小秘书把资料 放在了文青的手边 放下吧 文青淡淡地说道 这几天他离开了总部 视察下面的药厂 说是视察 实际上就是来躲视来了 这件事 他不能插手 也不方便插手 只能找个由头出来了 文总 我听说副总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付海王 您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小秘书是文青的心腹 对海王的事情还是很清楚的 呵呵 需要担心吗 文青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他很了解陈阳 这家伙是有些头铁 喜欢惹事 但坑人的时候 还是很厉害的 对于这一点 文青是深有体验的 当初他就是靠着陈阳的笋招翻身的 陈先生虽然厉害 但想要跟人和堂对抗 还是有点 要不文总提醒他一下 小秘书委婉地提醒了一句 不用 文青放下咖啡杯 淡淡道 要是他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 根本就没有成为人和堂供货商的资格 对于陈阳 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也不知道是为何 他就是相信 这就是所谓的迷之自信吧 小秘书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却不好意思说 想问什么就问吧 文青难得心情好 文总啊 底下的人都在传 陈总跟您的关系 很亲密的 小秘书支支吾吾地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消息 说陈阳是文青的情人 所以 文青才力排众议 强行通过海王 成为供货商的提议 你信吗 文青歪头看了小秘书一眼 不信 小秘书摇了摇头 笑道 文总这么优秀 陈 他怎么可能配得上您呢 文青是文家的嫡系 国外名牌大学毕业 年纪轻轻 又成为了地狱总经理 陈阳怎能配得上他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一定是文副总那边传出来的谣言 呵呵 文青淡淡一笑 也不再解释什么 小秘书懂事地退了出去 小秦人 文青嘴角露出了笑容 自言自语道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啥玩意 看到法院的传票 陈阳有些猛逼了 不是海王要告人和堂吗 怎么变成了人和堂要告海王 这法院也不对劲啊 金陵法院怎变成乔城法院了 陈老板 这应该是对方先动手了 方清普解释道 他们先动手了 明明是我们先告的好不好 怎么我们倒是成为了被告了 陈老板 这是两个案子 我们告他 他们告我们 不冲突 怎么不冲突了 我们是原告啊 现在成为了被告了 他们反倒成为了原告 方清普 你怎么搞的啊 方清普有些无语 跟一个法盲打交道 还真是件头大的事情 老板 这件事我倒是清楚一些 应该是互相起诉案件了 只是我们那边还没排上号 人家这边先开庭了 一旁的情缘解释了几句 心安药业在创业之初 也遭受过类似的案子 这样啊 陈阳点了点头 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打官司 还有个就地原则 被告属于哪里 就要去哪里告 不属于本地的 一般不受理 特殊约定过的除外 华东分公司属于精灵 海王属于乔城 精灵那边还没排上号 乔城这边的法院 倒是先开庭了 好吗 海王这是原告便被告了 还能这么玩 真是长姿势了 这是应该怎么办 陈阳问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也 放心 交给我吧 方清普拍了拍胸脯 人家干了二十多年律师 啥样的鸟没见过 原告便被告 小case了 那啥 陈老板 这是两场官司哦 我收费可要翻倍哦 方清普舔着脸笑道 秦远有些无语 这也是律师 要不是披着这身皮 比流氓还流氓 你这家伙还真是的 我还能少了你的钱 陈阳笑骂了一句 公是公 私是私 咱们得按程序来 方清普拿出了另一张委托书 请陈阳签字 好吧 好吧 陈阳拿起笔 在委托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还盖上了法人的公章 他知道 这货就这脾气 涉及到收费的时候 一定是资助比较的 很好 收起了委托书 方清普咳嗽了一声 道 那我就正式地接任海王的应速律师 不过有个小问题 想要请教陈总 啥问题 你说 这次应速 我们要不要把底牌打出来 你觉得呢 陈阳反问 如果陈老板想要爽一爽的话 我建议把底牌先留着 等精灵那边开庭后 再打出来 如果陈老板想要一步到位 那咱们就直接亮出底牌 方清普给了两个选择 这样啊 陈阳有些小纠结 按照一般的套路 应该是先让对手得意几天 然后再拿出有力的证据 致命一击 这样是最爽的 可以看到 对方从云端跌落到地上的过程 也符合陈阳的恶趣心理 不过现在情况有些不同啊 观众们没那么大的耐心 装逼过头了的话 会被打死的 算了 还是一步到位吧 拿出证据 给他们致命一击 陈阳最后拍板 没问题 方清普脸上露出了笑容 律师干的 就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活 就算是没毛病 他也要找出来 现在海王手中握着这么大的证据 他要是再打输了 那可就丢人丢到家了 老板 您从哪里找来的这货 看着方清普远去的背影 情缘满脸鄙夷 这胖子 猥琐好色 还贪财 干啥啥不行 收钱第一名 这也是律师 律师什么时候都这么掉价了 更让小姐姐讨厌的是 这货的目光 老是停留在自己的一些部位上 嘴角还露出猥琐的笑容 恶心 所以 小姐姐对他自然没啥好脸色 不要小看他 这家伙 骚得很 陈阳意味深长地说了 据 迄今为止 方清普是他见过最厉害的律师 更难得的是 人家有底线 的确有点骚 吴军点了点头 云省的事情 他倒是也听说过 大老刘能够平安无事 多亏了这个风骚律师 正常发挥 能把被告和律师送进去 超常发挥 能把上面敲锤地送进去 这不是骚是什么 能闻名点吗 秦渊有些不乐意了 这里还有个女士呢 什么骚不骚的 都是大猪蹄子 老板 咱们要不要跟文总通通气 吴军提了个建议 海王能有今天 文青自然是功不可没 现在闹到了对薄公堂的地步 有些不好看 其实他也有疑虑 为何文青一个电话 都没打过来 呵呵 不用 陈阳笑了笑 舒舒服服往后躺了躺 聪明人不必多说 上次文青打了个电话 陈阳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次事端 多半是他的竞争对手鼓刀出来的 作为分公司一把手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文青没有出面 肯定有不方便的地方 再说了 他也不能事实依靠文青 对了 最近咱们那些合作伙伴 有什么动静 陈阳忽然问起这个 华东分公司的超级大单 引发了市场的轰动 现在两家又对薄公堂了 这些合作伙伴 多半也会有些异动 那些散户老板倒没什么 不过刚刚加入的专营老板们 态度有些暧昧 对海王也没那么热气了 吴军老老实实地回答 很正常 人家跟海王合作 是为了获利 现在海王已经得罪了人和堂 前途虽然不能说断了 但肯定要受很大的影响 他们有想法 也是应该的 大军 你去接触一下那些老板 能留的留 不能留的 就提出咱们的合作清单 陈阳吩咐了一句 患难见真情 趁着这个机会 他也可以筛选一些 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海王现在基本上 不缺合作伙伴了 自然不需要这种强头草 一边想着在海王老好处 一边还时刻准备开溜 呵呵 想啥呢 明白 吴军匆匆离开了 这时 陈阳的电话响了 电话里传来了 陈宇兴奋的声音 哥 高考成绩下来了 我考了628分 超出一本线20多分 啥 628 陈阳激动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妹妹 你等着啊 哥马上回去 天大地大 妹妹最大 听到妹妹分数下来了 陈阳抛下手中的火就回家了 什么海王 什么官司 什么狗屁倒灶 都比不上小雨的一根手指头 今天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 陈家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老太太也专门过来庆贺 甘孙女考上大学了 老人家自然高兴 一同前来的 还有乔安夫妇 自打结亲以后 二人对陈宇那可是百般的疼爱 几天的功夫 陈宇浑身上下都换了个遍 手机 笔记本 电脑那也是应有尽有 现在陈宇考了628分 夫妇二人更是喜出望外 这个分数虽然算不高分 但也已经很不错了 基本上可以上一个好点的 985211了 乔安已经订好了酒店 准备为外甥女庆祝一下 就等着陈阳回家了 可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陈阳回来 李英有些着急 又给陈阳打了个电话 不见 再打 还是不见 因为陈阳开车出事故了 倒不是他撞的别人 而是别人追尾了他 公司原本是有两辆车的 但都出去了 陈阳来不及打车 就把秦云的小夏丽给开来了 哪曾想刚开了一半 车屁股就被顶上了 麻烦是来了 陈阳没有驾照 属于无证驾驶 真要处理起来 他要负全责 当然了 陈老板无证驾驶 也有段时间了 一直也都安全得很 不过这次有些运气不好 后车是一辆崭新的奥迪 下来一个女司机 不管3721 就指着陈阳大骂 你 会不会开车 开车不长眼睛的吗 这么宽的路 你停车干什么 知道我这什么车吗 A6啊 刚买的 你一个开下里的赔得起吗 一番连吼呆骂 让陈阳有些生气 你这撞了我的车 还有理了 算了 你是女司机 已经没有驾照的心虚 陈阳想要稀释宁人 奥迪车伤的似乎也不重 钱保险有些破裂 也没啥大不了的 赔钱修车呗 谁让他没驾照呢 自认倒霉 可女司机似乎有些气焰嚣张 嚷嚷着 非要陈阳陪他一辆新车 这下有些过分了 给你点颜色 就蹭着鼻子上脸了 陈阳皱了皱眉 摸出电话 想要给秦渊打一个电话 这不是陈总吗 怎么了 您这是碰上麻烦了 这时 一辆大切缓缓地停了下来 车窗落下 露出一张似笑非笑的脸 正是温馨 一段时间不见 温馨变化很大 居然还留了长头发 不过那笑容 怎么看都有些得意 算了 管不要那么多了 下车 陈阳打开车门 把温馨扯了下来 干什么 温馨有些莫名其妙 不由自主地被他扯了下来 陈阳上车 然后对他道 帮个忙 我有急事 你搞来定这件事 我有重心啊 说着 一脚由门飞驰而去 一阵风吹过 吹起温馨的头发 露出一脸凌乱的表情 这特么什么跟什么 温馨短时间陷入了猛逼状态 接着忽然笑了 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家伙 还真特么 让他火大 哎哎 男的跑了 你不能跑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得陪我的车 女司机过来 一把抓住了温馨 啪 温馨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接着从鼻子里哼出一个字 滚 小杨啊 你可算回来了 李英急忙迎了上来 他都等着担心了 都在啊 陈阳笑着 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哥 陈宇笑着走了过来 喜滋滋地 拿出自己的成绩单 我早说过了 我妹妹是最棒的 陈阳举起了大拇指 一般半也 陈宇有些不好意思了 628分 在阳线一中 的确不算高 也就是中上游而已 哥 过两天就是报志愿的日子 我班主任打过电话了 他建议我报考卤大 我该怎么报呢 陈宇有些担忧 虽然文青答应过他 能让他进帝都大学医学院 但小姑娘 还是觉得有些没底气 要知道帝都大学 那可是华夏顶尖的大学 杨线一中 也不能保证 每年考上一个 他才过一本线二十来分 根本就没啥子希望 报考卤大 倒是没问题 但卤大比帝都大学 又低了一个档次 可万一不成 那岂不是华档吗 要是那样的话 他只能第二志愿 报考一个相对普通的本科了 能上985211 最终上个二本 陈宇心中自然是不甘心了 放心吧 你清清姐既然那么说 那就肯定没问题 你放心的填报便是 陈阳倒是很相信文青 作为文家的人 往帝都大学送个人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小杨啊 要不你给文小姐 打个电话问问 李英也心有女儿的前途 这个 陈阳有些迟疑 现在海王跟人和堂分公司 正在对保公堂 这个时候给文青打电话 有些不合适 再说了 文青这个时候 多半是在避嫌 还是不要麻烦的为好 妈 您放心吧 这是包在我身上 陈阳打了保票 官司的事情 很快就能过去了 到时候再联系文青也不迟 就在这时 电话忽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后码 陈阳接了电话 陈总 我是文总的秘书 我姓毛 啊 毛秘书你好 文总最近比较忙 一直抽不开身 所以就委托我给您带句话 毛秘书你说 文总很关心您的妹妹 听说现在高考分数出来了 不知道陈小姐考了多少分 628 哇 好厉害啊 比我当初高多了 嗯嗯 文总还让我转达一句话 他让陈小姐大胆地报考志愿 其余的不用过问 替我谢谢文总 挂了电话 陈阳心中也松了口气 心中也生情暖意 文青没有忘了这件事 即便是不方便跟自己接触 还是让秘书传达了这个信心 搞定了 陈阳对着妹妹 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陈宇这才放松了下来 小杨啊 我已经订好了酒店 今天给小宇好好庆祝一下 乔安笑着说道 那还愣着干啥 一起去 陈阳招呼大家一起去酒店 妹妹考了个高分 自然要庆祝一下了 酒店倒也不远 一家人步行过去 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 两个男人 四个女人 外加两个保姆聚在一桌 十分的热闹 乔安和陈阳这对生旧 也喝得更是昏天暗地 最后还是被酒店的伙计送回来的 第二天 陈阳还在酣睡之中 就被电话声吵醒了 老板 你把我的车怎样了 是助理情缘 啥车啊 你把我的车开哪去了 怎么撞得这么厉害 你的车啊 哎呀 卧槽 陈阳猛地坐了起来 这才想起来 他的车还丢在路上呢 昨天光顾着高兴了 把这茬给忘了 还有文心的车 陈阳下床 小跑了几步 打开窗户 一辆大切静静地停在小区里 秦云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出了点小车祸 你的车 好像还在路上 你可真行啊 今天早上 交警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处理事故 我就纳闷了 你开车出了事故 都不再处理的 忘了 忘了 我妹妹高考成绩下来了 考了628分 628 可真不低啊 比我还高呢吗 不是 我们说的是车的事情 你车你没干什么 那啥 你先去处理一下 我给你报销修车费 那可是我第一辆车 开了好多年呢 你就给我装成这样 要不 我给你买辆新车 切 不稀罕 小秘书把电话挂了 好吗 脾气还挺大 挂了电话 陈阳再次看了楼下一眼 秦云的车是小事 但文心这车有些麻烦 他当时怎么就头脑一热 把文心的车给开来了呢 这 怎么还呢 麻烦啊 陈阳有些挠头 小阳 你看看 我给你新编写的商务通怎么样 乔安兴奋地走了进来 手上还拿着一个崭新的PDA 他在这停留了几天 就是为了帮外甥搞出来 这个能够群聊的玩意 这是 看着PDA上面简陋的界面 陈阳有些哭笑不得 这功能也十分的单一 只有一个类似email的软件 打开看了一眼 似乎可以添加用户名 然后群发消息 然并乱 这玩意不能上网啊 不能上网拿出去 就是个砖头 也不是不能上网 得插一根网线 卧槽 谁他们出门带一根网线啊 可以跟手机并联的 去年郭佳 就开通了手机web上网业务 乔安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用一根连接线跟PDA接上后 他的手机 是最新的诺基亚塞班手机 开通了web上网业务 我的手机是刷过的 可以对接这部PDA的程序 乔安一遍解释一遍操作 定 他的另一部连接手机的PDA 接收到了消息 成了 乔安脸上露出了笑容 充足陈阳的需求了 就这 陈阳眼角直跳 好吧 对于这个年代来说 这已经算是智能手机了 使用这玩意 还不如搞个短信群发呢 不过现在好像也没有短信群发 舅舅 这玩意太笨重了 谁家左手PDA 右手手机的 不方便使用啊 而且使用互联网 也太不方便了 还得买一台能上网的手机 你看看能不能简化一些 类似一个短信群发的平台什么的 或者是干脆合二为一 搞一个能群发短信的手机 乔安皱了皱眉 认真想了一会儿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了我 走互联网的话 暂时是有些苛刻 很多人的手机都没有上网功能 但这个可以走通信运营商平台啊 至于PDA和手机合二为一 倒不是什么难题 国外很多厂商都已经做出来了 只不过只能打电话发信息而已 如果一部PDA能够打电话发短信 还能办公 还能电信运营商进行点对面的通讯 啊 说到这里 乔安忍不住眼睛一亮 这不就是全天候的个人掌商电脑吗 一只PDA在手就能随时操控一个几百人的团队 当然开发这么一款产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过一旦这么一款产品搞出来 肯定会将PDA的热度再次推向高潮的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小杨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我觉得有搞头 我马上联系公司的工程师 让他们出个方案 乔安兴冲冲的离开了 陈阳也就呵呵了 就这还创业 智能手机了解一下 那都是完胜下的 不过 在这个时代 的确是个创意 精灵 某酒楼 小心啊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文长在笑眯眯的看着文心 常在说 这是我爸给您带的东西 文心拿出一个精巧的盒子 放在了文长在的面前 打开盒子 是一块精美的手表 腰 限量版啊 呵呵 文总太客气 替我谢谢他 文长在笑着收起了礼物 文心的爸爸文长君 是人和堂的高层 文长在在自然要好好的巴结 听说 你们把海王给起诉了 文心笑着问道 呵呵 海王 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而已 也就是文心那丫头撕心作祟 强行提拔成为分公司的合作商的 否则 他们哪有资格 文长在轻蔑地说道 常在说 你这么干 就不怕文心找你的麻烦 文心试探着问道 他 文长在冷笑了一声 虽然文心是总经理 但根基还浅 分公司的几个副总 可都是为他马首是瞻 文心现在就是个光感司令 常在说 您可不能大意啊 文心 可没那么简单 文心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当初他也是在 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被文心逆风翻盘的 文心加陈阳 当真不容小事啊 呵呵 小心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 出不了岔子的 文长在也不以为然 陈阳虽然又臭又硬 但毕竟实力在哪呢 跟他掰手腕 配嘛 收拾海王 不过是开胃小菜 接下来 他就会缩拾手下 跟文心对着干 然后想尽办法 把他从公司赶出去 只要文心这一年 干不出什么业绩 总公司那边就会换人 就算是有人想力挺他也不成 小心啊 这段时间 你可要好好准备一下 该走关 得走关系 该跑跑的跑跑 文长在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上次 大家也是齐心协力 想要把文心捧上来 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但现在又有机会了 常在书放心 一切都有我爸呢 文心笑了笑 心中忽然闪过陈阳的影子 笑容立即冷了下来 这混蛋 全敢羞辱他 这次一定要新账旧账一起算 乔承院 任何堂华东分公司 起诉海王公司的安子 正式开庭 这次开庭是公开的 一大早就挤满了来看热闹的老板 海王要起诉任何堂的事情 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现在虽然是任何堂 抢先下手起诉了海王 但里还是那个里 他们自然要来瞧瞧热闹 陈阳和方清浦 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虽然这个安子 陈阳可以不出庭的 但这么热闹的事情 他怎会缺席 华东分公司自然也来人了 出庭的是副总田月海 和法务部长程远 程远这次是作为原告律师出场的 工作人员确认了 双方都已经出庭 然后汇报给了法官 随着工作人员宣布开庭后 安子正式进入庭审环节 陈阳有些惊讶 他记得后市开庭的时候 都有有敲锤的 怎么现在没看见 正吃一间 方清浦忽然低声道 陈老板不必担心 小镇事而已 他以为陈阳第一次开庭 有些担心 陈阳哑然 不过方清浦说的有道理 人都到齐了之后 工作人员宣读法庭纪律 之后和队员 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 律师这边还核实律师的姓名 律所和代理权限等等 接着正式开始庭审 首先是原告方发言 陈阳声色并茂地 把诉状述说了一遍 不愧是法律专业的 说的都是些专有名词 陈阳听得昏昏欲睡 不过呢 他还是听明白了大体内容 华东分公司 以海王公司提供的药材检验 不合格为由 要解除与海王签订的合作协议 而且按照协议规定 还要追讨因此带来的损失 被告 你认同原告的诉求吗 法官问道 不认 陈阳简单干脆 方清普来的时候就提醒过他 一定要守纪律 原告现在可以出示证据了 法官也很干脆 直接进入了举证阶段 承远拿出了两叠资料 一个是送检药材的检验单 一张是检验机构的资质 任何堂是有自己的检验机构的 但都在总部 一般分公司都有自己的合作检验机构 华东公司这家机构 是一个精灵那边的一个第三方机构 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 被告 这个结果你可认可 不认 陈阳继续摇头 一个第三方机构的标准 呵呵 就知道 你们不死心 承远胸有成族地站了起来 又拿出了一份质检报告 法官 我要提供一份新的证据 审判的时间内 双方都可以提供新证据 质检报告拿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居然是一张二级检验单位出去的报告 而且还是本省的 法官缓缓地点了点头 标准吗 取决于各地的检验器材 各地的器材自然都不同 所以标准也有出入 一般情况 你不能拿别的地方的标准 来这边打官司 不过有了二级标准就不同了 从严谨度上来说 二级的更有权威性 而且还是最新的标准 报告很快传递给了有关人员 经过一番确认 这两份药材检报告都是合法的 乔城这边自然能够认可 被告 这是原告提供新的检检报告 你有权利提出质疑 法官又问道 由于证据是新的 被告这并没有得到复印件 所以要出示原件 那份二级的检报告 就摆在了陈阳的面前 二人还专门研究了一番 要 还是就日期啊 看来这些家伙 没少花心思啊 二级的检验标准 东东来了 这是早有准备吗 看不出来 不过日期这玩意是可以控制的 检验日期还能控制 这有什么 咱们不也从原告 变成被告了吗 有道理 我觉得他不可能比我聪明 是是是 陈老板是大聪明 哈哈 早有准备 二人旁若无人的议论起来 被告 你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法官再次提醒二人 嗨嗨 方清普上场了 法官 我是被告的律师 接下来由我来接手 陈先生的所有事情 检测报告 我们都看了 没问题 你们也都检验过了 是真的 这话一出 全场哗然 法官也有些恶然 按照正常的流程 无论谁出示证据 对方一定会先质疑 下证据的真实性 当然 一般也没什么乱用 因为有些取证工作 庭审前已经做好了 法院这边 也会直接出示调查的结果 但这份证据 是新提供的 法院这边 要进行核实 需要花一点时间 来证明被告提供的 新证合法有效 才能进行下一个环节 但今天的案子 有些古怪啊 人家连问都不问 被告律师 你确定放弃质疑 确定 那好 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被告有什么想说的 法官 两份质检报告 是没问题 但是如何能够证明 他们送检的药材 是出自海王公司 送检的药材 是不是真的就不好说了 原告 你们做何解释 法官 对于这个 我们已经提供了 相关的证据 我们人和堂采购环节 十分的严格 对方送检的药材样品 会第一时间封箱 然后在24小时的监控下 送进检测机构 所以这期间 不会出问题的 程远也提供了一份录像 这边的工作人员 当场快进播放 只见画面上 海王公司的货车 送来了药材样品后 就有人和堂的工作人员 当场封箱 然后放入一个 有监控的仓库 最后全部装车 送往检验结构 全程都有监控 这小子准备的够多啊 陈阳低声道 呵呵 看得出来 是惯犯了 方清浦回了一句 看完录像 法官这边 简单商议了一下 被告 你有什么想说的 法官 录像也是能剪接的 这个说明不了什么 法官 这录像全程无剪接 可以接受任何的检测 法官 我觉得对方 拿出一段录像 来证明这伙 就是海王的 实在有些荒谬 两方律师开始针锋相对 速静 速静 法庭之上不可喧哗 双方律师各警告一次 法官立即阻止了 双方律师的护对 这还没进入 互变环节呢 你们还提前上演了 双方律师 立即掩气息鼓 怎么还被警告了 陈阳悄悄地问道 没事 热热身而已 方清浦不以为然 法官们 简单商议了一下 都觉得 单凭一段录像 也不能证明 或就是海王的 毕竟录像 是原告公司提供的 有心未知的话 未必不能造假 原告律师 你们还有什么可补充的 法官 除了物证 我们还有人证 少清两个证人 走了进来 施药检公司负责接收 药材样品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先确认了 二人的身份 二人接着做了 简短的证研 某年某月某日 接到华东分公司 送来的检验样品 封条完整 包装严密 没有任何破损云云 两位证人的证词 也算是对证据的补充 被告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法官 他们的证词 只能证明送来之后 但送来之前呢 是不是被调包了 是不是中途换掉了 仅凭一段录像 我方不认可 方清浦笑眯眯地说道 被告律师 既然你对原告 拿出的证据有质疑 那就必须提供必要的证据 法官 人和堂的诉求 是解除合约并索赔 这个安子争议的焦点就是 海王公司提供的药材 究竟合格不合格 如何海王公司提供的药材 是合格的 那么本安 就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方清浦缓缓地站了起来 风骚律师热身结束 你可有证据 证据自然有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问问原告律师 法官跟身边的人商议了一下 可以 第一个问题 这个安子 原本就是个合同纠纷 请问你们起诉海王 提出索赔的目的是什么 人和堂差这点钱吗 场外有人乐了 这个律师有些损了 明明是海王 先告人家 人家也来个先下守卫墙 先起诉海王了 你这么问 岂不是要人家好看吗 成员也一肚子火 特别的 你们海王不上诉 我们分公司会起诉你们吗 你们海王老老实实地解除合约 老子吃饱了撑的 起诉你们 不过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人和堂是百年老字号 对契约十分地看重 我们起诉海王 就是为了履行契约精神 契约是对法律的补充 是对企业的约束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契约得不到执行 那经营行为 岂不是一片混乱 总所周知 人和堂是要起 要为病人们负责 试想一下 如果每个药企 都无视契约精神的话 如果海王提供的这批药材 被用于生产加工的话 那对社会来说 绝对是一场灾难 成员侃侃而谈 干律师的 自然口才很好 正当成员想一鼓作气 把海王定 在违反契约精神的耻辱柱上时 方清浦忽然插了一句 反对 原告律师所说 与本案无关 成员酝酿了一肚子话 正要倾泻而出 一下子被打断了 瞬间难过的降土鞋 扑吃 场外的人也不知道 谁笑出了声 这个胖子真阴险啊 专解人家要说的 兴起的时候打断 这不是坏人好事吗 人家说的跟本案无关 你问的也无关啊 几名工作人员 也忍俊不惊 其实这个案子 也没什么复杂的 就是一方提出赔偿 一方提出质疑 按照他们的经验来看 赔偿是不靠谱的 毕竟也没造成多大的损失 但解约 肯定是要解约的了 这就是个合同问题 不过这外地律师 有些意思啊 法庭之上不得喧哗 法官在此重申了纪律 原告律师 不得说些与本案无关的事情 我们得要海王履行合同 让海王赔偿人和堂的损失 并追究他们 使用违规药材的法律责任 这次言简一概了 成远似乎成远 还没恢复过来 被告律师可以继续了 没了 啥玩意 众人险些喷了出来 就一个问题 你还说第一个 人家都还以为 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呢 好吗 提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然后在人家大谈特谈的时候 故意打断 这律师可以啊 有乐子瞧了 法官也有些无奈 这家伙是律师 怎么考上的 大千世界还真是无其不由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进行下一个环节 被告方自便 嗨嗨 陈阳站了起来 海王公司自成立以来 对药材的质量把控严谨 符合行业标准 开业一年以来 也跟多家企业公司合作过 没有任何一家反馈过质量问题 海王公司每一次出货 都有相关的质检 积累下来 也有数千张 早有工作人员 报来一个大箱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药材的药检报告 好家伙 看到这一箱子的检验报告 所有人都忍不住吃惊了 看起来海王的确很正规 证据早就被整理过了 从去年开业的时候 到今年七月 基本上每个天都有好几张 厂外的老板也都暗暗点头 都是干药材的 谁能做到 每天出货都去药检 大部分时间出货都不会药检的 除非客户提出要求 这个海王的确很讲规矩 所以 陈阳顿了顿 我认为 原告这是吃果果的污蔑 他们就是找茬 故意想解除合同 他们这是电大欺客 他们才是践踏契约精神的罪魁祸首 我要求法院 言成这类害群之马 好吗 这年轻人也不是简单人啊 这一套话说的 那可是有几分水准 可惜 肃静 法官忍不住提醒陈阳 被告 你现在是硬诉 不要说这些跟本案无关的事情 当然了 你也可以提出反诉 方清浦一扯陈阳 差不多得了 让你随意整两句 别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陈阳心中低估了一句 老子还没说完呢 各种程序也进行得差不多了 法官正要宣布休庭合议 法官 我方有一份新的证据要提供 我方要反诉 方清浦突然站了起来 拿出了两份资料 时间点掌握得很好 这胖子特么念话 故意的吧 众人都有这么一个念头 门口 记者们长枪短炮早已经准备就绪 出来了 出来了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陈阳和方清浦昂手挺胸地走了出来 陈先生 陈先生 请问案子结束了吗 法院怎么宣判的 记者假举着话筒伸到了陈阳的面前 能说吗 陈阳看了一眼方清浦 多多一善 方清浦笑了笑 嗨嗨 陈阳咳嗽了几声 简单地把事情说了 鉴于被告拿出了新的证据和当场提出了反诉 法庭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倒不是因为反诉 而是因为那份新的证据出自一级要检部门 也就是说 人家拿出了一级标 所有人都傻眼了 原本任何堂拿出二级标来都很离谱了 但没想到 人家海王居然拿出了一级标 这下 安子又变复杂了 法官和几名工作人员商议了一下 决定休庭 择日再审 择日再审 也就是说 海王并没有败诉 海王怎么可能败诉 我们一直都走得正做得直的 陈先生 我们得到消息 海王因为使用过期的药材 被同行举报过 没有的事情 这都是竞争对手的恶与重伤 陈阳义愤填音道 我们海王开业一年了 举报也就集中在这几天 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 陈先生 能详细地说一下安情吗 听说因为你们的药检不合格 被人和堂分公司取消了合作 人和堂分公司 是这是贼喊捉贼 我们自开业以来 对药材的质量 就把控得十分严格 海王公司每一次出货 都有相应的药检报告 这一点 已经得到了法院的证实 药材违规 根本就不存在 陈总 听说这次人和堂 拿出来的是二级的标准 是不是因为二级的标准比较高 所以造成了你们的药检 不合格呢 陈阳看了那个记者几眼 笑道 小姑娘 你挺厉害的吗 连人和堂最新出事的证据 都知道了 记者是不能进去的 他们自然 会知道具体的消息 就算有人出来传递 也不可能这么快 很明显 人家早就得到了 华东分公司的授意 陈总 您还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小姑娘脸上笑容不变 紧咬着这个不放 好 陈阳左右环视了一眼 道 既然媒体朋友这么感兴趣 那我就集中地说一说 省不标算什么 我们海王送检的药材 已经通过了一级药检机构检验 这话一出 众人齐齐哗然 好家伙 原本以为是二级和三级标的冲突 现在看来 是一级和二级发生了冲突 这根本就不可能有冲突啊 一级最大 你一个二级标也好意思说 你比一级标严格 小记者呆了呆 他明显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陈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 海王出产的药材 通过了一级的检验 其他记者问道 那是当然 陈阳傲然道 人和堂是龙头药企 是行业的表率 我们海王有幸成为他们的供货商 又怎么能怠慢呢 所以呢 我在送检的时候 多送了一份去了帝都 拿到了一级检验标准 呵呵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一级都拿下了 人和堂这边的标准居然没过 还真是让人费解啊 众记者险些就沸腾了 他们大不仁的 都是冲着人和堂来的 话说人和堂 已经很多年没打官司了 这次肯定是个大新闻 至于海王 没人关心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啊 似乎人和堂出了问题 劲爆新闻啊 众人争先恐后的发问 陈阳也一一作答 神态十分的从容 陈先生 药材我是不懂的 但我很想问一下 您送往帝都的药材 跟送往人和堂的是一批药材吗 还是那个小记者 不问不行啊 他收了钱的 呵呵 陈阳笑了 小姑娘 看来你对人和堂十分的关心啊 怎么静帮着他们说话 我只是实事求是 小记者硬着头皮说道 好一个实事求是 陈阳点头 道 那我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你 这肯定是同一批药材 现在还有部分存在海王的仓库呢 我们海王可以接受任何的调查 至于人和堂送检的 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好吗 话里话外 脏水不断 众记者也都是人精 开始发问 陈阳也把双方争议的焦点说了 现在的情况是 双方各执一词 人和堂那边无法证明 送检的药材是海王提供的 但海王这边 却出示了一级的检验标准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陈先生 听说海王成为人和堂分公司的供货商 是因为您跟文总的私人关系 而且有传闻你跟文总关系 暧昧 小记者放大招了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今天他必须要把吃奶的禁食出来 帮人和堂扳回舆论 陈阳看了这小记者一眼 冷笑了一声 这记者还真是无耻啊 居然拿文青和他的关系进行攻击 陈阳有些忍不住了 方清普忽然扯住了他 笑了笑 道 小姑娘 你年纪不大 怎么能如此的无耻呢 你这是收了多少钱啊 你们这是污蔑 我要告你 小记者恼羞成怒 污蔑 方清普立声道 你刚才不是污蔑吗 他上前一步 森然开口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海王是通过私人关系 成为人和堂的供货商的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当事人跟文总关系暧昧 你没有证据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要告我呀 好啊 我叫方清普 是云省清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方清普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小记者害怕 忍不住后退 从你问的第一句开始 就有意引导我的当事人 向你所期望的方向回答 从你问的内容上来看 都是在偏袒人和堂 质疑海王 就你这种信口开河颠倒黑白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成为媒体的喉舌 你在公众场合 污蔑我的当事人 污蔑人和堂的文总 污蔑人和堂的名声 我 方清普要正式起诉你 起诉你们的媒体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这句话如一声炸雷 惊得小记者一屁股坐在地上 浑身颤抖 方清普也不再理会他 只是淡淡道 诸位 该说的都说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意了解安晴 以及海王的事情 欢迎大家去海王做客 事实胜于雄辩 只要大家亲眼目睹了 海王运营的每个环节 就会知道我当事人是多么的无辜 说着 扯着陈阳离开了 陈先生 方律师 众人马上追着二人过去了 这个惊爆眼球的大新闻 他们可不能错过 角落里忽然转出了两个人 正是田月海和成月 直接二人互相对望了一眼 都是一脸惨白 这下 完蛋了 华东分公司一片愁云惨淡 文长在更是脸色铁青 乔城的安子已经休停了 但情况的发展 已经向着他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海王居然拿出了一张一级要检报告 这大大的抄出了文长在的预料 陈阳 文长在嘴角一阵抽搐 他还是小看了这个年轻人 不 他应该是小看了文青 原本他以为 招海王成为人和堂的合作伙伴 是文青的私心 但现在看来 应该是个坑 还是个巨坑 可笑他居然一时不察 就跳了进去 文长在心中闪过一阵寒意 难道 这丫头早就开始挖坑吗 文总 您先别这么悲观 就算是海王提供了一级标报告 但他也证明不了 送检的药材 跟我们是同一批啊 所以呢 这个安子 就是个扯皮的事情 田月海安慰了文长再几句 蠢货 人家拿出一级检验报告的时候 咱们就输了 人和堂跟一个小公司打官司 已经是丢粪了 现在居然还打不赢 这对公司名誉的损害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 文长在怒吼了一声 将全部的火气 撒在了田月海的身上 田月海耸挖着脑袋 不敢吭声了 官大一击压死人 没办法 大骂了田月海一阵 文长在似乎觉得还有些不解气 接着把矛头对准了成怨 还有你 你出了什么搜主意 把记者叫来 给海王施压 这海王没被押住 我们反倒上了新闻了 你他妈脑子里装的都是想吗 这不请记者还好 把记者请来 没班倒海王 反倒把自家的负面新闻给打了出去 不明真相的人都说 人和堂分公司打压合作伙伴 以莫须有的罪名 解除人家的合作协议 人家反手拿出一张一级标 啪啪打脸啊 你人和堂再大 能大过的一级标 还有人开始怀疑 人和堂的标准 一级标都过了 你人和堂不过 你家标准没问题才怪了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连总公司都知道了 一个副总亲自打电话 把文长在给训斥了一顿 让他务必处理好这件事情 一旦影响了人和堂的名誉 这件事就闹大了 文长在自然有苦说不出啊 承远不敢还口 只得唯唯懦懦 心中却有些抱怨 高海王不是你收益的吗 要不然 我们会趟这趟浑水 再说了 当初我出主意的时候 你也不也赞同吗 他也不能说什么 文总 我们可以找关系 给媒体施压 让他们先封锁消息 呵呵 你以为媒体是你们家开的 能收买一两家带带节奏 你能收买全部 提起这节 文长在更是怒不可涉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 找的什么狗屁媒体 连个陈阳都收拾不了 承远不出声了 他找的媒体 还是照得住的 只不过 海王突然打出了一级标的牌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媒体的人卖力的带节奏 也没带起来 可话又说回来了 谁又能想到 这家伙会把药材 送到帝都一级检验呢 这特梦 不是吃饱了撑的多此一举吗 罢了 罢了 文长在叹了口气 现在硬来是不能了 再搞下去 海王没什么损失 人和糖可就损失大了 一旦总公司那边动物了 文长在就要吃瓜落了 只能来软的 找人去跟海王沟通 双方一起撤诉 然后再收买媒体 把这件事压下去 可问题又来了 海王乐意吗 欢迎陈总旗开得胜 凯旋归来 海王的员工 齐齐地站在门口迎接 大家辛苦 辛苦 陈阳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官司虽然还没宣判 但海王已经赢得了战略的胜利 国标一出手 就把对手打得稀里哗啦 恐怕那些人做梦也没想到 海王会有这份要检报告吧 嗯 标准啊 果然很重要 不愧是我们的陈总 没想到您在媒体面前 还能这么镇定自若 说话那也是铿锵有力 吴军也小小地拍了个马屁 就是就是 中午的时候 我们也赶过去看了 陈总那会儿 当真帅的吊渣 几个女员工笑嘻嘻地说道 呵呵 陈阳笑了笑 貌似她的自我感觉也挺好 于是乎 陈大老板在员工们的一片公围声 来到了二楼 陈老板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方清浦凑了上来 法庭现在休停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 这段时间应该部署一下新的计划 先不管 现在着急上火的不是我们 陈阳摆了白手 这次打了华东分公司 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们头疼去吧 我的意思是说 精灵那边马上就要开庭了 咱们要不要撤诉 方清浦问道 他很清楚陈阳的目的 所以才问了一下 这个嘛 陈阳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告华东分公司并不是要搞臭他们 只是想让他们知难而退 但现在华东分公司也不知道有没有后悔 就在这时 秦渊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些单据 应该是汇报今天的工作进展 秦助理来了 方清浦主动打了个招呼 哼 秦渊看到方清浦 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一副爱理不大的样子 那啥 你们聊 我去吃点东西 方清浦打了个哈哈 离开了 他似乎也知道秦渊不待见他 陈总 这是最近各部门的报表 秦渊把资料放在陈阳的面前 呃 陈阳见小秘书有些不高兴 那啥 秦渊啊 你的车修好了没 你还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秦渊哼了一声 他倒不是心疼车 而是气陈阳 这家伙出了事故 居然把车一丢 就那么走了 还真不把豆包当干粮啊 那可是自己的车啊 那个 秦渊啊 我给你道歉 当时出了事 我是有些心急 但最重要的是 我没有驾照 害怕交警啊 你没驾照啊 秦渊愣了一下 这家伙开车那么娴熟 居然没有驾照 也对 出了事故 没有驾照自然是跑为先 想到这里 秦渊的气有些消了 那你也该给我打个电话 我去处理也行啊 秦渊抱怨了一句 对不起啊 下次不会了 那啥 你要是不乐意 我给你买辆新车如何 把我修车前报了就成 没问题 没问题 陈阳打了个保票 修车 小意思了 秦渊也很快恢复了过来 拿起陈阳处理过的文件 走了出去 走了几步 他忽然回头笑道 今天 你 挺帅的 温总 温总 好消息啊 秘书毛小心跑了进来 昨天的官司休停了 海王忽然拿出了一份 一级标报告 田副总他们当场傻眼了 一级标啊 想不到 陈总居然还有这个杀手锏 听说他们 还找来一帮媒体 想要给海王施压 没想到 反倒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小秘书一脸开心 他是文青的人 对那些针对文总的 自然没啥好脸色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 文青也笑了笑 当初他打电话的时候 也就提了那么一句 陈阳就心知肚明了 早早地做好了准备 整个对抗期间 二人几乎就没有通过话 但事情的发展 还是朝着他期望的方向进行 陈阳知道他的心思 他也了解陈阳 这就是心有灵犀吧 文总 现在公司上下都说 这件事是您和陈总联手 给文副总他们挖的坑 是不是这样 毛小新试探着问道 联手挖坑 文青淡淡一笑 文长在算什么东西 也值得让他专门挖坑 这一次 不过是凑巧 让陈阳发挥一下而已 其实 就算陈阳收拾不了文长在 文青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行业内部 对任何堂有什么看法 文青忽然问起这个 虽然他放纵陈阳收拾文长在 但也不想把公司陷入麻烦之中 还好吧 大家只是有些议论 暂时还没有太大的舆论导向 我们任何堂还是有些信誉的 小秘书委婉地说了一句 信誉 文青忽然嗤之以鼻 这玩意就是饭店炒出来的菜 端上来看着光鲜美味 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厨房里的阴暗 任何堂的信誉 炒了一百年了 当然有点信誉了 但是维持信誉需要付出资本的 你以为那些媒体会无脑地吹你的好 一旦别人给的价高 那些人马上就会翻脸 开始攻击任何堂 现在不过是暂时没人出价而已 想看任何堂笑话的可不止一家 应该早做些准备了 想到了这里 文青缓缓地站了起来 道 我要回帝都一趟 小秘你马上给我订票 现在 毛小秘有些愣神 其实就在文青上任之初 以文长在为首的元老 就开始明里暗里地针对他 这半年来 文青这个总经理干得也是束手束脚 五大副总只有一个听他的 其余的都跟文长在沆瀣一气 眼下海王公司的事情一出 分公司一团乱糟糟 文副总等人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不少观望的七强派已经开始动摇了 文副总败局已定 这分公司是文总的天下了 这些人纷纷以各种途径示好文青 就连小秘书这边也没少地话 当然文总的事情 毛小新没资格插嘴 但他心中以为这也是个大好机会 文总打可以观望几天 然后顺势回去指挥大局 趁机收拢权力才是 不过文总既然这么说了 小秘书是只能道 好的文总 我马上给您订票 经过这场官司 海王更是名声雀起 很多人都知道了 乔城有这个一个公司 人家敢跟人和堂掰腕子 人和堂是什么单位 那可是龙头中的龙头 王者中的王者 打官司从来就没输过得住 现在居然被一家小公司打了脸 海王 牛逼啊 别的不说 就 人家出事的那一箱子检测报告吧 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更别提一级标了 有几家企业用的上一级标 二级标都稀罕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海王的货那是绝对值得信任 不少企业纷纷找上门来 来海王这边考察 寻求合作供货 散户们更是挤破了头 想要从海王购货 这一下 海王的声誉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受到了很多中小企业的青睐 一时间 整个海王都忙碌起来 业务量也凭空增加了两倍有余 海王上下笑得合不拢嘴 这买卖 值 就在海王忙碌之际 一直没联系的钱正强 忽然给陈阳打来了电话 陈老爹 你最近可是名声大振啊 强哥 你就笑话我吧 不不不 我佩服得很啊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就敢跟任何堂干 哥哥只有我心中一个大写的福字 强哥过欲了 陈阳嘴上笑着 心中却不以为然 以前他跟钱正强的关系 还算不错 但大老刘出世以后 钱正强纵容文心落井下石 让陈阳有些反感 先不说 大老刘跟钱正强是极好的朋友 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 你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患难见真情 这家伙 靠不住 对于这种人 陈阳的一贯作风 就是敬而远之 兄弟 好久没见了 今晚有没有时间 来我这里喝点酒 钱正强发出了邀请 自打上次碰头后 二人已经有小半年没见面了 陈阳有些犹豫 说实在的 他不想跟钱正强有任何的关系 不过钱正强曾经帮过他 海王现在的门面 还靠了人家的面子 这个琴必须还 所以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 好的强哥 晚上下班我就过去 那就一言为定 钱正强也笑呵呵说道 挂了电话 陈阳陷入了沉思 钱正强这个电话 打得有些突兀 打官司前 这家伙没露面 这官司打成这样 钱正强却主动联系 要说没点事情 陈阳是不信的 钱正强要干什么呢 拉拢 还是当说客 陈阳一时间有些捉摸不透 老板 今天咱们的业务一步爆单了 你猜猜 卖出去了多少货 秦源兴奋地拿着资料进来 为了更好的运营 陈阳把业务部门一分为二 一部门专做市场内的业务 经理由吴军担任 二部门是做对外业务的 经理是新加入的宋秦 两个部门各自独立 直接受陈阳管理 官司过后 海王的名声一下子打出去了 每天接待的客户都是翻倍的 客户多了 业务量自然也多了 业务一部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 两千吨啊 而且中小企业的单子居多 我们海王的业务升级了 秦源喜滋滋地说道 哦 陈阳似乎也没什么兴奋 毕竟赚钱这玩意 已经提不起他的兴趣了 现在他满脑子想的 就是钱正强的事情 老板 你有心事啊 秦源试探着问道 陈阳看了秦源一眼 忽然道 车修好了没 早就修好了 那好 今晚上跟我去应酬 哇 老板 你还是第一次带我去应酬 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吗 小姐姐十分的惊喜 陈阳呵呵 你想多了 我不想酒驾被抓 秦源 陈老爹 快过来坐 看到陈阳进来了 钱正强马上招呼他入座 桌边还坐了三个人 两男一女 见到陈阳来了 三个人也都客气地点头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静药驻乔城办事处的经理陆园 这位是广耀华东地区总经理 袁华小姐 这位是九天药业的副总马涛 好吗 都是六大龙头药业的人 加上钱正强 有四家了 这顿饭肯定不简单 陈阳虽然疑惑 但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其中 他还多看了陆园一眼 也不知道 这个陆园跟陆教授有什么关系 陈总的大名 我们可是如雷贯耳 没想到 居然这么年轻 袁华首先打开了话头 他在场唯一的女性 三十多岁 颇有姿色 呵呵 英雄出少年啊 陈总如此年轻 就敢跟任何堂干 老马我佩服 大富翩翩的马涛 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任何堂是百年老字号 但这次我觉得有些过头了 实事求是 这次我站陈总这边 任何堂分公司 这是故意找查 陆园也附和了一句 诸位老板客气了 愧不敢当 愧不敢当 陈阳咳嗽了几声 心中已经有数了 呵呵 六大龙头来了四个 要说没有阴谋 打死他也不信 别啊 陈总 任何堂百年生育 敢当面给他们一耳光的 放眼整个行业 也只有陈总一个人了 我袁华最佩服 你们这年轻有冲劲的人 来来来 咱们先喝一个 袁华举起了酒杯 陈阳也看在他 有几分姿色的份上 举杯跟他碰了一下 哈哈 钱正强笑了笑 哦 我兄弟是谁 任何堂这次栽了 被陈老弟打得落花流水 成为了整个行业内的笑柄 老弟 干得好 钱正强也跟陈阳干了一杯 说实在的 一些药器有些盲目扩张 这对行业来说 绝对是场灾难 一旦陷入盲目扩张 这各种问题 自然都冒出来了 陈总这一巴掌打得好 也算让他们清醒一下 对行业也是有好处的 来 我也敬陈总一杯 陆园也笑呵呵地举起了酒杯 哇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这个陆园面后心黑啊 一桌人当中 属于他最阴险 一人一杯 就是四杯 这下小八两就下去了 陈阳的酒量大概就在一斤半左右 这一轮下来已经过半了 他装作有些酒力不胜的样子 见陈阳有些不太行了 众人也就不急着喝酒了 说起了最近的事情 他们把陈阳找来是有事情的 灌趴下就没什么意义了 一桌人热热闹闹 看起了就像是一家人 袁华这个美少妇更是左右逢源 把气氛给挑了起来 当然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挑起陈阳的话头 陈阳也虚于尾仪 潜尝则指 喝酒成 其他免谈 要么就是 对 对 你说的都对 袁华有些惊讶 没看出来这小子虽然年轻 但十足的一个老狐狸 说话也是滴水不漏 也对 没有两把刷子 哪有资格跟他们做一桌 袁华一下子来了精神 陈老弟 我年龄比你大 就叫你一声老弟 不介意吧 怎么可能啊 袁经理一看就比我小多了 哪能叫老弟 应该叫哥才对 陈阳也是满口胡花花 哎呦 众人一下来了兴趣 没想到这些小老弟 也是老司机啊 呵呵 有前途 袁华更是喜笑颜开 作为职场老油条 这种话听听就可以了 不过 他听得舒服啊 呵呵 陈老弟这话说得解救我 不好意思了 我都三张多了 叫你哥哥 叫不出口啊 三张多 哎呀 袁经理要是不说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这保养的挺好啊 咱们俩出去 人家指定觉得 我是哥哥 哈哈哈哈 众人奇奇的大笑 这小老弟 是同道中人啊 在女人这件事上 男人们 是不分贫富老少的 骨子里都是色皮 袁姐 既然任何陈老弟 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叫一声小哥哥 叫一声小哥哥 袁姐也不亏啊 呵 袁经理 我这小兄弟 可不是简单人 你们俩要多亲近亲姐 来 叫一声小哥哥听听 滚蛋 少笑我 袁华笑骂了一句 满面春风 对陈阳也越发的热情 陈老弟 人和堂百年积累 可没有那么简单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应对 钱正强主动提起了话头 这个 陈阳笑了笑 走一步算一步呗 心道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闹到了这个地步 供货商肯定是不行了 如果陈老弟 有兴趣的话 可以做我们广妖业的供货商 袁华马上抛出了橄榄枝 递上了名片 广妖那也是六大龙头之一 虽然不及人和堂 但每年的药材需求量 也是个天文数字 那还真要感谢袁姐了 陈阳点了点头 当然他也知道 成为广妖业的供货商 可没那么简单 好啊 那有空的话 咱们找个机会详谈 袁华捏了捏陈阳的手臂 眉眼寒春 挑逗之意甚浓 哎哎 袁姐 你这可不厚道了 大家都瞧上了陈老弟 你可不能先下手啊 老弟啊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尽要 也对海王很感兴趣 还有我们九天要夜 虽然比不得其他龙头财大气粗 但跟陈老弟合作 也是没问题的 两个男人争先恐后地 递上了名片 有点推波助澜的味道 多谢 多谢主委瞧得起我 陈阳也装模作样地 收起了名片 接下来继续喝酒 又喝了两杯 陈阳这会儿 已经开始浑浑欲睡了 钱正强忽然道 陈老弟 这次叫你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 海王跟同仁堂的官司 我们几家都不会做事 老弟你尽管干 一切都有我们呢 酒也喝了 耳也散了 接下来该谈正事了 这次把陈阳叫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 继续对人和堂 把事情闹大 多 多谢强哥 我肯定要把他们干趴下 嗯 不好意思 我要睡觉 要睡觉 陈阳茫然 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 接着趴在桌上睡着了 看到陈阳趴下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都露出了笑容 来人 把陈总送回去 钱正强吩咐了一句 两名伙计背起陈阳 把他送到了秦源的车上 这家伙 还真把我当司机了 看着满身酒气的陈阳 秦源恨得牙牙 这次来的人 也不是一个两个 钱正强自然也有专门的安排 给司机们安排了一个小包间 安排的工作餐也不错 六大龙头要起的人 原来陈阳跟六大龙头要起的人会面 大场面啊 小姐姐有些兴奋了 可惜陈阳让他来这次当司机 这让秦源有些遗憾 停车 走了一段路 陈阳忽然睁开眼睛 吩咐了一声 秦源马上停车 陈阳推开车门 跑到了路边 然后哇哇了几声 吐了出来 怎么喝了这么多 秦源拿着纸巾追了出来 陈阳抹了抹嘴 拿出了几张名片 略意沉吟 撕碎了 老板 听说今天你跟广耀 竟要和九天药业的人碰面了 回到车上 秦源有些好奇 你想知道 陈阳看了秦源一眼 秦源点了点头 陈阳也就简单的 把会面的内容说了一下 老板 这是好事啊 有了三家企业的扶持 海王自然能够一飞冲天 秦源十分的兴奋 呵呵 陈阳只是笑了笑 不再言语了 今天这四个人 虽然都对自己客气 但也是表面上 实际上他们想让海王继续闹下去 看来这几家 包括钱正强 对文家都有敌意的 这也让陈阳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为何钱正强 跟文青是朋友 却帮着文青对付他 看来六大龙头之间的 明争暗斗 也越演越烈 算了 六大龙头之间的事情 陈阳不想掺和 也懒得掺和 他不想当枪 也不愿意当别人的枪 相较之下 还是文青可爱一点 当然 有时候他也没那么可爱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文青 让他早点做些提防 正念迟疑的时候 陈阳的电话响了 居然就是文青的 陈阳有些惊讶 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吧 喂 清清啊 是文青 秦源忍不住竖起了耳朵 他早就觉得二人的关系 有些不正常 不过一直没有证据 干得不错 电话里传来文青的声音 呵呵 一般一般 行啊 学会谦虚了 我一直都挺谦虚的 得了吧 我还不知道你 给点颜色就敢开染铺的家伙 不过呢 这次表现得真不错 媒体的事情处理得也好 别说 还挺上镜的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人在帝都 分公司的事情暂时与我无关 明白了 那我可尽地闹呗 闹归闹 但要把握分寸 可别闹大了 我也不好收场 否则 你就不是搞他们 是搞我了 嗯 这个搞自用的 陈阳有些悠然神往 秦源更是面红耳赤 心中暗骂了一句 肩夫淫妇 我知道了 还有件事情 要跟你说说 陈阳简单把今晚上 跟钱正强他们碰面的事情说了 呵呵 文青笑了笑 哦 终于忍不住了吗 也对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打倒了任何堂 他们自然有利可图 听到文青这么说 陈阳也就放心了 既然文青早有心理准备 那天也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又简单说了几句 陈阳这才挂了电话 接下来 回家睡觉 第二天 陈阳醒来时 已经是日上三干了 母亲和妹妹知道她辛苦 所以就没有叫她 桌上留着早饭 陈阳也简单地吃了点 然后洗了个澡 夹着公文包 准备去上班 嗯 十一点了还去上班 当老板就是有这么个好处 默认管她 爱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走了几步 忽然看到楼下 停着的那辆大切 已经吃灰好几天了 陈阳一拍脑袋 好家伙 他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 摸出电话 找到了文青的号码 略移沉吟 还是拨通了 呦 陈大老板 终于想起来了我来了 电话里传来文青 冷嘲热讽的声音 不好意思啊 文小姐 这两天事情有些多 忘了还借过你的车呢 您现在在哪 我让人把车还回去 不必了 那车我不要了 这 我让人给您收拾收拾 加满油啊 不用 我这人有洁癖 来人碰过的车 我是不会再开的 嗯 那也好 文小姐 给我一个账户 我把钱给您汇过去 就当把您的车 买下来了成不成 知道你陈大老板不差钱 但也不能这么瞧不起我吧 呵呵 你也好意思说 那是借车 说到这里文青的 语气重了起来 当街把他从车上扯下来 抢了车便跑 这特么是借 没报警抓你这个混蛋 本小姐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陈阳略觉得有些尴尬 虽然他跟文青 有些不对付 但抢了人家的车 就跑 的确也有些过分 文小姐 真的对不起 那天我有急事 没想那么多 我给您道歉 陈阳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 电话那头 文青不吭声了 两久才悠悠道 你要是真想给我道歉的话 就 亲自开着车来某某酒店吧 又是酒店 陈阳一下子提高了警惕 这文青 该不会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他可不能上当 别多想了 只是见个面而已 正好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你这家伙 不会以为我真的 瞧得上你吧 文青似乎知道了 他的顾忌 瞧不上好 瞧不上好啊 听到文青这么说 陈阳也就松了口气 上次的事情 也算是文青帮忙了 否则 他肯定要被交警教育 这车放在他手上 也是个麻烦 还是早点解决的为好 陈阳先开车去清洗了一下 然后加满了油 然后来到了目的地 文青早就等着他了 这次 他没有之前的清服 换了一身得体的衣服 表情也很是认真 文小姐 车已经洗好了 就停在酒店外面 陈阳把钥匙放在了桌上 坐吧 文青挥了挥手 陈阳在沙发上坐下了 离他稍微有些远 陈阳 你可真行啊 一个海王把人 和躺脚 和得鸡飞斗跳 有时候我也在怀疑 我上辈子 是不是跟你有仇 这辈子 你处处坏我的好事 文青有些咬牙切齿 可不是吗 竞争分公司的总经理 是被陈阳给打断的 现在眼瞅着又有机会了 又是陈阳 跳了出来 坏了他的好事 这陈阳 还真的是他的克星 听到文青的抱怨 陈阳心中也有些无奈 当初他帮文青 是为了还人情 并非有意针对谁 现在海王 已经跟文青 捆绑在了一起 那就必须一条道走道黑啊 所以 也只能对不起了 说吧 你如何才能和解 文青也直截了当 这段时间 文长在没少派人 跟海王接触 想要和解 但陈阳 都是一口拒绝 现在自然不能和解 他必须要拖着 等文青收拾了一切竞争对手 文小姐 这件事是他们先挑起的 陈阳说了一句 只要你和解 不继续反诉 海王 还是华东风公司的供货商 不仅如此 采购价格上 会给你最大的优惠 我也可以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 你还想要什么 只要提出来 我都会满足你 文青拿出了优厚的条件 眼下这件事 在有心人的推波柱栏下 已经是越挠越大了 文长 再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一旦文长再完蛋 文青一家人的布局 就彻底的破产 他也就再也没有 进入高层的机会了 所以 他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努力把陈阳争取过来 把这件事按下去 只有保住文长在 他才有机会 不好意思啊 文小姐 陈阳笑道 我只想要一个公道 这话说的 他自己都有些不幸 公道 文青也嗤之以鼻 陈阳 我不知道清洁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么卖脸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他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而且 我在文家的背景 要比他强 我爸文长君 是文家少数掌权的 副总裁之一 而清洁的爸爸 他给不了你的 我一样也能给你 文青终于亮出了 自己的底牌 那就是他爸爸文长君 集团副总裁 可要比文青 这个分总厉害得多 文长君吗 陈阳也眯起了眼睛 虽然上一世 他没怎么接触过 这些行业顶流 但对这个名字 也不陌生 这可是文家的 核心人物之一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就是文青的父亲 只要你肯帮我 我会给你引荐我父亲 海王成为总公司的供货商 也不在话下 文青自信地说道 他的背景要比文青强 能给予陈阳自然也多 这一点 肯定是文青不能比的 好像挺优厚的 陈阳自言自语 总公司的供货商啊 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 可惜 陈阳笑了笑 道 不好意思 文小姐 我这个人没那么谈 海王也就是 小打小闹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多谢你的好意 海王真的承受不起 说着站了起来 文青和文青 他自然要选文青了 倒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单纯就是欣赏 文青 他的确欣赏不来 陈阳 你不要以为 清姐对你好 他就是在利用你 利用你铲除他的竞争对手 你也别对他 有什么非分之想 文家的女人 都左右不了自己的婚姻 文青万万没想到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阳居然还是油言不敬 自然有些急了 是吗 陈阳回头看了他一眼 笑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让他利用好了 我乐意 回到公司 已经是下午了 这两天海王的业务比较繁忙 每个部门都在紧张的运营之中 随着海王的业务升级 营收也实现了跨远 现在的海王已经成功 挤进了第二梯队 当然 第一梯队的业务 依然是海王的主要经营收入 但所占比重已经降了很多 用不了多久 海王的业务升级 就会全面成功 是时候调整一下经营策略了 想到这里 陈阳马上把吴军叫了过来 大军 以后业务一步 要控制一下销货的数量 把每次采购量 在十吨以下的客户筛选出来 把他们的单子 交给我们的一类合作伙伴 不过验货环节不能少 陈阳吩咐了一声 最近海王已经将合作伙伴筛选了一遍 把那些信誉好 供货及时的店主 划分为一类伙伴 把那些信誉一般 但供货及时的店主划 为二类伙伴 剩下信誉一般 供货也一般的店主 自然成为第三类 三类伙伴自然要区别对待 人家对海王忠心 海王也不能亏待人家 有了好处 自然要分给人家一点 明白了老板 吴军点了点头 现在海王的业务急剧膨胀 业务一步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了 那些小客户的确是顾不上了 将他们转给合作伙伴也好 一方面能够分担海王的供货压力 另一方面也能增加 双方的合作亲密度 业务升级了 经营策略要改 另外仓储也要扩大一番了 开业的时候 海王没有自己的主营项目 都是从市场上拿货 之前那个仓库 倒是可以满足需求 但现在不行了 海王的业务规模越来越大 每天都有大量的材料 买进卖出 一个小仓库 已经满足不了海王的日常需求了 再说 业务升级了 海王也要有自己的经营项目了 之前陈阳也给房东打了几个电话 拜托他去寻找 但一连几天都没有合适的 周边虽然有仓库 但都是集中的 陈阳想要一个单独的仓库 老板 其实咱们可以在周边买快递 自己建仓库啊 秦源提了个建议 买快递 陈阳笑了笑 然后摇了摇头 小姑娘还是年轻啊 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话说上一世的时候 有两个坑他从来不参与 一个就是炒地皮 另一个就是股市 钱一个不升值还好 一旦升值了 就会有各种各样